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67集 往城东而去 李福耀一路走着 一路东张西望 走了差不多半数路程之后 看到街道旁有卖糖葫芦的 有些恍惚出身 在很多年之前 在洛阳城之内 李福耀每次跟着自己爹爹出门 凡是看到有人买糖葫芦 李福耀一定会有一串的 想到这儿 他喊出那个小贩 要买糖葫芦 只是旁人不过是买上一串 他李福耀一买 是全部都买得下来 最后是他扛着一个很大的草木棒子 什么插着好些个糖葫芦 这引来了好些志同在周围 李福耀也十分大方 一人一串 很快就剩下了两串 李福耀取下最后两串 将那个草木棒子随手扔了 然后他递给叶生哥一串 自己咬下一颗 眉头微粗 叶生哥只觉得李福耀是同心未眠 没说什么 两人很快要来到那陈邪山灌门前的时候 转过街道 李福耀说道 我觉得这肯定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如此无拘无束地走在人间的街道上 此后应当是没有机会了 以后的事情以后来说 现在不谈 李福耀欧了一声 少出街道 来到那座十分大气的陈邪冠门口 看着牌匾上写着的大字 想着怎么叫门 可是叶生哥却更为简单 直接一道俘虏扔了出 俘虏掉到大门之上 上面蕴含着气机一下子飞进去 砰的一声巨响 陈邪冠的大门直接带着周遭的石墙尽数炸开 烟尘四季 里面很快响起了嘈杂的声音 一身白裙的叶生哥 这个时候歪着头咬了口山楂 这位陈邪山的真冠主 到了这陈邪冠前来 当风风火火的一群道门修士 道门这边的时候 只看到一个白裙女子站在门前 嘴里咬着一颗山楂 而在另外一旁 一个青山年轻人站在女子身旁 腰筋悬剑 背后背着一方剑侠 看着怪异 来到这里的道门修士里 其中有一个身穿黑色道袍的修士 走出人群 看着李富瑶和叶生哥 他沉生道 可是两位回我陈邪冠大门 李富瑶没说话 叶生哥看着这个穿着黑色道袍的修士 他也没说话 气氛有些古怪 那穿着黑色道袍的修士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看着叶生哥 冷漠道 两位可知道我陈邪冠在巨宇城中是何物吗 敢如此做 想来不会就只有你们两个人而已吧 我只听过有座陈邪山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座陈邪道观 诸位这陈邪冠 难不成是陈邪山的某位皇子道人建立的 狂徒 我陈邪冠即便比不上陈邪山 但也是在佛室边境声名赫赫的宗门 你这狂徒 关你何事 难不成就因为我陈邪冠的名字 就将陈邪冠的大门回去 你说巧不巧 砸门真的就是因为你们这儿叫做陈邪冠 这句话看似温和 但是很快让那些道人勃然大怒 很多人当即要出手斩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李福瑶看着那些道人没有说话 只是当有道人想出手击杀李福瑶之时 便有一道凛厉的剑气声出 把那人的膝盖给切开 让他再也站不起来 再紧接着是好几道剑翼 又是好几个道人站不起身 忘了告诉你们 来这里之前 有个叫曹义的想杀我 已经被我杀了 这句话一出口 不仅是那个穿着黑色道袍的修饰 就连其他人都是一脸的不可知性 你说你杀了他 但剑神曹义那是聚于城里一等一的高手 怎么会如此容易便死去 李福瑶没有接话 他不需要去解释和证明什么 他们不相信 出手打过就是了 李福瑶站在原地 看着那一群境界最高 也不过太清静的道人 正合计怎么说才行 叶生哥又出手了 一张轻飘飘的符碌被他随手地生出 那张符碌生出了千万的丝线 每一条丝线困住一人 仅仅片刻 所有道人都被这些丝线捆到一起 叶生哥毫不理会这人 只是走进了陈邪罐里 陈邪罐依照着陈邪山的建筑风格 看着十分的相似 可是越是相似 叶生哥看着越是不舒服 随手丢出好些个符碌 陈邪山灌主 其实在大门被毁的时候 已经接到禀报了 但是不曾在意 直到这个时候 叶生哥出现在这 他才明白 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看着叶生哥 紫云真人的脸色阴沉 这位姑娘 无故闯我陈邪罐 只怕是没什么道理吧 世上的陈邪山只有一座 没有第二座 姑娘便是因为这个 便要回我道观吗 叶生哥毫不避讳地点头 紫云真人怒道 开派祖师 当年在此处建立陈邪罐 已经数百年了 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今日你这歹人要回我道观 只怕是白日做梦 在叶生哥快要开口 说出下一句话之前 李福瑶到了这 紫云真人 看着李福瑶这身打扮 有些诧异 曹毅昨夜没有回来 他早已派人前去查看了 回来那人说得很清楚 曹毅被人所杀 杀他那位是为进修 而那位建修的打扮 正是如同眼前这年轻人 一般的怪异 曹毅是你杀的 他想杀我 我只好先杀他了 曹毅滥杀建修这事 几乎全部剧义成的修士都知道 紫云真人的脸色阴晴不定 杀了曹毅 听人说你是他的好友 会为他报仇 本来我是不在意的 可是我的朋友觉得 你这个道观的名字不好 想拆了你的道观 不知道你怎么想 开派祖师 创立此陈邪观 这数百年来 也没有做过什么恶事 两位非要拆了道观 真的是因为这陈邪观 和陈邪山同名的缘故吗 叫陈邪观 世间修士都管不得此事 但是陈邪山的修士们 只怕不会太高兴 紫云真人只是瞥了眼李富耀 知道他是个见识 拆刀观这事应该和他没关系 那就只能是这一旁的白群女子了 敢问道友名号 夜生哥 紫云真人在这和陈邪山 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陈邪观之中 他怎能不知夜生哥呢 他对着夜生哥拱手行礼 不知夜观主大驾光临 有失原因啊 相比较起夜生哥的境界 实际上他的身份更让人记得 两位云端圣人 一位是他的父亲 一位是他的师父 而他又本身是陈邪山的长教 这等的身份 天底下仅一人而已 李福瑶看着这光景 想着肯定是打不起来了 可是谁都未想到 紫云真人接下来这番话 有些硬气了 官主虽知道门牛耳 但我陈邪观也属盗门 今日无故行事 实在是让紫云难以接受啊 我想揍你一顿 官主如此身份 真要不讲道理吗 我师父也不讲道理 既然如此 那便灵教了 声音不大 但是有气机震荡 紫云真人一身气势 随即攀到极点 严振义 在承熙的一座小院里 有读书人取了银钱 按捺不住自己肚子里的九虫子 却要出门搭酒喝 院门口便是一条狭长的小巷 差不多也就只能容纳 两人并肩前行 读书人走在小巷之内 这场大雨下起来十分的麻烦 于是加快了脚步 去酒司的时间要不了多少 所以说他很快又回到这里 而这一次他提着一小坛子酒 不过等他走到院门口的时候 远处忽然响起了一道苍老的声音 读书人转头一看 是个老儒生 领着书童走在这条巷弄之内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68集 老儒生往前走了好几步 才来到读书人身前不远处 小道 快下雨喽 能不能让我这糟老头子进来多多雨啊 看在我们都是读书人的面子上 读书人爽朗一笑 哈哈 老先生说到哪里话呀 我这手里还有酒 走 进去喝上两口便是 老儒生连连道谢 领着书童随着读书人走到院子之内 最后就坐在屋檐之下 书童把书签往地面上一放 也不找凳子 而是直接席地而坐 老儒生看着读书人说道 这傻小子 随着我走南闯北惯了 怎么舒服怎么来 读书人从屋子里拿出三个酒碗 给老儒生和那书童的一人倒上一碗 老儒生伸手把那装着半碗酒的酒碗 往书童身前一摆 才把两个装满了酒的酒碗 放在两人面前 那傻小子不喜欢喝酒 只喜欢打拳 给他浪费了 读书人盯着书童看了一眼 说是书童 实际上年龄不小了 老先生 怎么跟着你 还不好好读书 反倒是打拳呢 哈哈哈哈 人各有命 再说教他怎么读书 其实不好教 我这一身学问呢 都是靠着走走停停 看出来的 他看着我走了几年 但啥都看不出来 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打拳了 读书人喝了口酒 天点头笑道 那老先生该走过很多地方了 老儒生也不谦虚 喝了口酒之后 酒碗放在桌上 偏笑道 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路是走得多了 从这里一直往北去过 山河那边基本上转了一圈了 就连这佛土 也好像是来了两次 想找个朋友借点东西 可是头一次 这家伙一直说时机没到 等到这第二次 指不定又是同样的结果 要真是这个结果 那还得再来一趟 不过 是不是白走就说不定了 不过上次领着个非要用剑的小家伙来佛土 这会儿这小家伙去做他的长教了 说起来还真的有些怀念啊 老先生啊 走走停停之间自有道理 累了便停下 也不差嘛 老儒生点头 不再说话 两个人就这样喝着酒 等着这场大雨落下来 而那个书童 捧起那半碗酒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走投就睡 不多时 想起了憨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儒生忽然叹了口气 唉 人活得太久了 其实不好 朋友们一个个都离开人间 最后只能自己一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 有啥意思 嗯 这便是为何修士们 大多在大道上独行的缘故了 唉 大道独行 果然是有几分道理的 读书人把自己酒碗里的酒喝了个七七八八 这才开口问道 老先生如今来的聚与城里 是路过呀 还是做别的 是当人 我这糟老头子朋友不多 唯一活着的 也就那么几个了 今天等的 就是其中一个 读书人只是点头 只是这一次不再开口了 靠在椅子上 读书人拿出一本儒教典籍 自顾自得翻看 聚与城里一直都风波不小 只是这些事情和他没关系 当年要不是实在是看不习惯某位修士的所作所为 这才将他击杀的话 只怕是现如今也无人知道他是谁 大雨还没来 而人来了 小巷之内两个人在前行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白袍男人 身后是个枯搞老人 两人很快走到了小院门口 那白袍男人也不曾敲门 只是坐在台阶之上 那个枯搞老人随即也坐下来 两人并肩而坐 似乎并不是来找人的 而是为了等那场大雨 坐在台阶之上 看着阴云密布的天际 枯搞老人揉了揉有些发痒的头皮 身后百无聊赖的说道 曹先生 这场大雨等会儿便要下起来了 咱们不进去 这雨可是有些古怪 等会儿曹先生可以不在意 我这把老骨头可不行了 好不容易来的春秋境界 可不想就这么送出去了 时候没到 咱们这会儿进去躲雨不大好 主人家不喜欢 客人家也嫌弃 哭搞老人呕了一声 倒是也没详细去问 白袍男人仰头看着天际 笑了笑说道 那个不要脸的 百年谋划 就是为了将夜修静从云端推下来 自己再坐上去 我们不知道便算了 既然知道了 怎么能不出来给他施施绊子呀 再说了 姓赵的要是真做成了这件事 佛土一乱 什么都要跟着乱了 那超先生 咱们怎么做 杀谁 怎么杀 白袍男人摇头 想着别的事 有些正正出神 他在灵山上没得到答案 反倒是从惠仇僧人那里 得到别的消息 他才想透了其中的东西 离开灵山之后 并未立刻离开佛土 兜兜转转走了一圈 便来到了聚与城 聚与城有大事发生 但是实际上除去这件大事之外 还有一件别的大事 那就是有个人来了 李福瑶在城里 这小家伙总算是来了 这一位 现在就已经是春秋境界了 反观我这个糟老头子 练剑练了几百年 才堪堪走到如今这个境界 说起来还真是惭愧 朝清秋离开人间之后 那么多见到契约 你就没有抓上个一丝半点 朝先生 就别说这事了 朝风尘哈哈大笑 但总算是站起身来 敲敲门 不多时 门被人打了 那个读书人露出脸来 看着这两个古怪的家伙 有些疑惑地问道 先生找谁 寻你也寻他 院子里老儒生瞪着眼 看着这个站在门旁的 白袍男人 高声喊道 朝风尘 这么多年了 你和我是第二次见了 朝风尘当即抱歉笑道 老先生行万里路 走的是别的路子 是不得了的事情 见与不见 不算是什么大事 老儒生站起身来 读书人知道 这位是那位老先生的故旧 也就不拦着 让朝风尘走进院子 枯搞老人跟在身后 一言不发 很快两人都出现在院子之内 老儒生嘖嘖赞道 果然还是朝青秋那个家伙会来事啊 一缕剑气便能成就如此局面 让我这个造老头子来看 也该是他无敌世间这么多年才对 朝青秋 读书人心惊胆战 看着朝风尘 又看看枯搞老人腰间的剑 思索片刻之后才问道 先生之前那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读书人在剧语城里 堪堪能排得上第二 境界不知有多高 可是闯来这两人那种身上 其实让他都觉得不太好 朝风尘直白开口 之后这城里要出事 我只想两位不踏出这座小院 老先生好好睡一觉 至于先生 若是睡不着 便和我朋友说些闲话也行 我要是没有认错人 先生应当是三丘先生 在剧语城里 素有只差紫云真人半分的说法 当然 也有更隐秘的是 便是三丘先生 其实是学宫放在此处的一颗暗棋 和紫云真人互相对立 这些年一直如此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根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69集 三丘先生一正 随即脸色微变 紫云真人以陈邪冠为托 这些年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低调 像是他们这样的有心人 其实早就发现他和那道门那边的关系 只不过和陈邪冠有没有关系 这不好说 反倒是他三丘先生 在这些年之内 他还真就是很低调 不从做过什么抛头露面的大事 就连紫云真人都不知道他和学宫那边的联系 可是此时此刻 朝风尘却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一眼道破他的身份 先生究竟是何人 掌教苏叶已经回到学宫 就连王富贵都已经重新回到学宫了 不知此事先生是否知道 三丘先生漠然不语 朝风尘爽朗地笑道 苏叶重整学宫 学宫里各派系自保不能 恐怕三丘先生早已经成了无根扶平了 学宫里的那些夫子先生们 在沐云先生入云之时就觉得大事不妙 这些日子说自保也确实是真的 苏叶作为学宫长教 这些年权力其实一直不算大 几乎是处于被架空的样子 可是百年光景苏叶都熬了过来 谁都没想到 苏叶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做那些以前不说做 就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出来 在下不想做些什么 三丘先生只要将学宫托付知识望去便好 今日巨域城里要死很多人 三丘先生最好不要做其中那一个 说完话 超风尘不再对他多说了 而是到了老儒生的身前 也请老先生不要离开此地 老儒生一正 虽既有些不明所以 超风尘 你们要做什么呀 超风尘没说话 这个世间的事情从大事来看 就是一群人博弈 往小了来看 实则是一群人拼命 哭狗老人有意无意站在院子门口 一身的剑气弥漫开来 以他春秋境的境界 那三丘先生想离开 并不容易 老儒生罕见有几分怒意 超风尘 我想去讹诸便能去讹诸 你不是超清秋 你拦不下我 超风尘没说话 看着天际 乌云密布 马上就有大雨倾盆 但是超风尘不是在等雨 他是在等人 他要等的并不是一个 而是一群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天目就有一道晋光生出 有一个白衣男子遇见而过 片刻之后 落到院子之内 那个白衣男子比起超风尘 感觉一身剑气更要浓烈一点 应当是修行功法的缘故 虽说他只有一支右臂 但是也不觉得残缺 他看着超风尘 那人行礼道 超先生 叶飞仙来了 叶飞仙 南海飞仙岛岛主 是当年流露在外的剑修 后经白鱼镇一战 他从南海来到白鱼镇 大战之下 一条胳膊被人斩去 再后来 叶飞仙留在了剑山 当初他就是春秋境界 虽说现在还未破镜 不过境界比起当时 又是要强横太多了 而且他仍旧是剑修 朝风尘看着叶飞仙笑道 多日不见 风采一旧啊 叶飞仙对于朝风尘 十分的蛰伏 因为当年白鱼镇一战 朝风尘凭借着春秋进修为 硬生生斩杀了 灯楼修饰神父 就这一点 这就不是一般人 能够比拟的 既然是朝先生相邀 怎可不来 如此 此处便麻烦飞仙了 顶人不如使命 叶飞仙认真应下此事 朝风尘不再说话 只是身影散去 不知去了何处 朝风尘离开那座小院之后 很快到了别处 这巨域城里 儒教和道门的势力 绝对不至于 只有一位三丘先生 和一位紫云先生 甚至于这所谓的十大宗门 实际上都是儒教和道门的属下 这些宗门已经将聚成一分为二 一人割聚一半了 朝风尘今日要做的事 其实就是把这些地方的儒教修饰和道门修饰 一网打尽 只是这种事光凭他一人来做 是做不完的 因此才有了叶飞仙 才有了许多别的事情 城中忽然出现受到剑气 有一个中年男人腰间玄剑 出现在了街道之上 他抬头去看了眼 这如同是浓墨一般的天空 然后又看了眼朝风尘 这才说道 朝先生 这个天日可不像是个好兆头 一视同仁而已 那个男人点点头 说了另外一件事 周青已经闭关 今日的事情应当是不会参与了 陈胜虚在山上待着 看着那座山也不会来 所以今日朝先生相邀 便只有我许的一人了 嗯 早在预料之中 除去你之外 还有几位春秋见识 几位招募 除去夜岛主之外 三位春秋 四位招募 朝风尘点点头 有这么些修饰 其实也算是差不多了 今日所做 无非是要根除 巨城里的儒教 和盗门势力罢了 朝风尘低声 对着许丽说了几句话 然后才笑道 如此一来 便麻烦你了 许丽顶头 一闪而逝 不见踪迹 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朝风尘的脸色 没有丝毫的好转 反倒还是凝重不易 朝风尘深吸一口气 朝着陈邪冠那边走去 那边有李福瑶 有夜生哥 有紫云导人 当然 还有一个连夜生哥 都对付不了的 浮云真人 陈邪冠之内 夜生哥早已和紫云真人 交上了手 这两位同为春秋境 按理来说 紫云真人 踏入春秋境的时间 比夜生哥还要早太多 可是一交手之后 紫云真人 却是叫苦不迭 自己居然不是 夜生哥的敌手 夜生哥即使只是 以空手对敌 可是那一手 数不胜数的道法 让他无法应对 紫云真人大笑一卷 避过夜生哥 随意的一套道法之后 他在原处站定 苦笑道 夜观主 公参造化 紫云自愧不如啊 夜生哥还未说话呢 远处就出现了一席 挥不到袍 静静站立在远处 李福耀最先察觉 盯着那人 一身气势 已经显露无遗 李福耀皱眉 这位是登楼镜的高手 陈邪冠里 果然不止一个紫云真人 只是一个边境巨语城 居然就有一位登楼镜的高人 这是他们没想过的事情 李福耀安住剑柄 随时准备应对意外 那人走了过来 就在紫云真人的身旁停下 夜生哥 道中 有点意思 你是谁 云湖冠 浮云 夜生哥沉默片刻 才缓缓说道 不在深山老林里待着 出来做什么 云湖冠是个什么地方 普通人可能不会知道 但是在登天楼里 看了这么多道卷的夜生哥 他怎会不知道呢 数千年之前 云湖冠的名头 比现如今的陈邪山 还要响亮 后来不知道 怎么便没落下去了 道卷里没有详细的记载 不过夜生哥隐隐猜到了 这是陈邪山做的手脚 那些年的陈邪山 一直和云湖冠在争斗 最后还是陈邪山胜出 云湖冠就此隐于深山之中 这数千年都没什么声音传出 也没有修士在世间行走 也没有任何事情 能和云湖冠扯上关系的 直到今天 浮云真人微笑道 今日之事 你们两个人是局外之人 可既然已经入局 便只能杀了你们 至于梁毅和夜修静怎么想 姑且不看 夜生哥没说话 他只是挑了挑眉 大致是在说 就凭你 可是夫人真人 辣羞一卷 无数的契机 漠然而出 他冷笑道 就凭我 也一样要杀你 这位盗主 来死了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歌 欢迎收听 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七十集 浮云真人冷笑往半空中掠去 他们这样生死一战 战场自然只能选在半空 夜生哥转头看脸李富瑶 眼里的意思很明确 李富瑶点头 但是担忧道 你行不行 夜生哥只抛下一句话 便去了天上 我都不行 难道你行 李富瑶郁闷地看脸天上 然后再看看自己面前的紫云真言 然后说道 那就是我们了 你又是谁 我之前说过了 曹毅是我杀的 我也是练剑的 我还跟夜生哥在一起 你都不知道我是谁 我管你是谁 李富瑶嗷了一手 显得有些无奈 他缓缓推荐出销 笑着说道 我是李富瑶 我还能是谁 就是这一瞬间 陈邪冠那剑气打坐 可是还未等他出剑 陈邪冠那边生出一道剑光 那道剑光在天上一闪而逝 但是随着一道极为伶俐的剑气 来到陈邪冠之中 一剑洞穿了紫云真人的胸膛 这位春秋境界的修士 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这样死了 潮风尘出现在场间 潮先生 李富瑶有些兴奋 他很久没见过这位潮先生了 之前在剑山的时候 潮风尘不在剑山 所以说未能见他 他们上一次见面 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潮风尘没有去看紫云真人的尸体 而是来到李富瑶身前 他笑道 如今已经春秋静了 要不了多久便能成为登楼见识了 说不定比我还要陷入沧海呢 潮先生 潮先生为什么会在剧乙楼里 有件事须得告诉你 李富瑶沉默不言 潮风尘自然清楚李富瑶是在想什么 他撒然笑道 你在剑山遭遇的事情 我已经知晓了 我还是那句话 当年不争 今日也不争 那你便真和剑山无缘 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我知道的 潮先生 潮风尘点头 说起那件正事 剧乙城里有十大宗门 这十大宗门并非是简单的山野散修 其实是道门和儒教在后把控 他们两家出现在这里 所求的自然不是一座剧乙城 应当还有别物 值得两教百年谋划的 你觉得会是些什么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算上我们 便有三方势力交汇在剧乙城里 所谓的各不相同 儒教求的是和佛土结成盟约 让他们重返山河 至于道门 一向自视清高 并没有派人进入此地 现如今剧乙城里的所有人 其实只是赵圣的力量罢了 这位圣人所想 就是要将夜圣从云端推下来 而他自己坐上那道门高位 但还是要和佛土的另外一位圣人达成协议 至于我们 更简单了 就是要将儒教和道门的势力都清除 然后和佛土达成盟约 剑士一脉虽然开始发展 但是不如道门和儒教抵运身 我们将佛土重新拉到山河中 并不需要他们怎么做 只需要他们吸引住那两脚的目光便是了 赵圣到底和佛土达成了什么协议 又想怎么将夜圣推下云端 朝风尘摇头 事宜这事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朝先生找到我 又是为了什么 你要去灵山 想要那位会仇僧人回答你的问题 李福瑶点点头 他算得上是我半个朋友 你要上灵山不难 问会仇也不算太难 最难的事情 是你要知道六千年前的那个答案 产子不知 会仇不知 知道的是那盏灯笼 那盏灯笼 是这个人间最奇妙的东西 他能知道前世今生 也就是时间 六千年前 也是时间 那盏灯笼很奇怪 朝风尘也不知道有多奇怪 所以说话题就此打中 他看向远处 精神有些不太好 事情等结束了之后再说 现在我们做点别的 城里的事情 我和许丽能够解决 但是城外那座客栈 需要你来 曹先生 要我拦下那位灯笼修士 云端上的圣人们 没有介入此事之前 人间之事 便是这一环最重要的 你已经入了春秋 即便不能斩杀那人 想来也应当能拦下他才是 此事 只能交到你手里了 那叶生哥呢 他的命我帮你看着 李富耀朝着朝风尘认真行礼 然后转身便走 朝风尘在他背后说道 此事结束以后便迟到临山 你问过那个问题 不管有没有答案 都该回山河那边了 不要在佛土多留 李富耀摇头 事已知道了 阴云密布的天气 江川还在客栈的柜台上 趴着打着磕 酒客们一直在谈论着 那个一身青衫 背着剑匣的年轻人 是不是正统的剑匣 有人说 有什么正统剑匣 是背着剑匣的呀 所以说不可能 江川这才起身 端起一碗酒 喝了一口 他嘖嘖笑头 不管怎么说 这酒还是真的 江川喝了酒 不知怎么生出了些怒气 看着这些 还在喝酒的酒客吼道 都他娘的快滚 不管等会儿都得没命 这些酒客喝了 不止一次酒了 所以说在这里 他从未看到过 江川这个样子 江川看着他们 无动于衷也不废话 只是提起酒坛子 往他们身上砸去 他们都是境界不低的修士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 能够躲过这些酒坛子 他们纷纷被砸中 整个客栈里都是酒香 这个时候 江川似乎还没消气呢 他指着门口 怒道 还不快滚 江川 你 江川不再废话 只是身形一动 到了其中一人身前 一只手掐住那人的咽喉 只是轻轻地一扭 那位太亲近的修士 被他当场掐断了脖子 江川冷冷地在众人脸上扫过 没有说话 但是所有人都感到一股刻骨的寒意 这一次不用江川再开口 所有人都朝着客栈外跑去 只是片刻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客栈空空荡荡 江川一个人拿起一坛子酒 静静地等着某人 直到不久之后 某人推门而入 那人一身的青衫 背着剑匣 腰间悬着一柄长剑 看着不伦不类 这人不是李福瑶还能是谁呢 而此刻的客栈里 一片狼藉 都弄成这样了 那位东家会怎么想呢 东家对银子没有什么想法 即便是这客栈 也不过是当成玩意罢了 即便回去了 也不重要 那依着你来说 东家什么都不想要 开这个客栈干什么 没办法 身为棋子 便一定要有棋子的觉悟 若是忘了自己的身份 那就会死得很惨 东家很清楚 所以这些年来 一直恪守本分 一个灯楼修饰 怎么活得这么憋屈 就算是曹青秋这样的人 又怎么样 不还是活得不自在 你还说一个灯楼修饰 就连沧海修饰都不自由 一个灯楼 有什么资格去说自在 自在这个事情 不关境界 只关自己 你想想 要是曹剑仙 不为剑士一脉考虑 他要做什么 自然就能做什么 就拿我们现在来看 倘若你活得像夜生哥这样 想做什么便去做 即便有人拦下也不管 无非就是死而已 即便是死 不也是自由的 不管如何 你我都不自由 李福耀嗷了一声 懒得多说 只是穿过那些酒坛碎片 自顾自给自己拿了一坛酒 然后叹息道 我是来找你东家的 你找他做什么 他可不怎么喜欢见客 有位长辈说让我来看着他 所以我便来了 但我想要看着他 首先要见到他才行 你不是让他去居宇城里 只是你来晚了 东家早就离开这里 去居宇城了 东家要是走了 我还来这里做什么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你能找到东家 李福耀姐姐腰间的配件 青丝放在桌面之上 开门见山 这客栈只有你一人 你不是东家 谁是东家 一语言重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 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 授权播出 第671集 其实早在第一次 进入这间客栈的时候 李福耀便知道 江川就是他嘴里的东家 因为他对待这座客栈 实在是太过随意 而且一点都不珍惜 并且之前江川说了 不能在客栈里杀人 可是他自己却动了手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 江川就是东家 只有他是东家 他才能够随意去做这件事 不计后果 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后果 江川的脸色 渐渐阴了下来 他看着李福耀说道 从来都没有人看出来 只有你看出来了 李福耀喝着酒 随意说道 可能是因为我和酒楼 掌柜之类的人 打交道实在不少的缘故 那你这个春秋季 还敢来看着我 李福耀有些无奈地开口说道 你们是不是在佛土时间 待得太久了 真的消息鼻色了 我这么一个人 你们当真不知道我是谁 李福耀的名字 在山河和妖土 都十分地响亮 在青天城的城头 斩杀一众妖族青年 后来在剑山大战梦尽 更不用说之前在小园城 和云端圣人一战 可是在妖土 却好像是人人都不知道他一样 江川有些怪异地 看了李福耀一眼 之前你说的林洪竹 我认识他 其实不只是认识他 很多年前 我和他齐名 他其实不叫江川 他的真名叫江小白 这是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名字 因为太温和 太平凡 听着不适合做一个邪道高手的名字 就好似是王富贵一样 太俗气 不适合做一个读书人的名字 可是名字是爹娘取的 又不是人人能像朝秦秋这样有这么个合适的名字 当然 最后也成了世间脆无敌的剑仙 很多年前 山河那边的人 其实不叫我的名字 不是因为我的名字不好听 而是因为他们更觉得 我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所以他们都叫我白魔 恕我直言 你这个名字不如江小白 曹毅欲短见竖饼 也称得上是独辟蹊径了 这些年在聚与城里 几乎没人能拿下他 可他还是死在你的手下 那一战里 你也遇见竖饼 看起来还要抢过曹毅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李富耀没多说 只是解下背后剑匣 几柄剑依次排开 掠出剑匣之中 他依次抹过那些长剑剑身 然后缓缓地说道 明月 草剑青 高楼 还有一柄剑石酒 被困在了夜上的枕腰碗里 另外一柄寻仙剑 则是属于李富耀最后的底牌 不显人前 江川的目光 就落在那柄高楼之上 之前李富耀和曹毅一战 他看得清清楚楚 李富耀只用了明月和草剑青两柄 外加腰间的一柄青丝 这柄高楼 并没有被李富耀拿出来 曹毅在御剑之道上 走了多远我不知道 可是有一点 若是曹毅也算是独辟蹊径 那么我一定是在那条小道上 走得最远的人 可你还是个春秋静啊 怎么觉得能拦下我 李富耀没说话 他伸手在明月剑身上抹过 一道充沛至极的剑椅 在客栈之内生出 还有一道实质的剑纲 明月的剑纲如同一道雪白亮光 在客栈之内夺人眼目 只是一瞬便朝着江川而去 江川原本是椅在某张桌子上 在一遇到这剑纲之时 整个人朝后仰去 往李富耀这边随手拿起一个酒碗 然后就是一碗酒扑了过去 酒水在空中洒落 就像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 珍珠形成的雨幕 那道水幕被剑纲拦腰斩断 剑纲也将这座客栈的一面墙壁 如同是切开一块豆腐一般 硬生生给切断 剑气在远处消散 但是水珠已经到了李富耀身前 那些酒水变作一颗颗水珠 上面铺满了契机 李富耀当机立断 握住高楼一剑挥出 剑身朝着那些水珠横切而去 然后将水珠直接切作两半 李富耀提剑而起 第二剑已经来到江川身前 剑光照亮客栈 江川扭过头喝了口酒 然后哈哈大笑道 现在看来 你的性戒 的确是要比那位曹毅高出不少 他死在你手上 一打都不意外 李富耀一剑没刺证江川 不曾烧剑 继续第二剑刺出 还是落到某处 你倒是比灵红竹药差出去不少 江川不怒 只是吐出一口酒 把李富耀的剑气所击碎 李富耀松开手里的高楼 明月高楼两剑变 直接全部掠了出去 带起一阵的剑气 片刻之后曹剑青加入战局 李富耀回到桌前青丝出窍 带起一阵剑鸣之声 唐伯建议在客栈之内到处游走 无数的剑气更是洒落在客栈里的每一处 江川躲过曹剑青的一剑侵扰 一只手想抓住那柄剑的剑饼 可是明月正好一剑掠向他的手 这让江川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 江川屈指在高楼剑身上一弹 把高楼弹飞 颤鸣声不绝于耳 高楼落到客栈某处 很快再起气势 带起一大片的酒水 那些酒水化作一柄柄的水剑 悬停在李富耀的身后 对着这边锋芒毙露 李富耀动念 水剑掠向江川 却被他大修一览 将那些水剑尽数击碎之后 尽数入口 见光在客栈之内四散而去 李富耀低头看了眼妖间的衣衫 沉默了片刻 然后说道 原来灯楼这么厉害 说话之间 便吐出了一大口的鲜血 朝风尘离开陈邪罐之前 其实是在等夜生哥 和那浮云道人分出胜负的 他在陈邪罐待了没多久 夜生哥就回来了 这位道种脸色发白 看来对付一位灯楼 对他来说不容易 杀人这种事情 你好像不太擅长 夜生哥冷着脸 不作言语 浮云真人从天外落下 看到了朝风尘 朝风尘没理会的 只是看着夜生哥继续说道 要是还要打 那可以继续 李富耀现在已经去了城外那间客栈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 他有事 没有 闻言夜生哥果断而去 而朝风尘说完之后 便看着那位浮云真人笑道 云湖罐的老罐主可还好 浮云真人看着这个白袍男人 虽说并不知对方的身份 但是还是说道 老罐主已经驾鹤西去 现如今 云湖罐便是我做主 那真是可惜了 可惜什么 朝风尘没严命 只是片刻之后 又一剑从天外而来 被他伸手握住 照生在巨域城里的谋划 我已然知道 本来此事知道了也就罢了 可惜 现如今的世间局势有变 另外 我有一朋友说过 那位老罐主 其实比当时尚未入云的 良意境界更为高深 只是现如今朋友也走了 这些便算是废话了 你到底是谁 朝风尘 话音落下已然出界 这是朝风尘此生最认真 也是最强的一剑 这是冲着杀人去的 所以在朝风尘收剑之时 浮云真人已经倒下了 朝风尘也不看那具尸体 只是压下体内翻腾的剑气 朝着某处而去 每一步都走得异常的认真 城门那边来了个年轻剑士 那人腰筋悬着剑 闪身到了一处茶棚 要了碗茶 开始自顾自喝着 他坐了片刻之后 远处来了另外一人 同样是腰间玄剑 只是年龄要大出很多 年轻人起身对那人抱歉行礼 那人回礼之后也不废话 开口说道 朝先生已经斩了那位 云湖惯的浮云真人 此刻正往北门去呢 说是这道城门 须得守住三个时辰 我已经活了几百年了 说长不长 他说短不短 即便今日死在这里 也不算什么大事 可你年纪尚轻 这大好前途 怎么也来了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登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七十二集 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 正是剑山颜乐 这位被视作除去 吴山河和李富妖之外 世间最惊艳的年轻剑士 这一趟远赴佛土 实在是出人意料 颜乐听到这番话 吃吃笑了笑 丝毫不为意 随口说道 掌教若不是要坐镇剑山 只怕也亲自来了 这一次是大事 朝先生领头 其实掌教也十分放心 即便最后没有做成 也不算是什么不可接受的结果 只要诸位能够安然回去便是 来了便没有想着回去 掌教如此年纪 便已经登临春秋 想来要不了多久 就能成为登楼镜了 剑山在张调手里 其实我们已经十分放心 这次朝先生逍遥做事 我们自然不要来 天乐笑了笑 没多说 即使说吴山河已经破镜 成为春秋剑士 但是实际上 还是有些人不太服气 他们对于身上的登楼剑士 更为信任 尤其是当年便在白鱼镇 都是一身读书人打扮 严乐站起身来 一身剑气 已然提到巅峰 那老剑士率先掠出 在街道上留下一句 老夫去也 严乐提剑而起 加入战场 从始至终也未说过半句话 这便是其中的一处战场 而此刻的许丽 则是推开了一座小院的门 许丽站在门后的屋檐之下 看着那个副手而立的读书人 短暂的沉默之后 那读书人才感慨到 这个地方 道门和儒教两方谋划了百年之久 你们非要这样硬生生的入局 真是好笑 这种行为 不是窃贼 又是什么 你们的道理真的酸 酸掉牙了 学工和道门谋话百年 就是为了在山河 有更高的话语权 自然少不了要打压 见识一脉 可是却又要求 被打压的一方 不得插手反抗 这本就是没道理的事情 更何况这种时候 本来也没人愿意讲道了 剑光从小院之内生出 片刻之后 小院就垮塌了 无数烟尘生出 笼罩这一场生死一战 老儒生站在院子之内 看了看天色 快要下雨了 你们两个人也不躲躲 叶飞先没理会 倒是枯搞老人看脸天色 三秋先生从屋檐下 回到了老儒生身前 坐下之后说道 老先生 我有疑问 老先生是否知道答案 答案无妨 儒教和道门百余年前 便在此地布置 所求虽然暂时不同 但目标仍旧是一致的 这百年布局 也算是耗费了无数心神 才得今日这局面 可为何见识一脉 说进来便进来了 老儒生没急着回答 他反问他 你知道这世间 最会下棋的是谁吗 严林国首 顾诗言 他们的棋盘不过是黑白两子 争的是一局棋的得失 可是真会下棋的那些个人 则是以人间为棋盘 落子便是在争人间 那是一盘前所未有的大棋呀 棋局自然是朝清秋窜夺的 这个人坐在一方 不管对面是哪一位 要来坐下 都注定必须和他厮杀 此刻你觉得 谁才有资格 坐到朝清秋的对面呢 难不成是叶盛和周夫子 小了 朝清秋的这局大棋 自然是面对的 除去见识之外的所有人 这局大棋到底是什么东西 现在与你说也没有什么意思 只说几件事 自己琢磨 第一件事便是 朝清秋 在青天城 剑开天幕 再一件事 朝清秋 举世皆知的 他要离开人间 最后一件 则是 在洛阳城 斩杀 处位沧海 除此之外 朝清秋 落子在别处 便要散岁太多了 你说这是儒教和道门 在百余年前 便开始谋划的局 怎么没可能 是他在百余年之前 便已经落下了一子 今日便要收官 这样一个人 要是身为儒教修士 或是道门修士 只怕人间局势 现在更是复杂呀 可偏偏成了一个见识 这样劳费心力 这才将局势 变得如今这般 实在是可惜呀 不过即便如此 也足矣了 三秋先生脸色 煞白不已 老儒生三言两语 便涉及到了云端上的事情 还一介春秋修士 想去滚云端之上的事情 那也是有心无力 但是这些话 倒是足够让人心神激荡了 朝卢生讽讽道 这一局棋 虽说是朝青秋 落子在后 有着隐秘一说 可是 没有那灵山说的老和尚帮他 一样没有用 不过那老和尚说是帮他 实际上 哎呀 还是在帮自己呀 佛教教主 掌管灵山 还有那盏灯笼 要不是 非要到了撒手的时候 谁又愿意真的把手松开呀 依着老先生所见 巨宇城里的根基被破之后 别的呢 儒教与道门谋话这么多年 肯定是不止巨宇城一处而已 你这蠢货呀 只要巨宇城暴露了 这些龌龊事被人掀开了 没有人是傻子 想不到这之后还有些别的地方 只要这里一旦结束了 真正的大事才会发生 到那个时候 云端之上一定会来圣人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秋先生脸色惨白 不再说话 老儒生拿起之前已经喝的 干干净净的酒碗 这又仰头到了他 实在是没酒之后 才笑到 还是朝青秋 虽然离开人间 但还有无数后手 见识一脉 若是还不能起来 便真的浪费了这家伙一番苦心了 你若还活着才是人间最有意思的事情 北海风大 有个少年驾船出海 船上有一个女子相伴 坐在甲板之上 还是一身白袍的少年拿着一根青猪鱼竿 看着海面上的斧头 只是心思全然不在意能不能钓起鱼来 女子在船舱里熬着一锅白粥 香气四溢 只是她的注意力 都在那个白袍少年身上 可能是憋了半个时辰 女子实在是憋不住了 你这哪里像是来钓鱼的 钓鱼不难 钓一条大鱼才难 这是北海 这里有着世间最大的鱼 昏 第六百七十三级 在很多年之前 她还是那个世间无双之人的时候 便在这里斩杀过一位成就沧海的大妖 那位大妖就是一条鱼 白袍少年看着海面 想起那一桩旧事 这才说到 你要是当年在北海看到那条鱼 一定会吓得说不出话来的 事情我都听过 说曹先生你啊 那个时候已经是世间无敌了 一众圣人都来看着你斩杀大妖 他们不管是不是来逼着我杀人的 那一日我都一定会出见 只是那一剑落到谁的头上 说不准 最后只能落到北明身上了 我杀过好些沧海 但只有对他 算是有些愧疑 曹先生一直说要自在 如今算是自在了吗 自在这种事情真的是很难了 至少现在自在不了 要是那个小家伙能走快一些 另外的小家伙们也赶上来 然后我们再做成一件大事 那就真的是自在了 女子能够听出来 这家伙言语里所说的小家伙 就应该是李富妖 但是对于其他的 却实在是听不出来了 他想说些别的 曹青秋却对他比了个手势 然后随意一抖鱼竿 并有一条差不多一人多长的大鱼 被他扯上船 说点别的吧 我曾在佛土做过点事 原本只是随手为之 但谁曾想到 这时间一发酵 变成了另外的样子 现在可能有好些人都在骂我 说到这 曹青秋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有好些人在骂的 那肯定是有赵胜之流的圣人 女子没说话 只是眼神温柔 不过那个老和尚一定会感谢我的 要不是我 他这个临山之主 怕是做到头了 曹青秋把鱼竿随意扔在甲板之上 他笑问道 想不想看看那条大鱼呀 女子一头卧水 不知道曹青秋在说些什么 曹青秋哈哈大笑 船舱里有一箭自然掠出 进入北海底部 半个时辰之后 远处的海面之上 有一尾大鱼出现在了海面上 古其有云 北鸣有鱼 其名为鲲 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 这 就是一条鲲 女子张大嘴巴 整个人说不出话来 而曹青秋 也是第一次露出温柔的神迹 灵山是佛土最高的山 这座山的山顶之处有着一座藏经楼 和陈歇禅的登天楼相仿里面都有许多的经书 禅子此刻便站在藏经楼上 他是陪着人来的 那个人叫慧仇 是这灵山的主人 是佛土的主人 也是这世间佛法最高山之人 慧仇生随手翻开一本经书 观楼 你知道现在山下 在发生些什么吗 颤子双手合十 轻声应答 观楼不知 此刻山下 有好些人在杀人 杀伐的声音 已经传到我的耳朵里了 师祖佛法高深 观楼不知 何日能到此境界 你的资质 不比那位道中差太多 他现如今入了春秋 你比他年岁要长 虽然都在春秋景 但应当还是不敌他呀 这世间的争斗 若说你和他之间真要争的话 也只能放在沧海里了 我之前让你去雾山参禅 你回来之后从未说过什么 我也不曾问 今日须问你一问 你可参透了什么呀 弟子动心了 是男女之事 禅子坦然点头 那女子是谁呀 学公读书种子 顾原 慧仇森看着这位 被佛徒寄予厚望的弟子 然后忽然笑了 我想起一个故事 将与你听听 陈子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听 佛陀弟子阿南出家前 在道上见一少女 从此爱慕难舍 佛祖问阿南 你有多喜欢这女子啊 阿南说 我愿化身石桥 受那五百年风吹 五百年日晒 五百年的雨林 只求她从桥上经过 佛陀说 阿南哪 也便只是经过了 此刻你已化身成了石桥 注定置于风雨 厮守 这一切你都明白 仍旧是为了那场遇见 而感受造化之苦 阿南哪 你究竟有多喜欢 从那桥上经过的女子 能令你舍身气道 感受情节之苦呢 你可知道阿南 是怎么做的 师祖 若是换做弟子 想来 便要去坐一坐石桥 若有来世 再看看 是否有错 唉 其实阿南比你更聪明 他只是陪着那少女 走了一室 等到少女死后 这才回归灵山呢 顾元不是那少女 她能够活很久 所以说 缠子如果说 陪她走过一室的话 可能就回不了灵山了 不管是你 还是阿南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明白一个道理 佛在心中 做些别的事情 也无可厚非 你是佛徒里最有希望 沧海的僧人 之后灵山也要交到你的手中 在我离开人 在我离开人世时前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但在我离开人间之后 你便只能回到灵山 如此说来 你可明白 缠子神情不变 只是认真地双手合十 事已知晓 惠仇僧点头 接着说道 今日还有一事 要交付于你 你去聚与城 迎一人来灵山 弟子愚钝 不知道 师祖要迎谁 灰仇僧在自己身后的角落里 拿起一盏灯笼 然后交到了禅子手里 这才说道 你去看 谁提着灯笼 便迎谁来 佛徒最有名的法器 便是那盏灯笼 此刻又让禅子 带着灯笼去见人 自然有一些巧妙的安排 禅子接过灯笼 没有多说 只是缓缓地退下楼去 而惠仇僧独自在楼上站定 他似乎在等人 而这个时候 天外忽然出现了一道金光 惠仇僧双手合十 从藏经楼离开 来到云海之中 他一身的佛光 似乎在告诉来人 他在这里 云海之中的金光发得愈发浓烈 很快有一个中年道人 出现在这儿 一别数百年 夜生风采依旧啊 惠仇僧双手合十 显得十分的温和 夜生看着惠仇僧 也开口说道 惠仇胜任在灵山数百年 今日相见 也算是难得了 夜生的来意 惠仇知道 只是这灵山之小 不必山河 还望夜生到时候犀利一二 那盏灯了 是不是还在灵山呢 不曾在别处 那是灵山 立山之本 不可离开灵山呢 夜生本应该放心才是 偶然来此 算是失了气度啊 也是怕你太老了 没有看好他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歌 欢迎收听 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74集 慧仇僧人的年龄确实是很老了 他的年纪甚至比刘盛和长盛还老 但是他还活着 这便说明了那盏灯笼 确实是非比寻常 参悟了其上的东西 才能让慧仇僧多活这么多年 夜生仔细一想之下 慧仇僧似乎差不多活了两千岁了 老僧也不愿活得这么长 只是这灵山不比山河 没有后人 也只能硬撑着 还望夜生见谅啊 夜生不再言喻 只是站在云海之内 他似乎不准备离开 慧仇僧也不在意 只是看着另一边 云海深处 金光闪烁 周夫子出现在那 慧仇僧和他见礼 周夫子回礼 那位之前在佛土边境 想杀老僧的尸弟 不过被老僧拦了下来 不知道此时会不会来 若是来了 夫子也请犀利 且勿毁了灵山哪 慧仇圣人言过了 此事已然明朗 还请慧仇圣人 考虑一二 慧仇僧点点头 没有多说 今日云海之中 定然不可能就这么几个人而已 肯定还有别的人 比如那位赵圣 还有别的主教圣人 那位沐云先生才入云 不知道会不会参合这件事 那梁义呢 也说不准 云海深处 一向人际罕至 即使有 那也是云端那些个圣人 梁义此刻便站在云端某处 这一次梁义出现在这 他也是在等人 他等的是赵圣 那位手持深河万里图的主人 一定会出现在这 梁义要在这等着他 然后看看能不能做些什么 不一定能做成 不过想一想是可以的 于是便升起一轮明月 还有一条五彩长河 就在这两样出现之时 天边出现一道金光 梁义看着金光 他在笑 叶长廷想去北海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去了佛陀 对于人间 对于天外 是叶长廷出去等待 那个答案以外 最感兴趣的事情 想起这个 他便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朝清秋本来可以 一股脑都告诉他 非要等他去蹭了 那么几年饭之后 才说那么两句 想到这 叶长廷觉得要趁 朝清秋重新到沧海之前 再捏捏他的脸才行 最好是必须使使劲 给他捏肿了 当叶生哥临近 那间客栈的时候 那一幕场景 让人看着树木惊心 客栈已经被李富瑶提建展开了 只剩下一面墙壁屹立在沙漠之中 而在客栈废墟之前 李富瑶一身青山 以尽是鲜血 整个脸庞都是污垢 这让他看着并不像是一个春秋经的剑士 倒像是在市井 都被人打得极惨的乞丐 李富瑶净于凄惨 但江川看着也不太好 他的小父辈明月一剑斩过 留下一条身壳剑骨的伤口 而胸膛那边则是被李富瑶的青丝一剑滑下 若不是灯楼境界深厚 恐怕已经身死盗销了 叶生哥飘落到李富瑶身侧 看眼这家伙的伤势 低声问道 你的那笔仙剑不曾拿出 李富瑶苦笑不已 若是没有那笔寻仙剑左右战局 只怕他此刻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当时他正好遇见几柄略向江川 而自己提着青丝伺机而动 可是不知怎么的 江川很快穿过了长剑组成的阵阵 到了他身前 他提剑之时被一道磅礴气机打中 眼看他要送出性命 可在此时寻心剑从袖中掠了出来 就这样逼退了江川 才能让明月和青丝瞅准了机会 给了江川两件 李富瑶大口喘着粗气 他没皮没脸的说道 我真不行啊 要不之后交给你了 我和那老道士一战 受了不轻的伤 现在要想杀他 只怕我解开那张福禄才行 既然这样 那还是我自己来吧 他握住青丝 看着站在自己眼前的江川 可迟还未等李富瑶有什么举动 那场酝酿了很久的大雨 总算是来了 如同黄豆大小的雨珠 很快落到李富瑶的脸上 可只片刻 雨边越来越大 他转过头看了眼夜声歌 后者立散于这瓢泼大雨之中 像是无根扶平 实在可怜 可是更可怜的 还是李富瑶这个落汤鸡 江川不知从何处拿出一架古琴 就这样横在身前 边境十大高手 其中一位叫做秦摩 都说杀人手段异常残忍 都说是十大高手之中最难缠的一位 但是实际上 那秦摩的秦迹 还是这位摩头所教的 江川一手扶过琴弦 有数道无形契机瞬间生出 在雨中这道契机 只是往前走了几步距离 便已经消散不见 李富瑶深吸一口气 在瓢泊大雨之中开始狂奔 明月草剑青高楼三剑 结成剑阵 就在李富瑶的身侧游走 而李富瑶则是提着青丝往前而去 江川伸手的琴上扶过 琴弦微颤 雨中有一道声音响起 紧接着便是无数条肉眼 难以看到的丝线掠过 雨沐被这无数条丝线 切割成无数份 明月草剑青高楼三剑 在雨中与其相遇 便硬生生斩断好些丝线 让李富瑶从此处掠过 这一番较量之下 两人距离被大大的拉近 磅礴剑起撕碎雨沐 卷起一大片的雨水 激荡而去 大片雨水如同是剑起溅落 却还未到江川身前 便被他父亲所激发的契机 所展开 顺带着还有一条丝线横切而来 这一条丝线的凛厉程度 并不亚于李富瑶的剑 新鲜剑从袖中滑落 李富瑶左手提剑 一剑展开丝线 李富瑶此刻已经临近江川 五十步左右 若是再有几次交手 只怕是要到他身前了 江川境界虽说要比李富瑶 整整高出许多 但是绝对不会认为 自己的体魄能和李富瑶相比 所以说当李富瑶再临近他之时 并有磅礴气机生出 带着无数道气机略向李富瑶 李富瑶五指微张 扯来些雨水握在手中 那就便是一笔栩栩如生的水剑生出 紧接着 这柄水剑穿过雨幕 带起无数的雨水凝结而上 然后这柄水剑越来越大 等到临近江川之时 光是剑尖便有江川人头大小 江川拂过丝线 无数气机涌出相抗衡 这剑与气机交织在这片空间之内 江川的琴弦崩直 看着便锋利似刀 寻仙剑没入那柄水剑之中 更是增添几分威势 剑气四散 激荡开来 李富瑶趁机再往前掠了数步 此刻那柄水剑已经落到江川身前 磅礴剑气一涌而上 只是和江川僵持片刻 然后便尽数崩开 散落成雨水 江川脸色发白 剑是杀力惊人之前只是听闻而已 而现如今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过了 实在是不大好受 可是还未等他回过神来呢 李富瑶的一只手已经按住青丝剑柄 狂暴剑气在这一剑之中 展现得淋漓尽致 剑光穿过雨幕 落到了江川的胸前 江川伸手握住青丝 他冷声道 你真要春秋展灯楼 李富瑶伸手抹了把脸上的雨水 他哈哈大笑 为春至前辈有朝入朝暮 暮升灯楼之能 我不急那位前辈 但怎么也要试试 能不能以春秋展灯楼 江川按住青丝剑身 不管自己的双手已经血流如注 只是死死地按住 李富瑶松开青丝剑 高楼已经落在手中 只是一剑递出 照样没有刺穿江川 曹剑青从雨中掠过 只是一瞬之后不呲一声 直接穿透江川的胸膛 再紧接着是明月剑 明月入体 江川灵符已经大乱 无数契机游走 经脉已经堵塞 他艰难的张口 手开始无力地垂了下来 高楼剑随即没入他的胸膛 这三柄剑钉在了江川的胸膛 李富瑶的青丝剑重新回到他的手中 李富瑶默念一声 我有一剑 然后一剑递出 飘泼大雨之中 四柄剑将江川彻底地斩杀在这里 李富瑶抽回青丝 以剑处地 吐出一大口的鲜血 站在远处的夜声歌撑伞缓形 等到了李富瑶身旁 江桑搁在李富瑶头顶之后 才小声说道 挺好的 李富瑶没有开口 因为此刻他已昏死过去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根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75集 夜声歌摇头 伸手拿过那几柄剑 让他们各自都回到了该回的地方 李富瑶很娴熟地掰开了夜声歌的嘴巴 塞了好些个丹药进去 然后背起他 缓缓朝着巨语城里走进 飘泼大雨之中 白群女子背着浑身是血的青山男子 撑伞缓刑 树壳之后 白群女子的衣衫上也满是血污 甚至有鲜血往地面滴落 而她的脸上不知何时也有了些血子 可是她脸上却是谁都没见过的那般温柔神色 就像是一个等到夫君归家的小娘子 眼里尽是情意 曹丰臣伸手握住自己手里的心路 尽是从某个人的身体里抽回来的 此刻尽身上还滴着鲜血 曹丰臣从另一座小院里走了出来 这个时候她已经杀了三位登楼了 应当是破开了聚与城之局 曹丰臣笑了笑 坐了下来 一身剑气暂时散开 许丽从远处走了过来 她身上有些伤口 但是并不严重 她开口道 曹先生的尽道境界 要比在下高出好些了 曹丰臣笑而不已 许丽坐在她身旁 请声道 虽说受曹先生之邀才来此地 但是的确不知道 此地到底是有何种谋划 大致情形 我已经说过 今日便与你说些详细的 先说儒教 这是学宫的几股实力 其中最重要的一股 应当是那位长盛的一脉 大约百年之前 便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具体为了什么 不明确 只是随着长盛离开人间 这个地方的儒教势力 便被别的学宫势力侵蚀 最后到了洛阳城一战之后 他们便改变了想法 要用此地作为联络 灵山有两位圣人 会仇僧人是佛教教主 掌管灵山 不会轻易和别人做些什么 但是佛徒并不止一位圣人而已 许丽是何等聪明的人呢 倾尽这一句话便已经明了 那人是惠司 这两人都是佛徒圣人 只是惠司僧的年纪 要比惠仇僧小出许多 但至少也有数百年光景 可以说得上是春秋鼎盛 可是惠仇僧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活着不曾离开人间 那么灵山之上 主人就只能是惠仇 这样的事 惠司僧不能接受 所以儒教在那一战之后 便一直想要和佛徒结成盟约 让佛徒和他们一起对抗道门 这便是为了获得山河的主宰权 儒教一直都不入道门 但是那一战之后 两方全部损失惨重 实力差距虽说一句明显吧 但是儒教发现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那就是如果把佛徒纳入他们的阵营 那就很有可能能把道门给彻底压制 佛教久居佛徒 只要把他们带离佛徒便好了 代价不再是太过高昂 所以说之后才有儒教在巨语城里的布置 而道门只是赵圣为了将夜圣 推下云端留下的手段而已 赵圣在道门之中 威望之比夜圣差上一些 再加上夜圣有夜圣哥这么个混血女儿 便能够平分秋色了 云湖灌出身的赵圣祥取代夜圣的位置 只有威望是没用的 必须以道法取胜 可是夜圣即使做了什么错事 道法上仍旧是胜于赵圣 赵圣祥胜过他 只能试找别的办法 天上地下 除去当年的朝青丘 还有什么是夜圣都要忌惮的呢 许丽深吸一口气 眼角带着些笑意讲道 是那盏灯笼 佛土的那盏灯笼 是世间最为强横的法器 最让人捉摸不清的东西 赵圣想抗衡夜圣 就一定要那盏灯笼 可是那盏灯笼在惠仇僧手上 基本不会让人带出灵山的 其实之前我以为 是赵圣要和惠司谋划 帮助惠司成为佛土之主后 将那盏灯笼借出 后来我才明白 灯笼是绝对不会离开佛土的 那么就是说 想要这盏灯笼 只能在佛土 或许赵圣和夜圣的一战 便在佛土上 哼 想不到云端这些人的想法 如此隐秘 其实不管他们做什么 我只要不让他们做成便是 佛教即便要来山河这边 也只能和我们剑士结盟 况且此刻剑士一脉 并不弱于道门和儒教 现如今的剑士一脉 已经多达三位剑仙 叶长廷 刘相礼 昌古 在云端的战力 已经不弱于任何一方 虽说此刻道门 还有五位圣人吧 但是如果说真打起来 也只能是一个 两面俱伤的情况 不会是一边倒的 云端分不出胜负 所以人间的胜负 格外重要了 世道不管如何变化 都逃不过一个 盛级必衰的说法 剑士一脉之前 顶剩了数万年 然后在某一日 便分崩离析 而妖土也是如此 地族一统妖族的局面 也维持了数万年 可即便如此 妖土分裂数千年 从未有任何一个人 将其统一 人间如此 妖土如此 这都是命 朝先生盛言 我被剑士从不信命 那就要看看 我是否能够在有生之年 入得沧海了 自然可以 不过要在许某之后 朝风尘笑而不语 有些事还真说不准 两人闲聊 就在这大雨之中 随意至极 可是谁都未想到 云海翻腾 忽然又金光出现 朝风尘仰头一观 随意笑道 之前有句话 没有说清楚 在大雨之前 似乎这佛图里 便来了好些 平日里见不到的人物 许丽皱着眉头 他自然明白 朝风尘说的是什么 这云海里的圣人来了 只是不知道来了几位 云内突然落下一道金光 那金光月含着大道之气 冲破着乌云 硬伤伤落到人间 想击杀朝风尘 朝风尘哈哈大笑 一箭递出 无数箭气 起于巨语城 那些水珠化作水箭 倒悬而上 无数水箭刺向天幕 两者相撞 仅仅是一瞬 那金光已碾压之时 破开了无数水箭 到了朝风尘的身前 朝风尘倒飞出去 撞坏无数道墙壁 大口吐血 索性没有当场横死 云端金光一闪而逝 一击不成 那位圣人似乎也没有想法 将再次出手 可是下一瞬 整座巨诚的雨水 汇聚成一箭 瞬间刺破云海 一道白色身影 出现在这城内之中 他腰间悬剑 看着那柄水箭 破云而起 冷声道 你想死 上一刻有朝风尘 被金光所伤 下一刻就有 叶长廷出剑 那柄水箭 破开云海 在云海流出 一个极大的窟窿 好似给叶长廷 开辟一条通天大道 叶长廷穿过云海 要去云海之上 而那柄水箭 破开云海之后 在云海深处 遇到一点朱砂 那点朱砂照应天际 那柄水箭 横跟在云海 没入那柄 朱红色云海 很快化作水滴 洒落人间 宁盛的身影显现出来 叶长廷盯着他 杀意不见 宁盛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之前出手要杀朝风尘 是因为朝风尘 已经杀了好几位 到门的灯楼镜 可是万万没想到 竟会招来叶长廷 叶长廷见其四溢 他已经扰得云层翻滚 这时候很快有第二位圣人 出现在远处 不往这边来 想来只为了看叶长廷和宁盛 不让大战生出而已 然而叶长廷不曾退去 只是见其瞬间席卷云海 将宁盛锁住 若是宁盛有什么异动 只怕是会有绝食一击 直接落到他的身上 而此时此刻 叶生哥背着李富瑶 已经临近聚与城 身前无人 整个城门大开 街道上更是空旷 这场飘泼大雨 已经被叶长廷引走了 此刻的城中 不显半点的阴暗 可是当叶长廷 临近城门之时 天上又是一道金光落下 穿透云海 将城门附近的一片建筑 尽数毁掉 城门轰然倒塌 烟沉死去 而这道带着大道气息的金光 目标竟是 叶生哥这边 不知道是要杀李富瑶 还是要杀叶生哥 或者说是 两个都要杀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杯羹 欢迎收听 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76集 叶生哥和李富瑶 这两个人几乎是整个世间 所有年轻人里最为惊艳的两人 今日要是一起死在巨宇城里的话 那就是整个人族的损失 谁也没想过 会有圣人对着这两位出手的 叶生哥的那把伞 已经飞到了板空 只是一遇到那道金光 便瞬间破碎开来 叶生哥全然不在意 他把李富瑶抱在怀中 一双羽翼重新展开 尾翼也升了出来 他朝天上扔出一张画卷 然后整个人的气势瞬间达到顶峰 无数狂暴契机涌入其中 仅仅一瞬 便将那画卷展开到数十丈 这张画卷上能够扛入 灯楼井巅峰修饰的轻力一击 此时正在散发着白色光芒 想抵抗住金光 可是没过多久 金光便穿过画卷落了下来 叶生哥脸色发白 并非是因为害怕 而是之前灌入那张画卷的契机 实在是太多了 灵符里已然空虚 自然是无法抗衡 他身后的一双羽翼卷了回来 护住自己以及李富瑶 他拦不下这道金光 叶生哥就只能是和李富瑶 共赴黄泉了 这个时候一只手忽然伸出 揽住了叶生哥的腰 然后他们两人身前平通出现了四柄长剑 高楼 明月 曹剑青 青丝 而除此之外 还有一柄短剑 不论是长剑短剑 全部在他们身前结成剑阵 李富瑶一只手捏着剑印 神情严肃到了极点 开 那剑阵剑气大作 无数剑气生出 李富瑶一口心血吐出 在剑阵之上 剑意更是早已浓郁无比 剑阵拦下那道金光 僵持不下时 李富瑶的手往叶生哥的后背一推 将其推 叶生哥瞪大眼睛 不发一言 李富瑶此刻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可是他还是咬着牙说道 你要是死了 之后没有人为我报仇了 叶生哥眼角滑落泪珠 但还是平心静气地说道 可以 报仇可以 他今日要是活下来了 以后走入沧海 一定要把今日出手的那人给杀死 可就在要落到地面之时 有一条丝带伸了出来 叶生哥又回到了李富瑶的身后 抱着他 低声道 不可以 不可以 是李富瑶不可以死 还是他不能看着李富瑶一个人死 剑阵没拦下金光多久 很快的几柄长剑全部落了下来 李富瑶身上还剩一颗圣丹 虽说吃了之后可以恢复伤势 但是在此等情形之下 已经全然来不及了 金光已经落到眼前 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老祖宗许记送的那盏灯笼 自行飘了出来 李富瑶看着那盏灯笼 眼里有些泪花 他低声喃喃道 是也 冥冥之中 不知道哪传来一道声音 怎么了 小家伙 那盏灯笼飘在半空 随即就有剑气声出 然后一道身影出现 一只手提着那盏灯笼 那人面色苍老 但是一身的气势却是无与伦比 他提着灯笼 看着那些金光 笑了笑之后 才轻声说道 小家伙 练剑到了如今 有什么想说的呢 李富瑶 草以泪流满面 老祖宗许记深吸一口气 不等李富瑶回答 只是提着灯笼 拦在那金光之前 金光落到灯笼之上 并未把老祖宗击推半步 反倒是那些无数金光停滞不前 只能在那盏灯笼之间 老祖宗回头笑道 小家伙呀 之前跟你说 你下次再遇难 世间再无师爷我 这句话 其实错了 师爷 怎么能让你这个小家伙 这么就死了呢 李富瑶紧紧咬着嘴唇 一言不发 老祖宗此刻不过是 依靠着什么法门 昙花一现 很快就会消散的 拦下金光的 只能是那盏灯笼 不过能看到老祖宗 李富瑶也很开心了 老祖宗看着夜声歌 他故作诧异地说道 这言语之中 尽数是调侃之意 不等李富瑶开口 老祖宗又说道 不过小家伙呀 喜欢一个人也好 喜欢两个人也好 只要都是真心的 师爷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事 小家伙有本事 有一万个女子喜欢你 也正常 不过都要好好对待 不可欺负她们 世上女子 不管境界多高 脾气多坏 其实都是柔弱女子 不要与她们置气 其实师爷我对女子 还是有一套的 只是其中言语太多 说不清楚了 李富瑶已是气不成声了 说了这些话 老祖宗总算是正经起来 他没去看那盏灯笼 他只是问道 师爷 一直有件事 想问问你这个小家伙 师爷请问 师爷将剑山留给了山河 将剑玉和灯笼留给了你 你是否觉得 师爷这样做有问题的 李富瑶想起了之前在剑山之上 师兄 吴山河对他做的事情 他沉默了一瞬 不过还是说道 师兄做长家更好 富瑶不适合 其实哪里有适合不适合呀 把你摆到那个位子上去 你不一定做得比他长 甚至有可能做得比他更好 但反过来 把吴山河摆到你这个位子上 就一定没有你做得好了 你这个小家伙呀 当初上剑山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争强好胜 师爷让你下山 你便下山去了 须知 你是陈圣的弟子 要是多说两句话 说不定师爷也就不忍心 把你赶下山去了 跟你呢 一个人 委委屈屈下山去 你可知道 师爷当时 就在你身后看着你呀 让山河做长教 不让你上山 其实 只是我这个老家伙的 最后一点私心罢了 剑山很难 万一在山河手里 没有撑起来 你大可不必再在意 毕竟 你身上也没有 剑山弟子的身份 你全然可以随着 自己的想法去练剑 想做什么 做什么 自在这两个字 朝清秋 这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 师爷 师爷倒是很想 你这个小家伙 能够拥有啊 小家伙呀 记住了 师爷 这是最后一次出现了 下一次 人间 真的再无师也我了 说完这句话 老祖宗转身看着金光 提着灯笼 笑着没入到金光之中 只是一瞬间而已 金光尽数散开 就像是天机落下来 很多金花一般 而那盏灯笼彻底的暗淡下来 混落到了街道之上 李富耀石魂落魄 这一次应当是他最后一次 见到老祖宗了 没有例外了 老祖宗 他真的走了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 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七十七集 云端之上 一道金光消散之后 梁毅来到云海之上 他的脸色阴沉无比 身后的那轮明月 同样是明亮无比 一条五彩长河在云端爆炸 竟完全不属于之前的水溅 梁毅站立在云端 低头看了眼云下情形 看到白屈女子还站立在城中 这才松了口气 不过也仅仅是松了口气而已 他朝着灵山而去 其实还是沿着那道金光散落之处 梁毅现在满心的杀鸡 虽说他才入云境界和那些别的圣人 比起来还要差太多 但是他现在已经起了杀鸡 之前云海里那人出手 不管能不能杀 必须得先打一架 他梁毅这辈子踏上修行大道之后 父母离去 喜欢的女子早已离开人间 他唯一的亲人只剩夜生歌一人而已 而现如今有人要杀眼神歌 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即便那个人是个圣人 是圣人又能如何呀 谁贪养的不是啊 李富耀站起身子 缓慢地朝着远处那灯笼走了过去 每一步他都受着刺骨的疼痛 伤口已经开始流血了 但是即使如此 他还是步伐缓慢 坚定地到了那盏灯笼之前 灯笼里面的灯火已燃灭了 李富耀只见出现一缕火光 轻轻放入灯笼里面 想将其重新点燃 可是不论怎样都点不燃 不知过了多久 李富耀总裁是放弃了 天不知道为什么黑了下来 李富耀提着这盏暗了下去的大红灯笼 在街道上缓缓而行 夜神歌就站在远处 他看着这一幕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十分难受 他想走过去 可是他却一步都动不了 李富耀走在长街之上 天色很暗 眼前也很暗 一身大红架杀的铲子出现在远处 他也提着灯笼 只是他的灯笼 是有光的 灵山之上 云海之中的金光 倒是越发浓郁了 梁毅来到这里的时候 恰好是叶长亭和宁盛 以及一位圣人对峙的局面 他在此处停留片刻 只是张口问道 可曾有沧海修士 从此地经过呀 宁盛摇头 谁也不曾见过 梁毅脸色阴沉 从巨宇城到灵山 不算太远 就这么一点的距离 他从那边跟过来的时候 沿着金光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 还是跟丢了 梁毅倒是也没停留 略向远处 便到了叶盛身旁 叶盛轻声问道 盛哥如何了 梁毅坦然开口 把巨宇城里发生的始末 告诉了叶盛 叶盛微微皱眉 他虽贵为云端圣人 又是道文教主 但是并不是断绝情性 对于叶盛哥自己 这个唯一的女儿 他还是十分挂念的 虽说身为圣人 不可能让他如同是 人间普通的父亲那般 但是情绪是藏不住的 听过之后 叶盛淡然道 等会儿便会有结果了 他既然要对叶盛哥出手 便是不想再瞒下去了 杀了叶盛哥 乱我道心 自然便能在之后胜出 这无可厚非 一众圣人聚集在 灵山上的云海上 惠酬僧人 却是已经离开云海 到了灵山之上 他走进大雄宝殿 对着那佛陀的塑像 双手合十 抵护佛号 然后就离开 去了偏殿 惠司僧正在禅房里 念经打坐 惠酬僧到来的时候 他仿才睁开了眼 站了起来 他看着惠司僧 惠酬僧开门见山 闻声说道 师弟 你犯戒了 佛教修是有太多规矩要守了 比如之前惠司为了做这佛土之主 便生出了嫉妒之心 这就是犯戒了 其实那件事惠酬僧一直都知道 只是一直隐忍不言 可如今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再说什么都是枉然了 两个人都很清楚 师弟要做这灵山之主 做这佛门教主 其实也简单 只要师弟经研佛法 好好修行 自有内未认可 无非便是时间罢了 水墨空腹 其实看着麻烦枯燥 也是唯一的路子 师弟犯了如此罪孽 师兄还能宽恕 言语之中 已经有了悔过的想法 可是惠司僧不明白 为何自己师兄的胸襟如此宽广 竟还能容纳他犯下如此的滔天大错 惠司僧还是一脸的平淡 我与师弟一起相处多年 师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这个做师兄的 岂会不知呢 这么多年下来 即便师弟做出了几件错事 但答题不坏 师兄知道这一点 便已经够了 惠司僧虔诚地朝着惠仇僧行礼 惠仇僧坦然受制 惠司抬起头来 师弟自认佛法不及师兄 修行也是如此 倘若有朝一日 有幸能胜过师兄 还是想做一做这佛徒之主的 若是之后 关楼强过师弟 师弟也甘心封他为教主 惠仇僧让惠司僧站起身来 然后领他走出禅房 朝大雄宝殿前走去 一路之上 惠仇僧这才开口说了些话 师弟既然已经凡然醒悟 便该知道 这灵神谁来做主 断然不是师兄来决定的 也不是这王代教主们来决定的呀 惠司僧抬头看脸天上的金光 点头说道 正是想通了此事啊 佛徒到底谁来当家做主 这种事情早就已经有了定论 只能是那位来决定 当初我们两人才入沧海 为何即便一众灵神之上的众僧都举你 最后还是师兄我做了这个教主呢 原因便在于此处啊 佛土之上 有着存世数万年的佛祖 妖土北海 也有数万年不死的妖族 此事如果说是让卿天君知道 不知道他会做何反应 云端之中的赵圣便是师弟将其引来的 还有如脚一方也是师弟的过错 他们都答应师弟办完那件事之后 便让佛教去往山河传教 所以你两边都先硬整着 看谁有能耐 惠司僧洒然一笑 没有多言 巨语城内的百年谋划 说白了就是他们在争取惠司僧的信任 只是到了片刻便都该明白了 这争来争去 其实都是无用功 他们要的东西惠司僧给不了 惠仇僧也给不了 能给得了的 只能是别人 至于那个所谓的别人是谁啊 不好说的 不过你也好 还是他们也好 亦或者是云端之上的诸盛也好 都不如朝清丘 朝清丘啊 早就已经看透了 即便朝剑仙当日便看出巨语城有问题 可他此刻已经离开人间 只怕是知道也已经于是无补了吧 他在百年前看到了 在那个时候落剑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可是在那个时候落剑 其实不如此刻落剑 朝清丘不在了 他的剑 却还有很多呀 朝清丘虽说离开了人间 但是他留下的后手不少 所以说才有朝风尘领着一群剑士 将巨语城里的儒教和道门修士 尽数拔除干净 还是那句老话 不管人间到底如何 事情最终还是要等云端的抉择 灵山上的云海之内 此刻汇聚着这么一群圣人 今日 大战已然无法避免 就是不知道是夜圣和赵圣的私人恩怨 还是剑士和儒道的两教教授啊 慧仇僧说的话其实极其有讲究 不管是什么 反正他都能把佛教从那里面摘除出来 慧司僧忽然问道 师兄让观楼下山却是为了什么 这是那位的意思 观楼下山要去迎另外一个提着灯笼的人 慧司僧点头 是已知晓了 于是他仰头看着天际 不再说话 制作播讲的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魏之涵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78集 云端之上 叶长廷玄境而立 宁盛的一点朱砂再度出现在天际 整片天空都变得血红 另外的那位圣人 他是儒教的张圣 今日随着周父子到了这边 他并没有想出手的想法 但如果是被迫无奈也是要出手的 至于赵圣始终未出现 良意就立在云海认真地打量这里的光景 叶长廷的杀意毫不掩饰 本来他来佛土就是为了和惠仇僧人一战 但是谁能想到碰到如此景象 朝风尘差点被宁盛轰杀而死 换作是别人 叶长廷的怒气或许不会有这么重的 可是朝风尘身份特殊 只是此刻云端圣人太多 若是叶长廷贸然出手 很可能陷入围攻的局面 所以说他站了这么久 迟迟未动手 张圣飘到周父子身前 轻声问道 今日之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父子摇头道 惠仇似乎已经将灵山局势安定 如此一来 不仅是倒门的谋划付诸东流 我们也是如此 这是朝清秋的手笔啊 由此一事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朝清秋啊朝清秋 这个家伙都走了这么些年了 时间依旧逃不出这三个字 张圣和朝清秋算是有些交情 听着这些话 也有些笑意 但是很快连去了 不知道是因为想起了这个人 还是觉得此刻不该笑了 圣人们在这个地方 周父子是等着看信 而宁圣和梁义他们是为了维持局势 只有叶圣 他是在真的等人 他一直在看着灵山 神情平淡 但眼里有无数的圣民 赵圣来了灵山 他不是从云里来的 怕被云端的其他圣人发现 他从灵山脚下登山 灵山并没有护山大阵 因为最强的手段在山顶 山脚下只有一些寻山的僧侣 这些僧侣只能发现境界不算太高的修士 像是赵圣这样的人物 没人会知道他已经到了灵山的 所以说这一路 他走得很轻易 就这样他听着佛音到了大雄宝殿之前 来到了佛陀塑像之前 到了会仇僧身前 我知道会仇圣人已经知晓一切 但是我还想问问会仇圣人可否借出 你知道的 那东西啊 想来不离开灵山的 所以我将战场选在了灵山 不会远行 即便如此 老僧也不想卷入道门争斗中 佛教在佛土待了这么些年 已经安稳下来 不想再做什么了 即便要做 也只能是万无一失才行啊 所以圣人也拒绝了剑事 并非如此 没人来灵山和老僧说是 朝剑先落剑不少 但不曾有剑 落到了灵山呢 圣人不见那灯笼 不怕今日我们联手来抢吗 云端为什么来了这么多圣人 便是想看看能不能趁乱拿走那盏灯笼 毕竟世间法器甚多 无一件能够比上这盏灯笼 慧仇僧看得十分清楚 云端上那些圣人打的什么主意 他明白得很 没人对长生不动心 老僧其实不愿多说 但实际上即便是拿了他 长生仍旧在远处啊 我不要长生 我只要用他能够打败叶修静便可 慧仇僧不说话 现在赵生说什么都听不进去 他说再多都没意义 所以说只能让赵生自己放弃 即便是付出再大的代价都不行吗 佛度有缘人 就连当年朝剑仙来到灵山都未能见他 赵生若是觉得自己是有缘人 便去试试 在哪 慧仇僧指了个地方 慧司僧已经在远处等了许久 他看着赵生双手合十 这才领着赵生 插着远处的一间禅房而去 直到来到那禅房之前 慧司僧才说道 世间之事 自有缘法 强求不得 赵生没有理会的 只是推门而入 禅房里不止简单 唯有一块布漫而已 赵生走进来的时候 已经感到那种不同寻常的气息 那是世间法旗都无法比拟的 十分的玄妙 让他这位沧海圣人 有一些心神激大 他默默地想着慧仇僧 整日面对那盏灯笼 怪不得能对长生二字了解得 十分的透彻 他想着这件事 赵生尝试往里面走去 李富瑶吃了好些陈邪山的丹药 脸色好了不少 但是还是一样的面如白纸 看着十分的凄惨 缠子拿了两颗灵山的金丹给李富瑶 算是打谢之前在雾山的救命之恩 李富瑶到谢之后 坐在长街之上 抱着那盏灯笼 夜生哥已经来到了这边 缠子看到夜生哥之后 他双手合十 行了个礼 见过夜观主 夜生哥点头 他受了伤 脸色不大好看 蝉子对着李富瑶说明原委 踢着灯笼去了远处 他盘坐下来 低声念着佛经 夜生哥来到李富瑶身旁坐下 之前你把我推开做什么 既然都是死 死一个和死两个来比较 我还是愿意死一个 况且你不死还是有机会替我报仇的 可是最后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不知道 只是想和你一起死 李富要叹了口气 夜生哥脸色苍白 他拢了拢耳边的鬓发 你喜欢那个女子 便去娶她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你想的太多了 蝉子说 那位圣人请你我上灵山 你怎么看 我 那两位圣人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不是要去问他们问题吗 这不刚好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此刻 灵山肯定来了许多人 不要急 夜生哥对于局势的观察 十分的细致入围 之前剧城里有那么一道水箭 就说明至少来了一位剑仙 蔡云端出手的那道金光 也说明了有一位圣人 而且看这个局势 绝对不可能只有两位圣人 如此局面之下 要是贸然前往 只怕是真的会出现什么问题 毕竟今日今日今日时 可没有朝亲秋来护住他们了 想到了这儿 李富瑶又想起老祖宗了 老祖宗之前千里出剑斩杀 把他那位踩在脚下的招目镜 这一次又提着灯笼 将金光给阻拦之下 实在是为李富瑶操碎了心 这灯笼好像不简单 这灯笼能把圣人金光拦下 本来就不简单 这似乎和李富瑶身上那柄 寻仙剑一样 都不是普通法器能够比拟的 过去那些年 李富瑶提着这盏灯笼 走过了很多地方 但是从未发现它的用处 而这时候夜生哥想到一个可能性 他有一些事态地说道 灵山之上 也有一盏灯笼 李富瑶低头看着这盏已经灭了 再也点不然的灯笼 如果说这盏灯笼 和灵山上的那盏灯笼有渊源 那么这盏灯笼 是怎么来到老祖宗的手里的 李富瑶深吸一口气 收好灯笼 看着夜生哥说道 走一次灵山也好 夜生哥没说话 只是点点头 本集不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根 欢迎收听由半潭促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79集 赵胜离开那间禅房 神情十分的古怪 惠斯僧在门外 他一句话都没说 赵胜想着要去大雄宝殿 见见会仇僧 但是最后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 他坐在禅房前的台阶之上 回忆起自己这一辈子来 都说圣人们入云之后 众生都是小事 可是圣人们说到底也是人 都会有私欲的 以这苏叶来说吧 云端的伟圣们 最大的私欲便是只求长生 赵胜最想的就是长生 但是谁都知道 长生最难求 所以赵胜还有些别的想法 那便是要成为这云端道门教主 要让云狐冠重现人间 为此他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此刻才发现 所有的事情都是白费的 最后回到原点 还是需要他 那盏灯笼不帮他 道门几大圣人也不会失忆援手 只能他和叶修竟生死一战 赵胜深吸一口气 然后站起身来 与此同时 叶盛的声音 恰恰从云海里传了下来 赵胜佛入云一战 超胜冷笑一声 大手一招 天幕之中有张画卷覆盖天地 要将整座灵山都拦下 那张画上有山川草木 有世间美景 整个人间都在此画之中 山河万里图 这是整个人间 最为浩瀚的一件法器 它是一个世界 其实叶盛的镇腰碗里 也能有乾坤 但是不见得能够比得上 这张山河万里图 赵胜临空而起 那张山河万里图立了起来 赵胜往前走了一步 云海里翻腾起来 有些云团凝结成一条云龙 出现在叶盛脚底 云龙在云海游走 正好落到了赵胜身前 两人对立 相聚百丈 那张山河万里图已经撑开了 但是叶盛的镇腰碗 确实还没拿出来 叶盛默然相问 赵朝府 巨城可是你出手 不错 我想杀了叶盛哥 来乱你心神 只是未能成行 叶盛得到答案之后 不再说话 只是大手一挥 而赵胜感受到那股 天地之谦的志强气势 大手一卷 云海就此分开 就像是开辟了一条大道 在他和叶盛身前 天地之间忽然绽放了 无数金光 落到了叶盛身后的天幕之上 然后便是金光大作 好似下了一场瓢泊大雨 叶盛瞬间被那些金光所淹没 这种景象只持续了片刻 叶盛整个人的身影 从远处闪现 扯来一缕云气 化作无数条的丝线 瞬间朝赵胜那边涌去 赵胜冷横一声 往上空掠去 那些个金丝 如同是复古之躯 随机而至 朝着天幕而去的途中 更是连到一起 看着像是一条黄金巨蟒 赵胜一脚踩在那巨蟒头顶 往下一压 仅仅片刻之后 金光破碎 无数的金光洒落云端 赵胜身形激动 青色道袍飘大 落到叶盛身前 叶盛只是伸出一只手指 在云海里画了一个圈 然后这个圈里伸出一只巨手 巨手一拳朝着赵胜砸出 几乎快把这云海给砸穿了 天地之间生出金光 那一道金光瞬间穿过 那个云海巨人 将其化为乌有 而且金光不灭 继续横切而来 似乎要将叶盛 斩杀在这里 可是叶盛仅仅是在 那道金光快要到来之前 伸手按住金色丝线 用力一捏 金线断裂 此刻叶盛只见也有一颗金色的血珠 开战以来 这是叶盛第一次受伤 梁毅在远处观战 看得一阵头大 他虽然是这个世间难得的人才 可是入云尚短 若是在这样的大战之下 他自认撑不了多久 叶盛捏断那条金色丝线之后 赵胜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叶盛转头 赵胜身前忽然出现了一张画卷 山河万里图 那间圣人法器朝着叶盛涌去 竟是直接把叶盛给吞了进去 赵胜面露微笑 只是未等他回过神来 那画卷之中的漩涡之中 涌出了一条金色丝线 缠住他的脚踝 把他硬生生给拽了进去 如此一来 这云海之上 只剩下一张山河万里图了 叶盛落到了一座高山之上 手里提着金色丝线 他微微动念 这根金色丝线缠在了他自己的手腕之上 这张山河万里图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 他还没找到出去的办法 所以只能先将赵胜一并困住 这条丝线便能将他们两人缠在一起 从高山上一闪而逝 叶盛来到陈邪山上 这张山河万里图 竟是将整个人间都收入其中 那么其中有陈邪山也算是成长的 来到陈邪山之上 此刻山山的灌主不是梁义 义不是夜生哥 在这里待了片刻 夜生落到剑山之上 看到山上的全貌 老祖宗许记此刻还不算太老 梦尽还是剑山长教 夜生微微动念 一脚踏在剑山之上 剑山瞬间破碎 然后他朝北而去 在北海之上 他看到一个白袍男人 那人气势磅礴 他视为剑仙 夜生此刻才明白 原来这里的人是他脑海里的体现 他想见谁便能看见谁 看到那人 夜生问道 你真的觉得我不如你是吗 那人转过头来 看了夜生一眼 夜小姐 在云端待久了 是有差些意思的 我一直觉得 你不过是个天生适合用剑的 却不曾想过 你竟然还是个脑子不笨的 朝青秋谋划了许久 几乎将所有生人都算了进去 何止不笨呢 夜生没说话 只是一步踏出 北海朝着两边分开 他来到朝青秋身前 自言自语道 那不一定啊 你死了 我还没有 这便是胜负 朝青秋身影消散 夜生很快离开这里 继续往北到了腰土 在某处草原之上 他看到了那个一身英气的女子 他抬眼看了眼夜生 赵梅问道 你是谁 夜生笑而不语 那女子也不必多说 悍然直接出手 夜生和她交手 指手不攻 在这片草原上大战半日 最后两人对立 沉默不语 能够顺过我生哥的 屈指可数 你到底是谁 夜修静 走过腰土 走过北海 走过一切想走过的地方 最后夜生走进了深山之中 妖羞躲避到了地底 瑟瑟发抖 这深山之中有一处道观 道观名叫云湖观 在云湖观内没有几个道士 看着很是凄惨 在道观之内 有个老道士站在观里的空地上 看着另外一个小道士 似乎是在传授一门道法 夜生就站立在他们面前 好了 继续吧 那老道士一脸茫然 小道士也是满脸的疑惑 夜生一提 手腕上的金色丝性显现 另外一头果然便缠在 小道士的脚踝之上 小道士缓慢变化 最后化作熟悉的模样 果然是赵胜 赵胜看着夜生 感慨道 你能找到我 夜生没说话 只是随手扯来一片叶子 随手一扔 倒观破碎 房屋倒塌 这座大山尽数回去 一夜障目而已 两人重新立于两座高山之心 夜生大袖一挥 身前溪水尽数朝着天上涌去 来到两人身前 做了一次屏障 赵胜冷笑道 你夜修静即便是道法通玄 可形势荒诞 怎么能够做这一脚之主呢 夜生不曾说话 只是一只手撕开那道水墓 金光尽数涌入其中 然后成就一条金色长河 若是讲道理便能行 这个世间早已经是儒教的天下了 要是讲道理便没有征道 何苦有人休想 长生也不是讲道理便能够讲来的 赵胜双手下沉 方圆数千里的高山尽数拔地而起 就像是一颗颗巨大无比的猪笋一样 漂浮于天际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微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八十集 叶圣仰头看着这一幕 在这人间 哪怕是我做这些事情 也有些困难 至于你 只有在这山河万里土里 你才能有如此为师 赵胜脸色发白 没理会叶圣 只是预使着这些巨大的高山 朝着叶圣压了过去 叶圣伸手 那条金色长河便朝天际而去 不知有多长 就像是一支笔在天幕肆意图画 要画出一幅锦绣画卷 只是那条金色长河在天际划过之后 还是把那些大山禁书拦下了 叶圣朝着前面走去 来到赵胜的身前 假的 终究是假的 说完这句话 他一掌落到赵胜胸膛 赵胜道飞出去 朝着天幕而去 金色鲜血洒落 于是人间下了场大雨 而叶圣不理会了 他走在雨中 走到北海 对着那个重新出现的白袍男人说道 有一点 我也胜过你 说完这句话 叶圣不知所踪 山河万里到处皆可去 但是最后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呢 叶圣重新落到草原之上 看着那个女子 柔声笑道 我叫叶修旧 你记住了吗 山河万里图在云海里飘荡着 忽然在之前那张画卷之上 出现一个大漩涡 照射怎么滚出来 他显得很狼狈 发迹已经散开了 道跑有很多口子 而且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他的脚踝上还有一条金色的丝线 而丝线的另外一头则是没入画剑之中 在片刻之后 叶圣从山河万里图走出 手中的金色丝线一闪而逝 消散开来 赵朝府 今日我不杀你 只是你的死伤 也不能在这个人间出现了 话音落下 叶圣的震腰腕出现在了他的身侧 宁盛只是叹了口气 他心细到门 不愿意看到如此的局面 但是他知道 赵盛今日算是旧由自取 落得如此下场 也怪不得任何人 梁义和叶圣 这两人是绝对不会让出手 害过叶圣哥的人 安然无恙坐在云端的 叶圣默然不语 此刻形势 已经不是赵盛能够选择的了 赵盛腕在云海之中越变越大 赵盛脸色巨变 他想离开此地 可是片刻之后 他脚踝的金线再次生出 只是另外一头 不再是缠绕在叶圣手腕之上了 而是在镇腰腕内 金色丝线不断缩短 赵盛被硬生生拖着进入镇腰腕内 他脸色十分的难看 进入镇腰腕之前 他仍旧怒骂道 叶萧静 终有一日 我要让你知道 今日你没杀我 是个错误 叶圣没有理会赵盛 只是收回镇腰腕 随即将山河万里图收过来 然后看了梁义一眼 梁义摇摇头 叶圣直接把山河万里图收起来 不见了踪迹 而云端变得平和了起来 叶圣看向叶长亭 这位见势一脉的剑仙 尚在云端还未离去 还不走 叶长亭未说话 但是看他那个样子 并不打算就此离去 宁盛的一点朱砂 早已映红半边天空 今日要是出手 叶长亭只怕是凶多吉少 叶圣站立云端 他解决赵盛之后 也并没有想立刻离去 反倒是俯视着灵山 现在在灵山之上的云端 有多达三位道门圣人 叶圣 宁圣 以及良意 儒教也有两位圣人不曾离开 再加上叶长亭 这里便有六位圣人 气氛一时之间有些玄妙 所有人都在看着灵山 今日赵盛的事情解决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摆在他们面前 那就是灵山上的那盏灯笼 那盏灯笼在过往的那些年里 从未离开过灵山 那是因为没有圣人能够将其带走 可是现在 怕是没那么简单了 圣人们的数量够多 似乎是想强行把那盏灯笼 给带离灵山 慧仇僧和慧思僧 在灵山上的建筑之中穿行 慧思僧已经察觉到了事情的不一般 他有些忧虑地问道 师兄 此刻灵山似乎便将有大难啊 这云端上的圣人们 叶长亭一定不会和他们一起 但是儒教和道门两方的修士说不定会联手 五位圣人出手抢夺那盏灯笼 怕是光平灵山上两位圣人 是万万不可能拦下来的 相比较慧思僧的担忧 慧仇僧整个人显得要淡然许多 他只是抬头看脸云端 见得金光之后 他笑道 他们这么做呀 恰好又入了朝剑仙的局里 师兄此言何以 数位圣人联手要夺那盏灯笼 若是我们两人拦不下来 这一时间还会有谁帮我们呢 无非便是剑势一脉的剑仙而已 到时候灵山和剑山自然便站在一起了 朝剑仙何至于如此算无一策 这或许便要从他当初上灵山说起了 朝青秋上灵山的时候就已经是世间无敌了 只是这位剑山上得灵山之后 只和他聊了一些日后灵山可能发生的遭遇 并没有生出半点想抢夺的意思 更连那盏灯笼都不曾见过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将云端的圣人们 成为真圣或假圣 在老僧看来啊 朝剑仙便是一位真圣 慧朝僧双手合十 似乎是再对已经离开人间的朝青秋表达敬意 不过朝剑仙即便有这么一个局 我也不愿意走进去 佛教立于佛徒数千年 从无到有 如此局面不可随意更改 山河虽好 现如今只能远观尔 至于什么时候能去近距离碰一碰 说不好啊 慧思啊 即便师兄今日死去 也修得和任何一方结盟 待在佛徒一观山河局势 才是最好的 是 师兄 你去吧 慧思僧一点都不解 如今这个局面之下 云端有这么些圣人虎视眈眈 不应当是他们师兄弟联手共亢强敌吗 为何慧仇僧有如此一说呀 登龙离不开灵山 以往如此 如今也是如此 何必担忧呢 慧思僧不明所以 可是此刻慧仇已经到了那广场之上 他仰头看着天际 沉声道 既然事情已了 还请圣人们离开佛土 重归人端 声音很大 足以传到云端去 但是并无一个人应声 圣人们没有出手 也没出声 在云端等着 或许是想要慧仇僧先出手吧 叶圣沉默了很久 在慧仇僧那句话说出之后 他总算是讲了句话 怎么看 周父子想要登龙 可是叶圣也想要 登龙只有一个 所以有些问题要说清楚 在云端攻关 这就是解决办法 而且这句话是对云端所有圣人说的 就是要众人齐心 叶昌廷脸色不变 只是朝着远处走去 只留下一个背影 梁义没有说话 宁圣说道 如此甚好 如此可行 有周父子这位儒教圣人点头 事情算是说准了 就等之后怎么出手了 至于是否覆灭佛徒 似乎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长生叹了口气 可能在场的众圣人之间 只有他一个人 是不想去求着所谓的长生的 他虽说对长生有想法 但是没那么强的执念 大到要去抢夺那盏灯笼 只为自己的长生之路 但是大势所趋 他不得不做 就在云端已经谈妥的时候 灵山之上忽然生出了 一道绝强的威势 无数大道之音响起 更有佛陀的影像出现 天际那边 好似有一盏灯笼出现 那盏灯笼 便在佛陀的手中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 欢迎收听 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函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81集 天边出现了一尊佛像 那尊佛像便是大雄宝殿里 没有面容的那一尊 是佛教的利教僧 传言因为利教僧当年镇压了许多的邪魔 在和某些强大的邪魔战斗之时被毁去了面容 那盏灯笼便是那个时候有的 此刻利教僧的佛像出现在天际 还提着一盏灯笼 让云端的众位圣人都吃了一惊 夜圣神色平静 不曾有过距异 只是问道 惠仇圣人何止于此 声音不大 传遍灵山 只是好像多此疑问 他们这些圣人在此地不曾离开 便已经是对佛教的挑衅了 惠仇僧没有开口 这种事情讲道理注定是无用的 既然无用 那也不用讲道理了 在夜圣开口之后 那尊佛像便已经抬手朝着云端的圣人们压了过来 先出手的是宁圣 他那一点朱砂落到云海之中 正好朝着那尊佛像的手掌而去 一路之上不知染红了多少云海 那尊佛像的大手落下 遇上那一点朱砂 云海炸开 云端之上动荡不已 朱砂染红了 破开那只大手继续朝着天上而去 但是这个时候 那尊佛像另外的一只手里提着的灯笼 不知怎么开始发光 金光四射 将宁圣那点映照天际的朱砂 硬生生给逼退了 宁圣一道鲜血喷出 整个人的脸色变得苍白不已 紧紧一瞬 这位圣人身受重伤 那点朱砂也回到了宁圣的身侧 夜圣伸手 说了个请字 周父子微微皱眉 但是还是把那本儒教天书给取了出来 他随手一挥 便有一道磅礴金光从云端生出 沿着之前那点朱砂的轨迹 朝那尊佛像而去 虽说是同样的手法 但是周父子的境界却不是宁圣可以比拟的 因此很快的 那道金光便直接简单的把那只大手给展开 朝着佛像的胸膛而去 瞬间金光穿过胸膛 那尊佛像看起来快要消散 但是那盏灯笼金光大发和周夫子这道金光相遇 就此消散在云端 夜圣的眼睛越发的冷漠 就看着那盏灯笼 云端的圣人们都知道 那盏灯笼一定和灵山之上的那一盏有诸多的关联 但是没人想到他竟如此的古怪 周父子沉声道 今日之事似乎还须夜圣出手啊 夜圣也不说话 只是伸手在云里画了个圈 金色丝线在云端绕成一个圈圈 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片虚无 看着很是古怪 圆圈缓缓朝着那尊佛像而去 往前走了很远 便忽然变得十分的巨大 看起来要将佛像吸入那个圆圈之间 那尊佛像遇到那个圆圈 只是僵持了片刻 便直接被那个圆圈收入其中 只有那盏灯笼还在 那盏灯笼放着金光 抵御夜圣的道法 两者相持不下 就连夜圣这样的人物 竟也拿不下的 就在云端诸多圣人心思各异的时候 慧仇僧出现在了云端 他看着云端这些个圣人 他先是双手合十 再然后温声说道 云端无事 灵山也无事 诸位 离去吧 夜圣看着远处的金色圆圈消散 倒也平静 直白问道 这便是灵山的那盏灯笼 灯笼不离灵山 诸位请回 夜圣没有说话 周父子拱手行礼 偷扰灵山 这便回了 之前云端圣人达成的协议 是在拿到灯笼之后才生效的 而现如今一看 这灯笼要是想拿到实在是有难处 周父子便想推走了 张胜早就不想在这待下去 听到这句话之后 第一个转身消散在云端 今日之事完全说不上是大动尴尬 不过是试探二字 从佛教历教以来 不知有了几万年 从未有人把灯笼带走过 今日他们带不走 也不算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 会愁圣人 若是某日改了想法 我在云端等你 周父子消散之前 只留下这么一句话 叶圣看着那盏悬在天空的灯笼 也没多说 很快离开了此地 宁圣随即离去 两意最后 惠仇僧站在云端 抵宣佛号 天明亮了起来 李富耀的脸色好看了很多 禅子他也在远处 念完好几卷佛经了 天边出现一道金光 叶圣哥站起身来 一个身穿道袍的中年男人出现在这 是叶圣 叶圣哥松了口气 叶圣温声说道 赵朝府已经关到镇腰碗里 之后如何 便让你自己去做吧 云端诸位圣人都以为叶圣不杀赵圣 是因为他身为道门圣人 不可随意杀之 哪里想得到啊 叶圣是想把赵圣留给叶圣哥处置 虽然说他现在还是春秋境界 但是叶圣很清楚 要不了多久 叶圣哥就能成为沧海修士 到时候赵圣生死 是由叶圣哥自己决断的 叶圣哥点头 没多说什么 你身后双翼也好 还是腰穴也好 等到了登楼井 便能够收放自如了 你血脉强大 以后入云 再打磨个数百年 为父也不是你的敌手 我要去灵山 我知道 所以我没有拆掉他 说完这些 叶圣把目光投在了李福瑶身上 对于叶圣哥和李福瑶之间的关系 叶圣知道一点 但是不多 只不过 他也不太在意 属于圣人的威压充斥在街道之上 让许多的碎石成了积分 李福瑶他作为这些个威压针对的对象 他最是难受 他的腰差点弯下去 身上那些伤口重新渗出心血来 叶圣哥没什么表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对于李福瑶来说 那就是过了很久很久 然后 长街上响起了叶圣的声音 你的那柄剑还要吗 叶圣撤去那些威压 他淡然地问了一句 剑十九是李福瑶的第一柄为本命剑 在北海所得 算是除去青丝之外 第一柄主动认他为主的剑 所以说他对剑士就很有执念 只是这柄剑此刻就在叶圣的镇摇碗里 他想夺回来 不仅是要成为沧海境界那么简单 李福瑶咬牙说道 有朝一日 福瑶亲自向叶圣讨压 但愿真有这么一天 说完那句话 叶圣看了眼叶圣哥 然后一闪即逝 李福瑶这才松了口气 但是很快的 长街上出现了第二道身影 圣人 梁义 蝉子看着梁义 对其认真行礼 喊了一声见过梁圣 梁义转头看脸馋子 眼里没什么情绪 他只是拿出一颗金丹 放在叶圣哥的手里 这是云端的好东西 就连叶圣也没想着特地带着 只有他这个做师傅的 才一直惦记自己这个徒弟 叶圣哥摊开手 吃一再要一颗 梁义怎能不知道叶圣哥的想法 只是板着脸说道 只有一颗 叶圣哥他也不追药 只是往前走了好几步 直接塞进李福瑶的嘴巴 这才回到了梁义的身边 梁义一脸心痛的表情 颤颤巍巍从怀中拿出另一颗金丹 放在叶圣哥手心之后 这才说道 师傅这些日子在云里 老是在做梦啊 梦里老是出现同样的场景 那就是 师傅种的一颗白菜 被一头猪拱了 师傅在云端种菜 怎么会有猪 那头猪叫做飞天猪吧 梁义哈哈大笑 但是很快脸缺了笑容 他从头到尾都没看李福瑶一眼 只是小声说道 灵山上有些古怪 御师不要逞强 那两个和尚 有些邪门 叶圣哥没说话 蝉子就在远处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 欢迎收听 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82集 梁义说完之后 拉着叶圣哥往前走了几步 这次 道教和儒教 都没能奈何那些和尚 不是因为这盏灯笼 真的有那么厉害 只是不想 让那几位用剑的掺和进来而已 叶圣哥皱皱眉 云端里的事 不是他们还在人间的修饰 能够明白的 梁义揉揉自己宝贝徒弟的脑袋 轻声说道 局势早已经变了 今日昨日大不相同了 给完金丹之后 梁义也很快离去 但是还是没看李富瑶哪怕一眼 咽下云端的金丹 不管是李富瑶还是叶圣哥 伤势都好了很多 蝉子想要说些什么 手里的灯笼确实已经飞了起来 有一道金光从灯笼中生出 然后巨宇城里面生出了一道金光大道 起点在灯笼这边 终点自然是灵山 蝉子双手合十 整个人的神情显得十分的前程 他看着李富瑶和叶圣哥 认真地说道 师祖请两位上山了 也常听此刻就在城里 看着这条大道 这位见心不发一眼 神色古怪 自从佛教来到佛土之后 便很少有人被佛教邀请上灵山了 灵山绝大部分的客人 都是不速之客 不请自来 而李富瑶和叶圣哥 或许是这数千年以来唯一的良人 更何况是那位佛教教主 慧仇僧亲自所邀请的 两人走在金光大道之上 蝉子提着灯笼走在前方 李富瑶提着灯笼走在后面 两盏灯笼一前一后 李富瑶那盏灯笼看起来很难 在金光大道上便显得更暗了 只是云海里的景色变化 要不了多久 几人已经能够隐约看到那座金色的灵山了 李富瑶觉得奇怪 为什么一座灵山都是金色的呀 而似乎是知道了李富瑶的心中所想 蝉子开口解释道 那是佛光 佛光 师祖是高僧大能 境界高妙 佛法精湛 居住在灵山上 再加上 山上的僧人们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诵读经书 自然便有如此景象 若是山上的僧人们 尽数离去 只怕要不了多久 灵山便会暗下来 恢复如初 说话之间 李富瑶三人已经落到了灵山山顶之上 来到大雄宝殿前的广场前 李富瑶目光落到那个金色狮子之上 佛土和妖土的仇恨 便是因为这个黄金狮子惹气的 惠仇僧在大雄宝殿之内 由禅子引路 他们穿过广场 来到了大雄宝殿之内 大雄宝殿里有历教僧的佛像 若是李富瑶和叶生哥 知道之前云敦发生什么事 便一定会多看那尊佛像几眼 但是此刻 李富瑶只是有些惊异于 那佛像为什么没脸呢 惠仇僧背对他们 依旧是禅子出言解惑 那是本教的立教僧 因为抗衡邪魔 毁去了面容 故而佛像也没有面容 李富瑶点头 事已知晓 看着那老僧背影 李富瑶认真的行礼 见识李富瑶 见过会仇圣人 会仇僧站起身来 禅子也要退去 会仇僧笑着开口 管老爷听听吧 禅子行礼 退到一边 他是惠仇僧和那位都认定的下一任佛教教主 自然是有资格接触这些个关于这事件的秘密 惠仇僧僧 看着没说话的眼神哥 他轻声笑道 你父亲之前在云端 差点拆了这座灵山呢 谢神哥没说话 而惠仇僧的目光看向李富瑶提着的那个灯笼 他神色复杂 他神色复杂 很久之后 才轻声说道 一切都是缘分 一切都是因果 说完这句话 惠仇向他们三人招手 跟我来 走出大雄宝殿 惠仇看了一眼天边流云 这才重新开口 先说说灯笼吧 很多年前 这个时间是很乱的 若是要说人间的历史 越往前便越乱 人族和妖族诞生之后 一直都有争斗 最开始是妖族被人族虐杀 再后来妖族横空出世 才改变局面 当妖族和人族实力相近的时候 他们总是和平的 可是这个时候不知为何 世间出现了许多的邪魔 他们不是人 他们也不是妖 而就是 就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现的 数量很多 但是他们从来不侵扰修士 只吃百姓的血肉 这样的邪魔 很多修士们不会太在意 山上和人间一直就不同 但是即使不同 他们两者才能一起组成这个世界 可是总会有修士 不忍见人间成为炼狱的 这种人便要为您除害 那这人便是佛教的利教僧 在当时的世间 还没有佛教这么一说 利教僧也就是个普通的修士 他在东海大战那些邪魔 得到了许多百姓的称赞 但是也因此毁去面容 头发也早已因为在战斗之中失去了 他这般为百姓 所以说许多的世俗凡人 剃发跟随着利教僧左右 这便是佛教的起源 而不知道为什么 当这位利教僧有了这么多的追随者之后 境界一下子突飞猛进 他很快地变成了一位沧海修士 可是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 这个世间还有邪魔没铲除 于是利教僧一路找寻 最后发现 这些邪魔居然来自天外 真要追究的话 可能是因为之前某位修士飞升之时 天幕打开 那些邪魔便从天外下来的 天外来了一群的邪魔 这让利教僧十分的诧异 但是为了人间的安全 最后利教僧花费百年时间 还是将那一群邪魔彻底给杀死 然后用他们的皮打造一盏灯笼 就是灵山上这一盏 这盏灯笼是用来自天外的邪魔所做 和人间的法器不同 再加上在历代佛教教主旁 聆听佛法便发生了变化 这个世间有很多秘密 只有少数的人知道 就连一般的沧海修士都不清楚 你们没有沧海境界 本来更没有资格知道 只是既然你有这燃灯笼 又有那一位开口 至于夜观主 既然是特殊血脉 以后承袭叶圣道门教主的位置不是虚妄 告知一生便是了 光见朝建仙在洛阳城为何在天外去而复返 想来便是知道了些什么 说不定早做准备是有用的 惠仇僧领着李富妖三人往前走去 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六千年前的见识一脉衰弱真相 其实当年朝建仙也来问过 那朝建仙问到了 那位没有告诉他 这个世间所有人都说我是最明白长生这两个字的人 但实际上这句话说的对也对 说不对也不对 朝建仙来问答案 但最后没有得到答案 是因为他没有回答 可朝建仙是谁呢 既然再次问不到答案 便用了别的办法知晓了 李富妖脸色如常 他知道朝清秋肯定是知道答案了 只是那个答案没和任何人说 朝清秋带着答案离开了人间 李富妖便是来找答案的 有很多人想带走那盏灯笼 是因为他可以与人言长生 但是从来没人能够把他带走 很多人以为是佛教有古怪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别的 说到这里 说到这里 慧愁僧僧闭上了嘴 他已经理着李富妖和夜生 搁到了一间禅房之前 这就是很普通的一间禅房 甚至都没什么僧人在这儿挖手 慧愁僧神情和蔼 看着不像是一教之主 就是一个和蔼的老和尚 举提大 自己去问吧 慧愁僧站在门外 缠子也停下脚步 李富妖看了夜生哥一眼 两人就这样走得进去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 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 授权播出 第683集 里面的布置很简单 只是中间有一道帘子而已 李富妖提着灯笼 走进去便感受到 一股熟悉的气息 短暂的沉默之后 帘子里传来了一道声音 一如既往的苍老 你来了 李富妖安了一声 然后很快意识到 那声音应该不是问他的 所以说很快闭上了嘴巴 然后又有声音传了出来 进来吧 这一次是对他说的了 李富妖和夜声哥提着灯笼掀开帘子 走了进去 帘子里的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里并没有人 只有一个很大的灯笼 很大很大的 那个灯笼之内有一根很粗的蜡烛 灯火摇曳 只是李富妖确实注意到 那灯笼齐上 有个地方有个缺口 缺口不大 看着就只能做一个小灯笼 就好似是李富妖手里这一只的大小 树然一惊 李富妖想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而这时候 又有声音传了出来 不错啊 你手里的他 就是我的一部分 李富妖和夜声哥都没说话 不是人在说话 原来是灯笼在说话 可是这个世间 哪有灯笼会说话的呀 李富妖强忍住惊骇 木然地看着这盏灯笼 会仇给你讲了些东西 但是没有讲完 后面的我给你说说了 会仇僧的故事 只说到那位立教僧 警戒高妙 把那些邪魔斩杀之后 便把他们的皮 制作成了这一盏灯笼 可是他并没有说 那盏灯笼在日夜 听着历代佛教教主讲经说法 居然在数万年前 豁然开悟 生了灵志 而生出灵志之后 历经数百年 这盏灯笼 才真正的变得有所不同 他没有寿命 因为他不是人 他不会死 所以就这么一直存在了下来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有生命的 但是我死不了是真的 试想一下吧 一盏存在了数万年的灯笼 也听了数万年佛教教主讲经说法的灯笼 哪里是慧仇僧这样的人急得上的呀 而且活了数万年 光是听到见到的那些事情 足以让人们对于这个事件的了解更深一些 这样的灯笼 说是能印证长生 一点都不假 长生二字放在他的身上 再适合不过了 那这一盏灯笼呢 李福瑶提着手里的灯笼 看着面前巨大的灯笼 我早就说了 它是我的一部分 至于为何到了你的手里 这是个古老的故事 说起来还有些意思 不过讲给你听听 也无妨 很多年前佛教还位在佛徒 那一代的佛教教主叫阿南 之前慧仇僧给掺子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便是佛陀弟子阿南的 这是记载上佛经上的故事 但是只有这盏灯笼才知道 其实阿南他并不是佛陀的弟子 他至少距离佛陀的时代 已经过了数千年 他是佛教历史上有名的教主 在他还没走入沧海之前 他在人间行走 却在尘世遇到一位少女 当即爱慕难舍 他自知破戒 心中觉得羞愧 便回到灵山 去问自己的师父应当如何去做 佛教的教廷一直在灵山 只是那时候是在那座山河里的灵山罢了 那位佛教教主便问了阿南 他有多爱那女子 这才有了阿南留在世间那番话 于是佛教教主封存了阿南的记忆 只留下了和那少女有关的记忆 去找那少女 我与阿南是智友 怕他遭遇不测 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爱那少女 所以便请那位教主 将身上的一处搁下做了一盏灯笼 汇入了一些灵智 有阿南 带着去了山下 阿南和那少女 相知相恋也相守 可是很快却发生了问题 那便是那少女 开始风华不在的时候 阿南却一直是那般的年轻 那女子最开始没感觉什么 等到渐渐的老去 双臂生出白发之石 看着仍旧是年轻的阿南 他终于是受不了了 在一个雨夜之中 那女子踢着灯笼离去了 那天的风雨很大 恍惚之间 眼前出现了一座破落的房屋 在狂风暴雨之中摇摇欲坠 下一刻似乎要倾倒 就像是女子和阿南的感情一般 女子提着灯笼 蹲坐在破屋之中 黯然神伤 阿南踩着泥泞 来到了门前 仍旧年轻的阿南站在门前 用力地拍打着门 但屋子里的女子 却是始终不曾开门 就在雨夜之中 阿南浑身都湿透了 可是那女子还是不为所动 而且第二天一早 便从后门离去 不知所踪 我被她提着 自然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她去了很多地方 做了很多事情 但在某个地方 确实待不长 她不是因为不爱阿南了 只是因为 他们两人不能共白头 她无法让阿南 见她一天天老去 所以便躲着不见她 阿南呢 她的记忆被封存了 所以她四处寻找 都找不到那女子 就这样过了许多年 陈氏的女子活不了多长 百年为妻罢了 所以说几十年之后 已经垂垂 老已快要离开人间了 只是情爱二姿 一直不好说 虽说数十年未见 但是情爱一直不曾淡去 于是在临终之前 两个人见了一面 阿南还是那般的年轻 女子也确实是不复当初 两人相拥 女子最后死在了阿南的怀里 后来那位教主便来了 她替阿南解开了记忆 阿南顿悟 便有了之后入主灵山一事 只是在那之前 她找到了女子的转身 托我照看 于是这盏灯笼便留在了人间 辗转多年之后 我的那缕灵智消散 便是我也找不到她了 至于之后的故事 你讲给我听听 灯笼一路辗转 不知被多少人所拥有了 可是最后却是被老祖宗许记 偶然得知 于是留在了剑山之上 之后在某个夜晚 看到某个可怜的小家伙 便把灯笼送了出来 当然 送出去的还有期望 于是李福瑶提着她 走过山河妖土 最后来到佛土 再回到这灵山 见到了面前这一盏大灯笼 你一入佛土 我就知道她回来了 所以我说要见见你 其实也是想见见她 我已经存在了数万年 所见之事没有新鲜的了 我的朋友们 更是一个接着一个 离开人间 这样存在着 太没有意思了 若是再找不出来一些 有意思的 我真的会无趣死啊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八十四集 圣人都认为这盏灯笼 有着可以长生的奥秘 但是却没人知道 长生便是她的本身 所有的人对于这个事件来说 都是个过客 可是那盏灯笼 不是 离弗妖神色平静 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上的灯笼 她问道 要乌归原主吗 你拿着吧 我带着也没有什么用 只不过你既然带她回来了 便是对我有恩 你要问什么 我看看 我能不能回答 你是见识 要问的问题 肯定和曹青秋那家伙差不多 这家伙也算是我的朋友 可惜却死了 你是想问六千年前那场大战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错 还请前辈告知 这个时间 绝对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清楚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你知道当年 我为什么不回答 曹青秋这个问题吗 李富耀没说话 曹青秋这样的剑仙来问 都会被拒绝 他自然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当时要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 想让他帮我一个忙 但 他最后拒绝了 我也只能拒绝他 什么忙 我要他杀了我 这真是个出人意料的回答 怎么会有人不想活着 即使是一盏灯笼 你不明白 活了数万年 每日都一样的日子 你也无法理解 那些个朋友一个个比你先死的感受 那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才让曹青秋杀了我 只有曹青秋才能杀了我 他是世间最无敌的剑仙 这样的人 我在这数万年里 也没有见过几个 只有他才能出剑斩杀我 但是他不知道 为什么 没有答应我 所以就没能得到我的答案 你要问的那个问题 我可以回答你 但是你也要帮我一个忙 前辈要我做什么 杀了我 前辈觉得我能杀了你 你现在不行 以后可以 即便时间长些 我也可以等 千百年而已 不是太长 难不成 前辈真的能够看到人的前世今生 你要是个凡人 等你死了 我就对之后的你说说你的前世 这句话说的很有意思 他活的时间够长 所以不管是谁都要比他先死 他自然能够看到那人死后的来世 但是却不能看到 还活着的人之后是什么样子了 李福耀有些无奈 你答不答应我 如果你之后 实在是没有能力杀我 那算我看走了眼 李福耀想了想 然后认真点头道 好 好 那我就 讲给你听听那个故事 算了 讲多了没意思 你自己去看吧 从那个缺口处走进来 我让你看看 六千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福耀 朝那里走过去 叶生哥却开口说话了 我也要看看 你这丫头 她是答应了我 声音戛然而止 你这是圣人血脉和蓝鸟的结合 数万年不曾一见的血脉天赋 比这小子更有可能杀我 我会杀了你 叶生哥说得很直接 然后便朝着缺口走了过去 说是看看 其实还是如同经历一番 既然我要你杀我 便会再送你一份机缘 叶生哥听着这句话 看着灯笼里面 忽然觉得眼前一黑 便这样倒了下去 李福耀也跟着倒了下去 眼前黑了一片 但是很快黑暗渐渐远距 之后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 眼前有白云 有天光 云里更有那些欲见飞雄的剑仙 远处的高山显得那么的雄伟 高山下的溪流更是清澈 云里时不时会有黄鹤的叫声传来 叶生哥坐起身来 发现自己躺在了一条河旁边 然后远处是连绵的山 连整个世间都和之间有所不同 他下意识地看脸旁边 发现并没有某人的身影 有些不习惯 叶生哥以为明白了 这可能是那盏灯笼创造出的幻境 他拍拍自己一群 叶生哥朝着远处的青山走去 他想去到那座高山之上 好好看一看这个世界 叶生哥花了小半日的时间 快要来到那座高山之上 却在山林内遇到一个境界不算太高的妖羞 那个妖羞应当是很害怕这个事件的修饰 看着叶生哥走上身 没敢做什么 只是躲藏起来 叶生哥一伸手 一根金色的绳子飞了出来 缠绕到那妖羞的腿上 那妖羞被一扯 很快落到叶生哥的身前 只是一个青丝镜的小妖 她重重在地面上摔了一跤 然后很快跪着扣头 小妖不知仙师驾龄 冲撞了仙师 还望仙师宽宏大量 饶小妖一条性命 这是什么地方 回仙师的话 这里是百丈园 往前便是寂灭海 百丈园 寂灭海 这两个都是妖土里的地方 叶生哥微微醋眉 她从未想过自己居然到了妖土 她想了想 然后问道 妖土此刻 妖帝是五帝 妖羞听着这句话 脸色微变 五帝是妖族的领袖 是无数的妖族子民所敬仰的人 平日里不管是妖族还是人族 提及五帝之时 都会十分的尊重 不过碍于性命 妖羞还是咬牙回道 仙师荣禀 五帝陛下正是妖土的主人 在六千年之前 人族和妖族的实力相当 妖族有最后一位妖帝 五帝 公参造化 是世间最强之一 而人族一有剑仙柳相 在众多剑仙当中 一人夺取所有的光芒 这两位是六千年前的绝代双胶 最后却都死于非命 柳相因为去寻找成仙契机 一分为二 实力大减 最后在剑山被大妖族斩杀了 而五帝更惨 不知道为何暴毙而死 更是在那场大战之中 他几乎没出过手 所以叶生哥很快确定了 自己身在六千年前的妖族 知道鸾鸟一族在何方吗 先师是要去鸾鸟一族 鸾鸟一族里可是有妖军的 鸾鸟一族 是白鸟中除去凤凰之外 最高贵的种族 是十分强盛的大族 族内有妖军坐镇 不是一般的妖族可以比拟的 更有无数鸾鸟一族的年轻弟子 就在妖帝的军队之中担任要职 整个妖族几乎无人愿意招惹鸾鸟一族 他们生活在一片峡谷之内 那边峡谷离着百丈云有数千里的路程 那个妖修带路 于是叶生哥 便踏上了去鸾鸟一族的路程 那个妖修是一条黄鼠狼 他叫做徐斌 平日里就是欺负欺负鸡族 并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被人族所挟持 但他也不担心叶生哥要对鸾鸟一族做些什么 因为怎么看叶生哥也不像是人族圣人 他只是希望带路到最后 他还有命活着 所以说这一路上很老实 不过不动用道法 光是行走 要走很久 也很容易遇到危险 果不其然 在三日之后 他们在一处密里遇到一只虎妖 在看到叶生哥之后 说了一些下流的话 然后就死了 被叶生哥直接一拳震碎了胸膛 那颗妖丹呢 也一并碎去了 徐斌在一旁看得胆战心惊 但是看着叶生哥一拳 把那虎妖给打杀之后 也没做些别的 就是很开心的把那老虎皮给霸了下来 虎皮可以做成一件不错的披风 不过腰丹碎裂了 那最好的东西没有了 徐斌想了想 便把那虎妖身上的某个地方给取了下来 小心翼翼揣好之后 这才跟上了叶生哥的脚步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85集 去峡谷之前 他们遇上了很多妖羞 有很多种族的 但是每一个能够胜过叶生哥 都被他给杀了 徐斌这一路上看得胆战心惊 他越发觉得自己眼前这个女子实在是可怕 这一日 夕阳夕下 他们经过一片荒山 眼看前面就是大漠 叶生哥忽然停下山来 不再继续前行 徐斌小心翼翼地问道 仙师怎么了 叶生哥没理他 只是站在这片荒山山顶 看着远处的那片大漠 忽然黄沙刺起 缓缓有一尊黄沙巨人 在大漠里站起来 身材高大 看着十分的伟爱 徐斌看着这一幕 震惊不已 那是 他不过是一位青丝镜的小妖 看不出这黄沙巨人的来头 可是叶生哥却很清楚 这是一位灯楼镜的妖羞 在远处操控 叶生哥挑挑眉 魁腰绳再度拿出 套在徐斌的手上 然后掠向那尊黄沙巨人 徐斌让叶生哥拖着往前飞 显得相当的狼狈 等到快要临近那尊黄沙巨人的时候 叶生哥随手扔出一张符路 落到黄沙之内 很快出现了另外一尊黄沙巨人 这两尊黄沙巨人 不管是大小还是身形 都是完全一样的 两尊黄沙巨人 在黄沙之内 沙尘漫天 折天彼日 叶生哥连看都没看一眼 便越过这两尊黄沙巨人 落到沙漠之中 很快远处升起一阵狂风 卷起了黄沙 叶生哥不躲不避 静止走进黄沙之中 伸手去拿出一件法器 是一个丝男 这丝男本是寻找方向用的东西 可是此刻在叶生哥手里 却是白光大作 让那些个黄沙 见了这个丝男 自动地让出一条路来 叶生哥随着这条路 一直往前 徐斌更是被拖着往前 吃了好些的黄沙 走了差不多半克钟之后 前面的黄沙之内 出现了一个老人 那个老人的身材 看起来不算特别高大 但是也是一身气势磅礴 血气如鸳 看着就不好招惹 徐斌牙齿打颤 现实 这该不会 不会是一位登楼镜的前辈吧 这些日子和叶生哥相处 他渐渐地知道了叶生哥的实力 知道对方可能是一位春秋镜的修士 可是眼前这一位气势比叶生哥还足很多 那就只能是一位登楼镜的妖修了 他倒吸一口凉气 看着那尊大妖修 你是个人族 竟然也敢在我妖徒出现 此时的妖族和人族实力相当 所以说两边都不会有人或者妖 离开山河或者妖徒 因为一旦进入了对方的疆域之内 便很有可能会被直接击杀 叶生哥看脸那大妖 姑娘一番能否胜过对面那位妖修 最后结论是即使能够胜过 也要付出不显的代价 所以说叶生哥做了个决定 他朝那妖修扔出几张俘虏 那是道门里威力极大的镇妖符 虽说对于登楼妖修可能没什么用 但是也能阻拦一番 扔出葫芦之后便朝天外飞去 老人当然不能让叶生哥这样离去 可是当他想拦下叶生哥的时候 叶生哥忽然背后生出一对羽翼 整个人的气势强横不少 老人一下子停止了出手的态势 不是因为这一双羽翼生出之后 他不如叶生哥了 而是因为这一对羽翼 代表的是他的身份 老人能够看出 这是鸾鸟一族的气息 再想起这个年轻女子的境界 很快拱手行礼 不知姑娘是鸾鸟一族 唐突了 而说话之时 一身的妖气已经尽数脸去了 再不见分毫 尤其是徐斌 在这个时候他才明白 原来眼前这个女子 他不是什么人族 而是鸾鸟一族的前辈 怪不得敢去寻找鸾鸟一族的筑地呢 于是在剩下的路程里 徐斌一路上的话 逐渐地多了起来 这一天他们走到某处山林之内 天子暗了下来 叶生哥停下脚步 开口问道 妖图里 是不是会有剑士经常过来挑衅 这倒是没有 那些剑士从来都是眼高于顶的 即便是偶尔来到妖图 也从不滥杀 只有妖修挑衅他们的时候 这才出一次剑 他们都在议论 到底是咱们的五弟厉害一些 还是他们的柳剑仙更厉害一些 你见过剑士吗 没有 但是听闻他们都是 腰间悬挂着一柄剑 杀伤励志强大 没有几个人能够比较 咱们这边的妖修们 身体强横才能站在剑士仪杖之内 要是山河那边的三教修士 别说是仪杖之内 哪怕还有个五六杖 都要想办法将距离拉开 同镜之中 剑士无敌 这句话是山河那边说的 在我们妖图 没有这份说法 我妖图有很多天才 总有几个人能够胜过他们的 他们有很多剑仙 是啊 柳相是最强的那个 别的剑仙 像是万尺也好 还是什么女子剑仙 谢臣也好 还有那个叫做陆长眼的 那些都是很厉害的人 要不是有这么些剑仙 我们说不定早已经打过去了 叶生哥也想到了 但是不能做什么 他只是看了徐斌一眼 你走吧 收回捆腰绳 叶生哥抬头看去 远处便是那片峡谷了 鸾鸟一族的疆域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徐斌这个小妖那是更不可能 他善善地笑道 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再见前辈 叶生哥没去理会那人要去哪里 他要做什么 只是朝着前方走去 那片峡谷是 鸾鸟一族的疆域所在 那么此刻 不管他的母亲 还在不在这个人间 他在那里总是有亲人的 想到那 他觉得远处的阴云 都变得好看了起来 可是要怎么进入峡谷 这是一个难处 鸾鸟一族虽说是妖土大族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多族人 每一个都是被登记在侧的 叶生哥虽说是有一双羽翼吧 但是名字并没有被登记在上面 谁又能说他是鸾鸟一族的成员呢 到时候会不会有人问他 他的父亲和母亲是谁 难不成他又说 自己的父亲是道门教主叶生 母亲是妖族大妖生哥 这是六千年前 这两个家伙还道没道人间 都说不准呢 叶生哥第一次觉得有些苦恼 然后他就想起了李福瑶 这家伙跑到哪里去了 李福瑶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条小溪里 然后他顺着小溪顺流而下 到了一处口子的时候 进入了河道 这条河比那条小溪要大不少 水流也很急 李福瑶顺流而下 一路颠簸 李福瑶不害怕 但是他觉得自己要是不做些什么的话 可能会要被滚落出去 然后被淹死 所以说他很认真的 按住了木盆的边缘 是 现在的李福瑶 已经变成一个孩子 一个幼儿了 而且还被人狠心抛弃 在溪流里顺流而下 不知道要漂流到何方 李福瑶仰头看着天 偶尔会有些水珠 见到他的脸上 这种情况让他十分的惆怅 但是他也没什么办法 自己一身的境界已经烟消云散了 只有一副幼儿的身躯 他现在只求两件事 首先就是别在河里淹死 第二就是别在河边饿死 好在当他穿过那条很急的河道之后 慢悠悠的到了一段平河的河面之上 然后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便进入了一条 看着像是人工的水渠里 那水渠不太宽 也就只能让这么一个木盆缓行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被一处狭窄的地方拦下了 总算是停了下来 他睁眼看去 头顶是一棵枣树 此棵树上挂着很多的青枣 然后耳边有些缠鸣声 依据这些 李富瑶能够推断 现在应该是夏天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耳畔响起了一道声音 这是谁家的小崽子 怎么到了老夫的门前 随着这道声音响起 有两只枯树的手伸出 把李富瑶给抱了起来 李富瑶这才看到那声音的主人 这是个老人 年纪至少得是古希之年 满头的白发 看着很是精神 而更让李富瑶所兴奋的是 这老人身上他有一股剑气 虽说剑气很弱吧 但是怎么说 也是一股剑气 原来说这个地方 还真就是六千年前 剑式遍地走的时代 再紧接着 李富瑶看到老人身后的 万剑宗三个字 再看那老人 抱起李富瑶 我自处看了看之后 才爽朗地笑了起来 也罢 老夫这辈子没有收到过弟子 上天将你赐下 应当是觉得 我万剑宗不应该断了传承 老夫便好好教导你 希望你有朝一日 能够光耀我万剑宗的门楣 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促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86集 这个时代里 虽说剑式的数量在整个修行的历史上 也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剑式太多了 剑道宗门也多 这就导致了这些剑道宗门 那不见得每一家都强盛 也不见得每一位剑室 都是无敌的剑仙 这个万剑宗 便是这么些个剑道宗门之内 最为凄惨的一类 大约在百年前 万剑宗还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宗门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门内弟子的资质越来越差 万剑宗也是一日不如一日 数十年前掌教还能是个太清静的剑室 到了现如今 这掌教就只能是一位剑其境的剑室了 万剑宗已经数十年没有弟子了 那位老掌教境界太低 想来要不了多久 旧会西去 到了那个时候 万剑宗就真的变成了历史里的尘埃了 没有人愿意看着门派基业就这样断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说老掌柜一直想找一个一波传人 可是这么些年过去了 凡是能够练剑的都不会投入他门下 而如果找那些不能练剑的 他都不能练剑 能传什么一波呀 直到李富瑶到了他的面前 才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 后来据那位老掌教说 要是说那日没遇上李富瑶 他很可能便在门外以自杀谢天地 所以说当天晚上 老掌教就很激动的拿着一个大鸡腿 往李富瑶的小嘴里塞 这是害怕李富瑶饿死了 他练了一辈子剑 他哪里明白怎么照顾孩子呀 当然也索性李富瑶 他不是个普通小孩 要不然呢 早让老掌教给硬生生凳死了 那是李富瑶醒来的第一天 在当天晚上 他就开始练剑了 时间就好似是流水一样 谁也抓不住 很快的李富瑶一岁了 他整日躺着 听着老掌教每天给他念着那些剑经 李富瑶也就是现在不能说话 他要是会说话 他真想告诉那老掌教 这些玩意儿真没什么用 李富瑶修行的是剑山的正宗心法 这剑意是师叔显出难教的 剑招是剑心显出难的家传 剑气是当年跟着江湖魁首柳衣白学的 后来又有世间第一人的朝清丘指点 这些东西说到底都是剑山最正统的法门 那个时候剑山虽没落 但并不是因为功法丢失 而是因为剑仙们离开了人间 而剩下的剑士又被妖族杀了大半 留下来的剑士不算是天赋决定之辈 研习不了那些精妙的剑经 最后才落得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其中还有三教的推波助澜 可是剑山上的东西都是好的 李富瑶学的东西自然比这个什么万剑宗强过很多倍 所以说他对于老掌教手里的剑经 一点都不感兴趣 老掌教好像明白了些什么 有些愤怒 他把李富瑶抱了起来 师父我给你念的都是上乘见经 你怎么能够如此不伤心 跟一个才一岁的奶妈妈说这些东西 正常人肯定都觉得他疯了 老掌教抱着李富瑶 在这大殿里到处乱走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 走进一座偏殿 李富瑶的心神一下子被那偏殿的某样东西给勾引去了 那座偏殿里供奉着一柄剑 那柄剑李富瑶认识 因为这柄剑就是他的剑名 石礼 李富瑶有很多剑 可是石礼和遮云这两柄剑 他还真就是一直没怎么用 这一次来到六千年前 他那些剑全都不见了 可是没想到 居然能在这里见到石礼 老掌教看着李富瑶一直盯着那把石礼 才哈哈大笑道 你这小崽子 眼睛倒是真的毒 这柄石礼剑 可是我万剑宗历代掌教才能用的配剑 我万剑宗当年也是出过剑仙的 石礼剑在其手中在整个世间有着赫赫为名 这柄剑绝对不差 只不过之后万剑宗没落 没人有资格再拿着这么一柄石礼剑了 也许你这个小崽子有可能再把他请出这里 不过这一天 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 有没有机会看到了 一岁的小孩子自然是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在进入这个世界的前几年 李富瑶除去的经脉之内运转剑精之外 就只是在发呆 看天看地 看人间 而且从老掌教的言语之中可以得出 此刻山河安宁 正是剑室一脉最为鼎盛的时候 柳湘自然也是这座山河里最强的人 北边的妖土虽说有一位妖地在撑着 可是也没有丝毫难下的动静 一切都十分的安静 每一天都有人走上修行的大道 每一天都有人破镜 也每一天都有人死去 老掌教的日子过得很普通 出去明天给李富瑶念上一段剑精之外 还用万剑宗里剩下来 为数不多的天才地宝 为李富瑶洗碎 他的境界不高 看不出来李富瑶适不适合练剑 但是他就这么一个徒弟了 全部东西都被他压在了李富瑶身上了 幸好那些努力没白费 等到李富要两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练剑了 他练的全部都是万剑宗的剑招 那些剑招看着剑的 所以说很容易施展起来 要是说他用的是泄露脚的那些剑招 只怕是老掌柜会觉得自己见鬼了 可是即便如此 老掌教他也是十分的高兴 整个人的气色好了很多 李富瑶叹了口气 他曾经想过不经意地 交一些高庙剑招给老掌教 可是当他无意中透露之时 老掌教却是一脸的茫然 这个人资质不够 什么也看不透 于是李富瑶放弃这个想法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努力地练剑 一身境界老掌教看不清楚 他以为小家伙会在十来岁之后开始修行 可是实际上 李富瑶这时候 已经和老掌教的境界差得不远了 李富瑶原本想着 等到了十五岁之后 就离开万剑宗去别处看看 最好是去剑山走一走 毕竟那个地方才可能知道真相 可是谁都没想到 在他六岁的时候万剑宗来了几个人 那几个人是附近的剑士 是一座叫做剑气行宫的 他们的公主是一个招目镜的剑士 在方圆数十里间 算是有些实力的 这几个人来 就是因为听说那个公主差一柄合适的配剑 他们是来抢剑的 而当时李富瑶正趴在树上吃枣子 夏禅就在他身旁叫着 老掌教先是笑着和那些人说着什么 最后被推了一把 没倒下 反倒是厉生的讲道 这件事历代相传 是我万剑宗的 你们想要它做梦 老掌教因为宗门没落 早就没有了当初的锋芒 整个人变得十分的圆滑起来 从未想到 他有朝一日还能如此的硬气 为首那人腰间悬着剑 看着老掌教笑道 就凭你这老家伙 守得住那柄剑吗 那柄剑是万剑宗的荣耀 绝不能被人带走 老掌教十分的固执 甚至不惜和那些人拔剑相向 但是最后还是被围了起来 老掌教的眼神瞥了一眼 在树上的李富瑶 示意他不要出声 然后提剑和那几人打了起来 那几个人的境界都比老掌教高 很快就把老掌教打得大口吐血 要不是想问一问那柄剑的下落 恐怕老掌教此时此刻已经死了 老掌教咬牙 不曾开口就在此时 那柄石里忽然掠出 把领头的那位钉死在地面之上 那柄剑从那人胸膛抽出 带起了一大片的鲜血 就这样落到了另外一人的胸膛之上 如此往复 几个人都死了 那柄剑悬停在老掌教身前 老掌教看着这柄石里 就要叩拜 想高呼仙族有灵 但是很快李福瑶从树上跳了下 喊了一句师父 老掌教一脸的惊异 李福瑶往前走了几步 那柄剑也跟着走了几步 他先是一正 然后急忙忙往外跑了好几步 对着外面直接磕头 砰砰作响 仙族显灵 要复兴我万剑葱啊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登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87集 喊过这么一嗓子 最大的问题还是摆在他们面前 李福瑶不管再怎么天赋异禀 他也不过是一个五岁小孩 境界一定没有那位剑气行踪的公主高 现如今杀了他的人 对方肯定得找万剑宗的麻烦 到时候谁也拦不住 老掌教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于是在一个月明星夕的晚上 老掌教找到李福瑶 实力间选了你 便说明你有能力做他的主人 也有能力振兴万剑宗 你到外面去游历一番 等到境界高妙了再回来 然后振兴万剑宗 不用这么麻烦 他拒绝了老掌教 在这万剑宗里待了下去 等到秋末 等到初冬 那剑气行宫好似是忘了这件事 竟然半年都没派人来 反倒是老掌教 胆战心惊之下 卧病在床 看着是时间到了 初冬的时候 车里下了场雪 来了几个人 李福瑶走出万剑宗 和外面那些人待了一会儿 然后就回到了屋子里 拍拍身上的雪 把炉子往老掌教的身前推了推 他们来了 老掌教虽说病重 但不见得是脑子昏了 嗯 那下一次 他们的那个公主亲自来了 怎么办 李福瑶把手从炉子上收回来 想了想 他说道 那我去做节试好了 免得你死不瞑目 这不是什么刻薄的说法 而是因为老掌教的身体 其实早就不行了 只是一直闭不了眼睛 就是担忧这小家伙 所以李福瑶提着十里走了出去 剑气行宫距离万剑宗 只有数百里远 两边都是剑道宗门 只是差距实在是太远 当李福瑶站在那剑气行宫前的时候 想着以前的万剑宗 可能也有这么大 只是他没过多感慨 直接朝里面走了进去 他没见过那位公主 但是知道一个事 就是公主绝对是境界最高的 所以说很快的 他就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 看到那位公主 那位穿着紫色青衫的公主 看着一个小孩 居然独自到他的身前 有些吃惊 李是谁 李福瑶把那柄十里放到他身前 你要的剑 我给你带来了 这位剑气行宫的公主 一直想要万剑宗的那柄十里 之前他派人去拿过 可是没拿到 只是派人出去之后 他就闭关了 派出去的人没回来 但是没人敢惊扰的 于是这事就耽搁了 直到他半年之后出关 又派了一批人去 而现在这批人全死了 李福瑶带着剑来了 他的脸色很难看 不知道眼前这孩子的身份 有一些心神不宁的 我给你带来了剑 也想要你给我一些东西 毕竟我师父很担忧一件事 不要你的东西来安抚他 是什么 人头 还是在风雪之中 只是同一日的晚上 李福瑶带着一颗人头 回到了万剑宗 来到门口 觉得还是太血腥 就把这颗人头 扔到了门口的水渠里 然后又蹲下洗洗手 看着那颗人头被水冲洗 也看着那些血污散发出来 李福瑶总算是推开门 重新回到屋子之内 灯火摇曳 炉子里还有一些暖意 李福瑶来到床前 轻声地说道 已经解决了 事情还能怎么解决呢 只能是杀了那个想要见的人呗 这种事老长教自然是明白的 只是他不明白 李福瑶怎么杀的呀 那位公主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招目镜 他怎么能是李福瑶 这个五岁小儿杀的呢 老长教脸色苍白 双甲早已因为病痛 所凹陷下去 而这时候眼镜里 出现了一些神采 他抬起头来 看着李福瑶 他颤微微地问道 你是谁呀 这个世间的凡人死了之后 能够转世 但是修士想转世却是很难 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 有一些秘法可以转世重修一次 但是这种情况很罕见 所以说即使是转世重修 瘦数也会算上之前的那一世 想借此长生 没可能的 况且说转世之后 能不能记得之前的自己 也不好说 而李福瑶一来就在婴儿的身体之内 也可以说是转世 只不过是带着记忆 前辈 前世一定是个境界高瞄的剑士 但今生既然成了这万剑宗的弟子 便请前辈担起大任 不要 不要让万剑宗断了香火 剑是我的剑 我会的 这一句话 又让老掌教所误解了 他以为李福瑶就是以前万剑宗的掌教 这便心满意足地倒了下去 抬头看着天 他喃喃道 这是 先祖们 保佑我 这是老掌教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 他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间 于是李福瑶变成了这万剑宗的新宗主了 他把老掌教掩埋之后 坐在门槛之上 看着那场风险 之前老掌教问他 他是怎么杀的那公主啊 实际上他也说不清楚 他发现自己的境界可能还在 剑气没了 剑意还在 便很轻松把招木镜给震住了 最后遇见十里 一剑要了他的性命 其实只要那位公主 他不胆怯 敢和李福瑶做生死一战 李福瑶不见得能赢过他 可惜了 李福瑶拖着塞帮子 想着之后 还有好些年才能出门去远方 便觉得有些难受 他不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出门 而是因为他现在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小了 出门他不方便 所以他准备在这个地方再耐心地待上几年 万剑宗因为没落 实际上宗门已经迁移了好几次了 这一次立宗的地方还是在乡下 老长教虽说境界不高 可是心思不坏 也没做过什么恶事 在这里的名声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很可惜 还是没有人把自己的儿女送到这去学界 直到几年之后 有对夫妇带着一个小女孩来了 这个时候李福瑶十一岁了 而老长教已经走过了五年 这对夫妇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到了这儿 是想着自己身患绝症 无法照顾这个孩子 想着叫给老长教做徒弟 他们在门前跪了三天 正好赶上李福瑶出门摘枣子 然后就碰到这对夫妇 可是一碰到李福瑶 这对夫妇便跑掉了 就剩下这个小姑娘 小姑娘在那愣着 看着自己父母离去的背影 什么话都没说 显得很可怜 李福瑶看着这小姑娘 小姑娘也看着她 两人谁都没心开口 李福瑶看了小姑娘几眼 再然后就爬上了树 她摘了好些枣子 然后便放在门前坐着 小姑娘看着那些枣子 嘴唇动了动 李福瑶说 吃 小姑娘这才抓了把枣子 捧着吃 怎么不要你了 像刚才那个情况 李福瑶一眼看去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家人肯定是养不起 这么个闺女了 便准备不要她了 一或许 这小姑娘的家里 还有个什么弟弟妹妹之类的 小姑娘有些生气的说道 才不是这样的 是爹爹和娘亲都活不长了 不知道死了之后 我要怎么办 所以才送我到这里来当徒弟 刚刚肯定是见了你 觉得老爷爷有徒弟了 不可能再生我 这才跑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 老长教已经死了 李福瑶咬着一颗枣子 轻声道 他已经死了 你当不成他的徒弟了 哦 你还想留在这里 小姑娘很聪明 看了李福瑶一眼 然后很快地摇头 你才多大 怎么能做我的师父 那你做我师妹吧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不出 第688集 老长教要人传承万剑宗的衣补 但是李福瑶一定会离开这里 所以说他得找个人 帮他做这件事 这小姑娘 这小姑娘 就是个很好的人选 而且他看着这小姑娘 他觉得这小姑娘很聪明 嗯 果然很聪明 在李福瑶说完这句话之后 这位小姑娘 很快对着李福瑶行礼 见过师兄 你叫什么名字 小雪 李福瑶转过头 看着这个小姑娘 还真的很有缘分 小姑娘一脸的茫然 她不明白李福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很乖的坐在她的身旁 当然也没忘多吃几颗枣子 李福瑶在之后的日子里 开始教这个小姑娘恋戒 这才惊讶地发现 这小姑娘别说 资质很好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走上了剑道这条路 让她高兴之余 也想起了另外一个 叫做小雪的姑娘 小姑娘此刻已经是人母了 不过还是小姑娘 李福瑶笑了笑 于是时间继续这样过着 一年又一年 李福瑶变成了一个少年 然后变成了年轻人 小姑娘也变成了少女 最后变成了年轻姑娘 李福瑶现在的境界很高 已经回到了当初的境界 是春秋境 所以她要去别处看看 可是年轻姑娘不愿意 李福瑶没逼的 但是在李福瑶做出决定之时 她把李福瑶拦下了 师兄既然要走 那么这柄剑便不能带走 你知道那是长教才能用的 你觉得我现在不是长教了 李福瑶长教这个位子 是老长教传下来的 这是事实 谁都改变不了 即使是小雪 长教便不能离去 小雪很坚持 不让李福瑶离开 这个世界明明是幻境 但是除去这个世界本身 什么都如此的真实 李福瑶没急着走 笑了笑 然后就留了下来 于是在之后的十年之内 小雪为了振兴这座万剑宗 她做了很多事情 这座万剑宗也越来越大 直到后面 这座宗门已经拥有数百名弟子了 但是因为李福瑶依旧是春秋季 所以说不曾太过放肆 要是真扩得太大 别的剑岛宗门只怕是要来找麻烦了 而李福瑶在这十年之内 也一直没怎么露面 很多人都知道她的境界 都开始喊她老祖宗 可是在这方天地上算起来 她不过才三十来岁 就算是算上外面的时间 也不过百年 以这修士来看百年算个什么呀 怎么就能成老祖宗啊 实在是荒唐 不过李福瑶不在意这些事 依旧是一个人闭关 时不时听听关于外面的消息 这个世间在百年之内 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仿佛安静的有些可怕了 李福瑶想通了些事情 想着可能自己身处的时间 有些早了些 那些事情或许还得几百年之后 才能发生 由此闭了关 时间不停春来秋啊 寒暑更替 转眼一过又是百年之期 在这百年之中 小雪的静系已经走到昭目镜了 算是不错的见识 万剑宗之内 也有好些个太清静的见识出现了 整个万剑宗的发展 一派欣欣向荣之势 要是说那位老长教 有朝一日知道万剑宗能够如此 只怕是真的得老泪纵横了 不过老长教死了 看不到了 李福瑶却在百年之后的某天 睁开了眼睛 然后整个万剑宗的剑都颤鸣去了 等到李福瑶走出居室 迎面碰到的第一个 是个少年剑室 那个剑室看了李福瑶一眼 随即跪下叩头 恭贺老祖出关 然后更多的人对着李福瑶叩头 说的话都是一样的 恭贺老祖宗出关 李福瑶看着这些密密麻麻 跪着的剑室 又看到一个没跪下的少年 他朝那边走过去 看着那个穿着粗布衣衫的少年 问道 你怎么不过去 少年仰着头 很生硬地说道 我不想跪 李福瑶看着他们身上的粗布衣衫 知道当宗门越来越大 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人 他们被同门欺负 被师长轻蔓 大概也没什么缘由 反正是一定会有 李福瑶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也不想做什么 如果说自己今日做些什么事情 那便是那少年人的机缘 可是自己不做 没有为什么不做 就是不愿意 不愿意做的事 没人能逼他 所以他今日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小雪出现在他的身前 百年未见 两人都没有什么改变 小雪惊喜地问道 师兄难不成 已经成为灯炉镜了 李福瑶出关之前 那些剑发生颤鸣 已经能够说明很多事了 李福瑶没给出答案 只是朝着门外走去 而这个时候的万剑宗 比以前要大很多了 几乎是百倍有余 不过 那棵枣树还在 现在 你还要拦我吗 你拦我 我便把万剑宗拆了 再把你废了 这里本来就是幻境 按理说他们都是一个假的幻想 李福瑶杀人或者不杀人 其实都不应该有什么难以下手的 小雪往后退了一步 脸色变得暗淡下去 师兄为什么总是想着离去 我们将万剑宗振兴 变成剑山那样的宗门不好吗 李福瑶一正 但是随即缓过神来 大战将军之前培养出一群人 说不定可以挽回战局 可是这群人怎么的也不应该是一群剑士 得是一群剑仙 没有了剑仙 不管是多了一个灯笼 还是一百个灯笼 都是无济于事的 小雪抹了把眼泪 师兄这个修行的速度 快要赶上那位剑佩白之寒了 听到这个名字 李福瑶想起自己那把青丝了 那柄剑自己用了很久 可是现在应该是在白之寒的手里 想到这儿 李福瑶说道 我要走了 小雪自知拦不下的 也没说留下十里的事情 只能是目送李福瑶离开 李福瑶来到门前 心神微动 那柄石里直接腾空而起 很快悬停到他的身前 李福瑶踏上石里剑 很快预见往天际而去 只留下一道青涩的背影 李福瑶想见白之寒 于是去了剑山 剑山脚下 那绿水壶之前 李福瑶没急着上山 他坐在一处茶棚里 看着巍峨见山 想着这一次山上肯定是没有老祖宗了 而山上 却是下了一个人 那人穿了一身青衣 腰间悬着一柄剑 气势不凡 李福瑶只看了他一眼 便难以移开目光 李福瑶从未想到自己能碰到柳相 他注意到了柳相 柳相也注意到了他 柳相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剑心 所以说一眼看出了李福瑶的境界和年纪 他主动在李福瑶的身旁坐下 然后有些不解的问道 白之寒是个剑胚 这才能够百年登楼 你不是 怎么也才百余岁 变成了登楼镜了 你叫什么名字 李福瑶 李福瑶看着柳相 然后认真行礼 见过柳剑仙 柳相安了一声 点点头 去要了壶茶 然后自顾自喝了两口 李福瑶轻声地问道 柳剑仙要去何处 柳相游历世间 其实不常常在一个地方待着 柳相转头看着李福瑶 眼睛里还有些笑意 柳剑仙境界高妙 晚辈想要和柳剑仙同行几日 瞻仰让柳剑仙见到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八十九集 半月时间 对于李福瑶百年的时间相比 根本不算什么 而对于柳相来说更是如此 他活了数百年 更是不在意这些事情 而李福瑶则是通过这半个月的观察 发现这个时候的柳相 还没有一分为二 那是谁让他生出这个念头的呢 李福瑶很想知道 在分别的那个晚上 李福瑶和柳相一起喝酒 柳相看着满天星光 想着很多事情 最后感叹道 不管如何 都要离开人间的 柳剑仙想着飞生 没想过别的办法 比如 比如 比如把自己一分为二 等到二者都是沧海之后 再和我一提 好 有道理啊 这世间修行到沧海之上 便十分困难 但对我柳相来说 却没有那么难 两人同是沧海 然后合二为一 定然便到了沧海之上 数此一来 便能离开人间 先不说能不能成 柳剑仙可想过这其中的问题 两人合成一人 分开之后 两人都有各自的意识 那么合为一体之后 又该是谁的意识呢 既然是我分为两人 即便最后合为一起了 也应是我的意识啊 要是分出去那人意识 不愿意再和柳剑仙合二为一 那该怎么办 这又是一个摆在柳相面前的问题 柳相簇眉不语 想来也觉得这个问题很难 李福瑶继续说道 柳剑仙是我人族最高战力 若是一分为二的事情被人知晓了 那个时候 境界势必不如此刻 若是妖族趁此南下 那位妖帝谁来拦下 此时山河之中 不止我见识一脉 三教之中也有数位圣人 只要联手抵抗妖族 妖族也胜不了我们 所以有我柳相和没有 其实差别都不会太大 李福瑶沉默不语 原本只是想试试 把柳相要走的路说出来 并且陈述立弊 他想知道柳相会不会放弃 现在看来柳相这个时候 似乎已经决定要用这个办法了 而且从他的言语之中便可知晓 现在的局势之中 柳相并不是胜负手 李福瑶沉默不语 而柳相哈哈大笑 你这个家伙 三言两语之间 便替我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 这样 我给你写封信 举荐你去建山做客卿 如何 柳相惜财 在建山的卷宗里已经有记载 比如当初他就护着白之寒 李福瑶正想知道那些事 正愁没门路进建山呢 总不能让他们这一个登楼建设区建山拜师吧 结果有了柳相这封信 他想进入建山名正言顺 于是他认真地向柳相行礼 多谢柳建讯 先不急着谢 你要做建山客卿 便需要把家底都让我知道 而且 不能有假 那是自然 李福瑶是从婴儿时期诞生到这个时间的 一切都有据可查 最后离开万剑宗的理由也很充分 因为他想寻建仙大道成为建仙 所以说才要去建山 柳相点头不渝 这种事情 之后建山自然会有人去查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听到了一声鸟鸣 李福瑶也听到了 那鸟鸣在很远的地方传来 声音悠长 几乎要传遍整个世间 柳相最先听到 他抬头看着远方 有一道五彩的霞光 难不成 是又来了一只凤凰吗 李福瑶隐隐觉着 这鸟鸣有些熟悉 但是说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 只是听到柳相的猜想之后 这才问道 柳建仙此言何意 这个世间只有那位妖后是凤凰 五弟的境界和妖后的境界太高 一直想要诞下子嗣 只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但即便妖后真的生下了 这世间第二只凤凰 这声鸟鸣 显然是成就沧海的白鸟之王 才能造出的异象 但这怎么可能呢 人族和妖族虽说多年不曾爆发大战了 但是小的摩擦一直不断 两边都有探子探枝对面的情况 绝对不可能出现有这么一只 有望沧海的凤凰 结果没被发现的情况 不过李福要想到一种可能 但是他没直接言明 而是轻声问了一个问题 白鸟之王 到底是依靠什么来评判的 李福瑶想到了夜声歌 他是鸾鸟一族妖精和人族圣人的血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已经强过了凤凰 李福瑶在这里百年成就了灯楼镜 而夜声歌有着这样的血脉 如此的天资 只要是一心修道 百年内成就沧海 并非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夜声歌如今到底在何处呢 那道五彩霞光 起于鸾鸟一族所居住的霞谷之内 除去鸾鸟一族的弟子之外 最先看到的是徐斌 他当时离着那处霞谷不远 他并不知道那里是鸾鸟一族的五彩霞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想到了夜声歌 福至心灵 泪流满面 前辈境界高妙 沧海而已 也是小事 可是不知道我徐斌 能不能有机会再见前辈一面 这本就是自言自语 想来是没人会回答的 可是不知道为何 他身边却是想起了一阵阴瑟瑟的声音 一条丝春的黄鼠狼 随即就是一只手掐住了黄鼠狼的喉咙 把其脖子给扭断 徐斌就这样死了 然后那人伸手划过徐斌的肚子 从灵符里取出腰单 随便看了几眼徐斌随手携带之物 露出了一个厌恶的眼神 然后那男人深深地看一眼 鸾鸟一族所在的方向 身形消散 那道五彩霞光在妖土生出 很多人都在猜是谁 那些大族便开始暗查到底是哪一族 出现这么一位了不得的妖君 很快就查到了鸾鸟一族的头上 百年之前 妖土不知为何出现一位 鸾鸟一族的混血弟子 而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没有登记在册 而后来那女子用了极短时间成就春秋境 回到了鸾鸟一族的疆域之内 她百年清休 之后成了一尊妖君 要赶紧查清楚 到底是鸾鸟一族和什么种族的子嗣 这是某座山里的某位妖君 对着族内后背开口说的话 妖族延续并不一定都是要本族弟子 两族通婚的事比比皆是 鸾鸟一族如果只靠自身的血脉 是绝对不可能生出如此逆天的子嗣的 所以在这道异象出现之后 很多人开始调查野生哥的身世 而妖土这个时候没有白茶 只有各族的赤猴 整日整日守在鸾鸟一族的疆域之外 可是没几个人敢进去 毕竟凤凰一族名义上是白鸟之王 实际上早就是孤家寡人了 现如今的鸾鸟才是最强的鸟族 鸾鸟一族的峡谷里晚峡很好看 可是还是比不上之前那道五彩峡光 而在半山腰 有个白发老人和另外一位老玉 并肩而立 看着这晚峡 他们是对夫妻 也是一对沧海 就像是妖帝和妖后一样 老玉看着那些晚峡 想着之前才消散不久的五彩霞光 轻声笑道 你在百年之前便觉得那丫头能成 我和你打了个赌 说她即便能成为沧海 但怎么都要个几百年 现在来看 我还是错了 她的血脉很强 除非妖后能够担下子嗣 不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她更强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九十集 他们是沧海修士 他们能看得出来 当初夜生哥刚进峡谷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夜生哥身上的血脉 并不只是蓝鸟这么简单 他的身上还有圣人的血脉 人族圣人 和妖族大妖结合 这种事情 说出去 没谁能容 可毕竟是我们的孙女 我们又怎么舍得送她去死呢 好在 现在她已经入了沧海 即便是五帝和帝师 都没有办法 再看出她的根脚了 老玉神色温柔 光是看现在这个样子 便知道她年轻 知识绝对是一位绝美的女子 蓝鸟一族有好些心密旁人 不知道 他们当年其实有过一个女儿 两位沧海的血脉自然很强大 他们的女儿很快到了登楼巅峰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一天 他们女儿就不见了踪影 他们在妖途百般寻找也没有结果 之后他们推论 自己女儿可能是去了山河那边 因为这样 当夜生哥来到这峡谷的时候 他们才推断夜生哥 是他们的孙女 而且依着夜生哥的血脉在推论 这明摆着是自己闺女爱上一位人族圣人 不然不会销声灭迹 他们这闺女儿喂的 就是怕连累到蓝鸟一族 老人宠溺地看着老玉 轻声说道 其实说到底 我还是不太愿意他为了蓝鸟一族 去和妖后开战的 没了女儿 如今有个孙女 老人心底 其实对于蓝鸟一族 是不是白鸟之王都不太上心了 凤凰一族已经没落到 只剩下最后一人了 等到那位妖后离开人间 没了凤凰 蓝鸟一族自然就是白鸟之王 我不想让他去 是因为很有可能 他会和无敌陛下交手 要是妖后不敌 叶声哥可能就要直面妖帝 妖帝是何人呢 那是可以和流向大战的人物 叶声哥绝对不可能是他的敌手的 之前虽然只和他谈了很短的时间 但是怎么看 她都是个倔强的丫头 她下定决心的事情 你真的能够改变 难不成 没有半点胜算 要是胜了 老玉的话没说完 要是这样 妖族就会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女帝 有可能吗 老人笑了笑 没有说话 在两个老人看晚霞的时候 叶声哥其实也在看着他们 百年沧海 这种事情对他来说 不算是太过匪夷所思 只要他一心地浅修 再过个几十年 便能胜过那只凤凰 因为这是他娘亲的心愿 他也知道 这样很可能 还要和那位妖帝所对上 可是他不怎么上心 也不惧怕 那位妖帝比他强在什么地方呢 是血脉吗 是天赋吗 至少在这两点上都不是 既然说不是 那就有胜过对方的可能 叶声哥摇摇头 轻声说道 其实事情没那么难 时间如水流过 自叶声哥破进沧海之后 又过了十年 在这十年之内 李富瑶在剑山练剑 他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 在剑山没什么朋友 作为客卿 也不出现在他们面前 剑山自然把他在万剑宗的底细 都查清楚了 并没发现任何问题 就没怎么管的 现在的剑山客卿实在是太多了 不知道有多少境界高妙的见识 有柳相打了招呼 李富瑶的情况 况除去几个剑仙之外 没太多人知道 而所有人都在称赞着白之涵 他已经是登楼镜了 他是这个世间的剑呸 也是个绝世天才 但是李富瑶很清楚 那件事快发生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李富瑶摸到了沧海境界的 那层窗户之 而他没去见白之涵 白之涵来了 他悬着那柄青丝 一身的白袍神情淡漠 就和李富瑶当年握住那柄青丝时候所看到的一样 他是个极其孤傲的人 就和他的剑一样 柄金仙离开之后 说是受了你的启发 便有了寻贤之法 还说你这个人很奇怪 让我来看看你 李富瑶看着白之涵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六千年前的所有人他都可以坦然面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面对白之涵 他始终觉得心中有个结 白之涵本来话不太多 见李富瑶没说话 也只是问道 有酒吗 李富瑶笑了笑 拿出一壶酒 还是开了口 我其实觉得 这种感觉很奇怪 不知道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对手 白之涵接过酒壶 这个人之所以孤傲 是因为他觉得很多人不配合他交谈 也不配合他同座而已 你天子不如我 但修行速度很快 其实是我不如你 柳剑仙为何在沧海尽头再不能前行 其实不是因为柳剑仙天资的缘故 而是因为柳剑仙没有对手 北方的那位妖帝 说是能和柳剑仙一战 但他们却始终都没有交过手 这山河之中也没有任何一位剑仙是柳剑仙的敌手 所以他寸步不尽了 依着你的意思 要想在修行上继续往前走 便一定需要个敌手才行 是知己 也是敌手 白之涵喝着酒 认真地说道 我听闻山河里有一种树 要是独自在某处 长不高 也活不了 只有两棵树在一起 才能长得越来越高 我希望你就是另外一棵树 李福瑶无言以对 被排斥寒视作对手 也视作知己 这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而同时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六千年前白之涵 未能进入沧海境界呢 或许是因为没有一个人 能让他感受到威胁的缘故 有了自己 可能事情会有些变化的 要是这个世界会出现些变化 怎么办呢 这就是李福瑶想说的事情 他在隐晦地告诉白之涵 事情会变 变强 才能应对任何事情 我要是做些事情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 李福瑶不是也常听 他也不是曹青秋 没想过在时间的洪流里 会不会让这条洪流发生变化 他也做不到是像夜生哥那样 他想做什么就去做了 不管这是不是现实之内 他来到这儿是为了追寻一些答案的 所以说他没多做什么 甚至也不用做什么 所以他这一次和白之涵见面之后 李福瑶就离开了剑山 那枚供奉玉佩也留在了剑山 接下来他想到处去走走 先走完山河 然后再去妖土 妖区的地方很多 李福瑶先去了阎陵地境 这是六千年前 这没阎陵 整个人间小国林立 互相攻伐 民间有些乱 很多百姓都是一步步踢的 更别提什么安居乐业了 李福瑶按照六千年之后的洛阳城而去 而现在的那里 只有一座很小的城池 叫做益城 是仓国的国都 李福瑶站在益城外的高山之上 看着一队士兵源源不断地把粮草运出去 仓国东南边境正在发生大战 和另外一座洛国的战争已经打了十年 一直是势均力敌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洛国却占了上风 看起来要不了多久战争就结束了 仓国要消失了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登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九十一集 李福瑶想了想 便去了大战的前线 果然在战场之上看到一些竖法的痕迹 人间战争 如果说现在没有修士的帮助 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差距 仓国的军队节节败退 现在他们守着的是黑山郡 这是仓国的东南命脉 一旦失守 整个仓国都会暴露在洛国的铁蹄之下 这里从未失守过 但是今夜这里很乱 将军府里升起一把大火 应该是仓国的镇边大将军死去了 过去很多年 黑山郡一直依靠他镇守 他死了之后 这里便会成为一盘散沙 李福瑶就在将军府旁的高楼上 看着另外两个中年男人 那是两个儒教修士 境界不高 只是两个太清静而已 但是李福瑶什么都没做 只是隐去了全部的间隙 那两个人站在另外一座高楼之上 看着将军府里的火光 其中一个人感叹道 仓国灭了 下面就是南乡国了 南乡国 是锦临仓国的小国 军力完全无法和洛国相提并论 灭国只是顺手而为而已 另外一人开口说道 先生们心中有苍生 要将这里一统建立一个王朝 之后这些凡人也不用再经战乱 今天是仓国人 明天变成洛国人了 可不止于此 那些眼高于顶的剑士们 整日里在云里飞来飞去 哪里会管这座山河到底如何 先生们要救这些凡人 也要做些别的事情 先生们如此做 不怕被那些剑士发现 那边可是有好些建签的 那些人就算知道了 也会觉得事情不大 并不会做些什么的 不管是儒教还是道教 也或者是佛教 他们都想在山河之内 占据着一席之地 剑士一脉不在意这种事 因为不管你是占据一席之地 还是别的 你只要过分了 自然会有剑 落到你的头上 这是因为剑士一脉 对于这座山河 有着绝对的掌控力 哪怕他们没在意过 这座山河是什么样子的 既然如此 我们做这些还有什么用 这谁知道 但先生们既然要这么做 我们只好听着就是了 两个人的声音渐渐远去了 李富耀站在高楼之上 想着之前听到的片言片语 忽然明白了什么 事情没有这么巧的 为什么自己从剑山离开 就能看到那些个运良的士兵啊 为什么又这么巧 能听到这些话呀 这个世间就没有这么巧 事出反常必为妖 这只能是因为 这是事先安排好的 这个人间这么大 自己要去寻找答案 太麻烦 也很有可能是找不到的 所以说那盏灯笼就用了这种方法 让他尽快的 更容易的 寻找答案 毕竟整个人间都是幻境 不过目前这种事 只能是李富耀的猜想 不能确定是事实 李富耀决定了 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而这一次他要去的地方 是灵山 六千年前的这座灵山 在大鱼境内 虽说这还没有大鱼 只是有一个叫做 北福国的地方 灵山就是北福国的最高一座山 李富耀踩到山脚 便看到几个人往山上去了 他站在原地 马上就看到一个小沙泥 提着一个灯笼 从一处隐蔽的山道上走了下来 他提着灯笼 看着很是可爱 来到了山脚 这小沙泥对着李富耀说道 施主 请上山 小沙泥很快把李富耀 带到一间禅房里 李富耀又一次见到那盏灯笼 你是谁 他当然认得出 这就是山河里最神秘的那盏灯笼 但是他想知道 这个灯笼是六千年后 把他送进来那一盏 还是说六千年前的那一盏 你又不是真的回到了六千年前 何来想的这么多 李富耀心神放下 要是这盏灯笼都是六千年前那一盏的话 这个幻境未免是太过真实了 李富耀看着灯笼 问了很多问题 但是最紧要的 就是那一个 你猜的没有错 我要是就给你一个世界 让你自己去找 说不定等大战已经发生了 你都还不知道事情的始末 所以便只能让你一边看 一边把最重要的东西摆到你面前给你看 那我要是做些什么 会改变事情的走向吗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能从六千年后到六千年前 倘若真有他做些什么 会不会影响世间的发展 这也是个未知的问题 倘若真有人身处如此局面 难不成会随心所欲 李富耀皱眉沉思 没有说话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 可是在这里面 你做任何事情 都只是净花水月 不去做 怎么知道会怎么样 灯笼的话说到这就停了 因为接下来是想让李富耀 听听别的东西 那是上山之前 李富耀看到的几个人 他们来到灵山 自然不是为了拜访 而是为了说服那位佛教教主 加入他们 和他们一起做些事情 声音是从偏殿传过来的 断断续续的 李富耀能够听到一些 大抵是儒教和道门的人 来灵山想让佛教和他们结盟 让他们之后把剑士给压下去 至于怎么压下去 言语不详 承诺给佛教的好处 就是之后要在北佛国的附近 数万里疆域 划给佛教建立佛国 让佛国传教 这是他们的承诺 要三分山河 李富耀早就想到了一些 儒教和道门这个心思 其实不足为奇 奇怪的是 他们要怎么去解决见识 带着这些问题 李富耀回到了万剑宗 那些一众弟子很快就迎了出来 一口一个老祖宗 李富耀容貌没变 就站在那棵枣树之下 正正的出神 小雪走了出来 就站在他旁边 师兄 你到底要做些什么呢 李富耀离开万剑宗之后 没做过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在整个人间 他也没什么名头 没有人知道 他是和白志涵 相差无几的见识 只有万剑宗的弟子 偶尔有时会隐约 想起自己这位老祖宗 一个人不为名 那就是求长生 可是小雪一直觉得 李富耀对于长生 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 看着他不像是那种人啊 我问你个问题 有一天 山上的洪水发了 很大 山下有座村子 有人提前就知道要发洪水 可他一个人拦不下 他是要去试试呢 还是就任由洪水冲下山 淹没村庄 他可以带着大家一起逃 若是不能逃呢 那么就叫村子里的人 一起抵御洪水 做好准备 总能少死几个人 但是不见得 人人都会相信那人的话 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 去抵抗洪水 小雪不说话了 李富要笑了笑 至少他现在已经知晓 见识的衰落和儒教 到门 这一定是有关系的 之后只要是知道 具体的事情就行了 那么这个世界究竟 能不能让他 站在石金的洪流里 去看看 能不能改变结局呢 枣树上落下一颗青藻 李富瑶接触 咬了一口 便离开了万剑宗 不管他怎么想 都可以试试 就像是夜生哥 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一样 如果说他都开始做了 岂不是说 世间正在被他改变吗 既然他都可以改变时间了 那么李富瑶改变 或者是不改变 也都不是六千年前的时间了 想到这一点 李富瑶决定要破镜 去入沧海了 那么他就去得做一件事情 找剑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登 欢迎收听 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九十二级 之前他学万尺的玉剑法门 就是想在登楼镜的时候 把那些镜尽数合一 以妖精一剑入沧海 进来这个时间的时候 剑都没了 但是 他却寻到了十里 既然说是有十里 便应该是有别的剑 现在还没那么多人 死在妖土那片海里 找剑也不能去那块找 而且有好些剑 此刻或许 还是别人的配剑 自己也不能抢 比如说白之寒的青丝 也有好些的剑 或许还没被铸造出来 比如说剑十九 所以说李福瑶 得找点新的剑 这个世间有的是剑士 剑自然是不少 但是符合他要求的剑客不多 喜剑池里肯定是有不少 但是李福瑶他不想去 于是又开始在人间行走 第一年 他到了一座叫做云国的地方 和小城里的铁像学起了搭铁 之后又在另一个地方 学起了筑建 学好了之后 他在铁匠铺要了块废铁 然后就开始准备打铁了 铁匠铺子的铁匠是个很重实的汉子 他和李福瑶已经相处一年了 他知道李福瑶不是一般人 但是当他在看到李福瑶拿起那块废铁准备铸键的时候 他赶忙摇头 这废铁打不了剑 李兄弟 你要是真拿来铸键 保证和人一交手便要断掉啊 应该没有这么差吧 我们可以打一柄好剑 但是我想问问你 你是什么人呢 铁匠开口 李福瑶确实没有说话 是剑士 李福瑶这才点头 这个不算是什么大事 毕竟现在的剑士拖得不得了 那有没有机会成为那种剑仙呢 这和能不能成为剑仙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这柄剑一打造出来 肯定是一柄神兵 只有跟在剑仙身边 才不会辱没了名声 要是告诉他 柳香剑仙用的剑 也不过值人间三两银子的话 他会怎么想 剑仙 估计有希望 我现在就差一步了 李福瑶也想看到底 是什么东西 让铁匠如此的认真 好 铁匠点头 好像是做了个什么决定 然后把铺子的门给关上 小心翼翼用铁锹 在火炉子旁挖着 很久之后 一颗石头被挖了出来 瞬间照亮整个铁匠铺 李福瑶失声道 明月 对 这柄剑等打好了之后 便叫明月 这石头是我多年前在海外偶得的 十分坚硬 但是我判断它绝对不是石头 而是一种铁器 用来铸剑再好不过了 只是我肯定没有办法将它融化 只有你们这样的修饰才能有办法 你将它融化了 我给你注意银剑怎么样啊 好 一日又一日 一月又一月 这银剑竟然被整整铸造了一年 终于在某个明月高挂的夜晚被铸造出来 铁匠看着那轮天上的明月十分高兴地说道 好好好 果然和明月有缘呐 那之后你就叫明月了 剑是给李福瑶铸造的 但名字却还是他自己取的 李福瑶转头看向那柄明月 神色古怪 怎么会是这样 铁匠很是不洁 只是大声地笑道 哈哈哈哈 这柄剑即便不如那些剑仙手中的神兵 也是天下间有数的好剑了 若你有朝一日成为剑仙的话 这柄剑被你的剑气侵染 也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神兵啊 此剑和彼剑 李福瑶看了眼那柄明月 和之前他在剑家里看到的明月 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李福瑶正正出神 他看着那铁匠 他忽然问道 能不能给我再铸造一柄剑 叫高龙 铁匠摇摇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啊 能够铸造出这柄明月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决定 金盆洗手 铁匠不再铸剑 李福瑶也没法拿剑去 逼迫他继续铸 这种事说不过去 李福瑶带着明月 离开那个地方 朝着北方而去 他要去北边看看夜声歌 看看对方要做些什么 山河和妖图 只有一条边界 山河在那条边界 只是派了几位灯楼修饰看守 并不害怕妖族难亲 李福瑶在天空遇见而过 实力剑拖着一条长长的白痕 就像是彗星的尾巴 有后背剑士看着那条白痕 同样是兴奋地对着同伴说道 你们看啊 又有钱被去妖图了 大战不曾一触即发 但是总会有那些 境界高妙的高手来去两方 过去这些年里 很多剑士兴厚入妖图 境界最高的是一位 沧海经的剑仙 他在妖图斩了一尊大妖 取得十分辉煌的战果 被所有在边界的剑士 作为偶像 除此之外 每年还有许多的 灯楼镜剑士进入妖图 有的永远留在了妖图之内 有的回到了山河里 这种事情不止发生了一次 可是当他们看到的时候 还是觉得十分的骄傲 这便是我被剑士 李福瑶遇见而行 太过招摇 很快招惹了一尊 灯楼镜的大妖羞 他有树上的法相 身上长满了鳞片 不算是很大 但是血气磅礴 看着便知道不是一般的妖物 李福瑶脚踩实力 明月剑朝着那尊大妖羞掠去 那尊灯楼妖羞 在山林里 砸出一个十分巨大的坑洞 磅礴妖气 疯狂向他涌来 只是片刻 李福瑶便被淹没在了其中 但是很快有一道 如同是明月的剑光 展开这些妖气 李福瑶提进向那尊灯楼妖羞展来 这世间妖羞的体魄 大多都是强横无比 三角修士若是近身和妖羞一战 恐怕很快便会被一拳给砸碎 唯有见识 一掌之内是死地 是对方的死地 即使说对方是个妖羞 所以说很快的 李福瑶的剑落到了那尊妖羞的眉心 那尊妖羞发出不甘的咆哮 可是最后还是倒了下去 激起了无数的烟尘 李福瑶看都不看一眼 转身欲剑便走 他落到一处湖畔 洗了八脸 往远处一看 有一道极其细微的妖气 是一个面容普通的女子正在哭泣 她抱着一件衣物 对着远处 以泪洗面 看到腰间玄尽的李福瑶之后 她反而不走 直接朝着李福瑶跪下 她希望李福瑶杀了她 为什么 我夫君百年前 不知道为什么 便忽然失踪了 这百多年来 我一直都找不到她 找了这么多年 妾身这才想到 夫君 夫君应当是已经顽固了 既然夫君已经顽固了 那妾身也不愿意毒火 请仙师赐妾身一死 让妾身去追寻夫君的脚步 百年时光对于修士来说不算什么 可是那也得是认真修行 或者是过着什么别的日子才是 这女子若是一直担忧自己的夫君 只怕是每一日都活不好 你夫君叫什么名字 这一趟 我要走过妖图很多地方 兴许能见到你夫君 若是见到了 我便将她带回来便是 你也不要一直抱着去死的念头了 听到此话 女子抬起头 眼里闪烁着光芒 妾身的夫君 名为徐斌 若是仙师真能将其带回来 妾身必定将仙师的牌位 供奉起来 世世代代 为仙师祷告 李福瑶点头 没有多说 只是身形消散 第六百九十三集 妖土到了冬日便会十分的寒冷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李叔要一边打听 一边朝着蓝鸟一族居住的峡谷而去 只是尚未走到那处峡谷呢 迷了路了 在雪地里他到处游荡 熬了半个月左右 这才看到一处 这才看到一处族群聚集地 那应该是雪狼一族 这一族在六千年后其实也灭绝了 就是因为没有大妖坐镇 所以在妖土动乱之后 各族抢夺疆疑之时 这一族成了历史 李福瑶原本只是想抓一个 境界高点的要求问问路 可是当他潜入雪狼一族 用于祭祀的石屋之内 发现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东西 高楼剑 这柄剑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妖土 又不知道怎么的出现在他的眼前 李福瑶看着这柄高楼 神情古怪 而这个时候石屋之内进来了 一个赤裸上身 满头白发的男人 这人身材高大 一头的白发更是分外的耀眼 他看了一眼李福瑶腰间佩剑 那男人默然道 嗯 剑尸 那人血气如鸳 话音未落便是一拳轰来 整个人如同是一尊杀神 更有血腥气在此处蔓延 李福瑶青山微动 明月尽已经掠出窍 响起了一阵的剑鸣之声 那男人不管是如何的血气方刚 只要他是为踏足沧海李福瑶 就是不怕的 所以说当他出尖英敌之时 已经分出了胜负 李福瑶的剑 在那男人身上留下了许多的血口 最后一剑更是差点把他的小副所展开 差点穿透他的灵符 李福瑶看着这个男人 他问道 鸾鸟一族居住的那个峡谷在什么地方 那男人冷笑一声 没打算回答李福瑶的问题 硬生生砸出一拳 李福瑶一剑要了那男人的命 李福瑶转身拿起那柄高楼 还未等他走出这间石屋呢 又进来一个人 那个人看着倒下的男人 痛心疾首地喊了声组长 然后看着李福瑶 满脸都是恐慌 你叫什么名字 李福瑶看着那个男人 把手放在了剑柄上 那个男人扑通一声跪下 他颤颤巍巍开口道 小妖神眼 求剑仙老爷饶命啊 我只说一遍 你自己好好考虑 小妖定然为剑仙老爷为命是从 带我去鸾鸟一族所在的峡谷 剑仙老爷 万万不可呀 早在半个月前 鸾鸟一族已经发了禁令了 再有人临近那片峡谷 除去五弟陛下的诏域之外 其他人一概格杀勿论啊 剑仙老爷 你虽然静静高妙 本事通天 但那鸾鸟一族 可是有着整整三位妖君啊 况且 之前鸾鸟一族 还出过一位了不得的妖君 容小妖斗胆说一句 此刻去那边啊 和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你选择那是死 还是此时死 沈颜吹下脑袋 很是唐鹿 剑仙老爷 真的要去是吗 李富耀不回的 只是走出了失误 沈颜咬咬牙 很快还是追了出去 李富耀离开了 雪狼一族的灵地 走在冷得刺骨的寒风之内 沈颜的境界 已经有了赵木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走在这场大雪之中 还是显得十分的害怕寒冷 李富耀皱眉道 雪狼一族生在风雪里 你又是雪狼一族的妖修 为何如此怕呢 小妖不是纯正的雪狼一族 神眼的娘亲是雪狼一族 但是她的父亲却是凶手争 本来征族是这个妖途里的大族 生下这个孩子之后 应当是要带回去的 可是征族却是嫌弃神眼的娘亲 这边种族太过弱小 有爱征族的血脉 才没咬的 所以说她就只能是 跟着娘亲生活在雪狼一族 因为血脉不纯 本来她有着 比那位族长更出色的血脉 可是她还是当不了族长 李富耀嗷了一声 她对征族没什么恶感 六千年后的世间 所谓的平南妖军便是出过征族 而且朝清修对她还有大恩呢 据我所知 征族皆以平为姓 你为何姓沈 见下老爷 您就别问了 要是说起这件事 也是血泪和耻辱 神眼是万万不敢去谈的 好在李富耀也没追问 此时就此打住 妖途广阔 原本按照神眼的想法 是想绕过那些族群的疆域 从别处去到蓝鸟一族居住的峡谷 可是李富耀不这么想 她挑选了一条最短的路线 这一路走来 死在李富耀手上的妖修 不计其数 其中还有好几尊登楼镜 直接被李富耀所斩杀了 至于李富耀从血狼族族长那块拿到的那柄高楼 建的来由也很简单 说是很多年前 血狼一族来了位剑士 那位剑士随意一剑就斩杀了血狼一族最强大的族长 血狼一族感觉奇耻大辱 因此在之后的很多年里 血狼一族的妖修们一直是刻苦修炼 总算是在之后某日 有一位老祖横空出世 成就了登楼镜 他们在这里等了两百多年 真的等来了那位剑士 这是他第二次入妖托 再次路过血狼一族 直接被老祖撕成了两半 而他的配件呢 也留了下来 被血狼一族所保存 再然后就是直到如今 被李富瑶以相同的方式把那族长给杀了 把这柄剑带出那个地方 这一天日暮 李富瑶总算是领着神眼到了 蓝鸟一族的峡谷外围 便是在此处都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远处的峡谷之内 有一片光运保护 应当是某种阵法 那些阵法或许不会太高明 但是只要施展的人足够强 就足够了 蓝鸟一族有两位沧海修士 要是说他们两人共同施展 那么就变成了除去武帝之外 再无人能破台的绝世大阵 李富瑶瞥了眼神眼 说道 你去看看 神眼摇头 脸色十分地苍白 脸上全是畏惧 剑下老爷 真不是说笑的 现在过去 咱们真的是要死的 剑下老爷 您看 鹿爷给您带到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走了呢 神眼小心翼翼 很怕被李富瑶一剑斩杀了 李富瑶坐了下来 靠在一块石头之上 别急 先说说那位蓝鸟一族 妖军便什么都没做 只是在闭关而已 百年时间 那位妖军便成了沧海境界 天地之间更是生出了异象 有很多人说 这是不亚于凤凰一族的征兆 之后整个妖徒都在等 等这位妖军再过四五十年 和妖后的打战呢 李富瑶挑挑眉 沈颜赶紧解释 妖后是凤凰一族最后的 虽说只有一人 但有他在 这凤凰仍就是妖土的白鸟之王 蓝鸟一族只能排到第二 蓝鸟一族想要真正的成为 白鸟之王 便只能战胜那位妖后 只是妖后早已和五帝陛下 结为夫妇 若想对妖后出手 估计少不了要和五帝陛下一战 五帝陛下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五帝不是一般的沧海妖修 他是妖族的妖帝 是号称能和柳相相提并论的人物 若是说一个人修行了一百多年 便可以和五帝动手 李富妖不太相信 可是如果说那人是夜生恶呢 他有这个胆啊 胆不胆的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真有这个本事 李富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随口问道 你知道一个叫徐斌的妖秀吗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九十四集 神眼心里一颤 当初这个名字 族长老好像曾经说过 那是一颗青丝镜妖丹 而妖丹的主人 就是一个叫做徐斌的黄鼠狼子 可那颗妖丹已经被他炼化 是与徐斌他死透了早就 难道和这位剑仙老爷有救 想到这儿 神眼赶紧摇头 不 不知道 李福尤转过头 看了他一眼 倒是没生疑 只是挥挥手 让他走了 李福尤叹了口气 他想见夜声歌 可是那大战要是 真是两位沧海联手 施展李福尤闯不过去 想了想 老办法 写信吗 鸾鸟一族 作为这妖图里有说的大族 并不是一般的小族可以比拟的 在这峡谷之内 更是守卫森严 再加上那两位妖军的禁令 这里的大阵不是一般人能够破开的 所以当那柄带着剑器的石里落到峡谷前的时候 守卫的弟子很快就看到那柄剑 有人脸色大变 正要开口呢 却被另外一个更加沉稳的中年男人所拦了下来 这好像是一封信 快送进去 给几位长老看看 因此这柄剑很快被送到了长老们的手里 可是那些长老没看出什么意思来 直到一个白群女子出现在了这儿 一众白发苍苍的老者让开 没人敢去看这个女子 因为整个蓝鸟一族的人都知道 在未来的某一天 她要离开这里 去和那位妖后甚至是武帝绝一死战 所以说很值得尊重 白群女子一看到那柄剑 就知道是谁来了 随手提起那柄石里 她有些高兴 一百多年了 自己不去找她 她还算是知道来找自己 有了剑 人还会远吗 打开大阵 她只说了一句话 转身离开了这里 从李福瑶和夜生哥 到了这个世界开始算 他们已经一百六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但是对于他们两人 这一百多年好像 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的剑怎么就剩下了这几鞭 剑侠呢 李福瑶刚想开口 才想到一个可能 这才有疑惑的问道 你进来的时候就是春秋镜 夜生哥看李福瑶一眼 没有多说 李福瑶确实有些咬牙切齿 她进来的时候是个婴儿 重新回到这春秋镜也用了不少时间 哪想到夜生哥一进来就是春秋镜啊 叹了口气之后 李福瑶才说起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你是说 你教了柳相寻先之法 若是柳相是因为听了你的话 才选择一分为二 去追寻成为沧海的可能 这便是说 你直接改变了柳相 便是间接促成了大战 近是一脉没有了柳相 在之后的大战之内 没了绝对的战力 便有可能导致剑仙没落 或许可以这么说 要不是柳相一分为二 妖族根本不会生出那样的想法 也就不会有这场大战 所以说此刻看来 李福瑶就是这个事件里 最主要的那个点 李福瑶猝眉 当时他就是试探性一说 谁知道柳相信了 还做了尝试 李福瑶难难道 这样下来什么都乱 所以 所以你想看看 彻底把这件事情搅乱 会发生什么 叶生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绝顶聪明 很多事情他光是一听 就知道李福瑶是怎么想的 李福瑶则是因为遇到的那些事情 才让他有了这些个想法 他既然已经从河岸上挑到了河里 那就要看看能不能搞出更大的浪花 甚至是改变河流的走势 不说我了 你要去和那位妖后一站 招惹了五弟 我怕你会死在这里 谁说我要和那位妖后一站 李福瑶哭笑不得 这外面都在传 叶生哥为了蓝鸟一族的白鸟之王地位 要挑战妖后 可是此刻 叶生哥亲口否认了 既然和那位妖后一站 会招惹来那位妖帝 我为何不直接和那位妖帝打呢 和妖帝一站胜了 自然便是白鸟之王了 叶生哥的想法有些疯狂 但是 他是叶生哥呀 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只能被人接受 而且一旦叶生哥胜过五弟 那他就成了新的妖帝 之后的大战 怕是也打不起来了 或许这就是能改变那条河流流向的机会 有把握 此刻去和妖后一站 他不如我 但是要和五弟一站 至少还要百年 我知道我死不了 所以打的时候我有优势 这是幻境 叶生哥即使死去 也不是真正的死亡 所以带着这个心态 叶生哥便比妖帝要多出一分胜算来 李福瑶也明白这个道理 他粗没道 你要和妖帝打一下 那我要做些什么 你觉得你能做什么 依着李福瑶现在的登楼境界 在之后肯定是没什么可做的 嗯 那我先入沧海 这句话说得很随便 只怕是让别人听了 都觉得李福瑶是个疯子 这沧海是说入就能入的 可是叶生哥却不在意 你之后找柳相打一下 李福瑶没说是不是 只是觉得 事情好像不在柳相身上 总之不管怎么说 都要先入沧海才是 只有强大了才能起步来 叶生哥也明白 所以说他没再说什么 他要和五帝一战 至少还得百年时间 这百年时间 足够李福要入沧海了 小心一些 妖土的历法和山河一直不同 从妖土这边算 此刻应该是五帝成为妖帝之后的第五百三十六年 也是叶生哥第三次闭关的时间 当然也是李福瑶闭关的时间 这两个人一个想在沧海里更进一步 另一个就是想成为沧海 这两个人这一次闭关结束之后 只怕是要影响整个世间的局势了 而就在他们闭关的第二天 那两位蓝鸟一族的沧海大妖 又来到了那处山妖之上 老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神色温柔 我早告诉你了 生哥那个丫头是要去和五帝陛下一战的 并非妖后 你却以为她是要找那个女人的麻烦 五帝陛下 这三百多年了 没谁胜得过她 生哥那丫头能行 沧海一战 必定是生死相见 这样你也不怕 你能拦得下吗 拦得下吗 恐怕是拦不下吧 这个世间有些人 一出生就是注定要万事之名的 比如五帝 比如柳相 比如朝青秋 比如夜生哥 李福瑶 那个见识呢 也是要生下来和柳相一战呢 你当她是白之涵吗 白鱼年成九灯楼和白之涵比起来也不慌多让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比白之涵陷入沧海呀 你说他有没有可能超过柳相 这说不准便是第二位流相啊 哦 那生哥和他 妖族的女帝和人族最强的剑仙走在一起 就算是有人想要反对 有什么资格 老玉一只手放在老人的手臂之上 笑问道 真有这么厉害 老人脸色贴轻 忽然不说话了 两九之后 才郑重地说道 你最厉害 老玉这才笑眯眯把手给收了回去 看着远处快要生出的霞光 他轻声感叹道 其实不管如何 我都宁愿他活着 谁不是呢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九十五集 当妖途有了风雪的时候 山河也有了风雪 太远山 不过是山河某处小山而已 并不出名 有一个青山男人从洞口里走出来 紧接着又是一个青山男人从洞口里走出来 这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要是说有人在这里 立马就能认出那男人是谁 是啊 谁不认识柳相呢 走在山道之上 这两个柳相 行动不乏一模一样 就连每一步跨出去多少 也是如此 柳相簇没道 我说你不应当学我 除去继续练剑之外 你还可以到处走走啊 另外一个柳相停止了步伐 问了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 哼 我和你是一个人 我要是不学你 那我要做些什么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即便是想学我 那也行 不过 你最好 先给自己取个名字 那人微微一笑 摇头道 既然我也是柳相 取名字 做什么呀 我本来就是柳相 有些道理啊 说完这句话 柳相不准备再说些什么 他才做了这么大一件事 让他的境界受损很厉害 他得回到剑山 去调理一番 而另外一人 确实没准备急着离开 他站在山道之上感叹道 这世间真美啊 不过 大部分我都看过了 实在是有些无趣 以后想去的地方不多了 反倒是显得惆怅了 那人看着柳相腰间的配件 问道 你总得给我点什么呀 难不成就让我空着手去修炼 去练剑啊 三两是我的 四两也是我的 你自己去想办法 诶 明明明我就是你啊 你分得那么细做什么 我其实还有个问题 要是有朝一日 我比你更强了 咱们再回到一体 到底是听你的 还是听我的 这本来就是当时李福耀提醒过的问题 当时问柳相的时候 柳相是并不太在意的 可是此刻当那人开口柳相才发现 原来李福耀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哼 谁强听谁的 有些道理啊 柳相本来就是个自负的人 这样做也合情合理 不过你可别死了啊 等着我 你若是死了 之后柳相也死了 我就算是活着 也没有人认我 柳相现如今一分为二 但是他依旧是沧海 至于另外那一位呢 想要入沧海还需要很多年的 要是在这些年里 境界沧海的柳相死了 那么即使他活着 也不会有人承认他是柳相的 所以说如果要死 只能使他死 那人想到这些事情 有些烦躁 他朝着山岛之下走了很长一段路 然后说道 弄不清楚了 说完这句话 他自顾自下山 只留了一个背影给柳相 春来秋去 在李福瑶闭关之后的第十年开始 这个世间开始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最开始雪狼一族的神言 坐上了族长的位子 不过很快就被该族的长老要求他和之前残杀族长的箭矢一战 要把他对方的配件给夺来 洗刷雪狼一族的耻辱 这个要求看似不过分 但是他们并不是神言 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口中那个箭矢的强大 所以在神言看来就显得很是无理 神言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也不明着拒绝 在之后的日子里 雪狼一族的长老们并开始有人死去 一个接着一个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神言做的 可是没一个人开口 也没一个人出来做些什么 等到数年之后的一个夜晚之内 雪狼一族爆发一次叛乱 神言在睡梦之中被人把脑袋给割了下来 可是就在当天的夜晚 远处的山上来了两个人 一个人身穿着一身道袍 另外一个文式打扮 这两个人是两教的修士 两个人站在寒冷的夜里 看着远处的灯火 心思恶异 两酒之后 穿着道袍的青阳圣人感慨道 哎 云端上的那些个人 其实和云端之下的这些蝼蚁 差不了太多呀 青阳圣人何至于如此感叹 请自己和蝼蚁相提并论 陌圣自己也在云端上待着 不觉得我其实在骂你吗 陌圣笑了笑 没多说 山河和妖土虽说从来没什么建筑把两边隔开 但是也从未有过儒教和道门圣人 越过那条边界到达妖土的先例 真要说起来 这二人是头一份 青阳圣人倒跑一卷 山上有好些风起来了 有一事不明 不知陌圣可否赐教啊 陌圣看着青阳圣人摇了摇头 有些话说与不说谈与不谈都没有什么意义 既然已经下了决断便去做吧 如今即便是问了又知道了答案有什么用啊 即便无用还是想问问想听听 陌圣没急着说话 只是看了看雪狼一族正在发生的事情 然后想着过往那些年内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 便摇了摇头 人间好不好 大概也得先看他们过得好不好 再说好不好而已 青阳圣人没得到答案 知道陌圣不会开口的 便不再说话 只是同陌圣在此处站了很久 然后在天要亮的时候 两人离开这个地方 两位圣人结伴而行 为的便是不发生太多预料之外的事情 所以说这一趟 青阳圣人和陌圣 没有经过那些大族疆域 怕的就是被那些妖军发现行踪 直到他们路过了蓝鸟一族的疆域 陌圣才说了句话 那位蓝鸟一族 最重要的一座巨城 也是最大的一座巨城 那位只有柳相可以移较高下的妖帝 就住在里面 两位圣人到了这儿 却不是来见他的 他们来见另外一位 同样是很重要的人物 那是个老人 所有人都称呼他为帝师 据说当年五帝开始修行 就是跟着帝师开始修行的 宫殿在城里最中央的那城 是一块无比巨大的巨石雕刻而成的 那块巨石最开始不知道有多大 只怕是只有沧海修士 才能把它从别处运到这个地方来 也只有沧海修士 能将其打造成一座宫殿 青阳圣人和陌圣 被宫女领着走在灰廊里 看着两边雕刻着的那些图画 有些震撼 这座宫殿让他们感觉有些压抑 这自然不正常 他们都是沧海圣人了 怎么会感受到压抑呢 那是因为这座宫殿 有五帝的缘故 青阳圣人默默想着 要是和那位五帝真的动起手来 只怕很快便会被那位 在整个妖族历史上 都能排进前十的妖帝所镇杀了 他曾见过柳相初见 一想到绝世见光 青阳圣人更沉默了 这两个人到底谁更强呢 思绪飘向远方 但是很快回到自己脑袋里 陌圣和青阳圣人 停在了一扇十分巨大的门前 本集不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九十六集 宫女们推开门 陌圣和青阳圣人就走了进去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黑暗 他们脚下子一下觉得空了 青阳圣人已经随即想出手 但是很快黑暗之中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两位圣人物极 陌圣没什么举动 但是很快按住自己腰间的东西 片刻之后 眼前皱亮 两个人竟是到了一座破落的茅屋之前 茅屋旁有棵梧桐树 而身后便是一片竹林 更有一条小溪 那条小溪不知道源头是何处 也不知道要流向何处 但是陌圣和青阳圣人 要是离开这里便会知道 这个地方竟是飘在半空之中的 而那条小溪起于云端 落到人间 有个老人推开门 从茅屋之内走了出来 他须发皆白 但是胡子很长 也很白 他长得已经拖到了地面之上 一脸满是褶肘 一看就知道他活了很多年 这个世间有名的人不多 但是这个老头绝对能算上一个 陌圣和青阳圣人相识一言 很快攻身行礼 完备见术帝师 这老人便是那位武帝的老师 这位帝师也是上一代妖帝宫里的官员 负责看管宫里的秘籍 据妖图里的传言 当年五帝开始修行族内功法 进展一直不快 是这位帝师将许多传在宫中的秘法 交给了五帝 五帝相互印证之下 走上了自己的一条路 再然后才有了之后的事情 帝师将上一任妖帝所藏的秘籍 给现在的五帝看 自然是放了大忌讳 可是五帝既然已经坐上帝位 这位也被尊为帝师 自然是无人敢去说之前的事情了 帝师在腰土的地位十分之高 有很多大事 这都是帝师说了算的 帝师颤颤唯唯到了两位圣人身前 略微有些浑浊的眼睛 看了几眼陌生 这才乐呵呵地说道 你们两家算是有诚意了 让两位沧海来陪我这个老头子说闲话 青阳圣人没有说话 他只是在打量周围的环境 以及帝师本人 都说帝师所居住的破毛屋 那是整个妖土最奇妙的地方 甚至比五帝居住的宫殿还要奇妙 陌生公收到 帝师若是没有别的打算 那便他能正视吧 帝师抬起眼皮 那一双厉经了沧桑的眼睛 再度露了出来 他感慨道 道门历教似乎几万年了 当年山河之中便是你们一家独大 后来儒教兴盛 与你们分庭抗礼 山河可是生出了好些祸事 在你们争的那些年里 山河很乱 那些凡人们活不下去了 便又来了一个佛教 至此三教鼎立 虽然佛教远远不如你们两教 但始终也是不好灭的 要是如此也还好了 不管是道门还是儒教 都还有说话的权利 但是到了之后 你们没有想到 会有剑祖那么个凡人 竟然便走出了一条通天大道 一个人站在世间之巅 更没有想到的是 剑祖还领着一群人开始练剑 然后这山河就变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历经了数千年 剑势一脉 渐渐成了这座山河的主宰 山河里开始有了好些剑仙 那些剑仙腰间有一剑 便将那座山河的归属权 硬生生地斩到了他们手里 局势的变换 本身就是没人能想到的 虽说新王登基 也是踩着旧人去的 可是旧人不见得就真能接受 故事总是由各种人书写的 底师聊聊几句话 就把这座山河的发展给说了一遍 顺便说了些别的 最后扯到整体之上 由妖族大军进入山河之时 不能受到你们两教修士的阻拦 不然 不然此事便当作没有提过 妖族难亲 两教修士不能出现 聊聊几句话 揭示了一个十分巨大的阴谋 帝师看起来老太龙钟 不过眼神足够锐利 城府足够深 作为回报 我妖族大军自然先和剑士一脉交战 和你们的表面功夫自然也能做 但事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柳相谁来应付 这才是最重要的 柳相是天底下最强的剑仙 可也是人族最强者 要对付柳相只能是五帝出手 而且不保证能成 可是帝师既然这么说了 便说明五帝似乎并不准备出手 去对付那位剑仙 陌生咒眉道 道门和儒教的圣人 绝不能和剑士一脉动手 不然这就是坐实了罪名 到时候 即便剑士一脉在山河中消失 三教修士如何去掌管山河 帝师没有半点意外 仿佛陌生现在的表现 是他预料之中的 确实 在当初的计划里 柳相一直都是五帝所应付的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 五帝此刻不能出手 或许在之后也不能出手 所以才有了改变的计划 帝师 请明言相告 五帝陛下 为何不能出手啊 陛下百年前便已经走到了沧海尽头 这百年又有名物 说不准会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离开人间 陛下既然已经走到如今这一步 不管是柳相还是别的什么人 自然都不是陛下上心的 柳相如何应对 只怕你们还需要再想想 柳相那个沙屁 这个世间除去五帝陛下之外 才无一个人能够拦下 妖土既然没有五帝陛下出手 那为何还要割我山河三十万里啊 帝师没说话 割山河三十万里 这是他们答应出手的最大原因 剑士一脉杀力太强 一旦投入大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要修 倘若是这三十万里都没有了的话 这场大战 他们不会缠和 青阳圣人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保持平静 这才说道 既然帝师说五帝陛下不能出手 那么这件事便需要从长记忆了 他看了陌生一眼 之前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和帝师敲定时间 可是怎么都没想到 今日来了这儿帝师给了他们更坏的消息 一切部署都被打乱了 帝师叹了口气 时局这种事情 怎么有人能够完全算到 此一时彼一时的事情太多了 说完这句话 帝师朝着茅屋而去 好像是打定主意不想再说 青阳圣人看了陌生一眼 两人告辞离去 出了事自然得回到山河再看看形势再说 帝师走到茅屋门口的时候 没着急开门 而是转身很认真的看着远方 很快有一个工庄女子落到那个梧桐树之上 帝师仰头而逝 认真观礼 见过妖后 妖后从梧桐树上落了下来 他笑着说道 老师何必多礼 世间很多人都知道 五帝是帝师的学生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妖后他也是帝师的学生 妖后看着帝师的白发 轻声说道 老师还需真正身体 妖族不能少了老师 帝师是妖族里最有智谋的妖 即使是其他妖族 也对帝师十分地敬重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九十七集 而帝师则是看着妖后微微隆起的小腹 妖后也应保重身子 毕竟你身系陛下血脉 他都要离开这个人间了 这孩子能不能生得下来 他在意吗 帝师沉默般上 这才认真说道 陛下不一定能离开人间 跟请老师解惑 陛下的修炼功法有些问题 之前老臣便提出过 只是陛下相信自己足够强大 并没有上心 可是就从最近宫里的气息来看 陛下已经遇到了问题 之前帝师 在前任妖帝宫中找到的秘籍 都是这个妖族最强大的秘籍 那些秘籍修炼不仅对天资的要求十分之高 还对血脉有着苛刻的要求 五帝的天资不必多说 恐怕整个妖族往前推上数万年 比五帝天资更强的妖族也不会出现五个 光是这份天赋 便可以让五帝临驾于众多沧海之上 可是五帝的天资掩盖了血脉天赋不足 可那也只是在前期的时候 若是五帝不想离开人间 那么这个缺陷无可厚非 可是现在五帝是想离开人间的 这便显得十分的重要了 陛下的血脉天赋太差了 能够坐上妖帝位子的 自古都是血脉天赋极其强的种族 只有这位五帝不是 五帝的种族十分的普通 但究竟是什么 恐怕这个世间只有帝师一个人知晓而已 就连妖后都不明白 陛下一意孤行 很有可能会在最后时刻 身死盗消 到时候娘娘肚子里的孩子 一旦降临世间 便会是整个妖族有史以来 除去妖族之外最强的血脉 之后几百年光阴一过 妖族自然便是 娘娘肚子里这个孩子的 到时候即便是柳相 只怕也不会是敌手了 但是要保证这个孩子能够安然无恙地降生到这个世间才行 妖后看着远方 轻声道 蚊鸟一族出了个了不起的妖族 最开始妖途都在说 这几年便要来找本宫的麻烦 但是这么些年过去了 还不见那人来 本宫倒是有些不安了 成为沧海之时 整个妖族都能听到那一声鸟鸣 从某种程度来说 这位的血脉天赋便不比娘娘弱了 如今也没有出手 想来是要再多些把握 不过 此刻娘娘怀着陛下的孩子 只怕陛下不会让娘娘出手 不管是陛下的结局 还是娘娘的孩子 老臣只怕事都看不到了 时间果然是最大的敌人 经历两朝 再活一些日子是可以的 但是不见得能看到 数百年之后的光景 他这辈子最大愿望 就是妖族能去山河居住 毕竟妖土的气候和山河比起来 实在是天长之别 一些境界低位的妖羞 很难度过那些个十分寒冷的冬天 每当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 妖土便总是会冻死些妖羞的 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咱们妖族太苦了 从最开始便被人族欺辱 赶到了这么个地方 若是没有妖族横空出世 咱们这些妖族只怕早就被屠戮致尽了 所以让妖族离开妖土 是老臣一辈子的心愿 老师既然有这个愿景 那便更要多活些日子 看看到底能不能实现 原本老臣所想 陛下若是不闭关 那么柳相便交给陛下 之后的事情便由老臣去做 咱们灭了见识一脉 紧接着便将三教 和我们达成的协议告诉柳相 让柳相去找他们的麻烦 我们在后面 一点一点便能将山河尽数收入我们手里 不过陛下既然想要离开人间 老臣也不能做什么了 五弟要离开人间这件事 这让帝师很受挫 他对山河那边谋划了一辈子 最后临了临了才找到一个好机会 可是却遇到了五弟闭关的事情 这让他如何不难受啊 大业未成 即使死了也不安心呢 老师要不要再劝劝陛下 没用的 陛下之心愿 也是世间所有修士之心愿 这个世间没有修士 不愿意离开人间 不愿意去寻长生 陛下既然有了可能 我们怎么能拦着他呢 况且 以这陛下的性子 也不会听任何人的 姚后不再说话 只是把帝师送入茅屋之中 转身到了梧桐树之下 要说他和五弟真有什么感情 也实在是说不上 只不过是各有所求罢了 五弟想要一个血脉至强的孩子 而他想保住凤凰一族 白鸟之王的地位 看着那棵梧桐树 他莫名想起了年少时喜欢的少年 那个少年也是一个天赋横溢的妖族子弟 只是最后 始终是不如五弟惊艳 当年五弟准备迎娶他的时候 那人还意图抢亲 结果被五弟一拳给轰杀了 那个场面 才叫真正的凄惨 五弟的名声 之所以让所有人闻风丧胆 便是这一拳一拳打出来的 想到这儿 咬后叹了口气 眼睛有些湿润 但是身形逐渐地消散开来 片刻之后 有个一袭黑色长袍的男人 出现在这梧桐树之下 但是也是一闪而逝 青阳真人和陌盛回到山河 很快分开回到云端 山河很宁静 然而 剑山却有些乱了 刘相回到剑山 第一时间见了谢尘 陆长衍 这几个剑线 谢尘抱着剑 还是一身红衣 他就站在窗旁 但是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刘相在屋里坐着 脸色不太好 之前一身剑气浓郁到极点 谁都知道他是那个举世无双的剑线 可是这一次回山之后 同样是沧海境界里的几位剑仙 发现柳相虽说还是沧海境界 但是已经不是之前那种世间无双了 陆长衍脸色有些难看 我说柳大剑线 你听了个剑室的说辞便去寻心 针对世间无敌 没有任何想法了 刘相摇摇头 那人只是随口一说 我却觉得 这便是寻心之法 我尝试了好几百年了 都不能迈出那最后一步 或许 是真不如那些前辈 此来想去 也只有这样 才能离开人间 得到长生 诸位知道 我对长生其实没有太多想法 只是想看看人间之外的光景 你们活个几百年 走遍了人间 便会生出太多厌倦之意 一想到这件事 我便觉得 自己该是个普通凡人 反正一辈子都看不完这个世间 我在这里看完了 便想到别处去看看 这才是我的初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 这当然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陆长颜等人是刘相的好友 对他表示担忧 无可厚非的 成何不成 也就在这几百年里就有定论 他便是我 想来境界攀升会很快的 不会耽误多少时间 柳相既然都这么说了 自然没人再说话 只是抱歉而立的谢臣说道 你说的那个人 叫李扶摇 我之前听说 他还会我谢家的建树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灯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六百九十八集 剑山毕竟是这个世间最大的剑道宗门 加上之前李扶摇上山做客卿的时候 有人去查万剑宗的底细 而到了那之后 竟发现有弟子会用谢臣的家传剑术 这是小雪传给那些弟子的 当然 小雪的剑术 也是李扶摇传下来的 我谢家的剑术 怎么会被他学了去 柳相没有说话 李扶摇百余年便成为登楼镜 在他看来 应该是和白志涵差不多的剑道天赋 可是他怎么也不清楚 这李扶摇到底是如何会谢臣的家传剑术的 他似乎还会万尺的御剑法门 剑山消息灵通 知道李扶摇有了好几柄剑 这个世间的剑室 绝大多数都是一剑在腰间 只有万尺一人 独辟蹊径 这才有了御剑法门 可是谁都未想到 李扶摇他也不止一柄剑 谢臣在窗前站了很久 然后说道 我要去妖土一趟 李扶摇在妖土 谢臣自然是要寻的 陆长眼柔声说道 可否要我相伴啊 谢臣只是看了陆长眼一眼 并没说话 陆长眼知道自讨没趣 就闭上了嘴 谢臣离开房间 很快离了剑山 陆长眼这才坐下 看着刘相说道 哎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剑室啊 嗯 像是这样的剑室 只有白之涵 才有机会 在以后压他一头了 不过也好 以后世间出现两位剑仙 交相呼应 而不是一人一只独秀 是最好的 嘿 你这么说起来 岂不是说我们这些人 都不够看的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但你这么想 其实也不错 现在就看是他 还是白之涵 谁先入沧海了 白之涵天生剑胚 自然该是他呀 不一定啊 话音未落 刘相便站起身来 看一向剑山某处 他身旁的配剑也开始兴奋起来 剑山上有剑鸣声响起 陆长眼更是脸色大变 很快变成了心伤 不到两百年 便成就沧海啊 白之涵啊白之涵 果然是个剑胚啊 陆长眼哈哈大笑 刚才他们还在讨论 白之涵和李富瑶 谁先成就沧海 此刻白之涵就成了 刘相知道 马上这座剑山 就要生出异想 由此叹了口气 哎呀 白之涵胜了 剑山有一道磅礴 剑气生出 有无数长剑都在颤鸣 除去那些个剑仙配剑之外 很快有许多剑掠向天空 在天空齐齐地悬停 剑尖都朝着山上某处 这一番景象 让所有人看了都觉得骄傲无比 百年便入灯楼 不到两百年成就沧海 这是整个世间乃是整个修行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事情 那位剑胚却成了 这是创造了奇迹 山间响起了很多欢呼之声 剑气笼罩了整个剑山 甚至在剑山之外 还有些异象 鸾鸟一族所居住的那处峡谷 距离剑山有着千万里 两位沧海正在山腰看着霞光呢 而李福耀睁开了眼睛 一道剑气直冲云霄 叶生哥看到之后笑了笑 这一日 人间有两位剑仙诞生 同白之寒破镜相比 李福耀弄出的声音要笑太多了 不过也是正常 他不是什么剑胚 他也没什么强横的血脉 破镜入沧海 他也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剑仙 他走出房间 叶生哥已经在那个地方 等了很久了 你现在便出关 有把握了 李福耀没有想到 自己成为沧海剑仙的时候 叶生哥也破关而出了 叶生哥是准备和那位妖帝一战的 应当是小心再小心才是 可是这满打满算算起来 他这成为沧海 也才过了几十年而已 可以了 他也还是沧海而已 不管在沧海里走了多远 都还是个沧海而已 那生死一战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的 再等等 陪我到处走走吧 我觉得很开心 想要到处去看看 好 于是这一日 便有一位剑仙和一位沧海修士 离开了蓝鸟一族所在的峡谷 他们在天际留下了两道白痕 老玉站在山腰处 看着那两道白痕 看着那两道白痕 他埋怨道 哎呀 这个丫头 出关了 也不来先看看我这个老婆子 反倒就这样跑了 你说 这世上 哪里还有这个脸 你和这丫头 差着好几百岁呢 你说说 她能和你说什么 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自然就不想搭理你 让她去走走吧 之后要做的事情 可是有些难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老人的眼睛里满是温柔的神色 他感慨道 若是我在年轻个几百年 只怕也要学学这个丫头了 离开蓝鸟一族所在的峡谷 李富瑶和夜生哥最开始去的 是山河和妖土的边界 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很多修士 两个人站在云端 但是没有去打招呼 李淑瑶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才说道 说到底 守住这座山河的 还是见识 是的 边境那里虽说是有好些个修士 但是以见识居多 那些个见识境界高低不相同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他们都十分的清楚 若是真有一日要爆发大战 这里肯定是得遭受雷霆一击的 妖族大军会如同是蝗虫过境 他们别说守住了 就连逃命 可能性都不太大 再之后呢 山河这边的修士 自然会组织大军 然后和妖族大战 但是那些人到时候 已经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但是 他们誓死如归 并不退缩 夜生哥没有反驳 只是看着下方的风景 问了个问题 有个事情 你肯定自己也想过 但我还是想要问问 李傅要一点变痛 他苦笑道 其实说和不说 没有什么两样吧 夜生哥微笑不语 李傅要叹气道 到时候不管如何 自然要与人族为重 只是想来 也会有些别的解决之法的 也是 只要你李傅瑶够强 就好似找了一个 镇妖婉一样的法器 把秦怀镇压在那里面 自然什么都解决了 就怕到时候 秦怀比你更强 那你呢 你怎么想 又会怎么做 我没太多朋友 唯一的一个还不是妖族 我没有估计 要是盗门和剑士一脉 发生争斗呢 难不成到时候 盗门修士全部都死光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李傅要没说话 这个答案 还真是意料之外 两人在这里停留了片刻 便去了别的地方 这一次是往北走 在妖族的尽头 有一片苦寒之地 灵红竹去过 只是他们现在身为沧海 便再往北走便是 那里有一片冰川 李傅瑶用剑雕刻了一条小船 两人站在船上 在冰海里的缓行 偶尔出现冰山和暗礁 都被李傅瑶一剑给展开 这里一望无银 是整个妖途最冷的地方 即使是他们这些沧海修士 在这里都感受到了一些寒意 宽祖在这里肯定也活不成 不然也不会去北海 北海是让人族沧海和大妖们 硬生生给打出来的 现如今没有 得在那场大战之后才有 即使是那场大战 未将北海给劈出来 昆族也不会在这冰海里生活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699集 李傅瑶举目望去 没有在这冰海里看到任何的鱿鱼和妖羞 这里果然是很难生存的地方 叶申哥站在船头 看着前面那座冰山 只是微微动念 天地之间自然有契机 涌入那座冰山之上 然后就有冰块从上面脱落 那座冰山瞬间化成一棵参天的大树 树上开着冰花 一看就知道是棵桃花树 可惜没有言量 开快些 李傅瑶散出一缕间气 然后整条船便往前掠了出去 差不多半个月之后 他们两人来到北海尽头 那是一片连绵不断的绝壁 在绝壁之上 是浓云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在海的尽头 是一片青石绝壁 你试试 能不能展开 李傅瑶递出一剑 无数磅礴近气汇聚而出 一道雪白的剑光落到了青石绝壁之上 剑光十分的强横 但是落在石壁上 却是没半点让石壁受到损伤 我们上去看看 叶生哥脚尖点在船头 便朝云里飞去了 但是只能到那个云之下 便不能继续往前去了 浓雾里似乎有什么阻挡住了他们 李傅瑶对着云里出了一剑 静光遇到浓雲便消散开来 叶生哥已经落到了船头 他不想再去尝试了 李傅瑶的神情有些古怪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如果这个世界和外面的人间是一样的 那么咱们今天遇到的事情 在外面一样会遇到 一直往南走想来也是一样的 人间是有边界的 我知道这个世界有边界 但是我想知道它是人为的 还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说着话 他调转船头朝着南边而去 李傅瑶的脑子里有些乱 他到今天之前 想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一个剑仙 怎么去看看六千年前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从来没想过这个人间的事情 冰船沿着来时的路回去 叶生哥的声音不听 当年朝剑仙在洛阳城云端 一剑破开天幕 然后便去了天外 只是他在天外看了看 然后就回来了 他说是因为天外也没什么意思 但真相是什么 你知道吗 叶生哥是个天才 在成为沧海之后 他的眼睛似乎朝着天外看去了 而不再对着人间了 李傅瑶觉得理所当然 正是有了叶生哥这样的想法 他才能够真正的力压所有人 成为这世间举世无双的修士 只是他要带着李傅瑶 也是想让李傅瑶多看看 从南方到北方 冰船驶出滨海 然后他们重归陆地 再之后遇见南下 他们来到山河之中 然后在一座小国都城停了下来 走进酒楼 两人点了一桌子的菜 叶生哥看着摆在他身前的一个猪头 然后看了眼李傅瑶 李傅瑶没说话 只是冻着筷子 吃了一餐饭 叶生哥走在长街之上 轻声说道 可以了 不往南走了 是因为知道和北边没有什么区别 叶生哥点头 他把李傅瑶腰间的剑抽出来 然后自己趴到了李傅瑶的背上 八剑一扔 轻声说道 就这样吧 李傅瑶没说话 背着叶生哥 欲见而起 见光照亮了天际 那座巨城的宫殿之中 五第一就在闭关 帝师走在宫中 苍老的身躯 看起来和他沧海大妖的境界完全不相符 他不像是一个大妖 只像是一个垂木老人 只是今日他穿得很正式 那雪白的长须看着也极有规矩 五帝虽然是妖族的妖帝 但是妖族并不像人间王朝一样 每日要举行朝会 只在很重要 极重要的时候 才会召集各族的妖军来到这座巨城 在五帝统治妖族的三百多年里 召集妖军的事情只发生过几次 而这几次之中 大部分还是只有帝师出面 这样说起来 五帝差不多得有两百年没出来一事了 帝师从回廊走过 来到那座广场前的大殿之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那些陆续赶来的妖军 妖族的沧海大妖多达二十八位 加上帝师和五帝以及妖后 便有多达三十一位大妖 这样强大的时期 在妖族历史之上 算是极其鼎盛的时代了 可奈何 人族也是如此 以柳相为首的人族 渐行有十六位 再加上那些个三教圣人 人族沧海修士的数量 和妖族大妖大致相同 而且柳相的剑实在是太强了 妖族大妖陆陆续续赶到 帝师浑浊的眼神之内 情绪一直不明 片刻之后 她缓缓朝着广场走下去 以往一事她是主持 所以说她能站在高位 可是今日她不是 她需要往下走 往下走 自有大妖让开位子 鸾鸟一族的两位沧海妖军 站在一起 来到帝师身旁 老人轻轻揽住帝师的手臂 然后带着帝师 朝广场上走去 帝师应当注意身子才是 帝师像是我们这样的老家伙 没几年了 鸾鸟 你可比我年轻多了 帝师浑浊的眼神 看了眼鸾鸟妖军 和她身旁的老玉 然后问道 你们族内那位呢 还在闭关 按照依王惯例 她没来也不算是坏了规矩 妖族有大事商议 族里其实有一位妖军 道场就可了 妖军拥有族内大事的决断权 今日他们夫妻都来了 鸾鸟一族如何做 其实不过是他们两人的 三言两语的事情 帝师没多问 只是帝生道 今日之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年轻人要闭关 那便闭关吧 年轻才是最大的本钱 一夜妖精笑了笑 只是转头看脸身侧的老玉 片刻广场上安静了下来 因为从回廊那边 走过了一个宫庄妇人 那是妖族里最尊贵的女子 妖族里的最后一只凤凰 妖后 看到妖后的出现 广场上已经有鸟族的妖军攻身行礼 雨夜妖军和老玉 也全部都攻身行礼 帝师微微攻身 这是妖土臣子的礼仪 和妖族的行礼并不相同 妖后站在大殿之前 没有说话 人们都以为 应该就是妖后来主持这场事业了 虽说过往那些年都是帝师主持 但是既然妖后也要站出来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只是很快的 妖后也侧着身子 往下走了几步 广场上的大妖们全部瞪大眼睛 两百多年了 这一次是武帝亲自出来了 那扇门被人拉开 有一个黑袍的高大男人 出现在了大殿之外 也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他看着这些大妖 沉默不语 但是所有人都跪了下去 他站在这大殿之前 看着跪着的那些大妖 默然道 请起 武帝一身的黑袍 武帝着一袭黑袍 上绣许多紧密的花纹 可是不知道是些什么 反正让人看着感觉十分的压抑 一众沧海站起身之后 接下来就是等武帝要说的事情 武帝沉默了很久 然后才缓缓地说道 朕今日召集诸位前来 只为告诉诸位一件事 朕 要走了 武帝大约七百年前 就成就了沧海境界 三百多年前成为了妖土的妖地 现如今还不足一千岁 尚在春秋之陵 他说的要走 只能是飞升离开人间 这句话一说出来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修士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呀 最想要的只有长生 可是长生这两个字 是世间最难拿到手里的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集 时间不知道有多少修士 可是沧海修士不足百人 在这百人之内 也很难有人真正能有长生的 至少是在过往的那些岁月之内 得是数千年 才能有上那么一两位 据史料记载 妖族这边 唯有第十六人妖帝能够飞升离开人间 成就长生 而人族那边则是一位三角圣人 而在那个时候到如今 差不多已经数千年过去了 五帝今日召集整个妖头的大妖 告诉他们 自己要走了 大妖们全部跪了下去 齐声喝道 恭贺陛下 诸位请起 朕要离开人间 便需要重新选一位新的妖帝 朕的担子很重 你们最好能找到一个 能担起来的人 说完这句话 五帝看向帝师 然后目光落到了妖后身上 他走过几步 来到妖后身侧 轻轻地牵起妖后的手 朕走后 你肚子里的孩子能生便生 不能生 便不要了 妖后抬起头 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是五帝走后 这是五帝走后在人间的血脉 很有可能会成就一门两位妖帝的壮举 可是这个时候五帝却这样说 着实是让妖后很吃惊了 陛下 这可是您的血肉 臣妖后 臣妖往往不甘如此 妖后眉眼低垂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但是说话的时候 语气里有一些七万 五帝领着妖后往前走过几步 你不会不明白 这个孩子很难生得下来 你即便是凤凰 又是沧海大妖 但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把握 朕的境界太高 这孩子的血脉太强 生下来 你也会死 朕当初娶你 自然是为了留下志强后代 去替朕完成心愿 但是此刻 朕已经要临近那最后一步 没理由 让你去跟着送死了 雨滴言辞平缓 倒是说的都是事实 虽说着言语如刀 字字伤人心 臣妾不明白 你其实很明白 这个世间的事情 你什么都看得清楚 朕也清楚 你和老师 都想朕留在人间 和柳相一战 你们都想妖族 能够过得更好 但是这个世间 有几个人能够抵御得了 长生的诱惑 朕不行 这世间也没有人行 朕可能对不起老师 也可能对不起妖途的子民们 但是没有人能够怪朕 朕离开之后 你白鸟之王的地位保不住了 这三百多年里 你也该知道了 受人庇护和自己拥有 一直以来都是不同的 五弟松开腰后的手 朝着那些大腰走去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他这辈子 最后一次被人攻合和朝拜了 沿着台阶走下 他的长袍拖在地上 妖后由于片刻 还是将五弟的长袍抱了起来 五弟往下走了几步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倦了 然后他看着那些大腰 忽然摇头道 就这样吧 腰底掉头朝着大殿走去 无数大腰看着他的背影 在心里默默想着走好两个字 可是这个时候 天际生出了一道白痕 再之后是一道浓郁的剑气生出 有一个青山渐仙 欲见而至 雨夜妖群笑了起来 而老玉的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再紧接着 有一个白痕女子 同天际降了下来 她的身后生着一双羽翼 光滑流转 五弟停下了脚步 别急着走 朕走之后 你自然有可能成为妖帝 不用那么麻烦 打一架就行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那女子身上 五弟是谁呀 是要离开人间非仙的人物 就连柳象都不一定能战而胜之 而他是谁呀 居然敢扬言说要和五弟打一场 他背后有一对羽翼 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蓝鸟一族 那个才入沧海的新妖军 可是如果说真是这个人 岂不是说这女子才入沧海 不过几十年 然后就有资格和五弟一战 争夺妖帝的名头 这事太过亥然了 他们一时之间不能接受 五弟黑色长袍下 满是沧海气机翻滚 他看着这个女子 你本来不该这样的 蓝鸟一族要成为白鸟之王 很多人都说要先和他打 然后再和你打 你要是走了 便只要和他打 要简单得多 可是我不喜欢 我只想和你打 即便是柳象在此 都不敢说剩我 你才入沧海多少年 便敢和我打 夜生哥没有说废话的习惯 所以说他只是看着五弟 五弟也知道了夜生哥的想法 行 就这样吧 五弟一身契机磅礴而起 让在场的大妖 全部赶到了压迫 五弟已经差不多 两百年没出过手了 谁也不知道 他的境界到底多高妙 也没有人知道 这位五弟陛下 斩杀一位沧海 现在需要多长时间 但是在这股磅礴 妖气生出的时候 所有人都明白 五弟绝对不是 他们能打败的人 有好多人都看向帝师 帝师的境界 可能不是最高的 但是他是活得最久的人 现在应该怎么做 是什么样子 他说了算 也是知晓的 帝师微微迷眼 轻声说道 瑶祖的诡计 瑶帝只要不是富商 任何一位妖军挑战 都应当接受 这是妖族的规矩 即使是五弟也不能违反 所以说今日这一战 事不可免 说完这句话 他看向雨夜妖军 轻声笑道 你这老家伙的子孙 还真是有些怪 年轻人们有想法 都不好拦着 到底如何 还要看最后怎么样 不过结局不管是什么 我这把老骨头都能接受 只是希望陛下若是胜了 好歹留那丫头一个全尸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老玉早已把手放在了 雨夜妖军的胳膊上 听到他这么说话 他的那只手很快就使上了力 雨夜妖军面不改色 继续说道 其实依着我看来呀 那丫头还是有几分机会的 这句话当然是为了 红内老玉所说的 所以说无人当真 只有帝师神情复杂 然后帝师看着天幕 这一位又是怎么回事 沧海里的大修士 好些人都有怪僻 交友更是如此 即使人族和妖族交往 那都是有常有的事 从古至今都有 不过遇见大事之后 他们也会各自有着各自的立场 这不算什么大事 没有人在说话 所有人的精力都放在那边 即将要发生的大战之上 就连云端的李富瑶 也收敛了心神 来吧 夜生哥没说话 只是五弟说出这句话之后 他直接朝着五弟走了过去 此时的五弟是这个妖族 乃至于这个世间的最强者 他身前布满了浩瀚气机 以及无数的妖气 没有几个人能够如此轻易地朝他走去 但是夜生哥朝着五弟缓步而行 他身侧有无数磅礴气机生出 如同是一只又一只看不见的手 把那些妖气和气机全部给撕扯开来 五弟一身黑色长袍如墨 往前走了一步 就是这一步 让云端的云海都乱了起来 似乎有无数的契机把云海给冲乱 整座巨城之上 风起云涌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01集 天际的云海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而五弟就在那漩涡的中间 他看着并不像是一个沧海修士 而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绝世魔神 尤其是那一身黑袍 让人不敢直视 夜生哥在这天地异想之下 看着像是一夜偏周 在风里游荡飘荡 云海里落下紫色的天雷 就像是一条条紫色的巨蟒 疯狂地扑向夜生哥 夜生哥的背后 生出了那双美丽的羽翼 然后双翼展开 拦下所有的紫雷 此刻他距离五弟 不过是树步之遥 五弟如同是一尊雕塑 宜然不动 夜生哥的脸色有些发白 但他还是朝前走去 一边往前 双手一边开始劫引 他的身侧生出数道金光 无数条金色的丝线出现在这里 那些丝线是从天际而来 或是从他身上生出 将这里给照亮 唯有五弟的黑色长袍 是照不亮的 五弟忽然开口了 你连修行之法 都是学的人族 以为这样便能胜过我 很多年前 妖族并不能修行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修行 后来妖族学来了人族的修行之法 然后将其传给妖族 后经无数次演化 有了最适合妖族修行的法门 如今妖族修行之法 虽说最初还是来自于人族 可是和人族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可是夜生哥此刻用的是 最纯正的道门道法 是人族修行法门 那些金色丝线 是云端的圣人们才能施展的 若不是夜生哥此刻还生着一双羽翼 只怕是要被当作人族了 夜生哥没有说话 只是那些金色丝线 已经入侵了五弟身后的漩涡之中 就好似是一条小鱼 进入了一条大江之中 那条大江波涛汹涌 那条小鱼很可能就会死在里面 但是五弟却是眉头微微一动 有些意思啊 随着这句话声出了 五弟直接伸出那只大手 朝夜生哥伸去 把他身前的金色丝线直接斩断 大手并不停歇 仿佛下一刻便要将夜生哥的身躯也给扯断 可是就是这个时候 从那漩涡之中 突然有一条金色的巨蟒 朝着五弟扑杀而来 五弟皱眉 收回那只已经伸出去的手 然后仰天看着这条金色巨蟒 就在这条巨蟒快要落到身前之时 五弟张开大口 直接把这么一条巨大的金色巨蟒 给硬生生的吞了下去 五弟身躯猛然变大数百丈 身躯变大之后 头顶顶着天际的炫雾 那些黑袍如漆如漠 就像是一片夜色拦住所有人的视线 夜生哥神色漠然 从手中又抽出了一条金色丝线 无数金光巨拢 一柄长剑出现在了夜生哥的手中 李富瑶就在天际的云端 看着这柄长剑 漠然不语 剑是他的 不过在破镜入沧海的时候 要做出抉择 因此他只选择了明月这柄剑 十里和高楼 都被夜生哥所要去了 可是夜生哥他不练剑呢 为何要这两柄剑 当时李富瑶也不清楚 直到这个时候 夜生哥拿出那柄高楼 然后一剑斩向五弟 有一道剑光划破天际 没能落在五弟身上 不过这一剑依旧展开许多妖气 让夜生哥朝着上面掠出树杖 最后停在了五弟的大腿处 夜生哥平静刺出一剑 将那柄高楼留在了那里 然后双翼招展 朝着远处飞去 广场上早已经是阴云蔽日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仰头 看着这一幕 帝师颤颤巍巍的身子 似乎随时都能倒下去 还好有雨夜妖军 搀扶这位妖族的智囊 他喃喃自语 陛下公餐造化 早已经走到沧海尽头 可有些事情旁人不清楚啊 雨夜妖军文言一正 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没说话呢 所有人都在沉默着 看着这一场大战 夜生哥悬浮在板空 仰头看着那尊巨大的法相 然后提紧而去 这一次用的是十里 两柄剑都有妙用 五弟漠然的面容 看着夜生哥 依着你的能力 在朕离开之后 自然会是妖族之主 为什么非要来和朕一战 你要离开人间 我知道 但我也知道 你没有成功 五弟境界高妙 已经走到最后一步 几乎要离开人间了 但是最后却失败了 这也是五弟有史至终 不想与柳相一战的原因 这件事写在了 登天楼三千道卷之中 是最隐秘的那一卷 除去历代灌注之外 只有夜生哥一个人看到过 当然 他现在已经是 陈先生的灌注了 你将那修行法门改了 但没改好 五弟脸色总算有了些变化 他看着夜生哥 有些不可思议 那修行功法的问题 只有他和帝师知道 而且即使是帝师 也不清楚太多详细细节 可是为什么这个人知道啊 夜生哥明白 五弟在想些什么 他没急着回答 只是说道 你走不了 所以 换个方式吧 换个方式 换个离开人间的方式 比如说飞升是一种方式 而被人杀死是另外一种方式 朕即便出了问题 也不是你能杀我的 这一次五弟的声音很小 显然是不想让外人知道 说完这句话 五弟硬生生从云海里扯来一缕云气 落到手里的时候 化作一柄天地之间最长的刀 五弟提刀 就和柳相初剑一样可怕 整个天幕的紫色雷电被纷纷落下 让这座巨城几乎化作一座炼狱 五弟法相迅速变小 变回了之前的常人大小 那缕云气所化的长刀 此刻也变成了普通的长刀大小 五弟看了一眼 大腿上插着的长剑 只是微微一震 长剑离开他的身体 他抬头看了眼云海 然后朝着天幕一刀斩去 李飞摇原本就在云海里观战 此刻看到那道雪白刀光 当机递出一剑 剑光和刀光相遇 仅仅一瞬间 李飞摇的剑光支离破碎 整个人被那道强悍的刀光击中 朝着远方飞去 他吐出一大口鲜血 灵府内动荡不堪 五弟很强 但他从未想过 即使是同围沧海 五弟一刀能够将自己的剑气展开 五弟将李飞摇一刀斩腿之后 很快把目光放在了夜生哥的身上 夜生哥随手丢了手里的十里剑 身侧再度生出无数的金色丝线 这些金色丝线凝结成了一道光幕 拦在了五弟之前 五弟神色不变 只是一刀斩出 光幕破碎 无数金光散开 五弟已经下定决心要杀人了 很快出了第二刀 夜生哥的头发已经被刀气吹得摇摆起来 但是他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静静地看着五弟这一刀 似乎是前驴技穷 只能是任其屠杀 雨夜妖君和老玉都不忍心看那一幕 帝师颤颤巍巍巍地喊了一声 陛下 妖后有些惊异 大妖们离得太远 看不清大殿之前发生了什么 但是妖后和师弟都知道 师弟是感受到了五弟气势的波动 而妖后则是看到了夜生哥胸前生出的金光 之前五弟的两刀已经让天幕波动 可以说是这两刀几乎要超过沧海了 要是说五弟能够维持住那个境界 似乎离开人间的事 有了机会 可是谁也想不到 在第二刀斩除之后 事情发生了转机 无数刀光尽数散去了 夜生哥的金光也没了 只剩下那贯穿天地的巨大漩涡 和在云海里的雷声还在 五弟脸色变得有些奇怪 似乎是有好些东西想不明白 其实只有寥寥几个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夜生哥知道 他离五弟很近 能够看到五弟体里的气机流动 那些几乎算得上是整个世间最强的气机 在五弟的经脉里乱窜 只用了极为短暂的时间 便将五弟的身躯搞得千疮百孔的 就像是一只竹篓 撞不住水 他的气机此刻已经开始不断 不断地在身体里流出去 我说过 你走不了 如果说这是真的 那么在某个故事里 你的结局便已经定下了 五弟的情绪都被他收了起来 他问道 那个故事里 我最后怎么样了 那些气机从身体里流逝 他自己都能感受到 就是修炼功法的问题 他没办法阻止 而且随着那些气机流逝 带走的还有他的生计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02集 在那个故事里 你死于暴毙 没有人知道你是怎么死的 所以后来人们猜测 你是越功法的缘故 所以导致了死亡 相比较起来 那样的死亡 还真是有些憋屈 不如死在你的手里 所以我来了 五弟明白了什么 然后带着欣赏的眼光 看着夜生哥 我觉得我没有故事里 所说的那么无趣 宝毙是无趣 五弟这么强 他是这片天地的主角 怎么会这样无趣地死去呢 夜生哥没说话 就这样吧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整个人散成了一粒粒的光 就在众人的眼前 在这幅天地一向前 消散开来 那个巨大的漩涡 渐渐消失 天地之间又变得清明起来 云海里的雷声 这个时候也不见了踪迹 一切都变了回去 夜生哥 站在大殿之前 眼睛看着是五弟 消散的地方 腰后看的是 夜生哥的背影 而帝师则是看着远处 神情恍惚 与夜妖精和老玉眼里 则是有些泪化 鸾鸟一族能够成为白鸟之王 已经是大姓了 从未有人想过 族内竟还有一位族人 能够成为妖帝 没有人想到 这位至强的五弟 就这样死了 而且还是死在了一个 踩入沧海 不过几十年的后背手上 这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无数人脑海里都空荡荡的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夜生哥没有动 直到一场血雨骤然而至 飘泼大雨 就这样洒落在巨城之中 云海忽然又变成了红色 落到了人间 帝师这才回过神来 颤颤巍巍地朝着夜生哥跪下 很多大妖这才反应过来 陆续有别的大妖开始跪下 等全部人下跪之后 只剩下妖后没跪下了 妖后神情复杂 看着那女子背影 最后她还是跪了下去 凤凰一族历来都是白鸟之王 哪跪过别的鸟族啊 这是第一次 帝师看到所有人都跪了下去 这才高呼道 老臣 恭迎陛下 臣等 恭迎陛下 此起彼伏的声音响起 女子转过身 看着眼前跪着的大妖们 平静且无趣地说道 请起 声音很小 但是所有人都听到了 紧接着 她吐出了一大口的鲜血 然后朝着前面 步伐飘浮 一点都不像是个沧海大妖 但是她确确实实是成为了 妖族历史上唯一的女帝 心神危动 地面上的两柄剑 全部没入云端 只余下思旅的剑气 李富耀从云端掠过 飞剑的速度十分之快 即使是之前被五弟一刀展开 让李富耀受了很重的伤势 但是也不妨碍李富耀的速度 剑仙本就是这个世间速度最快的修制 可是当她快要临近那座巨城的时候 便听到了很多的声音 然后她就停在了云端 思绪复杂 云端之下的那座巨城之内 叶生哥真的把五弟给斩杀了 李富耀苦笑不已 站在云端 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再下去 直到那两柄剑从云海里出现 落到他的身前 他这才落了下去 那广场上跪着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大腰 有了叶生哥那句话之后 很多人都站了起来 但是没人往那上面走去 他是妖帝 不需要任何人所搀扶 李富耀落到了叶生哥身前 当着一种大药 看着那个脸色苍白如同白痴的女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件事不难 但是总的来说 就是运气两个字 我觉得 好像不像是运气就能说明的 叶生哥恩了一声 运气这个词 只是说他能够把五弟的状态逼出来这件事 至于其他的 很多东西说不清楚 那之后你就是妖族的女帝了 李富耀有些不可置信 叶生哥应了一声 脸色有些变化 李富耀明白他的意思 所以转过身去 叶生哥很快爬到李富耀的背上 李富耀想了想 然后说道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少做几次 我好像觉得有些对不起的 这句话说的有些意思 只是这个时候 叶生哥已经闭上了眼睛 他没听见 然后李富耀看着那些大妖 没有说话 只是踏上了某柄剑 然后很快离开这座巨城 朝着蓝鸟一族的那座峡谷而去 人间下了一场血雨 这是百年以来第一场血雨 从妖途 而至人间 青阳圣人落到某处山峰之上 这里有一个面色普通的中年道人 已经等了很久 青阳圣人首先是打了个击手 然后才说道 一切都清楚了 柳相将自己一分为二 已经不是之前那个绝世见先了 那位面容普通的中年道人 看着这场血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东西 沉默了很久之后 才开口轻声道 此事还需你再入一次妖途 只是既然没有了柳下 之后的事情 事实强硬一些 具体如何 你自己把握就是了 教主 我尚有一事不明 其实这一次道门和儒教要联手妖途的事情 他一直很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毕竟妖族是妖 即使想再成为山河的主宰 但是联合妖族这事一旦传出去 就是万代的骂名 那中年道人看了青阳圣人一眼 妖族不能联手 这种事情是数万年前编定下的铁律 我们若是做了这样的大逆不道的事情 自然也会被唾弃的 所以妖族只能利用 在这个计划里 他们和剑是两败俱伤 然后就是我们出手 至于之后能造成多大的战果 是将妖族重创 还是将妖族彻底灭亡 都不好说 但不管怎样 咱们都不会做出有谓人族道义的事情来 和妖族联手 只是为了打破 见识一脉对于山河的统治地位 但是儒教和道门从来未想过 把山河的地割给妖族 那位帝师想得很美好 自认为是智谋无双 实际上也比不上儒教和道门的谋划 那位老帝师快死了 武帝一心想着离开人间 等他离开人间了 妖族再无人 值得我们上心 千秋大夜都在青阳道有你的肩膀上 为道之际 青阳死而后已 中年道人点头 这件事情再如何胜券在握 但是仅凭道门是完不成的 还需要儒教那边大力协助 像是武帝和柳相这样的人 除去他们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谁能够算计他们 剑山这些日子很平静 柳相和白之涵这些日子 一起问贱好多次 虽说柳相自斩一刀 但是剑刀造诣依旧是世间第一 白之涵是踩入沧海 在境界之上 还有剑刀上 和柳相还差很远 所以说这些日子的问贱 对于白之涵来说 很有帮助 而且此刻柳相没有了志强战力 那么之后要是发生了大事 便需要别的剑先挑起更多的担子 白之涵一直都有着 不弱于他人的想法 所以说他在这些日子里 异常的认真 异常问贱结束 异常血雨 突兀而至 柳相心有所感 但是心里难免还有凄凉之意 不知道这辈子 还有没有机会和五帝一战 柳相仙人间最后一战 便可选择和五帝一战 倘若那个时候没有五帝 我也行 说不清楚的 这世间的事情 哪里就一定会跟自己预想的而来啊 再说了 你的敌手 或许 只能是李福瑶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零三集 柳相这辈子只对两个后辈轻言有加 一个白志涵 一个李福瑶 白志涵想起之前在剑山见过那个年轻人 不知道他此刻是不是已经入藏海了 柳相叹了口气 似乎有太多遗憾 他看着这场血雨 轻声说道 我似乎有好些事情做错了呀 不知以后还有没有弥补的可能啊 白志涵没有说话 似乎五帝离开人间了 五帝春秋鼎盛 怎会如此 等你境界足够高妙 自然对天地有些特别的感悟 若是五帝真离开了人间 这便是妖族最为薄弱的时候啊 可惜了 五帝境界高妙 自然不是什么人都能杀的 但是倘若他和柳相一样 做了好些别的尝试 那么便可能出了大问题 这个世间有很多事情 我们是想不透的 说完这句话之后 柳相便走了 留下一个萧索的身影 白志涵思绪万千 青阳圣人在人间走了一趟 最后还是和那位陌生会面 再度去了妖图 一番曲折之后 来到了妖帝的宫殿内 而他却发现这个时候的妖帝宫殿 不同以往 五帝的痕迹没有了 许多宫女都被遣散 然后来了一批新的 帝师暂时住在这座宫殿之内 操持这宫殿内的大小事情 妖后住到那间茅屋里 青阳圣人和陌生 在血雨之内到了帝师身前 帝师还是一副老态 不过眼镜里却不知道为什么 有了光芒 青阳圣人开门见山 说了一些山河里的现状 关于柳相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但是妖族里 倒是还真是没几个人知道 所以说青阳圣人 把这些事告诉他的时候 还是让帝师有些意外 陌生沉生道 没了柳相 之所以谈 应当有些变化 妖族这一次 要的山河疆域 不能太多了 帝师没有开口 他似乎是在想着什么东西 陌生继续说道 既然没有了这个问题 想来这件事再无阻碍 若是帝师应下 便能够上一时间了 帝师代表着妖兔 他的决定就是妖兔的决定 至少在以往那些年之内 一直都是这样的 可是今天帝师却是有些 一反常态 他站起身来 看着那场血雨 这才开口说道 两位圣人知道 这是我妖族哪位大妖 离开人间了吗 青阳圣人感慨道 唉 世间之事都抵不过一个时间呢 妖族有大妖走到了尽头 离开人间 虽说不忍 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没有人能一直活着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想要飞升 想要离开人间 去找那个所谓的长生 但实际上 长生难寻 至少 不是我们能寻到的 自古人节天交数不胜数 真能够抗衡 十间尾利的 绝对没有几人 五弟陛下一代人节 这世间除去流相之外 还有谁能相抗 可就是这样一位绝世天交 也还是倒在了时间的洪流之中 青阳圣人听着这话 神色大变 五弟 离开人间了 陌生也是眉头紧照 显然是接受不了这个结局 天佑我妖族 五弟陛下离开人间 我妖土又迎来了女帝陛下 你是说 有人斩杀了五弟 青阳圣人今乎要叫出声来 五弟是这个世间最强的修士之一 往常人们的认识是 只有柳相能和他一战 除去柳相之外 哪来一个能和五弟一战的大妖呢 而且还能战而胜之 天佑我妖族 陌生的脸色几乎要阴沉地滴出水来 五圣已经十分的难对付了 好不容易柳相成了那个鬼样子 结果妖族又出来这么一位妖帝 这是妖族之性 同时也是人族之悲 青阳圣人听着窗外的语声 整个人的心情十分的低落 事情要是真是如此 那么道门和儒教的谋划 岂不是都要落空了 敢问帝氏 那位女帝陛下 对之前你和我商议的事情 有何看法呀 女帝陛下做了妖族之主 自然什么都要听她的 所以在之前 老朽便已经将此事报告给了陛下 女帝陛下怎么说 陛下说 请两位圣人留下来 在帝氏说这句话的时候 门外生出了一道磅礴气机 青阳圣人当机立断 一身的气势瞬间攀升到顶点 然后有一座古朴的青铜小顶 出现在房间之内 朝着帝氏而去 陛生也很快卷起一堆黑墨 就要去困住帝氏 他们毕竟是沧海 并不是什么蠢人 光是这么一瞬间 便想到了一处 若是帝氏和妖族 要将他们留在此处 那么帝氏才是他们的一线生机 只是当那个青铜小顶 朝着帝氏撞去的时候 帝氏伸出了一只枯瘦的手臂 硬生生抓住那个青铜小顶 用这座小顶 将那些个黑墨收了起来 然后他五指张开 覆盖在这小顶之上 将那些个黑墨尽数地压制 无数契机尽数连去 请阳圣人没有犹豫 飘然落到了帝氏身前 一掌击出 掌心有无数的金色丝线 如同是触脚一般 墨胜就跟在身后 而这个时候 窗口被一道刀光给破开 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提刀掠过 直接一刀劈砍在 青阳圣人的身躯之上 只一瞬间 青阳圣人便血流如注 墨胜心生紧绝 又有黑墨宗袖间涌了出来 他之前出手并未倾尽全力 而是留下了后手 此刻便是为了等着门外那人出手 可惜 当那道磅礴气急 依附着一个硕大拳头 轰杀之质的时候 墨胜还是被这一拳击中 倒飞出去 而青阳圣人捂住胸口 那些心血已经止住了 只是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那个提刀的男人 站在他身前 眼神没半点的情绪 他只是看着帝氏 墨胜身前的那个男人也是如此 这两位都是妖族有名的妖军 境界足够高深 更何况新有帝氏出手 将两人的圣旗都控制住了 青阳圣人历声喝道 你杀了我们 就不怕让两族大战吧 到时候三教和剑士联手 你们挡得住吗 本来就要打这场仗 没了柳相 你觉得你们人族 还有谁能够拦下我们妖族 青阳圣人心如死灰 五帝被另外一个 更强大的大妖给斩杀了 他们两个作为山河一方的战力 补出意外的话 便会死在这里 此消彼长 妖族会生出大战的想法 也很正常 墨胜这个时候开口说道 杀死五帝的那个人 绝对没有五帝的境界高妙 人族没几个聪明人 但我必须要说 你算一个 你要是个妖 我能把一切都给你 帝师这句话 其实是有些诚恳的 他已经很老了 要不了几年就会离开人间 所以说他对于谁做妖帝 到底谁是人间最强者 他没有什么想法 他知道自己长生无望 所以在很久之前 已经将把妖族带离妖土 视作自己最后要做的事情 不能在时间的洪流里前行 那就得按上刻上他的名字 一旦做成了这件事 他就会是妖族最有功绩的人 无论是谁都将记住他的名字 无数妖族都会对他感恩戴德 他活在了人们心里 这或许就是一种长生 长生二字实在是太迷人了 修行不义 没有人愿意再半岛二退 你放过我 我愿意为妖族效力 青阳圣人瞪大眼睛 想活下去自然是人之长情 可是身为人族 如何能为妖族效力呢 陌生只是瞥了眼青阳圣人 既然都开始和妖族说联手了 再做一些事情 又有什么问题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04集 青阳圣人有些茫然 是啊 他们都可以为了道门和儒教的礼仪 为了能把剑士拉下神坛 不惜生灵涂炭 和罪人没什么区别 既然是做罪人 为妖族效力又怎么了呢 青阳圣人闭着嘴巴 没有说话 帝师浑浊的眼睛里 没什么情绪 他看着陌生 有句话叫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只是你这样的人 很失实物 唯我所用倒也不差 只是心思太重 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说着话 帝师那只枯瘦的手就伸了出来 就像是一颗竹竿 硬生生把陌生的身躯 捅出一个大口子 陌生生机渐渐断绝 很快闭上了眼睛 然后那场血雨便更大了一些 青阳圣人的脸 因为恐惧而变得扭曲 他看着帝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太笨了 也要死 这一次帝师没伸手 那个男人提刀砍下了 青阳圣人的头颅 这一场稀杀可以说得上是毫不费力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发现 那场血雨还没有停呢 五弟刚离开人间 这是很好的掩饰 五弟悠悠叹了口气 走出这间房间 很快有宫女来到这边清理痕迹 而帝师要去见一个人 今天是妖帝离开人间的第一百天 也是那位女帝陛下 来到这座宫殿的第十天 当然 一起来到这儿的 还有那个穿着一身青衫的剑仙 帝师想到那个青山剑仙 忍不住赞叹几句 百余年便走入沧海 这样的修行速度 恐怕只比陛下差一线了 夜深歌坐在片殿之内 像是他们这样的修士 不会需要太华丽的住处 所以说这座片殿 只有一个蒲团而已 夜深歌便盘坐在这个蒲团之上 一袭白裙像花儿一样绽放着 而他的长发便这样随意地披散下来 至于那位青山剑仙 并不在此处 帝师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这位进阶高庙的三朝老人 在门前停下 对着夜深歌大力参拜 陛下 老臣有事要说 帝师跪在地上 姿态摆得很低 声音在片殿之内回荡 夜深歌睁开了眼睛 但是没转身 事情都做了 来说什么 是的 帝师之前说陛下 请两位圣人留下来 那是假的 夜深歌从未想让他们 把青阳圣人和陌圣斩杀在这里 至于那场大战呢 他更是不想挑起 甚至于那盗门和儒教的阴谋 他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只是他和李富瑶 都是要探查真相的 知道了这件事 便算是知道了一半的真相 妖族要南下 少不了几个重要的人 帝师是一个 那两位圣人是两个 至于别的什么柳相啊 还有五帝啊 其实都不太重要 毕竟这两个人 在那场大战之内 一个已经暴毙 另外一个一分为二 实力大不如从前 他们两个人 都是站在人间之上的 想的只有长生 陛下知道 整个妖土的一碗生灵 都是陛下的子民 难不成陛下便能够眼睁睁看着他们 生活在这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 其实这样的话 帝师也曾对着五帝说过 只是当时五帝回了一句 事情需要自己去争取 不需要旁人为其谋划 如今帝师又把这句话 交给了一眼声歌 大战一起 不受妖族都要失去生命 去问问他们 到底是想活 还是想死 想活 再妖土 也能活 帝师就没道 陛下这样说便不对了 陛下公餐造化 天资惊人 如今已经坐上了妖帝的宝位 要不了多少年 定然能够越过当初的五帝陛下 可是陛下 身为妖帝 肩上要担起担子来 帝师还是归着 只是说的话要硬气很多了 现在可以说一切事情都在帝师的掌控之中 叶圣哥其实也是在前几日才知道 帝师的境界 距离五帝也只是差出一线而已 所以等叶圣哥到了这里 便被帝师已经布置好的阵法给困住了 五帝太强 帝师不能随意摆弄 可是叶圣哥没那么讲 所以说他就成了帝师的傀儡 帝师需要以他的名义来调动妖族大军 来发动那场大战 帝师的城府远比看着要深 叶圣哥是妖族历史上第一位女帝 也成了第一位被软禁的妖帝 陛下不愿意开战 是为了我妖族子民 老臣理解 可大战不开不行 所以便委屈陛下了 距离五帝只差一线 给五帝的功法 你动了手脚 谁都知道五帝能够有今天 全是这位帝师在身后鼎力相助 甚至不惜将前朝妖帝的秘籍给他看 这个时候要是说帝师当初就做了手脚 事情便越加的复杂了 在另外的那个故事之内 五帝是因为功法和血脉的问题 才暴毙而亡的 但是究竟是功法有问题 还是说 这一切都是帝师做出的手脚呢 如果说帝师一开始就想让五帝去死 他又是为了什么呀 帝师静静地看着那位女帝的背影 整座偏殿十分的安静 就连帝师缓慢的呼吸声都能听得十分的清楚 天地下没有想害自己弟子的老师 况且是这么优秀的弟子 帝师想起了很多年之前 自己第一次和那个孩子见面的时候 当时那个孩子只有他的一半高 却仰着头看着他的眼睛 说自己之后要变成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九天十地横推一切的敌人 那个孩子就是五帝 那时候他还不是那个喜欢整日穿着黑袍的腰帝 只是一个对着未来有着无限期望的孩子 帝师被他眼里的光打动了 也惊于五帝的天资 因此冒着大风险 前去腰帝的藏宝阁倒出了好些的秘籍 然后把那些秘籍统统交给了五帝 之后的一切 都是五帝自己的选择 他知道那些功法会有一些隐患 但是不肯听从帝师的劝解一意孤行 选择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了下去 五帝陛下是老臣见过最有毅力的人 只是陷于自身血脉而已 若是如同陛下您这般 五帝陛下早已飞升了离开人间 帝师即便在夜深刻面前 也是如此的盛赞五帝 他和那位妖帝其实一直都有些东西没解开 就像是帝师想要五帝为妖族而战 想要让他南下河山河修饰一战 和柳巷一战 可是五帝他只想去看看天外的风景 所以说君臣两相宴 可是五帝既然是这个世间最强者之一 那便不是他可以肆意操控的 所以说那件事一直以来都推行得很慢 直到如今五帝离开人间了 由夜深刻来做妖帝 妖帝是要继续做那件事了 我的想法不会变 你把我困在这里 便好好祈求我在你做完那件事前离不开这里 不然你会死 陛下既然是这世间难得的人物 要离开这里 其实一点也不难 老臣即便能够困住陛下一时 也肯定困不住陛下一世 陛下只要让老臣做完要做的事情 之后要老臣死也不必陛下动手 陛下之后定然能成为妖族历史上最出彩的妖帝之一 这是妖族之性 帝是开口表态 但是在夜深刻听了实在是没什么意义 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结 而是问道 那个家伙呢 那是陛下的朋友 也是人族的未来 自然要死 这一点怪不得老臣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根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零五集 李富瑶百余年成就了沧海 这样的人对于妖族来说是最不可容忍的事情 所以在解决了青阳圣人和陌生之后 帝师派出人去寻找李富瑶 陛下不必太伤心 若是真伤心了 便想这何日能杀老臣便是 帝师看着夜深刻的背影 等了半天 没得到回答 便站起来要离开这个地方 而这时候 夜深刻的声音在偏殿内响了起来 你们想杀他 不容易 一个财弱沧海没多久的修士 即使是一位尽先 在妖土内也不会太难对付的 李富瑶绝对不是这个世间天赋最高的见识 也不是境界最高的见识 更不是战力最强的见识 他只能算是运气最好的见识 所以帝师在派人出去找他的时候 他被人带到了一个地方 那里有 那里有一座茅屋 屋后有一片竹林 有一条小溪顺着茅屋流淌 茅屋旁有一棵梧桐树 梧桐树下 站着那位妖后 天地之间 凤凤凰一族只有我一人而已 陛下娶我 是因为要我为他延续质强血脉 而此刻 孩子在我肚子里 他却走了 李富瑶在剑山的卷宗里知道一些关于五帝的事情 知道他是享有一个治强血脉的后代 可是在卷宗之内 五帝没成功 可是在这个故事里 妖后却已经有孩子了 李富瑶想着很大可能 这个孩子是不会被生下来的 毕竟五帝和凤凰的血脉实在是太过强大 两者相结合 生下来的可能性 很小 不知道妖后娘娘今日见我 又是为了什么 帝师要杀你 那位女帝陛下也被他软禁 道门和儒教的人 一直都在和他联系 妖族要和山河开战 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的梦想 以前陛下在 他没有可能去做 现在陛下死了 他再也忍不住了 听到妖后这句话 李富瑶终于明白了 妖族和仁族大战的前因后果 妖族和道门以及儒教联手 然后才有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产生 这个阴谋针对的就是见识一脉 李富瑶脸色有些不好看 妖后的脸色也十分的阴沉 就像是远山的阴云 让人看不透 也看不到其他的 你是人族的未来 自然也要死 在这个计划里 妖族要死很多人 说是为了让妖族 有一个更好的栖息地 其实是为了他在 妖族历史上的好名声 据我所知 妖后娘娘和五弟陛下都是他的弟子 为何妖后娘娘要违背师长的意愿 陛下虽说是为了打造一个绝强后代 但是最后 神是让我活下去了 说明他还是爱我的 而我和陛下相伴这么多年 早已经爱上了陛下 陛下如今死去 我知道 这都是帝师座的手脚 他害死了陛下 所以 他一定要死 那妖后娘娘 何以见得我能帮你 女帝陛下是你的朋友 陛下现在被困 你不想救他 帝师的境界 只差陛下一线 即便是现在的这位女帝陛下 也不是他的敌手 况且他要发动大战 你作为人族 自然也要拦他 这就是他一直想做的 不留下骂名 却又想要做了 平常不能做的事情 我也不喜欢战争 神族和妖族各走一边 各自修行 这其实是很好的 他的境界太高妙 我打不过他 妖族里有好些人 都不愿意开启大战 你只要有女帝陛下的命令 便会有人拒绝帝师 我有个朋友 可以帮你 很多年前 有个人在陛下 迎娶我的时候 想要抢婚 然后便被陛下 给出手打死了 他是喜欢我的 虽然在这之后 再没有人胆敢 对我表露喜欢 但是喜欢我的人 肯定不止一个 我说的那个人 他也用当 若是在你们山河那边 说不得要博得 一个刀剩的名头 可是在妖途 陛下是用刀最强的 那个人 所以别的人 便都没有了 太响亮的名字 但说战力 他一定能在妖族 排上前三 你带着我的信 去找他 他会帮你的 他叫什么名字 上北妖 这个名字 听着好像是个人族 实际上 他住在妖途的北方 却还想着 继续往北走 所以便取了 这么个名字 妖后不再说话 显得有些脾贱的 他很快结束了话题 李富耀离开这里 去了北方 帝师出现在了这里 这位须发揭白的 老妖修 看着依旧美丽的 妖后 眼里有些失望 你知道他是 人族的未来 却还是要帮他 你不也是知道 陛下是妖帝 也要害他吗 就连你都觉得 是我害的陛下 你们都是我的弟子 跟着我这么多年 竟然也不信我 若不是如此 陛下公参造化 如何会这么就死去了 我早已经告诉过陛下 有些事情是做不成的 但是陛下不信我 自然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 妖后看着帝师 眼里满是厌恶 帝师叹了口气 不想再多说些什么 只是最后说道 你以后便在这里好好地养着身子 将陛下 将陛下的子嗣 好好地生下来 这句话 便是要将妖后 软禁在这里了 妖后没有说话 只是走进了茅屋 世间的事情 并不都是好聚好散 也不会都是有始有终的 妖土很冷 越往北走便越冷 之前李富妖和叶生哥 往北走的时候 看到一片冰海 冰海的尽头 应该就是这个世界的尽头 之前没有在这里发现妖族 但是据妖后所说 那位用刀很强的北游妖军 便在这片冰海上的某处 他在这里寻找着破镜的可能 已经有很多年不曾见过外人 李富妖遇见来到北海 他很快落到冰面之上 然后踩着剪在海里飘着 第一日 在海里飘了三千里 看不到任何的妖族 倒是看到了之前被叶生哥 雕刻而成的一棵桃花树 很快的叶母降临 天边有些西星 李富妖踏上一块很厚的冰块 抬头看着那些星星 这已经是他们来到 这个世间的一百多年了 不知道怎么的 竟然也感到十分真实 他好像也有些累了 李富妖想着这件事 整个人都生出了倦意 他干脆躺在了冰块之上 于是很快睡着了 等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 星光洒满了海面 无数的星星在海里沉浮着 李富妖跟着那块冰 不知道飘到了什么地方 看到了一座冰山 冰山之上 有着一个人 那个人的身旁有一把冰刀 他走上那座冰山 来到了那个人远处 站顶之后 两人对视看了一眼 哼 我从来没有在这片冰海上 看见过别的妖族 更枉论是个人了 你还是个剑仙 怎么会来到这里 李富妖是沧海 自然能够感受到 对面那个人也是沧海 两个人的静寂相当 但是从气势来看 李富妖自认为 他不是自己的低手 只是他看见李富妖 也没立刻出手 向来不是什么好战的人 李富妖想了半天 最后只是说道 之前世间下了一场血雨 那场血雨 很多地方都在下 但是冰海却是从未看见过 这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个人自然也没看到 那场血雨 他有些吃惊地问道 是谁死了 五弟 等等 这世间还有人能胜过他 难不成是柳香入妖土 将五弟斩杀 你们人族现在 已经攻陷妖土了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 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零六集 李富妖 李富妖耐着性子 把这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都给他说了一遍 从五弟准备离开人间开始说起 一直到现在妖土里的现状 当然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位妖后 北游妖军沉默了片刻 这才说到 他请你来的 你带来了什么 李富妖把信交给这位北游妖军 北游妖军只是片刻便看完了这些 他叹气道 当年我和他两情相悦 要不是被五弟出来插上一脚 只怕现在 我儿子都能坐上妖帝的宝卫了 李富妖没说话 只是挑挑眉 北游妖军缅怀道 你不知道 当年我也是这妖土 最为俊俏的那少部分人 天资更是不错 可惜 遇到了五弟那个变态 若非如此 我又为何会远去滨海 说是修心 修他娘的心 不过是害怕五弟那个疯子 你全把我砸碎了 李富妖扯的扯嘴角 没想到备受妖后推崇的人居然是这副德行 那人提起冰刀 看着李富妖说道 好 既然现在五弟已经离开人间了 咱们就去将帝师那个老贼给拖出来打一顿 让他看看我的刀并不比五弟弱多少 至于之后能不能和他再续前缘 这种事情 要看缘分 李富妖点头 觉得有点不靠谱 北游妖军落到滨海的海面之上 朝着李富妖挥了挥手 李富妖这才反应过来 两个人同时行去 只是踩走了一段路 北游妖军有一些脸红的说道 那啥 有个事情想问问 请说 之前五弟是妖土最强 现在我和帝师说不定能捂我开 要是杀了那个老贼 我岂不是最巧 到时候妖地的位子 能不能让你朋友让给我做几年 他天资好 想来过个百年 也能打过我了 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说说 之后的妖地位子谁来做 李富妖听着这话 不知道怎么开口 夜生哥的脾气 他是知道的 但是绝对没有说 要让出位子这个想法 而且就算是让出来了 之后再去夺的话 能不能留手 他也不好说 北游妖军就这么看着李富妖 见他不回话 这才说道 其实当不当妖地的都好说 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要和颜月色的 我之前去过山河那边 你们那边 剑仙脾气就不行 老是追着我看 特别是那个叫做谢尘的女子 虽说长得美艳 但是那个脾气 也太臭 李富妖一正 谢尘这个人和他有着莫大的关系 他是师叔谢露的仙族 也是李富妖上山之时看到的两位剑仙残魂之一 小雪剑就是谢尘的配剑 北游妖精和李富妖很快离开了滨海 只是刚踏上岸的时候 他们在岸边碰上了一位红衣女子 女子红衣悬剑 站在万里冰川之上 坟外的夺目 可是李富妖却是瞬间泪流满面 这个女子 原来和师叔谢露 一模一样 这让李富妖如何补伤悲呀 而一旁的北游妖精开始快叫起来 谢尘 你他娘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很多年前 北游妖精南下山河修行 不知道怎么的惹到谢尘了 之后的很多日子里 他被谢尘遇见追杀数十万里 这也是他成为大妖之后 最惨烈的一场大战 从那个时候开始 谢尘就成了北游妖君 这一辈子最不想见到的人之一 山河那边都说 谢尘是女子见仙 气概不输男子 可是对于北游妖君来说 这谢尘哪是什么女子见仙的 简直是个疯子 谢尘那么撇了北游妖君一眼 但是没对他说什么话 反倒是看着李富妖 发现他已经成就了见仙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 李富妖还没回答谢尘的问题 北游妖君便一把拉住李富妖 他摇头说道 快走快走 他娘的 这个女人最是麻烦了 要是再耽误下去 她能说到好些年前 麻烦死了 李富妖有些无奈 但是还是向着谢尘 认真地说道 有些事情 山河那边应当还不知晓 晚辈想告知谢尘先 谢尘没有反对 李富妖把事情从最开始的那个日子说起 包括三教要整合山河 在灵山劝说佛教 然后圣人入妖土 他还说了现在妖土的现状 五弟是怎么死的 说了帝氏的谋划 也说了那位被困在宫中的女帝 谢尘想了想 只是问了一个问题 柳相的寻仙之法 是你想出来的 我只是有这个想法 也不过是对于长生之道的设想 没有想过柳剑仙 却是当真了 这个事情是李富妖从外面的故事里听来的 但是却在这个故事里亲口告诉了柳相 怎么看都有些荒唐 有时候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到底是外面的故事真实 还是这个里面的故事才是真实的 又或者说两个故事都是真实的 谢尘看了他一眼 只是说要和李富妖一起去那座巨城宫殿搭救夜生哥 如果说李富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现在把夜生哥解救出来 就是这整个事件之中最重要的事 为此谢尘已经飞剑传信回到山河 但是自己还是朝着那座巨城而去 谢尘脚踩小雪 李富妖踩着明月 两点剑都是剑身如同白雪 两位剑仙在前面遇剑并肩 北游妖军一个人叙叙叙叨地跟着 若你在做的事情都是真的 那么 不仅白之寒不如你 连柳象都不如你 这句话说得很实诚 李富妖要做的事情都是真的 那他就是在为申和计 为人足计 做这些事情的李富妖 比一心寻心的柳象 一心炼尽的白之寒 实在是要强太多了 李富妖看着这些不断在眼前出现有消失的云海 晚辈资质不如白前辈 更没有太过远大的志向 只是既然活在天地间 总要做些事情才是 不然到了最后 恐怕闭眼之前都念念不忘 更是感到羞愧 离开得不够洒脱 你说的那位女帝 既然是你的朋友 又是妖帝 你未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成为人足的领袖 现在的人足领袖是柳象 未来应是白之寒 可是实际上 谢臣一直都不太看好白之寒 白之寒或许以后的境界 能比柳象更高吧 能在剑道上走更远吧 但是缺乏那种心气 他是无法做好一个领袖的 哪怕说他天赋惊人 哪怕他是个剑胚 谢剑仙这一次 是专程来寻我的 最开始是想问问你 为何会我谢氏剑术 只是现在想了想 也没有什么好问的 谢臣道要洒脱 作为谢氏一族的掌舵人 他自然知道 自家剑术是有多么经验 只是这些剑术 仅限于一家而已 实际上对于剑道来说 没有多少弊 他只是在很多年前 就想过要把谢氏一族的剑术 向天底下所有的剑术公开 可是遭到无数人的反对 谢氏一族在剑林里 有如今的地位 除去一直有一位 剑仙作证之外 这剑术也逃不了干系 所以说说到底 无人愿意把剑术公诸于众 这就像是世世代代相传的宝物 传到这一带 老爷子突然说 要把这东西给砸开分给天下人 那天下人倒是开心了 可是老爷子原本的家族子弟 有谁是愿意接受的呢 只是谢臣可以洒脱 李富瑶倒是也真不用 在这件事上多说什么 说为什么会谢氏一族的剑术 难不成最后还要扯出一个师叔泄露 这是六千年前的 哪来什么泄露啊 所以说一路之上 李富瑶闭口不言 只是快要临近那座巨城之时 他才认真地开口 我只能说 剑术绝不是我偷学来的 谢臣脸色如常 只当是没听到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零七集 帝师离开那间茅屋之后 很快离开这座巨城 要去联络各族的妖军 开解大战的计划 蓝鸟一族的两位妖军 走在宫墙之外 雨夜妖军缓慢地朝前而去 脸色没什么变化 倒是他身侧的老玉 有些担忧地说道 申哥那个丫头怎么了 他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按照以往妖族惯例 新帝登基成为妖帝之后 会挑选日子举行大典 再正式成为妖帝 在这个仪式之前 有在想挑战妖帝的人 自然可以挑战 但是需要他们这些大妖见证 可是这些时日 帝师不仅不让外人 再进入那座宫殿 更是带着妖帝平信 开始联络各族 正是用夜生歌 能够战胜五帝的 志强境界做借口 鼓吹妖族必胜 至于为何不让外人 见妖帝陛下 那是因为他拿着妖帝平信 说这是妖帝的命令 他说了 这是夜生歌和妖帝一战之后 有所感悟 要闭关 就算是要挑战他 也只能先按耐住 雨夜妖君和那老玉 作为蓝鸟一族 最重要的化石人 更是夜生歌的长辈 所以说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 夜生歌的境界到底是如何的 五帝公餐造化 实际上远不是夜生歌可以比拟的 那姑娘到底最后怎么胜过妖帝的 他们心中有数 可是没明说 毕竟蓝鸟一族现在成了白鸟之王 全靠夜生歌 那老头在这些年一直都在谋划 想要南下发动大战 之前五帝陛下不知道是拒绝了 亦或是帝师担忧刘相 而陛下又不愿出手 因此才没有爆发 但是现在 我听说刘相的境界出了问题 已经不足以担心了 圣哥又是现在整个妖族认为的绝世强者 那老头子带着圣哥的平行到处游走 只怕是大战将起 偏偏这是妖族的规矩 他带着圣哥的平行 我们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 如果说之前五帝还在的那些年 帝师也可以在五帝默许的情况之下这样做 这个时候接受调遣的百足 也会出现在战场之上 但是不会有太多激情的 现在不同 因为帝师让他们觉得妖族有一位绝世妖帝 一定可以胜过这场战争 所以说他们气势高涨 绝对会在战场上拨命的 这是夜圣哥的作用 帝师为什么不直接取而代之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那我立即回去 让族内不要接受调遣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咱们现在要先弄清楚 现在的圣哥是不是真的被那老头子给灌了起来 还是这些事情都是圣哥自己想做的 他们两位大妖和很多大妖都是一样的想法 不愿意南下开战 即使说有足够的把握 开战要死人的 不只是死大妖 也要死小妖的 到时候师父遍野生灵涂炭 这不是他们想看到的 和人族虽然在很久远之前就有过矛盾 这些年下来矛盾仇恨也没消散 但是不见得他们不能和平相处 他们之所以走在宫墙之前 便是为了想办法进去那座宫殿 这座以一块巨石雕刻而成的宫殿 加上有历代妖地加成 里面的大阵一旦是开始运转 绝对不是一两个大妖能破开的 想进入这座宫殿很困难 更别说或许还有地势的党羽要出售 雨夜妖军为难地说道 都是一把老骨头 谁还不知道谁呀 这个老头子一直藏着 其实他才是这个妖徒 仅次于吴帝陛下的人 圣哥都不一定能胜过他 圣哥那个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要是他还活着 应当会来想办法的 妖后也不见外人了 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妖族真妖和人族 开战了 李夫妖和谢臣以及北游妖军临近 俱成 北游妖军便来到李夫妖身前 仨人笑道 哟哟 妖后我便嫌不见了 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地尸头上 此刻我便去寻她 不管是将她斩了还是拖住她 都尽量为你们拖延时间 你们此行救出那位女帝陛下之后 便算是为人族和妖族都谋了一个万世太平 李夫妖看着这个一路上都没个正经的北游妖军 没有说话 拖住帝师说的轻巧 实际上是最为凶险 毕竟帝师的修为也是冠绝妖族的 北游妖军去见她 只怕是要把自己的性命都交代在那个地方 怪不得她说自己先不见妖后了 不仅是因为会打草惊蛇 也是怕了没有再见之事 提着那柄冰刀 北游妖军笑道 哼 再求你一件事 妖军请说 哼哼 若是我没弄回来 麻烦就替我带话给妖后 说北游当年比不上武帝 是真的 后来怕她一拳捶死我 也是真的 这些年在滨海修行 为了打败武帝也是真的 我喜欢她也是真的 但说 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长伴她左右 就是假的了 唉 也不是嫌弃 妖后之前是武帝的女人 更不是嫌弃她肚子里的孩子 只是知道 她其实对我没有什么情意 我也就不抢人所难了 这一次从滨海离开 是我自己愿意 所以 我也不求什么 说完这些 不等李扶瑶回话 北游妖军转身就走 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散之后 李扶瑶正想感慨两句呢 北游妖军驱而复返 她满头大汗 我又想了一想 其实 不知道谁要先死 所以来问一下 你有什么 要说的没有啊 或许 是带给某个人的话 你要是死了 我帮你带两句 李扶瑶强忍住笑意 抱拳道 并无 若是此事不成 大战开启 肯定是在地下都愧疚地 喝不成酒了 若是妖军到时候还在 麻烦没事 便替我喝几口酒 就当是我自己喝了 北游妖军哈哈大笑 这一次再转身 是真的糟了 李扶瑶和谢臣落到城中 在一条偏僻的巷子前行 李扶瑶忽然说道 像是北游妖军这样的人 想来是谁都解不起仇怨来 其实有好些修士 一辈子都在收心念性 只是为了在修行大道上 走得更远一些 但实际上 有相当一部分人 来到沧海境界之后 便会露出真实的一面 修士多悲苦 但是沧海修士 才更有可能 活得像是个常人 这样的人其实便有很多 六千年后的青天军 叶长亭 李昌古 平南妖军 都是这样的人 良意或许也算 六千年前 五帝柳相 白志涵都算 李福瑶也算 至于野生哥 他从最开始就没变过 只有朝青秋 不算是这样的一个人 是的 一直以见识一脉而活的 朝青秋 哪能摊上一个真字呢 他只能摊上一个苦字 世间的苦水 全部加起来 或许也没有朝青秋苦 想到这儿 李一福瑶也叹了口气 怎么回事 在我们家乡那边 有个很厉害的 焦书先生 他有好些学生 都是被欺负的命 许多同村的孩子 没事便想着 欺负那些孩子 要不是焦书先生护着 或许那些孩子 早就被打死了 那焦书先生 本来早就可以 离开那个地方 去别的地方焦书 那个地方风景更好 银钱更多 可他还是为了 那些个孩子 坚持着没有离开 直到后来 又来了几个焦书先生 那位先生 才和那些 欺负孩子的人 拨命而亡 做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 授权播出 第708集 世间有好些人 是人们头上的一朵云 天热了 要飘过来 为人们挡住 若是口渴了 也要飘过来下雨 但人们很多都不珍惜 李福瑶不知道 曹青秋有没有 预见过不理解 他的见识 但是他知道 绝大部分的见识 还是很在意 也很感激 曹青秋的 事情就是如此 有人感激 有人诋毁 即使是你做的事情 没有一点错误 也总会有人 跳出来指责你的 他们甚至都不明白 这件事是什么 只是听了一些 风言风语 就敢说你 十恶不赦 只是有人在 把剑放在他们 脖子上的时候 他们很快又 做出了取舍 要收回之前的话 曹先生 挺好的 不知道你的家乡那边 到底有些什么 有意思的事情 事情倒是很多 谢剑仙要听 只怕三天三夜 都讲不完 还是想听听 李福瑶笑着点头 于是说了个故事 这个故事 大概是从某个孩子 被人送出洛阳城 开始的 有冰天雪地里 那个孩子为了活下去 硬生生在某人门前 占了一夜的事情 也有之后碰到 某个了不起的男人 可是那个男人 就是不太爱干净的事情 剑山脚下有三位师叔 剑山上有个老祖宗 有个女子叫做夜生哥 有个女子叫做清淮 有洛阳城里的 有此归乡 有妖途里的某个年轻人 一剑守城头 有着某人和剑仙 在那个城头喝酒 有白鱼衬里的 那许多剑 有洛阳城里那位 朝剑仙对人生生倦 继而生出离开人间的想法 有剑山之上 为师兄争夺 那个剑山掌教的位子 有此事之后 怅然离开剑山的事情 最后那个年轻人 是不是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这里 李富耀默然不语 剑山上的卷宗里说 你之前在万剑宗修行 后面为了求取剑道 才离开万剑宗 前往剑山 在万剑宗待的那些年 每一年都能得到印证 事情不假 这世间 有转世轮回 有些手段通天的修饰 能够保存前世记忆 只是没有 从未来到现在的 柳巷做不到这件事 上古的新剑仙 也做不到这件事 或许 剑祖才能做到这件事 从下游到上游 你要是真做到了 或许真说得上时 万古至强了 或许不是这样的 这只是一个幻象 只是这个幻象 太过真实了 谢臣既然是个 很诚实的人 那么自然不会停止想象 那 这个世界是假的 你在这里死了 真的会死吗 李富瑶觉得很是怪异 可是什么都说不出口 谢臣能从他这个故事里 判断这个世界是假的 确实是非常的敏锐了 所以你才知道 那个法子 才会把他告诉给柳巷 但实际上 这不是你想出来的 北游妖君不想 和谢臣打交道 是因为谢臣这样的女人 是一个智力与武力并存的人 李富瑶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他第一次知道 所以说他有点懵 谢臣缓过神来 倘若 这个世界是真的 你也是真的 那么你来这里 是想做什么呢 这是个故事 但是你不止存在于 这个故事里 听起来有些古怪 但感觉 有些道理 两边都是个故事 谢臣却是在两边都存在过 帝师离开那座巨城之后 第一个去的地方是西山 那个千年大族 曾经有着这个世间 第一位妖帝的西山一族 帝出西山 便是说的这个地方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西山一族早就没有了当初的辉煌 帝师来到这里之时 只有一位大妖亲自出迎 帝师多年不见 还是一如既往啊 这是那位 没有去巨城的西山一族妖君 他有一头血红的长发 年纪虽说很大 但是并没有丝毫的老态 就像是个中年男人一般 和帝师比较起来 看着不知道年轻多少 但是如果说有人知道 这位的年纪 就应当明白 这位的年纪 实际上比帝师小不了多少 帝师满头白发 看着那个如同一团烈火的男人 感叹道 上次见面还是三百多年之前 五帝陛下登基 如今五帝陛下已然离开人间 真不知道你我这把老骨头 还有没有机会下次再见面 我这一次是奉陛下之令 来与你见面的 说着话 他拿出了妖帝平信 既然是妖帝调遣 便请入西山一序 妖帝的调遣 在这妖土还是十分重要的 若是有人违反 是随时要被斩杀的 这是当年万族 共同立下的契约 绝对不能容人违背 西山一族既然出过妖帝 自然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说很快的 帝师被迎了进去 从日出到黄昏 再到清晨 当帝师那个苍老身躯 出现在西山之外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日的清晨了 帝师放心 只待陛下的旨意下达 西山一族便会出现在战场上 如此甚好 西山一族有两位大妖 是妖土大族之一 陛下已经开口了 希望西山一族多担起来些担子 陛下如此说了 西山一族定然会将担子担起来的 帝师满意点头 便要离去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天地之间忽然起了一股子寒意 由远而近 西山一族是穷奇一族 这一族是除去凤凰 和早已灭亡的朱雀一族之外 最亲近火的 西山附近百里 是绝对不可能有冰霜产生的 可是此刻 一道刺骨的冰寒 出现在了西山 天边忽然生出一道绝石刀光 那道刀光冰寒不已 从天际落下的时候 便在空中 结成了一道的冰柱 而那道冰柱对准的不是旁人 正是帝师 帝师的眼神冰冷 伸手结成一面巨盾 拦下那道从天而降的刀光 然后看着天际 冷声道 上北友 百年未见 送如此一件见面礼 给我这个糟老头子 西山一族的妖军 听到这句话 感觉很疑惑 这按照往常来看 帝师不可能和这位 北友妖军 结下过什么梁子 北友妖军一刀无功 冰寒散去 冰柱融化 他才出现在了二人的面前 提着冰刀 身材高大的 北友妖军正经的时候 还是极有压迫力的 我有个朋友 说你好像在做些坏事 要我来拦一拦你 这便是开门见山 帝师脸色微变 这位妖军速来是独来独往 哪有什么朋友啊 只怕是那唯一的朋友 就是妖后 妖后如今一直是觉得 是他害了武帝陛下 所以说才想尽办法 来拦住帝师 他看着北友妖军 他想说些什么 北友妖军洒然笑道 老王八 别想了 好好打一场 生死自负 叶生哥此刻正待在那座偏殿之内 他来到窗前 看着远处的景色 窗口处和外面的景色 仅有一条淡淡的光模 没有颜色 只能看得出来空气中有一些涟漪 这就是阵法实质性的体现 那道光模并不阻止 叶生哥修行 只是他不能离开那里而已 事实上 叶生哥并不是没法离开 只是为了避免被帝师再次抓住 他难得的耐心等了很久 等到帝师终于离开这座宫殿 他才从怀里拿出几张俘虏 那些俘虏之上有着青色的淡光 叶生哥境界不够 轰不开着法阵 但是他身上的好东西不少 尤其是这些个俘虏 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09集 随即的 他在窗口之上贴了几百张符录 全部是聚灵符 如此之多的聚灵符同时发挥作用 只怕是要把窗口处的天地灵气 聚集到一个极其浓郁的程度 叶生哥又拿出好些法器 一股脑袋放在了窗口那边 很久之前雾山之行 他几乎把陈邪山一半的法器都带走了 再后来因为对付银河 圣人浪费很多 之后回到山里 差点让梁义给罚了 虽说剩下的法器都被收了回去吧 但是他再次下山的时候 梁义又给了他一个小锦囊 里面放着很多好的法器 以及那一枚灌煮印信 叶生哥拿了好多法器出来 最后拿出那枚灌煮印信 犹豫片刻 还是没扔出去 窗口那边已经堆下了一座小山了 天地灵气早已汇聚起来 浓郁得好像是要滴出水来 叶生哥看着窗口 金色丝线开始从袖中生出来 他抬手一挥 那些光线离袖而去 紧紧一瞬已经落到那些法器之上 无数件法器瞬间被破开 不知道有多少碎片混合在这些天地灵气之内 更有一道金色丝线在旗内穿梭 那种景象就像是一个世界开始崩塌 再然后砰的一声 那些气机总算是混合到了一起 然后开始发酵 最后积蓄出无与伦比的巨大能量 这些能量冲击着那道光摩 这些气机比叶生哥的轻力一击都要强的许多的多 无数汇聚到这里的气机炸开 叶生哥退到了角落之内 无数光线在某一点交织 交织之后再散开 叶生哥在这座偏殿之内 承受着无数气机散开带来的余波 而这样的光景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左右 叶生哥的额头出现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但是窗口却始终没有破开 等到窗口的气机散尽之后 他才慢慢地走向那边 历代妖帝加持过的大阵 果然不是随便能破开的 李福瑶 你要怎么来救我呢 要去怎么救叶生哥 这也是李福瑶一直在想的事情 他和谢臣已经到了宫墙之外了 他们用极度锋利的剑气开了个口子 走进那座宫殿之内 写尘淡淡地开口 这是历代妖帝的行功 数万年下来 早已经被打造得坚不可摧 那座大阵经过历代妖帝的加持 不是我们能够破开的 想要破开 只能找到阵书 这里很古怪 妖后也没有说清楚 那阵书是什么样子的 按照道理来说 这个地方的任何东西 都可能是阵书 就连你此刻脚下踩着的石头 都有可能 阵书 会不会被帝尸带走了 那老王八带走了阵书 怎么开启大战 老王八 一只龟妖 不是老王八是什么 要不是一只乌龟 怎么能活这么长的时间 李夫妖哑口无语 他还以为帝尸是个什么 了不起的上古异兽呢 那位北游妖君是个什么 据古籍记载 心山多金玉而无时 湿水出眼 而北游 住于高则 其中多修鱼 多文贝 有寿言 其壮如臀而有牙 其名曰当康 其名字 见则天下大扰 当康 你把它看成一头猪也行 倒也 不必 那五弟呢 他又到底是个什么种族 夜生哥说过 五弟的血脉很普通 可是 得多普通 到底是怎么个普通法啊 谢臣瞅他一眼 朝那座偏地而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五弟到底是什么种族 便和柳相练剑 到底是不是用心了一些 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或许那位帝师知道 但是那位帝师 只怕不会告诉你 两人来到那座偏殿之前 很快到了窗口 李富瑶朝里面看见 看到坐在偏殿中的那个女子 那女子背对的 一身白裙 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李富瑶看着整个宫殿 都被光摩笼罩着 她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谢臣对着那窗口 随手劈出一剑 破不开 她往后退了一步 那位 便是妖族的新药帝 是她 这阵法我们展不开 你以为你是 还没有作死的柳相吗 这个世间 唯一能和五弟 以较高下的人 还是没有把自己 一分为二的留下 她的境界和五弟相当 要是说她在这里 她自然可以一剑展开 那个大阵 可是 现在的她没这个能力了 五弟也已经 离开人间了 如今无人能把 这座大阵给破开 谢臣和李富瑶 虽说都是进心 杀里惊人 可是在这个时候 也是无能为力的 只能找到证书 李富瑶毫不犹豫 转身朝远处走去 谢臣抱着剑 落到某座宫殿的房顶之上 原本这座行宫 戒备森严 乃是帝师带走这里 绝大部分的侍卫 实际上这座宫殿 已经很空虚了 很少能看到旁人 可是当谢臣来到 那座宫殿上方的时候 却是看到一个面无表情的 持刀男人 这个男人持刀而立 站在某座高楼之上 他看着谢臣 神情淡漠至极 在不久之前 他刚刚把那座 叫做青阳的圣人脑袋 给斩了下来 之前帝师要离开 这座宫殿 前往妖土各处 把他和另外一人留了下来 就是害怕这宫殿 会出什么问题 谢臣看着他 问道 你觉得 阵书会在什么地方 回答谢臣的 是一道至强的刀光 那道刀光被谢臣闪身 比开 刀光却一直向着远处而去 很快落到他身后的宫殿之上 那里一处巨大眼角 被硬生生地斩落 摔成粉碎 谢臣一袭的红衣迎风而动 他抱着那柄小雪剑 并未着急出剑 但是身侧的一身剑翼已经生出 搅碎了许多的刀光 杀鸡剑起 谢臣声音微寒 车祸 早就听闻有个女子剑心 叫做谢臣 几穿红衣 在山河那边名头不小 听说柳相都曾盛赞过你 谢臣没说话 只是抱着的那柄小雪剑 他瞬间出窍 剑气很快地席卷开来 谢臣 你记住了 今日斩你的 叫做牛年 一头牛 那男人不再说话 只是刀气瞬间暴涨 一刀斩出 谢臣闭开那一刀 手中的小雪 生出一刀耀眼的白芒 然后是狂暴到极致的剑光 李富瑶站在某个回廊之前 正好可以看到远处的偏电 里面要是有什么异常 他能尽收眼底 可是当他抬头看向这边的时候 远处有一个高大男人出现在了这 他血气如鸳 妖气冲天 那个男人看着李富瑶 然后撇了一眼远处的光景 那边谢臣和牛年已经开始生死一战了 那些剑气和刀光时不时就会落到这边 那个男人想了想 然后说道 你是陛下的朋友 我不想杀你 说话之间 他看向那座偏电 笑着说道 像是陛下这样的人 以后一定会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宰 然后在数百年之后 离开人间 成为仙人 当然 在这之前 他肯定会是人间共主 你有没有想过他自己的意愿 没有人不想成为人间共主 但是没有几个人有资格去做 必须是陛下才行 若是陛下没有横空出世 五帝陛下原本也有资格 只是五帝陛下对妖族实在是不大在意 一个人间共主 心里没有她的子民 这可不行 可你心中的那位人间共主 现在被困在了那座大殿里 本集不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登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一时级 陛下此刻一时之困 都是为了今后 我若是陛下 我也受得了 第十是忠臣 陛下不愿意邀土万千子民生灵涂炭 所以不想开战 但是要做人间共主 这是必须的 因此这件事只能帝师来做赛香 你们现在想把陛下救出来 就是要献陛下于两难 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发生的 李福尤已然按住腰间那笔明月 说了半天 其实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既然他还是要拦着 那就生死一战 李福尤胸中杀意已经十分的浓郁了 我说了 我真的不想杀你 李福尤没说话 只是地处一剑 剑光在天际划过 将面前的一座石碑 像切豆腐一样轻而易举地切成两半 明月般皎洁的剑光落到那个男人的胸前 那个男人不躲不闪 张开嘴 一口把剑光给咽了下去 剑光在他体内还有些亮 但是很快地消散开来 李福尤的脸色有些难看 在剑身的古籍之中 记载着一种妖族 叫做滔天 他们这一族本身就是依靠 吞噬别的种族而变得强大 因为太过邪恶 在万年之前便被其他种族联合给消灭了 但是他们族内的修行法门 却是被其他种族所得到 改进一番 从此便有了一门功法流传下来 但是这门功法一直是只有妖帝 才能够有资格详参 眼前男人所使的功法 很明显是帝师传给他的 看来帝师喜欢盗窃宫里秘籍这种事 并不是第一次而已 李福尤没想太多 在第一剑没有剑弓的情况之下 他很快地递出第二剑 磅礴剑气就像是一阵风 从李福尤的袖间生出 眼看就要落到之后那个男人身上 男人张嘴笑道 哼 哪里有这么容易 在李福尤的剑光再度来袭之时 他的一双铁裙硬生生地砸在了剑光之上 那道蕴含着大道气息的剑光 就这样被一拳给轰碎了 李福尤脸色苍白 但是却不见受伤 何必呢 你我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仇怨 等到陛下成为人间公主 还可以把酒言欢 李福尤没说话 野生哥进入沧海之后 闭关不过几十年就敢和五弟一战 他虽说成就沧海的时间要短一点 不说和五弟一战吧 但是也不至于和眼前这一位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深吸一口气 李福尤提剑大步往前 仅仅是一瞬间 那柄剑掠过那个男人的双拳 来到那个男人身前的地方 一剑朝着咽喉而去 那个男人侧身躲开 磅礴气机直接砸在李福尤的胸膛之上 李福尤握见那只手松开剑柄 无数精纯到极点的剑翼 便从手中迸发出来 就像是袖中射出的一道道白芒 男人一把捏碎那些个散发着白芒的剑气 如同是实质的碎裂剑气 却又很快把他的手给花开了数个口子 鲜血流了出来 但是很快又被那个男人低头 全部吃到了肚子之内 在那个男人低头之时 李福尤一剑划过 已经到了男人的身前 剑光明亮 剑翼更是凛利 只是剑尖破开衣袍之后 未能再往前一分 那个男人看着李福尤 眼神冰寒 我听说剑尖身前一仗是死地 当剑仙提剑的时候 这就是世间最恐怖的事情 但我从来没有信过 就在说话之间 他伸手捏住了李福尤的脖子 血尘的一身红衣早已染血 虽说他受了些伤 可是还是对面的那位牛 伤得更重一些 谢尘毕竟也是这个世间有术的剑仙 战力之强能够在剑仙里面排进前五 斩杀这么一位大妖 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以及要付出多少代价 在谢尘寻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就要把对方一剑斩杀的时候 他看到了远处李福尤的现状 谢尘毫不犹豫把小雪给丢了出去 小雪是如同一阵风 很快地飘到李福尤的身前 谢尘面无表情 看了牛年一眼 在半空中抽出一剑 对着牛年扔出 红袍一掠而过 谢尘一手作剑 一剑穿胸 剑光在牛年的身体一生出 剑光撕扯 谢尘面无表情地说 牛年不好听 叫刘年更好些 若还是读过几本书 可以试试 刘年似水这个名字 牛年一头雾水 但是很快闭上了眼睛 他就这样死在了谢尘的手上 而谢尘在斩杀这位妖军之后 也不停留 身形略过 便到了李福尤这边 小雪剑重新回到她的手上 李福尤此刻的脸色 已经难看到了几点了 之前被掐住脖子 差点死在这儿 要不是谢尘相救 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对面那个男人脸色有些变化 李福尤他可以轻松拿捏 但是谢尘这样的剑心早已成名多年 却并不是他可以轻易对付的 搞不好他自己要把命丢在这儿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解救陛下 现在也可以离开 我知道你们的好意 即便是我妖族今日死了一个大妖 也不会迁怒于你们 声音有些小 但是还算是真切 李福尤没说话 谢尘倒是以剑音说道 杀了他不难 你能找到证书吗 没有陶穴 那就杀吧 李福尤点头 就在准备出剑之时 谢尘又问道 等一下 你要是真的是从时间洪流的下游而来 就该知道很多事情才是 如果说我身处的世界 是个故事 那么故事里 我的结局是如何的 在那个故事里 有个叫谢尘的女子剑仙 和另一位剑仙陆长衍 死于妖途 魂归剑山 是的 相比较起来 陆长衍和谢尘 还能有一缕残魂 在剑山待了六千年 可是别的剑仙 就没这么好结局了 柳相死于某个大妖手下 白之涵是历劫身死 而且在那个故事之内 他还只是个灯楼呢 并没有称为所谓的剑仙 那是一曲悲歌 那你来这里 是想改变故事的结局 还是只想看看 故事是怎么发生的 最开始只想看看 但是后来便想着 试着改变一下 他已经成了妖帝 只要他不发动大战 本来就没可能打起来 可不知道为什么 帝是如此执着 既然是这样 我就帮帮你 话说回来 你学了我谢氏一族的剑术 是怎么回事 在另一个故事里 我算是半个剑山弟子 教授我剑术的人 叫做谢露 这样就说得清楚了 在剑山的山道上 您和陆剑仙一直在 是为了考核登山的弟子们 没有意思 我不是那种不爽利的人 礼服要没说话 在那个故事之内 谢臣的一缕藏魂 在山道上待了数千年 也说不上是爽利不爽利 谢臣回过神来 他轻声提道 既然如此 那就行了 回过神来 他一手抓住小雪剑 一只手按住身上的某处翘穴 一剑递了出去 谢臣是山河那边 杀利前五的剑仙 即便是现在受了伤 战力依旧很恐怖 小半个时辰之后 那个男人被谢臣一剑 展开身躯 生机断绝 两位大妖都死在了这儿 谢臣捂住胸口 看着前方的那座偏殿 洒然倒 也不用再找什么剑书了 我还有一剑 谢 你若是我谢氏一族的子弟 便叫一声老祖宗 若是只是学剑而已 一声前辈 也就行了 敢问前辈 这最后一剑是什么 谢臣朝着那座偏殿走去 脚步缓慢 既然那人是妖敌 你们要阻止这场大战 那么我谢臣死在妖土 没有什么不妥当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一十一集 剑是死在何方都行 妖土更好 越摆越好 李夫要张了张嘴 想阻止谢臣的想法 但是很快被谢臣出言打断思路 我既然是故事里的人 怎么死都没有什么两样 死了便死了 那柄小雪剑 你说好 之后 替我给谢氏一族的后人 又回到那个窗口之前 谢臣看着那个坐着的女子 李夫要情绪有些低落地问道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前辈 依着你所说 大战之后 剑是一脉受了重创 三教一定会在这个时候 来做些什么 剑是一脉凋零至此 之后并未断绝 定然是出现了个很厉害的人 那个是谁 曹青秋 曹青秋 柳剑仙在这个故事里 和五帝差不多强大 曹剑仙在那个故事里 最后几乎比柳剑仙更强 就是你说的 那个教书先生 正是 其实 我也想去看看 那个故事里的曹青秋 说完了这句话 谢臣伸手搭在窗口之上 无数刀剑气 从他的手掌之中迸发出来 千万剑已开始生出 只有柳向巅峰的时候 能够展开这座大阵 并不是开玩笑的 但也不是说他谢臣就完全 没办法 至少说把性命搭上去 还是能够展开一个口子的 那些剑气从他的身躯里出来 没造成太大的声势 只是在悄无声息 带走他的生机 当这道口子被打开之时 就是谢臣死的时候 这个时候 在里面的夜声歌也缠了起来 看着窗口这边 他也往这边走了好几步 然后和谢臣对视一眼 谢臣笑道 是个不错的女子 这里没有监管 但是小雪剑却开始颤鸣起来 李福耀转过头去 不想再看 要想改变这个故事的结局 就必须得救出夜声歌来 他现在是妖帝 一句话就能叫停大战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时候的李福耀 想起了诗书泄露 李福耀闭上了眼睛 谢臣的剑气尽数涌出 在那个窗口之上 留下了一个不大的口子 刚刚能容纳一根手指穿出来 而这个时候 他的生机也断绝了 那个口子生出一些裂纹 裂纹蔓延开来 就像是一张蜘蛛网 很快破碎了 再紧接着 哗哒一声 这座宫殿里的大阵破开了 谢臣倒了下去 化作了光丽 然后夜声歌从其中走了出来 他知道李福耀伤心 但是还是说道 还有事情要做 既然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个故事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帝师 他在联系各个种族 夜声歌不可能先去通知那些人 只能是先找到帝师 才能知道他们通知了什么人 他来到李福耀的身旁 走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雨 这雨是鲜红色的 若是他们不阻止这件事 只怕还有下更多的血雨 在距离那座巨城千万里之遥的西山 被尤妖军靠在某个座小山包上 生机正在流逝 那柄冰刀也在融化 他的身子好些地方已经生出了黑色的瘦毛 他和帝师的一战 最后还是他输了 只是他也让帝师受了很重的伤 有两个人来到了这儿 李福耀看着他 神情没什么变化 被尤妖军低声地说道 给我一件吧 如同凡人一般死去 实在是 太痛苦了 帝师打断他的骨头 摧毁他的灵符 他修为都没有了 他现在就和一个将死的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所以说他想要个痛快 李福耀点头 没有拒绝他 替北游妖军解决最后的困扰之后 李福耀深吸一口气 看着夜神哥说道 你觉得那位帝师会先去什么地方 帝师最开始去的地方是在西山 和北游妖军的一战也是在西山 此刻北游妖军已经生机断绝了 不知道帝师下一步去了哪里 反正不会先去蓝鸟一族 李福耀点头 你觉得有道理 他虽说扯了根野草掉在嘴里 有些犹豫地说道 其实我觉得 我们好像改变不了这个故事的结局 怎么说 柳剑仙的一分为二 在这里是我提出来的 但结局还是和之前一样 还是走上了这么一条路 而妖帝暴毙这件事 即便没有发生 之后他也死了 你做了妖帝 似乎也难以改变之后要发生的大战 我们 就好像是站在时间洪流里的两个人 尽力想要去改变河水的走向 可是实际上 即便改变了很多 最后都还是朝着 最开始已经定下的方向在流动 就像 连谢剑仙都死在了妖土 大体上也和当年一样 你现在想要放弃 不会损失什么 反正事情的真相 你都已经知道 静静看到最后 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 你好似有些对不起 之前那个丢了命的女子剑仙 那 我们继续 我觉得可以改一改思路 找不到帝师 我们便先去那些强大的族群 先让他们别动 事情自然要好办一些 好 说完这句话 他把明月剑拿了出来 两人踏上这柄剑 很快不见了踪迹 只在天边留下一道白痕 死了两位大妖一位剑仙 这场血雨的势头看起来很足 剑山那边早就觉得有些不对了 陆长眼站在山间某处 看着柳相说道 哎 谢陈去妖土这么久 还未归来啊 我 我有些担心他呀 若是谢陈 敌血妖土 至少也带走了一位大妖的性命 这些时日 已经下了好几场血雨了 这种频率 太频繁了 要早做准备 柳相看了远处一眼 看着已经赶来的严师说道 要让人去北方看看 严师的年纪要比柳相都大出很多来 在这剑仙之内属于前辈 在剑山之上 除去柳相之外 就是他说话最有分量 至于剑山长教 对比他们二人 也要差去好几分的 严师皱眉道 的确如此 这便是征兆 若是妖土要开大战 我们也要有个准备 谁去 谢陈在妖土 我去吧 山上很多人都知道 陆长眼一直都对谢陈有些想法 只是那位喜欢穿着红衣的女子 对世间一切的男子都不屑一顾罢了 即使是柳相 也不入他的眼 所以说这才有人取笑陆长眼 如此多年 未能报得美人归 柳相并未反对 只是说道 妖土现在局势不明 到了那边之后 务必要先把消息传回来 与之相比 谢臣的踪迹也要放一放 陆长眼没说话 只是点头 片刻之后他欲见而起 消失在云端 严师说道 还需要人去通知各剑道宗门 做好准备才是 至于三角那边 也需要通知到 若是大战开始 便都得去北方 若是这一场血雨 是妖族那边掀起来的 只怕不仅是谢臣 就连李富瑶都可能已经死了 那个年轻人和知汉一样 都是人足未来 就这么死在妖土 的确是可惜呀 哼 其实也不一定 事情还没有定论 现在说些什么 都还为时尚早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 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 授权播出 第七百一十二集 一场血雨 很快将山河和妖土两边都惊动了 实际上此时最担忧的还是帝师 雨夜妖君就在他身边 说道 事情到底如何 你也该说说了 谁也猜不到 帝师离开西山之后 居然直接到了蓝鸟一族 看着这场血雨 落到这方峡谷之内 帝师的头发和虎须 好像又白了许多 他已经想到了事情的真相 应该是宫殿里的 两位大妖出事了 妖后当时放走了李富瑶 之后那位北游妖君 来找他生死一战 他便知道这是出了事情 当时他将北游妖君斩杀之后 马不停蹄地赶往蓝鸟一族 就是要争那个时间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个时间都没整到 帝师看着羽页妖君 没有回答之前的那个问题 只是说道 想来有些事情你也该知道的 只是你羽页身为妖君 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怎么想 我还能怎么想啊 我只是想生哥 过得开心 想我蓝鸟一族的子弟 要安稳一辈子 也想过妖土的妖族们 都能够安静修行 该离开人间的就离开人间 不离开人间的就好好活着 我可没有像你这只老王八一样 整日想着什么复兴妖族 想着要怎么万古流风 羽页 你直到如今 都还以为老夫这把老骨头 是为了自己 即便是此刻刘湘不在了 你便觉得这场大战能胜 要打赢这场仗 何其简单 即便是打赢 那妖族要死多少人 那整个人间要死多少人 你给我说说 就为了你一个人 便要这么多人无辜去死 你于心何忍 即便是身为沧海 也不应当是众生 如同曹劫 羽页 有些事情要做成 必须要有人牺牲 这场大战便是这样 要想做成这些事情 不死几个人 怎么能行 人族欺辱我妖族 这事情你不是第一天知晓了 当年要不是妖族 你以为我们还有今天 人族有句话 叫做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我今日要做这种事情 便是为了永绝后患 为了这件事 我已经准备了几百年 我不会再等下去 三教圣人那边 早已经和我达成协议 等我们消灭了箭士一脉 便直接将他们也灭了 一通人间 到时候 你鸾鸟一族的那位 便是人间共主 我还能活多久 我还能做些什么 我只将在时间的洪流里 留下我的痕迹 至于之后受益的 仍旧是鸾鸟一族 出一位白鸟之王 被人记住万年 就算了不得了 可是出一位人间共主 会被人记住多少年 你自己想想 雨夜妖君一时雨色 没有开口 谁不愿意自己的后辈出财呢 谁不愿意自己后辈 是人中龙凤呢 夜生哥作为他们 鸾鸟一族的后辈 成为妖帝 已经是莫大的荣光 可是跟妖族 统一山河比较起来 成为妖帝 却又要试了几分的颜色 孰轻孰众 其实这就是 帝师需要雨夜妖君 和鸾鸟一族明白的事情 雨夜妖君或许 不愿意看到生灵图汰 但是他应当是愿意 看到夜生哥成为 那个人间共主的 这就是摆在他 雨夜妖君身前的东西 要让雨夜妖君 自己去想 自己去学 雨夜妖君看着这场血雨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最后还是说道 这还没有开始 便已经起了这么大的事端 你即便把嘴巴说干 我都不会信你的一面之词 你说你有腰底平性 我知道你有能力 但是你若是不能让生哥亲子 再来给我们说一说 我们是绝对不会跟着你去的 雨夜妖君年轻的时候 便是个倔强的性子 即使现在过了这么多年 一样是没有变化的 帝师的眼神十分的冰寒 事情逐渐脱离他的控制 之前夜生哥成为妖帝的时候 他就想过了 要是说夜生哥配合 那么事情便是可以处于最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夜生哥他不配合 那么事情也不难 只要把夜生哥给困住 依旧可以继续进行 可是现在看这个样子 之前放走的李富瑶 应当是做了一件 本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的夜生哥 应当是离开那座宫殿 只怕是夜在寻找他 他现在身受重伤 不见得是夜生哥的对手 他也害怕夜生哥 把事情的真相说了出去 一旦让别的种族知道 事情的真相 那场大战 计划就要泡汤了 这是他谋划了数百年的事情 是绝对不允许这事失败的 帝师想到这儿 转头便对于夜妖军说道 你们这些蓝鸟 天生都有问题 这不是谩骂 更像是一种感叹 或者是一种无奈的说法 说着话 他从怀里拿出一件东西 那是一个黑乎乎的圆形管子 天妖令 天妖令是历代妖帝掌管的东西 作用只有一个 用来号令妖头里的妖族 只是这天妖令从古至今都是妖帝持有 即使帝师这样的资质无人可比的三朝元老 都完全没机会持有的 他能拥有这天妖令 一定是趁着武帝离开人间 夜生哥尚未熟悉妖帝位置的时候 才拿到这个天妖令 雨夜妖军一看到天妖令 脸色大变 冷声道 果然 这些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想做的 绝对不是圣哥的想法 帝师没理会的 只是默念几句话 然后握住这天妖令 无数契机落到其中 雨夜妖军想去抢夺天妖令 可是还是晚了一份 天妖令的圆筒出 生出一道磅礴到极致的契机 那道契机是紫色的光芒 与其说是一道紫色的光芒 倒不如说是紫色的光柱 那道光柱最开始不是很大 但离开天妖令之后 很快缓缓地变大 仅仅是一瞬间 便已经有两个人合抱之粗 再过后 几乎笼罩整个峡谷 这道光柱很快就会被 整个妖族所看到 他传达的意思只有一个 南下 开战 灭绝 见识一脉 而且看到天妖令 传出的东西之后 所有妖族都不会考虑别的事情 只会遵从天妖令 发布的命令 如果说帝师之前联络各族 他是想稳扎稳打 那这个时候他什么都顾不得了 只求得一个筷子 天妖令发布之后 只怕大战在今世就要打响 那些个大妖军们会最先赶赴战场 之后便是如同潮水一般的妖族大军 从南到北没有章法层层推进 一旦大战爆发 再无挽回的余地 即使之后夜深歌在号令妖族回撤 人族也不会善罢甘休 妖族只能继续南下 直到 奋出胜负 而到了最后 到底是和人族签订协议 还是说直接灭亡人族 都是最后的结局 而现在大战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候峡谷里的蓝鸟一族子弟 已经开始朝着南边而去 即使是雨夜妖军这位族长 也没有半点可能让他们留下来 妖族的规矩便是见天妖令 如同是妖族亲至 雨夜妖军看着帝师 气急败坏 你这样做 一定会是妖族的罪人 笛师颤颤唯唯拿着天妖令 叹息道 罪我者 唯春秋儿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登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13集 除蓝鸟一族之外 西山一族最早得知紫色光珠的讯息 足内一位妖军皱眉道 何于如此 之前帝师已经到过西山了 说过开战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一日不到 妖帝的天妖令已经发布了 在他身旁 还有一个同样是红发的男人 看着他问道 大兄 怎么说 既然是天妖令已经发布 那便走吧 你让人带着族内弟子朝南而去 如果是我们先到 便直接南下 越过边界 若是别族先到 便跟着别族走 同样南下 妖帝当会派遣一位妖军 作为主帅 到时候听从命令便是 说完这句话 这位妖军也不再逗留 直接破空而去 向着南边而去 那道紫色光珠里的意思 如此的明白 他们如何敢怠慢呢 如同西山一族一样的 还有不少大妖 同样是离开自家的疆域 朝南边而去 一道道痕迹在天空之中拖拽着 就像是白红 有好些个闭关 很多年的妖军们 也从洞府里走出来 看着那道紫色光珠 没犹豫 立刻拔地而起 而至于其他境界的妖修 则是从地面离开 要是有人能够从天际腐蚀妖土 便会发现无数的妖族 如同潮水一般 在向着南边而去的壮阔景象 安宁了千年的人间 再一次乱了起来 各个气势磅礴的妖军都在南下 有的主战派 看到这一道紫色光珠 痛哭流涕 我妖族荣光 今日重现 陛下圣明啊 当然也有不愿意发动战争的 但是也没办法 只能随着这些妖修而去 他们心里虽然不愿意 但是脚下一点也不慢 夜深歌和李福瑶尚尚未到达某个大族 也看到这道紫色光珠 这是什么 应该是天妖令 这是历代妖帝用来调遣妖族的东西 但是并不常用 至少是在这最近的一千年里 没有过 那还是晚了 天妖令贯穿整个妖途 这比他们不知道要快多少 而且从帝师在天妖令里透出的讯息来看 现如今妖途已经有无数人在动了 我往南边走 你留在摇头 既然已经说了要去努力 那便要努力到最后一刻 我会尽力的 李福瑶深吸一口气 深深地看了夜深歌一眼 欲见往南 夜深歌也朝着某处而去 陆长眼才到北方的边界不久 才告诫这里的见识们 要好好注意异常 远山那边便看到 如同潮水一样的妖族大军 陆长眼脸色微变 随手扯在一个境界在春秋的剑士 他直接说道 快去见识 那个剑士一正 随即朝南边而去 陆长眼深吸一口气 之前在剑山便说妖土发生了大事 这才一到这里便有妖族犯鞭 这不得不让陆长眼十分的担心 他纵身掠到半空 看着那些个如同是潮水一般的妖族 比这里驻守的人族修士 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一旦大战开始 在这里的修士撑不过一个时辰 陆长眼这位剑仙 他不得不下场厮杀了 只是当陆长眼带着滔天剑气 落到那些妖族面前之时 他明显感受到 那些妖族脚步便缓了一些 他拔剑出鞘 磅礴剑气斩出 光是这一剑至少斩杀数百妖羞 很快天际就有几位大妖停下南下的动作 转而看向地面 陆长眼成了他们的目标 这三尊妖军的参天法相在这里生出 看着十分的骇然 有着三尊妖军在这里压阵 刚才被陆长眼一剑所挫去的锐气 瞬间重回到他们身上 妖族朝着修士们袭杀过去 剑士们也是提劲应敌 当然还有三角修士也是一并的出手 陆长眼被围在这三尊法相之中 神情淡漠 诸位都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吗 陆长眼提剑横在胸前 一点剑气生出 瞬间照亮天际 那位在春秋境的剑士 预见速度其实是远不如那些大妖的 当他朝着剑山而去的时候 早就有大妖到了他的身后 一拳轰出 瞬间把那个春秋修士给轰碎了 在天际 一位妖军开口说道 剑山是重中之重 但别的地方也要在意 剑山有剑仙 别的剑道宗门也有剑仙 所以说妖军们需要分头行动 只是来到山河里的妖军还没有几位呢 此刻强攻剑山不是明智的选择 有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妖军 悬停在半空之中 看着远方 若是我们联手攻入剑山 会不会有别的剑仙前来持援呢 若是不能快速攻破剑山 恐怕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 若是在第一波攻势里没有把剑山的那些剑仙给斩杀了 那么之后的第二波攻势可能还要被那些杀皮给破开 或许整个局面就要发生变化 所以说战剑山这一步要十分的谨慎 这一位妖军是帝师的人 他早就知道帝师的安排 知道在他们收拾剑势的时候 不会有三教圣人出手 所以说他们的重心现在全在剑山那边 他立于半空 看着这座山河 大笑道 大好河山 只是在今日之后 便不是人族都有了 妖族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一直想把山河纳入掌中 可是未曾实现过 而在今日已经无限地接近了 李富瑶一直往南 向着山河而去 一路上见了不少妖族大军 都在朝着南边而去 李富瑶心急如焚 甚至还碰到过一位妖军 那位妖军一拳朝大轰出 李富瑶一劲破开之后 很快消失在了远方 他是剑仙 遇见的速度之快 不是一般的妖军可以比拟的 他不想恋战 便无人能够赶上他 这一次事情闹大了 李富瑶要赶紧离开妖土 前往山河 遇见的剑光在天际掠出一道白痕 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到了交界处 当初他从这里遇见离开的时候 不知多少羞尸惊呼 此刻再度重临此地 只能看到一片的狼藉 妖族的尸体 人族的尸体 无数的尸体堆积在这儿 就这样混合堆放在一起 只是妖族的尸体 要比人族尸体多出好几倍 血水渗入了地下 把土地染得发黑 李富瑶落到地面之上 在妖族的尸体中央 他看到一柄剑 那柄剑是李富瑶当年登山之时见过的 那正是剑仙陆长眼的 当时陆长眼还抄李富瑶出过一剑 所以说他记忆犹新 可是这个时候再看到这柄剑 剑身上有许多斑驳的痕迹 似乎下一刻就要碎裂 这个世间的剑尸都是一剑在腰间 天地即可去 尤其是剑仙 一向都是人在剑在 人亡剑亡的 李富瑶强稳住心绪 上前把那柄剑拔出来 没时间悲伤 很快又遇剑朝着南方而去 而这一次他是要去别的地方 而不是去剑山 这个时候剑山或许还没受到攻击呢 也许别的剑道宗门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他们就会很被动 所以说李富瑶需要去告诉他们消息 他第一个去的地方是万剑宗 这里距离剑山算不上很远 但还没有妖族到这里 他遇见落到这的时候 门口那棵枣树还结着枣子 一个年纪不大的少年和他撞了个满怀 跌倒之后想站起来 却是一下子撇到李富瑶的容貌 当即他跪下叩头 见过老祖宗 李富瑶的画像早就被小雪所绘制 悬挂在这儿许多年了 所有的入门弟子都知道李富瑶的长相 李富瑶出现在这儿 这是谁都没想到的 而很快这里的响动就惊动了别的弟子 许多弟子都跑了出来 这万剑宗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 已经比当初还要强大 小雪也成了一位登楼剑士 万剑宗可以说是除去没有剑仙之外 也是最顶端的剑道宗门之一了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一十四集 小雪正在闭关 可是李福耀来到这里之后 很快就有弟子去汇报给他 这个时候的小雪也早已不是万剑宗的长教 而是成了一位老祖宗 很快小雪到了李福耀身前 他现在已经是登楼的剑士 竟也看不透李福耀的境界 当即气不成声地说道 恭喜师兄成为沧海剑仙 这一句话一说出来 所有人又跪了下去 喊着恭贺老祖宗成为沧海剑仙 李福耀不管他们 只是对着小雪说了好些好些事情 而最主要的是安排他让门下剑士 去通知各大剑斗宗门 背上抵御妖族 然后让剩余的弟子们立刻北上 小雪脸色不太自然 是觉得一手剑里的基业现在便可能化为泡影 心里不甘 不是 万剑宗只要还有师兄在 即便是整个宗门的弟子都死了 也不算是什么大事 可是师兄你不能死 为什么你们能死 我不能死 师兄你是万剑宗的根本 有你方有万剑宗 没了你 即便是万剑宗再如何强大都没有 没有剑山庇护 随时都可能被覆灭 李福耀沉默了一会儿 他想起了很多年之前在这里那个老长教 也想起了最开始他炼尽的那几年 想了想之后 他轻声说道 我尽量不死 但现在是关乎人族存亡的时候 你先去做事情 好 我亲自带着弟子们背上 请师兄保重 你也保重 说完这句话 李福耀朝着剑山而去 从万剑宗到剑山 中间要经过一座叫做紫云山的地方 有一座紫云剑宗 这里有一位剑山坐镇 算是山河很靠前的剑宗了 李福耀路过这的时候 正巧有大战爆发 两位妖军在这里和一位老剑仙对敌 那位老剑仙身上已经多出是伤口 一袭的灰袍早已染了鲜血 鲜血顺着衣衫低落 李福耀在天幕初见 雪白剑光划过天际 准确无误地落到一个妖军的身上 妖军顿时血流如注 要杀老剑仙 其实两位妖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当李福耀加入战局之后 他们便显得捉襟见肘了 老剑仙哈哈大笑 其实之前他也不知道 怎么就有大妖入秦山河了 剑山却没半点消息 所以他只能是先对付这两位妖军 而直到李福耀加入战局 他才松了口气 这代表着其他地方的剑仙 已经了解这件事 开始做出行动 可是实际上 局势已经十分的困难了 紫云山这一场大战 很快地落下了帷幕 只是李福耀在斩杀这两位大妖之后 他的胸膛也留下一道身可见骨的伤口 看着很是骇然 而那位老剑仙伤势更致 他被那两位大妖中的其中一位打了一拳 几乎把他的胸膛打穿 直到现在他还喘着粗气 李福耀爆炸好伤口之后 还未来得及说些什么 老剑仙先抢问道 妖族和我山河开战了 李福耀点头 老剑仙又问道 既然如此 是否剑山和三教都知道了 剑山此刻 或许也要面临着大妖们的围剿了 至于三教那边 绝对不会在初期就加入战场 这场大战 是三教圣人们梦寐以求的 为的是让剑是一脉衰落 甚至是彻底直接灭亡 这样才能让道门和儒教重新崛起 至于说剑是一脉的剑仙 全部死了之后 剩下的三教能否抵御妖土的进攻 其实这事不大好说 可是在之前的那个故事里 确实是可以的 老剑仙长探头 既然如此 更应该上下一心呢 前辈战力已经损失了差不多八成 还请前辈前往别的剑道宗门 早些指挥他们此事 并且带领剑士前往北方 这场大战 虽说胜副手还是在云端的沧海圣人们手里 可是实际上如果说地面的妖族大军 就这样长驱直入 是会让很多的凡人失去生命的 修士们得到这方天地的馈赠 才能变得更强 便应该担负起保护人间的责任才是 所以老剑仙艰难起身 朝着李福瑶一抱拳 一剑而走 李福瑶也收拾好心情 他遇见继续前往剑山 叶生哥不曾难下去追那些大军 就凭他一人吃力 别说能不能追上 就算是追上了其中一处 其他多处呢 嗯 作用不大的 他没回到那座宫殿 而是赶往蓝鸟一族的江域最南边 果不其然 这个时候的蓝鸟一族弟子 还没有尽数离开这里 他悬停在半空 把自己的气息完全展露出来 许多蓝鸟一族的弟子仰头 看着那位悬停在半空中的女帝陛下 蓝鸟一族的大军 如同潮水一般跪下 恭敬叩拜 眼神炙热 叶生哥看着这地上 跪着黑压压的一群蓝鸟一族大军 面无表情地说道 帝师以天妖令假传圣意 罪无可赦 你们即刻调转方向 随我去找到帝师 将其击杀 此言一出 下面的妖族乱作了一团 这帝师是什么人呢 他是三朝元老 是整个妖族资历最老的那个人 平日里不知道有多少人 对其尊重的无以复加 可是现在女王陛下出现在众人面前 张口就说帝师是假传圣意 借天妖令调动大军的罪人 地面上的一个蓝鸟一族领袖直接开口问道 陛下可知那老贼此刻在何处 妖土太大 如今又起了战事 大势难以挽回 说不定此刻已经有他族大军攻入山河了 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 妖族和人族平日里一直就是敌对的 一般来说没爆发大战还好 一旦爆发了这就停不下来 此刻就算是知道帝师他是假传圣旨 假传圣意 可是如果命令大军们都停了下来 大军们出了问题 他们一样要遭受灭顶之灾的 这个时候他们是被推在前面的 他们退也退不了 你们只需要到边界上 持我的妖帝令将一众大军拦下 然后在边界上做好准备 若是一旦有人足杀来 那就抵御到底 说着话 夜深哥将怀里的一块金石令牌拿了出来 那就是妖帝令 是妖土的妖帝用来调动大军的瓶着 那天妖令都已经发了出来了 这妖帝令在这之前已经没用了 那男人接过妖帝令 认真地跪下行礼说道 先遵陛下令 夜深哥没再多说什么 蓝鸟一族有极快的移动速度 或许能早一些赶往边界 拦下大部分的妖族大军 可是那些个妖族的沧海大妖 已经离开妖土 估计追是追不上了 而且说不能寄希望于蓝鸟一族 至少在妖土之内 要想让所有妖族都看到 必须得拿到天妖令 如果想拿到天妖令 就必须得先找到帝师 夜深哥朝着蓝鸟一族的那片峡谷而去 帝师是在那里发号示令的 按照常理推算应该早就离开了 可是夜深哥他并不这么想 他是这个世界难得一见的聪明人 很容易想清楚事情最主要的地方 落到那座山的半山腰间 夜深哥看着远处的晚霞 有些失神 这才不过一日而已啊 整个事情就已经超出他们的可控范围了 帝师的谋划正在被他们一步步地破除 可是谁知道 最后让帝师来了这么一手 既然是只王八 藏起来 便很难找到了 帝师被那位北游妖军所打伤了 状态绝对不会好 遇到夜深哥很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他必须得躲起来 夜深哥从山间走过 来到一块大石头上 这里是最好观望晚霞的地方 以前蓝鸟一族的两位妖军 就经常站在这里看着晚霞 而那些时候 夜深哥都在远处看着他们 这是一幅极其美好的景象 他站了很久 都没有离去的意思 终于 有一道声音在他的背后响起 原来陛下还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一十五集 帝师从他身后走了出来 他一头花白长发 和垂到地面的长须 都在告诉世人 他已经很老了 老到掉牙了 老到快死了 宫里的那座大镇 的确是有些麻烦 我看了很久 也试了很久 最后浪费了我好些东西 也没有成功 后来我想了想 只要将一身的境界尽数连去 便能够轻易走出那个地方 陛下的天资世间少有 血脉更是无人可比 再加上这份领悟力 乃是万古唯一啊 五弟不是你害的 但也是你害的 帝师想起那个男人 想起过往的时光 叹了口气 五弟修行的功法有问题 他知道 知道五弟不会听他的 他也知道 他是看着那个孩子长大的 当然知道那个孩子是什么形态 在把那些功法交给他看的时候 帝师其实就知道了 到了后面会有大问题 可是当时他只是想看看 在后面的日子里 他研究了很长的时间 要如何去解决那个问题 最后他甚至都知道了解决方法 可是他没告诉五弟 五弟对南清没有任何想法 你却一直想南清 可有他在 你没有半点办法 即便你是帝师 你是他的老师 你也无法背着他调动妖族大军 所以你要做成这件事 便必须要他死 五弟公餐造化哪里是一般人能够杀死的 即便是你也不能 所以你只能等 等他的功法出现问题 等他暴毙 若是一心修行 想要长生也可以 但不管是人还是妖 光是修行而不背负起责任是不行的 更况且他还是整个妖土的主人 他是妖帝 却什么也不想为妖族做 我妖族子民 不知道有多少人活在那等严寒的天气里 不知道有多少境界低微的小妖羞 熬不过一个个冬天 我也是从小妖羞一步步走起来的 自然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他自己也不过是只普通的狼崽子 怎么就想不清楚 不是这样的 他其实为你们做了很多 很多年前 人族出了一个叫做柳相的最强剑仙 他是天纵之才 几乎是数千 乃至万年才出的一位绝世天才 而这个时候五弟也横空出世 他是一只狼 是这个妖土里很普通的血脉 但是从未想过要平凡一生 于是他也开始修行 慢慢的他就成为了整个妖土最强的妖羞 然后便成了五弟 他们从来没有交过手 但是你们都知道 一旦没有了五弟没有了柳相 这场大战便要发生了 要是五弟不一心修行 他要是有朝一日身上的修为落后于柳相 事情便不妙了 这是个很浅显的道理 只有长辈强大了 才能让自己的后代不受欺负 柳相想着要一分为二 也是担心五弟的境界要甩开了他 所以说他想竭力赶上 当然 这期间的时光会十分危险 但是值得尝试的 而五弟最开始的修行 也确实是有为了抵抗柳相的意思 可是当他无限地临近长生之时 他绝对受不了那种诱惑 没谁受得了 你只是无望长生 所以才会想着要在那什么狗屁史书上 留下一笔 你若是有望长生 为妖族谋未来这种废话 你还会说吗 帝师盯着夜声歌 好像是要反驳些什么 但是嘴巴动了动 只是问道 陛下现在想做什么 难不成还是想着要叫停那场大战 妖族里许多妖越过了边界 去了山河那边 大战已经开始 现在很难停下来 即使是夜声歌 也很难让妖族停下来 所以说帝师不认为这场大战会结束 至少说不是现在 我知道一个故事 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帝师知道今日自己肯定是死在这儿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夜声歌不紧不慢呢 那个故事其实和这个故事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最后 你们不仅没能占领山河 还是退回到了这里 至于山河 最后当然是三教为尊 我这样说 事情的前因后果 是不是简单明了 但我不觉得 事情会像是这样发展 夜声歌看着他 没有说话 帝师自以为鲸鱼谋划 其实在那个故事里 他早已被很多人谋划着 在这个故事里也一样 夜声歌叹了口气 不管是那个故事 还是这个故事 好像结局都已经注定了 只是那个故事里 结局没有人能改得了 可是这个故事 我想试试 当然 更多的是他想试试 做不做得成 都要去做 或许还是等着陛下更强了 再来做这件事情要更好 可是 陛下一直都不想做这个人间共主 几百年之后 又会改变想法吗 夜声歌伸出手 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帝师 帝师拿出天妖令 叹气道 我也等不到陛下回心转意的一天了 等不到 或许只是因为自己时间不多了 而不是觉得某人不会回心转意 但是不管怎么说 帝师是想看看这场大战的 所以说他绝对不会轻易认输的 他拿出天妖令 不是为了要给夜声歌 而是要出手 天妖令不仅是有象征意义 也有实际的意义 这是一件威力很强大的法器 就和圣人们的圣气一样 妖族的大妖们一般不怎么用法器 可是并不是说他们不会用法器 只是相比较于人族 他们更喜欢出拳应敌 天妖令生出一道磅礴妖气 这是历代妖帝们掌管的东西 不知道蕴含了多少人的心血 而且被滋养了这么多年 只可能比圣气还强大数十倍 拿着天妖令 即使是已经重伤的帝师 都觉得自己还有一盏之力 他看着夜声歌 莫然道 陛下若是此刻回心转意 还来得及 若是到了此刻都还执迷不悟 只怕 夜声歌没说话 只是看着帝师 背后生出一对羽翼 身前出现无数道金光 把他衬托得圣洁无比 帝师拿着天妖令朝夜声歌挥去 那些个磅礴气机撞上那些金光 整座山都颤了一下子 夜声歌双手接印 天气的白云飘散开来 露出如同鲜血的残日 夜声歌看着残日说道 就这样吧 等到天妖令的磅礴 妖气落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忽然撤去所有的金光 他只是伸出手 天妖令落到了他的手上 帝师很惊讶 你怎么会知道如何用天妖令 在那座片殿里 有一本他留下来的手渣 五弟知道自己的情况 所以说他在手渣里面 留下很多东西 夜声歌无趣的时候看过一眼 并未放在心上 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天妖令怎么使用 当然只有历代妖帝知道 即使说帝师能够拿着天妖令 发号士领也无法拿他做些别的事情 夜声歌握着天妖令 看着帝师 我觉得事情 还是不难 说完这句话 他手里的天妖令 发出了光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一十六集 妖后站在那间茅屋前 看着这不知何时会停下来的血雨 显得有些疲惫 这些日子一来 他被困在这个地方 没有离开的可能 所以他就开始想着很多往事 最后还是想到了吴迪 他的夫君 是这个世间最英雄盖世的男人 万妖之主 除去柳巷之外 谁能比拟呢 这样的男人什么都好 除去没那么在意他的想法之外 叹了口气 妖后看着自己的肚子 想着五弟这些天理 他已经感受到了 自己的孩子快生出来了 只是生出之后 能不能顺利地活下去呢 不好说的 毕竟这血脉太过于强大 而且连他自己 还能不能活下去 这都是两说 之前五弟可以让他不用生下来 可是他怎么忍心 把自己的孩子给害死呢 陛下 你说依靠别人不好 可是臣妾 都依靠你一辈子了 你怎么又舍得丢下臣妾呢 朕丢不丢下你 又岂是你知晓的 不知道什么地方 响起一道声音 妖后定睛看去 在那棵梧桑树下 看到一棵黑袍男人 那男人的脸庞 如同是刀削一般 整个人的气势 更是世间无人能及 即使是柳巷 也无法拥有比这个男人 更霸道的气势 那个男人看着妖后 眼里总算是出现了一丝温柔 妖后揉着眼睛 在确认这个男人就是五弟之后 泪流满面 当即要跪下 有什么好跪的 妖后和五弟相伴三百多年 他们一直不像是一对真正的夫妻 反而倒像是君臣 五弟看着这血雨 也看着妖后 轻声说道 老师做了些什么 妖后虽说被困在这 可是妖族的局势 还是清楚一些的 再加上之前的紫色光柱 他更是明白发生了什么 轻声细语 他把那些事都讲了一遍 五弟听完之后 当即问道 你可曾怪过朕 怪朕 不联系朕的子民 陛下身上 担着担子 比臣妾更清楚 作为妖帝要做些什么 何来不联系子民呢 他和眼神哥一样 都是很聪明的女子 知道五弟一心修行 他没那么简单 五弟往前走了几步 来到这间茅屋之前 然后牵起妖后的手 轻声说道 大道长生 到底是谁都想看看他 但 陛下为何 五弟公参造化 但是毕竟当日已经死在 夜生哥手上了 如今的夜生哥已经是 整个妖土的主人是新的妖帝 帝师已经把妖族带入了山河 大战都开始了 要是说没有五弟离开人间 哪有这么多事啊 五弟看着妖后 没急着开口 那个时候 他实际上已经到了沧海的尽头 往前一步 就是了 但是妖族还是需要一个妖帝 所以说他需要假死离开人间 让夜生哥去做那个所谓的新妖帝 那场血雨是怎么回事 五弟离开人间的时候 天地之间是下过血雨的 妖土多的是垂木的大妖啊 我只是让她把日子选在了那天 我知道那功法有问题 我也知道 往后走便要出事 所以 我停下了 既然不能长生 也无法去看看新的世界 还不如去看看柳相 他和柳相是这个世间最强的两个人 可是一直没有交过手 这是整个世间修饰的遗憾 之前那个姑娘说 在某个故事里 朕会死 既然大战已经开始了 那朕就去看看 可是那位柳剑仙 却已经出了问题 柳相一分为二的事情早就传了出来 要不是这样 只怕帝师并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开战 现在的柳相哪还是巅峰时期五弟的对手啊 有一种人 当你觉得你是高看他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低估他了 柳相毫无疑问 就是这样的一类人 朕都能做些事情 他怎么不能 在李福耀赶往剑山的时候 剑山还算是风平浪静 没见到任何大妖在周围 他们或许是在等着后来的那些妖军 想要避其功于一翼 这便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剑山大阵已经开启了 李福耀想进去不能强攻 他只能从山道上走 玉剑停在门尘山脚 然后朝山上走去 踩走了几步 转身看到身后的绿水湖里来了条船 船上的人一身的轻衣 腰间悬剑就站在船头 李福耀看着那人差点喊出声来 可只是一瞬间 便知道那人的容貌和柳相 虽说是一模一样 可是一身的气势 比起柳相还是差太多了 那人传道案之后 看了李福耀一眼 他随口问道 你也是来剑山 告诉那些家伙 大战开始了 李福耀脸色有些苍白 你是从北方过来的 那人点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修行不义啊 我好不容易才在剑道上 走了这么远 便碰上这么一件狗屁事情 真的没意思 李福耀看着他 他觉得很奇怪 在他所知道的那个故事之内 柳相一分为二之后 那个分出去的人是没回到剑山的 所以说柳相才没有一战之力 然后死在了剑山 你的想法真的很不错 要是过个几百年 可能真的能让我自己活出一世啊 只是现在形势如此 也顾不得这些了 就是 就是有些失望啊 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战 导致他现在就要回到剑山 回到柳相身体之内 必须得以着柳相的意志来活 就再也没有他了 当然难免有些失望 有些遗憾 没了五弟 柳相仙要是真能恢复到巅峰时期的境界 那局势或许会有些改变 柳相这个人呢 我是真不想和他待在一起了 不过现在想想也就算了 反正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过了今天 我应当是不在了 李富要看着他 想说些什么 在那个故事里 这人是没回到剑山的 销声灭迹整整六千年 直到最后在朝廷丘走之前 再重现人间 可是在这个故事 他有不同的选择 哎呀 若是有可能 我情愿 我便是我 即便是要死 也是要以我的身份去死 李富要没说话 只是继续朝着山上走去 剑山大战 遇到李富要或许不会开启 可是不知怎么的 遇上那个人很快就打开了 他们两人一直来到问剑平 才看到站在崖边的柳相 柳相看着远处 其实他早已感受到 隐约的妖气了 李富要来到这儿 把陆长衍的配件取出来 岩师和另外一位剑仙 早就眼眶泛红了 白志涵脸色难看 陆长衍既然已经遇害 那么谢臣自然也逃不过 同时大战也开始了 我已经通知了很多人 这个时候应该会有很多 剑舍往北方去了 妖土里的形势很复杂 谢剑仙知道一些 不过已经离开人间了 我知道缘由 但是现在好像说起来太麻烦了 总之 现在有很多大妖冲着剑山来了 三角不会出手 刘香嗷了一声 总之情绪不高 然后他转头看着 站在李富要身旁的那个人 他笑了笑 然后那个人也跟着笑了笑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一十七集 刘香说道 没有机会了 你是不是有些郁闷呢 那人叹息道 是啊 明明之后的时间 是该我去看看的 现在算个事 刘香摇头 也不一定啊 那人摆手 事已不要再说了 他看着刘香 缓慢地朝他走去 无奈说道 哎 记得多杀几只大妖 刘香淡然地笑道 不是难事 你最遗憾的事情 是没有机会以后 由你来看这个世界 那人摇头 叹息道 哎 其实 是没有和五弟打过一场 怎么和我一样啊 蠢猛 我就是你啊 说着话 那人朝柳香撞去 整个人没入了柳香的身体之内 仅仅片刻 要一道气冲斗牛的剑气 冲天而起 白之涵来到李富妖身侧 他笑着问道 杀了几个大妖了 要是不算减漏的 那就一个没有 减漏的怎么不算 李富妖没说话 这才是第一次放松心身 白之涵一味深长地说道 马上就要看看 谁更厉害了 李富妖没说话 夜声歌拿起天妖令 很快有一道紫色光柱再度生出 这是他第二道命令 让妖族大军们尽数地停下 那些如同潮水涌动的妖族大军们 马上停下了 而夜声歌做完这件事之后 便朝着南方而去 守在剑山外的大妖们 原本等来了援军 终于要发动攻势的时候 可这时 远处来了一个工庄妇人 妖军们都认识她 知道她是妖后 虽说现在不是了 但是都对她行礼 妖后没说话 只是看着远处 有一个黑袍男人悬停在半空 就那么看着那座剑山 妖军们全部瞪大眼睛 然后很快的 所有人朝她跪了下去 参见陛下 比起夜声歌 已经统治妖族三百余年的五帝 更能让他们折服 可是明明他们已经看到 五帝陛下被夜声歌斩杀了 此刻为何重现人间呢 五帝悬停在半空 那黑袍上的花纹清晰可见 这是妖帝的地袍 堪比世间最强的防御法器 一般的剑仙都无法轻易毁坏 她看着远处的那座剑山 又看着这些大妖 都是活了几百年的人了 还这么蠢 那些大妖跪在地上 听着五帝说这句话 有的已经开始回忆起来了 这件事的始末了 如同是五帝所说 活了这么多年的人了 怎么可能真有这么蠢 即使说偶尔被蒙骗 也不会一直被蒙骗在鼓里 马上就有人想透了 只是现如今 事件演变成这个局势 如何收场啊 正所谓骑虎南下 就是现在这个局面了 妖族大军已经南下 而他们这些个大妖 更是已经到了剑山了 目前的形势虽说是一片大好 可是现在也有多少的剑石在往北边而去啊 生灵图探人间地狱那是一定的 要是他们这些沧海修士最后也落败了 这场大战得不偿失 只是现在五帝出现在这儿 让他们平添了许多的胜算 陛下 您要亲自出手 五帝叹了口气 看着远方剑山 轻声笑道 哈哈哈哈 说到底 还是和妖族无关 和亿万子民也无关 只是朕觉着 这辈子不和柳相一战 便好像差了些什么 没有长生已经十分遗憾了 要是在离开人间之前 还没能和柳相打一场 更是遗憾到了极点啊 妖后看着五帝走到自己身旁 依旧牵着自己的手 这才柔声说道 陛下还是要走 五帝第一次宠溺地揉揉他的发丝 轻声问道 你喜欢我 还是喜欢肚子里的孩子 这是三百多年里 妖后第一次听到五帝向他说情话 五帝看着他 没有让他给出答案 只是牵着他的手 就这样走到剑山上空 那座剑山大阵在运转 但是五帝不太在意 他看着剑山 沉声说道 柳相 可否一战 声音不大 但是浑雄妖气带着那道声音 穿过剑山大阵 传遍了剑山上下 温剑平的那几位剑仙 尚能接受这道声音 可是剑山别处 许多的弟子只能是抱着自己的脑袋 面露苦痛之色了 刘相站在崖边 一身气势引而不发 但是那双眼睛之内 早已经多了其他的东西 在他身后不远处 在他身后不远处站着的是白之涵 李福瑶等数位艰辛 岩师的年纪最炸 但是境界不是最高 听着那道声音传进来 不由感慨道 这是人间最重要的一战了 白之涵看了李福瑶一眼 然后找了个地方坐下 这才轻声说道 这场架肯定要打起了 李福瑶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哪里拿了壶酒出来 自己喝了一口 这才把酒往白之涵那边一丢 松了很大一口气 有幸看柳剑仙和五弟巅峰一战 自然是不枉此生 只是之后的大战好像也免不了 白之涵仰头引进湖中酒 若非今日一战的战场是在剑山 其实他并不在意胜负 对他而言 能看到两位人间志强者一战 足以对他的剑道颇有鄙意 李福瑶坐下之后 开始调动经脉里的剑气 修复自己重伤的身躯 有那个故事的结局摆在眼前 即使说此刻的柳像 已经重回巅峰时期 李福瑶也不会掉以轻心的 柳像在崖边看了很久的天幕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只是很快的剑山大阵便彻底失去了踪迹 他看着玄庭在半空的那位武帝 高声笑道 入云一战 这句话说出的同时 剑山上无数秉剑齐齐地飞向天幕 他们比柳像更先一步 那些剑里有残剑 也有好剑 都是来自于剑种和喜剑池 当代剑仙之中 万尺独创御剑法门 成为除去柳像之外的最强剑仙 柳像并没有去学万尺的御剑法门 而是只靠一身充沛的剑意 便能御剑万饼之多 万饼长剑 齐齐悬于天幕 遮天蔽日 武帝也松开了腰后的手 后者很明白这场大战意味着什么 于是很快去了远处 天幕之上 很快只剩下那悬在天空的万饼长剑 柳像 以及一身黑袍的武帝 柳像看着武帝笑道 三百多年 都没有生出这个心思 为何还是想着要和我一战啊 世间凶事何止千万 唯独你柳像一人是朕之敌 之前看着长生大盗 自然没时间来看你柳像 可是今后 长生断绝 人间无趣 唯独你有去 朕 又怎么能不和你一战 我跟你倒不一样 本来我已寻到了长生之法 偏偏又出了事 现在 也只能和你一战了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一十八集 武帝副手而立 头顶之处已经阴云密布 云海里有一个十分巨大的漩涡 已经逐渐地形成 这样的景象 就像是当时那座巨城里 他出手和一眼声歌一战时候一样 刘相看着那幅场景 感受其中肆虐的妖气 光是身处在这个漩涡之中 一般的沧海修士 只怕是撑不过太多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五帝 哪有和夜声歌之前一战之时 展现出的那样弱呀 五帝身躯还是同常人大小 但是那个巨大漩涡一旦形成 五帝身侧便多出了无数条膀胖的妖气 如同是食物卷杀而来 同样的 云海之下也生出了好些剑光 有的明亮有的暗淡 五颜六色 看着就让人眼花缭乱 妖气和剑光相遇 那些妖气被剑光斩落 落到地面之上 便炸开一片山峰 剑气四周 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响起 五帝伸手捏住一道剑光 瞬间将其捏碎 碎裂的剑光四散而下 看着十分的骇人 四散的剑光和四散的妖气 逐渐在这两人的周围 形成一个巨大的光圈 光圈之内 剑气妖气互相碰撞 是无数生灭的景象 此刻哪怕是沧海修士 贸然进入这里 都会被剑光和妖气 所扯成碎片 李富妖抬头看着天幕 整个人正正地出神 他不是没看到过 如同刘相这般的 绝世强者出手厮杀 潮清秋在剑道上的造诣 可以说是绝对不在刘相之下 可是潮清秋这辈子 都没有遇到过 如同是五帝这样的绝世高手 自然也不会有这样一场 旷世难遇的大战出现在他们面前 若是潮清秋也生在这个局面之下 会如何呢 是力压这两位 还是被这两个人的锋芒所掩盖呢 说不清楚 李富妖只能抬头认真去看这场大战 五帝再度一只手捏碎一道 强大到极致的剑光 然后才从云海抽出一柄刀 手中有了云气幻化成的长刀 五帝对着柳相便是一刀劈砍而出 那磅礴刀起如同是一尊巨大的狼王 咆哮着向柳相而去 柳相身前很快生出数刀剑光 可是全部是一触而溃 柳相欲见万丙 可是那柄三两始终在翘之中 等到那一刀快到身前之时 柳相身前凝聚出了一柄无比巨大的长剑 剑筋摇摇对着它 就是那一道浩瀚霸道的刀光 砰的一声巨响 天空好似出现了一道裂痕 两人交手 似乎是撕裂了天幕 柳相这一剑并未拦下五帝 而那一道也并未斩杀柳相 只是余威朝着柳相身后散去 一刀余威最后落到了某座山上 彻底把那座高山展开 变成了两半 柳相没有转头看去 只是笑道 果然 不亏那个五字 妖族的帝君们在成为妖帝之后 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尊号 五帝 这要多强才能担起这个尊号呢 柳相一言之后 便随即说道 看见 所谓来而不往 非离也 柳相抬手 身侧一道明亮的静光声出 很快到了五帝的身前 五帝手里提着刀 一只手揽过一片静光 剩下的好些静光落到他的衣袍之上 那些话门忽然明亮起来 直接消散了那些剑光 只是那些碎裂的剑光 很快合成了一柄剑 那是一柄金色短剑 朝着五帝的眉心便去了 五帝伸手握住那柄金色短剑 那柄金色小剑 剑光大作 无数的剑气 从五帝的手掌心里跑了出来 那些剑气又变成了一道道的小剑 五帝不得不松开手 手心已经是遍布血迹 而且在他松手之后 那些小剑便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那些剑气 恐怕才是这个世间最为淋漓的东西 五帝眉头微微隆起 他再一伸手 无数磅礴的妖气从身前生出 尽数拦下那些剑气 但是还是有一些剑气散落下去 散落到了远方 最后落入一条大江之内 这一次是一条大江炸开 两人这一刀一剑 在那些大妖和剑仙眼里便是最美的风景 这就像是一群学画的弟子 看着两个天底下最顶尖的画师 拿着刀和剑画出一幅世间最美的画 刘香看着五帝 那一剑不成是早就知道的结果 这个时候一只手已经搭在三两剑柄之上 他笑道 试探也试探完了 那就真的打一场 五帝也不言喻 这一次松开手里那柄云气所化的长刀 伸手在半空一拉 有一柄狭长的铁刀出现在世人的眼中 那柄刀叫做日月 日月者 人间也 那五帝呢 柄相呢 当柄相拔剑出鞘的时候 所有观战的人都感受到那股冲天剑气 搅得云海翻腾 霞光照射下来 黄昏的云海被残阳映照得如同是鲜血一般 当柄相的剑气冲破云海之后 这残阳便落到了人间 和五帝那个如同是地狱一般的景象 持对质姿态 两边界线分明 五帝身处于那个巨大漩涡之下 看着对面光景 神色微变 柄相也不管 提剑便掠向五帝 五帝随即跟着掠来 两人在交界之处 刀剑相撞 磅礴的妖气和剑气碰撞 碰的一声巨响 九天之上 刚风淋漓 无数气浪在四周肆虐着 柄相往前递出一剑 剑光从剑尖处迸发出去 手中长剑近气暴涨 五帝一刀展开柳相的长剑 刀光如同是天上明月一般的皎洁 但是下一刻又变得如同烈日一般刺眼 这便是明月 明明如月 何时可多 五帝一只手再度捏碎一道刀光 然后他问道 你一分为二去寻长生 有几分可能 柄相扯过一缕刀光撕碎 但人回答 既然走到沧海尽头不能再前行 就只能独辟蹊径 一分为二其实是两人同源 当这两人都是沧海尽头之后 再回归一体 自然便能再前行一步 五帝一点变透 他大就一招 找来无数的妖气 如此是有机会 就是有两点不能保证 头一点 就是分出去的那个人 到底有没有可能成为沧海 第二点 最后何二为一以后 到底是谁做主 柄相一剑展开 继续在身前那团妖气 然后剑光落到五帝的衣袍之上 那件黑色衣袍 上绣无数的花纹 在遇到剑光之时光芒大作 很快消散了那些的剑光 用滨海岸边的寒蝉吐司做的 还是能拦下你几剑 五帝伸手按在了 刘相的肩膀之上 无数妖气从掌心处涌出 刘相身前散发出了光芒 但是还是为挣脱 五帝那只大手 刘相干脆放弃挣脱 而是让无数剑光剑气 从自己的肩膀处迸发出来 剑光照亮整个天幕 落到了五帝的手上 仅仅片刻 五帝的手里生出了许多的伤口 那些全部是剑伤 那些细微的伤口 在缓缓地变大 是因为伤口之内有剑气 只是五帝对此并没有太在意 他在意的就是他那块袖子的布料 那件衣袍是寒蝉吐出的丝所作 算是这个世间最为坚硬的一剑法宝 可还是挡不住柳相的剑 五帝看着柳相 忽然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原来你这么强 当然 同样的感受也在柳相的心里生出 他也同五帝那般设想 这才是天幕之下最强的两人 五帝收回大手 重新握住刀柳 对着柳相一刀斩出 无比磅礴的刀器 展开柳相身后的一座高山 尚未停息 更是蔓延而去 不知道几万里 两人在云海之下交战 想着那万柳长剑 什么时候会离开天幕 也想着五帝 什么时候会撑开法相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 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 授权播出 第719集 在剑山外围的大妖们 看着这一幕 便生出了许多别的心思 这里之后又来了一位大妖 把妖土里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女帝斩杀了帝师 拿回天妖令 并且用天妖令 传下了第二道命令 那便是不能让那些妖族大军 再继续南下 没有出妖土的 只能守在妖土边境 至于说去了南下的 已经派人通知返回北方了 这场大战在最短的时间里 几乎要停了下来 这已经是夜神哥 所能做的所有事情了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有大妖一边观战 一边开口说道 除外觉得陛下 到底有几分胜算 五帝的胜算 才是大战事打 还是言和的根本 另外一位大妖说道 陛下攻参造化 世间无敌 定然要胜过 刘相那匹夫 既然说陛下 定然能够胜过刘相 那我们现在 便攻上剑山 斩上那些剑仙便是 这 呃 若是陛下脑了 只怕不好啊 陛下说 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战 而且还是和柳相 此刻要是我们出手的话 只怕陛下会不喜 陛下即便是万窑之主 但是这是为了我妖族大义 只怕陛下也会在意大局 现在说话的这一位 是帝师极其信任的妖君 帝师现在虽说已经死去了 可是他还是想完成帝师的遗愿 只是这句话一说出来 便被另外一位妖君深深地看了一眼 他冷声道 现在陛下还没死 谁敢不理会陛下的旨意 陛下还在 那一切便只能听陛下的 有人一锤定音 只是所有人都明白 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要是说五弟离开人间了 那便要听他们的了 人间多事 五弟拦下一键之后 总算是露出些疲态 来一些真的吧 之前那些手段在旁人看来都是绝世手段了 但是在五弟眼里 似乎说还有余地 刘相想了想 说了声好 五弟开始慢慢变大 很快一尊巨大的法相出现 这尊法相只怕是有数百丈高 看着就如同是一尊绝世魔神 九天十地 似乎只手便能斩杀 那一席黑袍挡住了整个天空 遮挡真正的天日 那就像是一团黑云遮挡了一切 没什么能够穿透那一团黑云 在那尊巨大法相之前 柳相显得极度渺小 但是他虽然看着小 但是他有剑 有很多剑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有柄剑开始动了 云海前的万柄非剑都跟着动了 那些剑如同是一条条的长龙 朝着五弟的巨大法相而去 五弟大手一挥 便握住好些长剑 一用力便折断不知多少 天地之间充满了剑的哀鸣之声 山顶的那几位剑先听着这些哀鸣 也有一些动容 剑是剑是势如生命的东西 当然除去哀鸣声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鸣声出现 这些剑 有的是剑种里已经残了的剑 他们若不是被柳相带出来 或许这一辈子都只能带在剑种之内 只能在剑种之内哀鸣 再也见不到下一位主人 至于在喜剑池的那些剑 有一些是新柱出来的 有一些是剑到前辈的身后之物 他们有些是有过一位或者多位主人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大战 但是从未有一柄剑见过的对手 能像是五弟这样强大的 所以说他们也有战役 那些剑名声就是他们吹响的号角 无数剑依在云海之内 无数剑依在里面翻腾 剑光不断地生出 柳相随手握住一柄剑 又随手一剑扔出 那些长剑有的被折断 有的被击飞 全部都落到了地面之上 五弟神情淡漠 看着这一切 看剑 无数的残剑断剑 从那些滚落的地方 重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内 那些剑或许只有半柄 或许只有一节剑身 但是这些剑都聚在了一起 形成一柄巨大无比的长剑 柳相一跃而上 站在剑身之上 看着五弟 看看我这一剑如何 五弟点头 但是没有说话 他和柳相 其实不仅仅是对手 也算是知己 进阶到了他们那个层次 这个世间其余人 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只有他们两人 可以互相明白 五弟在接着一剑之前 冷然道 老师知道 怎么解决功法的问题 其实朕也知道 朕只要不往前面走一步 便没有问题 只是长生在前 谁又能忍得住啊 若不是人间还有你柳相 我早已经一步跨出去了 柳相笑了笑 站在那柳巨大的长剑之上 朝着五弟一剑掠去 剑气早已散乱 剑尖更是已经抵到五弟的胸膛了 那些黑袍开始寸寸撕裂 五弟两只手都放在了剑身之上 无数磅礴 腰气就在他的掌心里生出 然后灭绝 这是属于这个世间最强者的境界 是最纯粹的大道气息 这里离你 差不多还有百丈距离 使人皆说 世间剑是一丈之内 皆是死地 可是他哪是普通的剑是啊 他是柳相 百丈之内 游是死地 五弟哈哈大笑 声震四野 他明白了柳相这句话的意思 五弟松开握住巨剑的手 这一次大手直接朝着柳相给探去 那柳巨剑撞向五弟胸口 五弟也在往前前行 只听得砰的一声 巨剑开始寸寸断裂 虽然五弟胸口也是血肉模糊 但是他的那只大手 几乎要按到柳相的身躯之上 巨剑断裂 尚未能重伤到五弟 柳相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握住手中那柳三两 朝前走了过去 柳相疯狂调动 灵府里的剑气 手中常见剑气暴涨 柳相一剑斩向那只大手 大手瞬间血流如注 只是柳相也被五弟的 另外一只大手给砸中了 剑光妖气同时开始消散 说明两位沧海修士 都已经是开始历劫了 柳相被一只大手打中 可是却是历而不倒 整个人如同是一尊雕塑 朝着五弟递出一剑 这一剑准确无误地辞中了五弟的胸膛 可是不能继续向前刺去 五弟的大手也开始有些无力了 可是还是打在了柳相身上 两人都受了重创 天边的异象消散了一些 五弟看着柳相 柳相也看着五弟 五弟说道 你还能递出一剑吗 柳相摇头 而五弟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那就这样吧 有机会再打工 五弟没说话 只是整个人好似失去了生机 朝着身后倒去 而柳相也同那些碎裂的长剑 滚落下去 无数剑在哀鸣 天边响起了雷声 这场血雨一直不停歇 在边境上 无数的妖族大军已经看着南方 有人眼里满是战役 有人却是神情复杂 但是不管是什么 都无人能够再难下一步 他们不知道 现在山河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只是在等 或许是在等着 另外的妖族大军归来 也或许是在等 剑士们杀到这儿 远处的山上 站着一个白群女子 她面朝南方 神情平淡 所有人都在看着她的背影 所有人 都要等她的断绝 五帝离开人间之后 妖族之内 还有一位女帝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 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 授权播出 第七百二十集 那位女帝站在山上 看着远处的风景 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可就是这样等下去 也不是个头 有人准备开口询问 那位女帝陛下准备怎么做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那场血雨居然停了 天兵忽然出现一道霞光 很快出现两道人影 其中一位青山仗剑 而另外一位黑袍如墨 气势不凡 有很多要求颤颤 微微开口 喊了一声五帝陛下 既然说那位黑袍背影是五帝 能站在五帝身侧的青山剑客 除去柳相还能是谁呢 可是柳相和五帝 同时出现在那道霞光之中 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顶尽看去 两道身影只在霞光里 停了片刻 便朝远处走去 好像是在和这个世间道别 霞光跟着他们一道离去 很快又黯淡下来 当他们离开远去之时 下了一场很大的雪 雪花从天际飘落 充满了哀伤的味道 有妖羞已经跪倒在地 声泪俱下 有一位灯楼竟妖羞 就站起身来看着站在身上的 叶生哥说道 陛下 刘相已死 山河再无庇护 咱们此刻便应当南下 长驱直入 一统山河 五帝的死固然让他们感到悲伤 可是也激起了所有人 藏在身体内的疯狂 叶生哥转身看着那些 蠢蠢欲动的妖族大军 他默然道 朕说了 不许动 尽管他这么说了 但是还是由妖族站起身来 朝前面走了过去 越过了那条线 再紧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紧接着很快蔓延到了数百个 叶生哥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这个故事走到这儿 还是朝着最开始的结局去了 妖帝和柳相双双云命 最先知道的 还是剑山的弟子们和那些剑仙 再之后是那些大妖 看着那些大雪突兀而至 有妖军开口说道 陛下已经离开人间 柳相也走了 还打不打呀 现在的局势 必须继续打下去了 打吧 何不问一问妖后呢 这种事情你我决断便是 何须问什么妖后 妖军们纷纷出声 很快定下了想法 朝着剑山走了过去 李富瑶和一众剑仙 都站在山上 柳相和五弟的那一战 绝对是当时剑道和境界 最高的较量 他们这些剑仙看了之后 自然会得到一些避意 说不得给他们一些石阶消化 就要在剑道上往前走上好几步 可是他们现在能不能活过 今日都难说呢 李富瑶看着白之寒说道 至少现在 山河里的剑仙应当都去了北方 这场大战能少波及山河一些吧 大战如何 结局不操心 也操心不来 粗好自己的事情便好了 说着话 白之寒看向了天际 那里已经有妖军落下来了 好在是之前五弟和柳相一战 给他们太多时间 再加上夜深歌那边的缓和时间 应当情况要好一些 到时候山河要乱 也没什么可乱的 剑仙们死得差不多了 三教圣人自然会出来的 这座山河到底还是人族的 正想着这些事情 远处忽然生出几道剑光 这是山河之内其他的别处剑仙赶到了 剑光马上落到某个大药的身上 然后很快 这场大战爆发了 白之寒遇见而起 青丝剑气大作 李福尤有些出神 青丝剑在白之寒手里 其实让他看着比在自己手里更厉害一些 阎师和另外一位大妖对上 只是来这里的大妖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即便是剑仙 只怕是也坚持不了多久 李福尤按住剑柄 远处出现几道佛光 有几位佛教圣人来了 三角之中佛教没有选择和如道同流合污 他们为了山河自然愿意舍身取义 李福尤的对手是一尊 不知道本体是什么的大妖 他手中常见暴涨 耀眼见光璀璨无比 那位妖君的境界算不上高妙 因此很快被李福尤所重伤 只是当李福尤想斩杀他的时候 在别处来了另外的一位妖君 先来增援的妖君撑开法相 一拳轰向李福尤 李福尤一剑展开那只手臂 可是还是被一拳砸中 李福尤脸色苍白 吐出一大口的鲜血 两位妖君联手杀过来 白之涵在远处 他一剑斩杀那位大妖之后 掠到李福尤身前 一剑逼退一个大妖 你和我运气有些差 在说话之间 白之涵出剑不停 所谓的运气差 是因为这场大战来的不是时候 要不是有这场大战 再给他们一段时间 就能成为这个世间最强的人 李福尤深吸一口气 把灵符里的动荡暂时压下 我原本以为什么都能改变 但是之后才明白 什么都改变不了 不管是你还是我 在这个故事里 都只能跟着那个已经注定的结局 一直走下去 白之涵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还是在初见 不过这种死法也算不错了 李福尤没说话 只是在看着那柄青丝 当年他第一次登剑山 却是没走到上面 再后来被老祖宗赶下剑山 在剑山脚下修行之时 他用了好多年的木剑 再后来去剑崖之下 这才握住了青丝 当时所见到的第一幕 便是白之涵死在了剑山之上 当时的他不过是个灯楼 便是这个世间的最强灯楼 可是也不过只是个灯楼 他被好几位灯楼要求联手所杀 青丝滚落到了剑崖之下 而现如今的白之涵是个沧海 他是一位剑仙 可是结局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李福尤有一些出神 白之涵一剑再斩断一位大妖的手臂 那边岩石被一尊妖军的 滔天法相所砸中 生机断绝 奇怪的是这里即使已经死了两位沧海 可是这方天地似乎是感受不到一样 一点都没有变化 只是在下雪 那场大雪 仿佛才是这个天地之间的主角 吴帝和柳相果然是不一样的 白之海已剑相杀 剑光照亮天际 已然是去了云海之中 李飞要按住明月剑柄 看着眼前那尊大妖 心神微动 之前落入山下的好些剑 再次重现人间 那些残剑重新来到天幕 足足有一千余饼 李飞要脸色煞白 他有剑仙万指的御剑法门 现在又成了剑仙 御剑其实要比柳相更为精通 只不过他没有柳相的境界 所以说只能是御剑一千 那些残剑在天幕划过 又带着无数剑气去斩那尊巨大法相 将那尊大妖斩杀之后 又和另外一尊大妖站到一起 李飞要一剑斩向大妖 看到不远处白之寒的一身白袍 已经染红了 他被两位大妖联手打成了重伤 看起来生机微弱 只是他站得很直 即使被一只巨大的手掌所拍中 他仍旧未倒下 他依旧提着剑 有些艰难地看了李飞要一眼 然后天幕出现了一道耀眼的剑光 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刻 带走了一位大妖的性命 李飞要神情微变 朝前面一剑递出 有两位大妖对视一眼 静止朝着李飞要而来 李飞要感受到那些浓郁的妖气 横剑在前 忽然想起了夜生歌 这个时候他在什么地方 夜生歌在这个世间最南方 之前有一次他带着李飞要去了最北方 只怕就是要死在这儿了 夜生歌这样的沧海羞事落在上面 也差点被陷进去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二十一集 他在半空之中飞着 最后到了沼泽的尽头 那尽头处和北边的滨海 其实差不多 都是有一片绝壁 绝壁之上是一团的浓云 夜生歌悬停在绝壁之前 看着这幅场景 北方有绝壁浓云 南方也有 如果说东边和西边都有这个的话 那么这个世间应该是一个被包袭的世界 历来这个世界的飞生者都是破镜 走到沧海尽头 然后再往前走一步 天幕外面感知到有这么一个人 境界可以长生了 所以说打开一个口子 让这个修士离开人间 如果说这样的世界有很多个 那么这个人间网上还有世界 那个世界之上还有世界 如果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个 那么生活在最高世界的人 会不会随便一伸手就能捏死一个沧海修士呢 如果说那个世界都已经这么强了 那这个世界呢 为什么没有人来这个世界看看呢 是不屑来 还是不能来 天外到底有什么 这个问题或许是只能去问去过天外 然后又回来的超清秋了 超清秋回来的原因 是因为放不下见识一脉 想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说宁身死 不愿长生 叶神哥想到这儿 也顿了顿 五弟说长生是谁都抗拒不了的 朝清秋能吗 叶神哥一边想着这些世界 一边朝着某处而去 最后在山河南边的某处小国停下 这个位置太过偏僻 大战不论如何惨烈 都波及不到这儿 他去了那个小国的都城 那是一座很小的城市 里面只有几条街道和一些不高的建筑 那座王都的王宫 就和普通大户人家的院子差不多 叶神哥落到了那所谓的皇宫之内 沿着一处不长的宫墙走去 便来到了一间屋子之间 这就是御膳房 其实更像是一个大点的造房 叶神哥看见里面好几个厨子在做菜 不知道做的是什么 但是闻着很香 叶神哥看了看 端起一碗 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这里 里面很快传来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叫声 啊 我的菜呢 而叶神哥已经离开这儿 跑到一处高楼之上 吃着那一碗菜 在妖帝的行宫之内 有很多珍藏的秘籍 叶神哥不感兴趣 反倒是在登天楼的三千道卷之内 记载了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 在六千年前的某座小国的皇宫御膳房之内 有一道名菜可以排在世间前三 而六千年之后那小国早就消失了 皇宫都被人踏平了 那道菜没了 所以说叶神哥只能是在这个时候来吃 只是他吃了一口之后 便觉得没了意思 他看着那些星星也觉得没意思了 于是他看着某处说道 就这样吧 日月变幻 眼前一片的黑暗 等到叶神哥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叶神哥还是在那个巨大灯笼的身体之内 身旁坐着的是李富瑶 他背着剑衔 一脸的尸魂落魄 叶神哥看了他一眼 便知道事情最后没成功 故事还是那个故事 有些事情已经注定 即便你想改 时间还是会给你最真实的那一面 那灯笼的声音响了起来 叶神哥拉着李富瑶往外走去 李富瑶这才好似是大梦初醒一般的 跟着叶神哥走出灯笼 就停在灯笼面前 那灯笼说道 你想要改变结局 可这不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你不管做什么 那条河的流向不会变 这话明显是对李富瑶说的 叶神哥神情不变 他就是进去看看 最后看到什么结局都能接受 想去改一改 即使说没成功 他也不难过 李富瑶才是真的走不出来 灯笼不再说话 再等着李富瑶回神 李富瑶忽然问道 那还不是因为我不够强大 不够强大 所以在大战开始的时候 才不能力挽狂澜 不够强 所以说之后的那些事情 都没能做成功 不够强是根本原因 而灯笼叹气道 唉 不是你不够强 只是你再强 也不能强过 我能容忍的那个度 你要是强大到超过了那个度 你便不能存在那个幻境里了 世间万物都是这样 这个人间也是这样 超过沧海就只能够离开 所以说朝清秋这么强 也只能离开人间 李富瑶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对灯笼行李 表示感谢 这一趟虚幻之行 不仅是搞清楚了六千年前 到底是为什么才导致了见识没落 这也对他的见到颇有弊异 虽说在里面过去了数百年 可实际上他们在人间才过去了不过几年的光景 叶生哥忽然问道 瑞士在里面修行到超过沧海 那我们在人间的境界会不会对等 灯笼默不作声 要是说这种事情能行 他真要被天下的圣人抢来抢去了 叶生哥不再说话 只是静止走出那间禅房 李富瑶在里面说了些话 最后带自己那盏灯笼出来 收好之后和叶生哥并肩而立 我还要等你多久 我也不知道 好像还要一些时间 再说了 你为什么要等我 也对 说完这两个字 叶生哥直接朝前走了两步 然后忽然天地之间起了一阵风 落到了叶生哥的身上 他身体内的气机不断地变化 时而显露 时而收敛 然后很快就稳定了 之后 他破镜了 世间最年轻的灯楼镜 就此诞生 李富瑶看着这副光景目瞪口呆 就 就这么破镜了 叶生哥歪着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不等你了 李富瑶无言以对 这叶生哥破镜也太随便点了 接下来我要去到处走走 顺便找个人 你要去找谁 叶生哥看了李富瑶一眼 没有说话 他现在已经是登楼建设了 距离沧海只剩最后一步 所思所想便都不在人间了 但是那些问题他自己都没答案 所以说没有说出口 下次见面 希望你已经是见仙了 说完这句话 叶生哥深深地看了李富瑶一眼 身形消散 李富瑶看着叶生哥消失的地方 有些出神 灯笼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有件事你要记住了 以后记得来杀了我 要是你不行 记得找那个女娃 这灯笼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到现在已经厌倦整个人间的地步了 他再也不想看着这个人间了 李富瑶恩了一声 算是答应了 那个灯笼倒是问道 你下了灯笼要去什么地方 想去妖途 见姑娘 是个喜欢的姑娘 这个是喜欢你的姑娘 你去见那个姑娘 会不会说一说 这个姑娘的事情 你觉得 这事 说还是不说 你别问我 我虽然活了这么久 但我出去 跟着阿南 看过一次她的事情之外 对女子向来没有研究 那你觉得 我把这个姑娘的事情 告诉那个姑娘 我会不会被打死 你要是说了这个姑娘的事情 我估计还是会被打死的 但是你要是不说 等那个姑娘自己知道 你就不仅是被打死了 可能还要被剥皮了 说完话 灯笼自己大笑起来 李富瑶的脸上满是惆怅之色 坐在台阶之上 一言不发 本期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灯 欢迎收听 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二十二集 从山河那边比较起来 妖土那边其实还算是风平浪静 在山河由李昌古成为剑仙 由梁义和沐云先生成为圣人之后 妖土也由西山成就大妖 成为了妖君 再之后就是刀斩那位西山老祖宗 成为了西山异族的新领袖 当然 这一来一去 好似妖族并未添增新的大妖 和山河的对峙之下有些劣势 好在之后的几年 妖土的年轻人境界提升的都十分的迅速 不管是碧雨还是崇叶 都已经摸到了灯楼的门槛 而那头大黑驴 虽说还是吊儿郎当的 但是境界没落下 其中最为神秘的年轻人 还得是那个叫做清淮的女子 在很多年之前 她就是整个妖土年轻人里最为出彩的一个 这些年更是刻苦修行 似乎要重新拿回属于她的位子 不过她的行踪成迷 只有一部分人知道 她从极北的苦寒之地归来之后 一直留在青天城之中 青天君也在城内 这位妖君这些日子最喜欢做的事情 便是显露身形 在青天城内走过一圈又一圈 她在找一缕妖气 这缕妖气很大 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飘出来的 就连她作为沧海大妖都找不到 她有些惆怅 于是进了一间酒寺 卖酒的是一个中年妇人 看着青天君走进来 急忙行礼 青天君却没理会她 她走进来 看着角落里那个穿着青衫的姑娘 静止坐在她的对面 喝了口酒 那个姑娘问道 还没找到 青天君答非所问 你这丫头怎么就登楼了 自己这宝贝闺女 虽说在之前那些年里 没了礼服要那小子牵挂 修行速度夸夸夸夸夸 快了不少 但是也不是如同现在这般一眨眼 登楼镜了 其实奇怪的事情 远远不止青淮一个人而已 从数十年前一直到现在 这些年轻人的进展都十分之快 不仅是妖族的弟子 还有人族那边 见识一脉这些十日之内 先有严陵楚王 摘兴楼李昌古成就见先 再有剑山吴山河和李福瑶 两位绝代天骄 闪耀世间 这固然可以用朝青秋 归还于人间的剑道气韵来解释 可是良意呢 这位道门关主 修道不过三四百年呢 入云成圣 这样的事情 放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 都算得上是神速 除此之外 还有年轻一代 修行速度都比以往快很多 一众人似乎都赶上了一个好时间 想到这儿 清天君笑了笑 看着自己那个宝贝闺女 打去头 哎呀 这次该要出去走走了 从灯楼到沧海 固然有对天地万物的领悟 所谓可能有朝一日顿悟而入沧海 但是在这之前 一定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灵符里契机的积累 必须得是积累到那个临界值 然后才能站在楼高处 推开那扇窗 看看眼前的沧海 清淮拿着一个不大的酒壶 喝了几口酒 摇头 我不去 到时之后 想再去一趟冰海 找几个人打一架 然后就回来 现在清天城里不太平 你离开了 我正好处理下那些藏在暗处的家伙们 是谁 你还记得 你们从乌山里出来那一次 有个见识要杀李扶瑶 那个人叫秋风满 勉强算得上是李扶瑶的诗书 之后又有一团黑云 我和那团黑云打过一场 不知道那人的境界 但很麻烦 我现在怀疑 他在清天城里 清天君身在清天城内 便是无敌的人 还有人藏在他的城中 没被他找到 这事就很有嚼头了 虽说清天君本人 没怎么在意吧 但是这样的人藏在他的城中 他有些不自在 清淮喝了口酒 站起来道 我要是这会儿走了 那家伙保准找不到我 清天君站起来 顺手提了壶酒 然后冲着那卖酒 夫人比了个手势 意思大概是 几账 然后和清淮一同走出酒寺 来到长街之上 清淮这才说道 你就这么肯定 他要来找你啊 消息说是 产子亲自带他去的灵山 只怕能见那盏灯笼了 这又是一次天大的机缘呢 不知有多少沧海圣人 想要看看那盏灯笼 那家伙看了一眼 一眼 就值得让人们疯狂了 还有夜声歌 你还没回答爹的问题呢 他不来 就不怕我砍死他 清天君哈哈大笑 但是很快遇上 自己女儿警告的眼神 他有些尴尬的 嗯 咳嗽两声 不知声了 他这么一个在妖途 凶名赫赫的大妖 确实总在宝贝女儿面前吃鞭 好在清淮很快说道 想吃涮羊肉了 店 还是那家店 羊肉还是白泽一族的那些肉 还是那个靠窗的位置 清淮看着掌柜亲自把汤锅端上来 再拿上那些又顶好的厨子 切好的羊肉 清天君这一次没放辣椒 用的是麻将 他随意往锅汤里放了几片羊肉 然后说道 朝清秋那家伙 是庆州府的人 口味太古怪了 说话之间 清天君夹起一瓶羊肉 斩麻将 一片一口 清淮也加了碗羊肉 可是他的情绪没太高 其实我想去找他 就是怕那家伙觉得 我这样的女子 没有骨气 之后就更加瞧不上我了 原本沉浸在情爱里的男女 都是一个样子 即使像是清淮这样的天才 也会担心很多 本来就没有的事情 清天君在这方面是有经验 可是经验那都是 百年前的事情了 放在目前这个时代 可能不太够用 再说了 他年轻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多扯不清楚的事 比如喜欢上一个贱先生 只是这个时候 自己的宝贝闺女 明显不开心 他只能哄一哄 哎呀 其实不见得是这样的 说不定 那夜生哥的性子太大 那小子不喜欢那种性子 那我得迎着他的性子来 清天君差点 把刚刚吃进肚子的羊肉 给吐出来 他看着自己这宝贝闺女 心想 这修行 又不是做别的事 怎么脑子还不好使 只是 想归这样想 最后他还是没说出口 清淮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吃了几盘羊肉 然后闷闷不乐离开酒楼 这一次朝着北边的滨海去了 清天君放下筷子 在窗边看着清淮离开 然后这才坐回位子 再吃了好几盘的羊肉 然后心满意足 下楼离去 掌柜的在很久之后 上楼来收拾东西 数着 清天君一共要了几盘羊肉 他很快再叫来伙计 吩咐对方再去白泽一族 要些肉来 清天君离开酒楼 前往城中某条破落小巷 很多妖族虽说不敢开门见他 但是也都纷纷跪了下去 清天君走过不远 在一处小院子前停下脚步 这破落小院 木门扮演 清天君推门而入 整个人的一身气势 已经到了最巅峰 他在城中找了这么久 也是最近才确定的地方 这里面一定有一位大妖 他抬头看了眼远处 房檐下悬挂的铃铛 沉默了片刻 明白为何那人 始终能躲过他的侦掌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根 欢迎收听 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23集 李明忽然传出些响动 然后从屋子之内走出一个小姑娘 那小姑娘伤得有些奇怪 她的脸上有一道伤痕 是一道贱痕 你花了这么些时间才找到我 有些令我失望 那个小姑娘站在屋檐之下 看着青天君 青天君没有解释 她之所以不着急找到对方 是因为清怀在城中 那个小丫头不出城 她打架不放心 当初青浮城 应当是为了镇压你 之后雾山那次也是你出手 你是谁啊 若是你听了我的名字 自然便知道我是谁 可是我现在不想让人知道我的名字 不管你是谁 现在都该离开青天城 我本来没有想做些什么 只是这里有好些我的后人 所以想看着他们 你既然在意 那我便杀了你吧 青天君叹了口气 没多说什么 只是身上的妖气开始肆掠起来 院里顿时风起云涌 小姑娘的头发被青天君的妖气所吹动 她微微一笑 脸上的伤口显得极为猙獰 没有任何言语 仅仅一瞬间 她就掠到了青天君的身前 一拳砸出 带着钢气的拳头 在空气之中摩擦出刺耳的声音 青天君一身的青山微动 毕身躲过一拳 可是那一拳所携带的钢气 直接撕裂了半座小院 钢气蔓延开去 一时间不知多少剑柱倒下 眼尘四起 光是这一拳 青天君就明白 对面这小姑娘不是好惹的 小姑娘扭头猙獰一笑 对着青天君继续是一拳击出 那青天君一掌拍向她的头颅 可是下一刻不知何时何处 来了一个拳头 落到了青天君的小腹之上 其上有磅礴腰气 青天君闷哼一声 倒飞出去 落在了那些烟尘之中 青天君站在废墟之中 看着那个悬停在半空之中的小姑娘 伸手揉揉手腕 再来 话音未落 青天君从废墟里一跃而上轰杀过去 无数的妖气在这里炸开 很快波及很大一片地方 小姑娘眉头微皱 很快被青天君一群给砸中了 无数妖气从拳头里炸开 把小姑娘击飞出去很远 这里的动静 一下子大了起来 许多妖修纷纷走出自家院子 看着半空之中的青天君 然后跪了下去 远方有几道身影略向这边 各自对视一眼之后 都很默契地往后退 只是为了给青天君腾出空间 这场大战不知还要打多久 不能让这里的妖修死却太多 他们是青天城里的守城人 虽说是青天君的下属 但是实际上这些年和这些妖修 打交道要更多的 青天君青山随风而动 在小姑娘重新出现在她视线的同时 她又出手了 小姑娘再次被打飞 这次撞倒了好几座宅子 才落到了一片废墟之中 青天君往那边而去 小姑娘就在废墟之中 对着青天君冷笑 青天君 你很不错 在妖土的妖军里 只有你能让我看到了 五弟的风采 青天君微微一震 但是随即继续出手 只是这一次青天君 拍向小姑娘脑袋的时候 小姑娘动了 她从青天君的眼前消失 下一刻出现在城头 青天君身形消散 在城头出现 小姑娘出现在这儿 一拳朝着青天君砸去 磅礴妖气 瞬间在城头炸开 几名守城假释 瞬间就要被撕裂 好在被青天君提入衣领 瞬间扔了出去 只是在她分心的瞬间 那小姑娘一拳 砸响了青天君的胸膛 青天君沉肩避过 但还是很快被 磅礴妖气所击中 在城头划过很远 这才站住脚 城头之上 两人对峙 相对无言 青天君好久都没有 这么酣畅淋漓地 打过一场架了 而且这个对手 还能和她旗鼓相当 还不说你是谁 等会儿死了就没机会了 我 妖狸 原来是妖狸妖君啊 妖狸是妖族中 一个特殊种族的妖君 她和她的兄长 都是那个种族的定海神针 六千年之前 她爱上了一位剑仙 这种事情本来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还是成了事实 但是在大战开始的时候 那位剑仙便要去参加大战 被妖狸阻拦 最后两人交战 那位剑仙亲自将妖狸所斩杀 因为有她 所以这六千年之内 人族和妖族相恋的事情 凤毛麟角 现到如今 最出名的两人 就是清淮和李富瑶 至于六千年前的妖狸 为何能活到现在 清天君不想知道 这个世间既然有言和都能苟延残喘到如今 妖祖还在北海海底沉睡 活了一个妖狸 不是什么怪事 清天君 你既然知道我是谁了 现在我要杀你 你也应该知道原因了 妖狸妖君 为情所困 心里有道坎那又如何 我清天君的闺女 不是旁人 不必拒你 也不必在意你 六千年前你没死 没事 今日 再死一次 清天君深吸一口气 双手上扬 整个城头风起云涌 无数妖气从四面八方涌来 身后更是有一条百张巨蟒 仰天而笑 妖狸脸色凝重 看着那一番异象 率先扑杀而至 可是很快地 天外响起一道惊围 无数的紫色电弧落到城头 清天君往前一掠 一拳轰出 无数磅礴妖气 尽数炸开 妖狸从城头离开 被轰向城外某座山上 清天君毫不犹豫追杀而去 城里那场大战 已经很多人都看到了 在某座街角 有个很胖的中年男人 站在街角 看着已经远去的两人背影 他有一些担忧地说道 老祖宗能不能成啊 另外一个街道之上 走来一个提着菜道的中年男人 看着这个之前说话的男人说道 不管成不成 老祖宗都安排下来了 咱们也得好好去做呀 胖男人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点点头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只是老祖宗没能斩杀清天君 那么他们现在出手的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逃不掉被清天君所斩杀的命运 那个提着菜道的中年男人尖叫道 老祖宗都搏命了 你的命还不能丢 他们在清天城不知埋伏了多少年了 就是因为很侨重清天城 清舌异族的疆域 是这个妖兔里最容易夺取的一片土地 他们要复兴自己的种族 便必须得拿到清舌异族的疆域 便是要从清天城开始 这是清舌异族的核心 没有了清天君 他们有很大的机会 胖男人揉揉自己大肚子 点头道 走 在清天城有很多的妖羞 这些妖羞的身份都不一样 有一些是为了躲避仇家进入清天城 也有许多的其他妖羞 或者是厌烦争斗 或许是想好好修行 便全部住进了清天城 当然 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别有用心的 他们之前可能是某座酒楼的伙计 可能是某个掌柜的 反正不管是什么身份 他们今天都要做同一件事 那就是造反 他们从各个街道出现 朝着有很多青蛇一族守卫的地方过去了 有的人手里拿着刀 有的人什么都没拿 很快有人死了 鲜血没冒出来 便被人悄无声息地拖到了偏僻的角落 很快就有清天城的守城人知道这场动乱 但是未等他们通知别人 便遇上了很多境界和他们相当的人 这是早有准备 打得是措手不及 青蛇一族的疆域很大 青天城虽说是核心 但是确实是没有这么多高深境界的修饰和出现在这 所以说这场动乱 最开始尽情的异常顺利 那些人杀了很多青蛇一族的人 也占领了许多地方 直到他们在某座院子之内 被人随手打杀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登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24集 两具尸体被人随意地扔出院子 一个穿着青衫的女子走出院子 神情莫然 远处还有两位春秋静静地要求看着这边 那个女子身形消散 只一瞬间便到了两人的身边 同样是一掌硬生生地拍碎两人的头颅 两人瘫倒下去 这个去而复返的女子不是别人 她叫做清怀 是青天君的女儿 胖男人和提刀男人出现在这儿 看着清怀对视一眼 冷笑道 即便是你 也无济于事 整个星天城里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灯楼妖羞吗 清怀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两个男人 以及他身后出现的灯楼羞士们 大小姐 在街道的一侧有个小院子 有个少年探出头来看着清怀 确定他是清怀之后 那个少年朝身后喊了一句 爷爷 是大小姐 然后有一位气势磅礴的老人走出院子 看着在场那些灯楼羞士 你们要做什么 胖男人刚要说话 可是刚说即便两字 便看到四处涌来的灯楼羞士 他们绝对不是青蛇一族的 也绝对不是青蛇一族的仆从 这他娘的 哪里来的这么多灯楼 他的脑门上露出了很多汗中 整个人有一些不知所措 是的 青蛇一族不会在青天城留下多少修士 但是这座青天城却有无数多的修士 他们或许是为了亡命天涯进来的 也许是因为不愿意争盗进来的 但是不管是怎么进的 他们都很感激青天军 因为没有青天军 就没有这么安宁的环境 而现在有人要去争夺青天军的青天城 他们不答应 也不愿意 所以他们就出现在这 或许还要杀一杀那些人 青天军和妖狸在城外厮杀 很快便离青天城越来越远 青天军不知道断了多少根骨头 可是对面的小姑娘 只怕是伤得更重一些 他有些地方的伤已经深可见骨 伤口不能愈合 一直在滴血 妖狸低头看脸自己身上的伤口 然后继续往北而去 只是一身的气势太过磅礴 惊得沿途的夭壮都纷纷地躲避 青天军一直跟着妖狸 直到他们离开那片山林 顺着桑江一直往南走 在这期间 两人几乎每隔半个时辰 两人就必须大战一场 大战的时间也只有半个时辰 然后两人很默契地停手换气 因为即便是沧海修饰 长时间的厮杀 也会有契机不济的事情发生 而且两人是在伯仲之间 都在寻找对方的弱点 厮杀只是为了确定 对方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最后差不多半日光景之后 两人在桑江的一处江面大战 青天军一手掀起了大片的江水 无数的妖气肆掠开来 青天军瞅准机会 一拳把妖狸重重打入江水之中 这一次鲜血染红江水 只是妖狸滚落进去之后 很快便不见了踪迹 即使是青天军 短时间之内也找不到的 青天军悬庭江面 有一道血色剑光扑面而来 那是剑光 青天军躲闪不及 整个人一顿 肩膀处有鲜血染红衣衫 妖狸和那位剑仙 结为夫妻不知多少年 偶尔学过两招剑术 实属正常 青天军看着出现在江面上的妖狸 沉默不语 后者捂住小夫上的伤口 笑了笑 青天军 你果真很强 这不是妖狸第一次称赞青天军了 本来在大战开始之前 他信心满满要将青天军给斩杀了 可是多番大战下来 他发现这个后背境界 居然比他还高出半分 别说是杀对方 几乎连走都走不掉 因此在剑光伤了青天军之后 妖狸转身要离开 你会死在我手里 青天军看着妖狸 面无表情 而这个时候妖狸的身影已经消散 三百里之外 妖狸出现在某座山脚 吐出一大口的鲜血 整个人的脸色如同是白纸一般 再无半点的血色 天际之上 有茅屋 有溪流 也有竹林 青天军回到那间 帝氏曾经住过的茅屋之间 看着那个还在远方的妇人 对着他笑了笑 嘿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闺女登楼了 果不其然 妇人兴高采烈地说了很多话 但是最后还是谈到了李富瑶 等他再来 你去看看呀 那当然 我可得好好去看看 这个小家伙 是不是有资格娶我的宝贝闺女 哼 那小家伙这次来 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至少在闺女面前 要是不好好认怂 肯定要被好好收拾 青天军想着那年轻人 吃憋的样子 就开心了些 那小子做什么了 惹到闺女了 青天军找了把椅子坐下 想了些事情 没有说话 妇人全然没注意到 青天军那张傻白的脸 那茅屋旁的梧桐树之上 有只麻雀 看着青天军 青天城的动乱气得很突然 结束得自然也很快 那些居住在青天城里的妖修们 把那些人全部给杀掉 一个不落 清淮离离开长街 并没有去探究事情的始末 这些事情自然有别人去做 她来到那座酒寺 要了好几壶酒 卖酒夫人劝慰道 姚军大人不会有事的 她还没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回家了 卖酒夫人不知道 青天军的家在什么地方 眼里只是有些担忧 也不知道那小子 为什么还不来 这些日子 她很清楚 清淮一直在等李富瑶 要不是真当抹不开面子 只怕是早就去山河那边了 清淮她现在有一些心烦意乱 所以说不太想提那家伙 只是坐在桌前 喝了几口闷酒 然后转身朝城外走去 只是临近城门之时 清淮皱了皱眉头 难难道 你要是找不到我 就真该被打一顿了 洛阳城又下雪了 整座洛阳城都换了个颜色 却连皇宫的珠墙碧瓦 都变成了白色 严陵皇帝这些日子 在御书房的时间 比往常少了很多 自从严陵王朝打破壁垒 让整个王朝的百姓 都了解修士这个东西之后 严陵王朝的风气一再变换 去年秋天 已经在洛阳城建起第一座行宫 说是行宫 其实就是修行宗门 让刑部的供奉区里面授课 有道门修士 也有佛门修士 还有一些也修的修行法门 除去没有建设和佛教之外 一切都算是完善 以往严陵王朝的供奉 大部分来自于学宫 那些学宫修行数十年 乃至是数百年都未能进步的 就要被遣出学宫 为了得到这些修行的资源 他们往往会选择来到洛阳城 可是这个时候 学宫和严陵王朝两边 早就已经对质起来 因此再从学宫里得到修士的通道 便被关上了 严陵皇帝雄才大略 很快建立起这座行宫 便是为了给洛阳城培养人才 当然 在这个期间 也招揽了许多散修进入洛阳城 虽然说 现在洛阳城里这座行宫 还比较简落 但是过个十年 百年千年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刑部供奉那边 已经被禁术打乱 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叫做上阳宫 所有的严陵修士在这里都有编制 上阳宫的公主 名义上是楚王陛下 但是实际上真正管事的是 一位登楼镜的野修 叫做张太一 这位登楼镜的野修 不知是从何而来的 反正一到洛阳城之内 一人一枪挑翻许多修士 最后是在城府之前 被那位暴刀狼成羽生的师伯 陈九一刀给逼退了 两位登楼大战 当时在洛阳城之内 惊奇很大的风浪 不过最后还是 以张太一入宫结束 入宫之后不久 这位看着才过不惑之年的野修 变成了上阳宫的副公主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赶 欢迎收听 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25集 今年的第一场雪下得很早 洛阳城里许多权贵人家 还没准备好过冬的木炭 只是这个时候 城府却不羁在某间屋子里 摆满了木炭盆 城府历来低调 即使宫里有一位贵妃 城大少又是一位正无品的豹刀郎 现在上阳宫的牌位 也是牌得极为靠前 可是他们从未做过 什么欺压百姓的事情出来 而今日却一反常态 让人觉得古怪 风雪不算是太大 城府外面来了一顶轿子 很快从旗内走出一个宫庄妇人 此人便是城贵妃了 城贵妃到了门前 很快许多人迎了出来 很多人都还跪下 城贵妃却怒道 跪什么 老爷子怎么样了 还不带我去看看 城贵妃入宫多年 尚未生出半个子嗣 本就心底没底 好在那位皇帝陛下 一直对她比较疼爱 不过城贵妃这些年 也一直没有恃宠而骄 一直是老实本分的 她几乎没有回过城府一次 直到如今 才算是回了一次的城府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老爷子不行了 城老爷子百岁高寿 得益于城宇生找来的灵丹妙药 这些年吃了不少 还能是延年益寿 可是一个人 不管再如何延年益寿 他总归是要死的 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火盆子 在屋子里 才让人入宫通知了城贵妃 城贵妃一路交跑 来到门前 这里已经守下了很多人 请大夫了吗 大夫怎么说 那个已经在城府 待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管事 他带着哭腔说道 今儿宫里的杨太医 已经来过了 说老爷子无病无灾 只是时间到了 城贵妃身形有些摇晃 这几年在宫里怎么做 其实全靠老爷子的金玉良言 老爷子虽说不怎么关心朝堂大事了 可是每一次开口 都能让他在正确的道路之上 可是这个时候 老爷子要离开人间了 那之后他要怎么办呢 深吸一口气 城贵妃走进那间屋子 屋子之内只有几个人 已经被亲帝为接办人的 陈宇生还有几个长辈 外加一个陈墓 陈墓是陈宇生的闺女 也是这些年最讨了老太爷 喜欢的后辈 此时就是陈墓握着老太爷的手 其余的后辈都只能跪倒一片 陈贵妃缓慢来到老太爷的场前 看脸陈墓 然后脸上已经看不到血色的老太爷 当即就眼眶泛红 老太爷 怎么了呢 陈贵妃早年被送入宫中 这些年在后宫争斗 不知过得是多么小心翼翼 有时要多累有多累 和陈家其他人不算是太亲切 可唯独和时不时写信的老太爷 他们关系极好 此刻一见老太爷这个样子 虽说他本身担心 以后在后宫里该如何如何 可是更多的悲伤 还是老太爷要离开这件事本身 陈老太爷睁开那双浑浊的双眼 看了眼贵妃 他拍了拍陈墓的手 轻声道 墓儿 你先出去 陈墓是陈与生的闺女 现在不过十几岁 还是个少女 听着平日里最疼爱她的陈老爷子这么说 本来还憋着的眼泪 一下子就憋不住了 你就让墓儿再多看你姐好吗 陈贵妃拍了拍陈墓的头 轻声安慰道 陈墓儿 你先出去 老爷子不会走的 陈墓泪如雨下 但是还是董事的点点头 依依不舍地松开老爷子的手 然后去陈与生身旁跪下 陈与生有些怜爱地看着自己这个闺女 她轻声说道 别哭 床榻那边 陈贵妃看着老太爷 缓缓地蹲了下来 手就放在老太爷的手上 老太爷感叹道 这些年 辛苦你了 当年送她入宫 自然是因为城府里需要宫里有个人 而陈贵妃这些年在宫里不出问题 自然也是城府在外支持的缘故 你说这些做什么 现在只要您不出问题 什么都行 我这把老骨头 熬了这么些年 真熬不动了 爹 您怎么就要走了呢 这是很多年之后 陈贵妃再次喊老太爷一声爹 平日里他们都是一老太爷称过的 她作为老太爷最小的女儿 其实最开始也想过嫁到平常百姓家里 然后平平和和过晚一辈子 只是事以愿违 前面好些年 说没有怨气 那是假的 活了一百多年 二十来岁 便开始担起了这个担子 这一担 那就是八十年了 八十年的风雨 燕灵 再怎么变 怎么成家 都一礼不到 这一担心 其实 爹比你累 你在后宫逗的那些小姑娘 哪里有爹在朝堂上 在阎灵逗那些老狐狸累啊 不过现在好了 不过现在好了 只要余生那小子不犯魂 咱们成家 差不多两三百年里 都没问题 你在后宫逗的 只要不做些出格的事 也没问题 即便你那天做了些错事 成家 在外面还可以帮着你一把 都没问题了 不用担心 老爷子长舒一口气 如释重负 陈贵妃看着老太爷 他说不出话来 生死离别这是大事 他绝对不是三言两语 能讲清楚的 老太爷摆摆手 看着远处跪下的那一片人 这才生出些怒气 我还没死 你们做什么 跪着的人不为所动 而老太爷的声音 却是渐渐地小了下去 你们这些 这些家伙 倒也不是不孝顺 可是朝清秋这样的人 也要离开人间 我一个早老头子 能做些什么呢 而且 我是真的 我狗了 说着这句话 成木站起身来 可是他还没跑到老太爷身前呢 老太爷断了气 死了 宫里很快派人来抚慰 城府一片地搞诉 白色的灯笼已经挂了下来 哀乐也奏了出来 平日里和城府 有一些交集的朝堂官员 全部都到了城府 成宇生是长孙 又是老爷子亲定的接班人 所以说这是由他主持 只是李小雪这个媳妇并没出现 她是修士 之前已经去了北方 绞杀山林里 危害百姓的妖羞了 成木先在老爷子的灵鹫前 哭了一阵 然后一个人去了后院 在凉亭之下 暗自神伤 李父李母知道 自己这个小外孙女情绪不高 也就没去打扰 李父的病发已经发白了 看着有些苍老 而李母则是看着慈祥了很多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 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二十六集 两位老人看了眼成木之后 很快离去 成木看着纷纷落下的雪花 眼泪不停 老太爷是最疼爱他的人 现在离开了人间 他自然是伤心的 只是他正在哭着 不知道怎么身后冒出一道声音 哭什么 成木闯过头来 发现远处站着一个青山年轻人 年轻人走过来坐在他身侧 他闻声说道 人生百年 又不能与天地同寿 自然是要离开的 早晚而已 你拦也拦不住 成木听了这句话 下意识反驳道 可是爹娘可以活很久很久 那你可能 要比他们先离开 年轻人一眼看去 早就知道这小姑娘没开始修行 这便只能说他和老太爷一样 只有百年左右的光阴 成宇生和李小雪都是修士 还能活很多年 可是那个时候 小姑娘却可能已经离开人间了 你想不想知道 老太爷离开人间之后 要去什么地方 小姑娘瞪大眼睛 然后重重点头 青山年轻人随即一笑 伸出手 小姑娘有些紧张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还是握住了年轻人的手 青山年轻人带着小姑娘 来到了停放灵鹃那间屋子外的回廊 然后伸手在小姑娘的眼睛里一抹 只有一道并不要眼的白光闪过 小姑娘下意识闭上了眼睛 等她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便看到灵鹫那边 又一道身影飘了出来 那就是老太爷的魂魄 老太爷穿过那些人 静止朝外走去 小姑娘差点叫出声来 年轻人拍拍她的肩膀 低声说道 别吓着她 然后就牵着小姑娘走到大街之上 程老太爷的魂魄在长街之上飘荡 很快朝着外面飘去 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青山年轻人牵着小姑娘的手 随即升空 在那道魂魄后面 不紧不慢地跟着 普通人死了之后 天地自然要写去他的记忆 然后便会去投胎 转世为人 只不过要去什么地方 要投胎在谁家 需要多久 都是不确定的 有可能他要在这个天地飘荡数年 或者数十年 才会转世 要是运气不好 在转世之前 碰到了要吃魂魄的山腰 这就是很可能魂飞魄散了 这就是命了 要是遇上山腰了 老太爷就没了 青山年轻人 山腰吃魂魄这种事 不属于天地规律 不过少人世界 既然是人为的 自然可以解决 都是运气 要是运气好 指不定以后他还能做个有钱人 要是运气不好 做乞丐都有可能 说着话 成老太爷的魂魄已经飘出去很远 路过一片山林 这里离着洛阳城已经很远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成老太爷下方忽然伸出一只大手 就要一把抓住老太爷的魂魄 沉默啊了一声 小姑娘捂住眼睛有些害怕 但是这个时候 不知从何处出现一道近光 直接一箭落到大手之上 把大手给斩断了 青山年轻人落了下去 有个山妖跪在地面之上 一直在那磕头 山妖吃人的魂魄 其实也是一种修行法门 但是很多山妖也不敢尝试 毕竟这吃了人的魂魄 是要沾上因果的 敢这么做的 都是有些胆大的 只是胆子大没什么用 要是碰着惹不起的 一样得死 比如说现在 那个山妖就惹上了 这么一个青山年轻人 他万万没想到 那么一个魂魄 后面跟着一位剑仙老爷 这样提前知道谁敢动手啊 青山年轻人牵着成沐 站在他面前 成沐毕竟是两位修士的子嗣 也算是见多识广 他看着身侧的青山年轻人 有些诧异地说道 你是贱士 和你娘亲一样 感觉娘亲没有你厉害 青山年轻人笑了笑 这小姑娘还挺有意思 然后他转头去看那个山妖 一身健气若隐若现 静得山妖一身的冷汗 这才说到 下不为例 说完了这句话 他也不管山妖在想什么 只是继续带着成沐 跟着老太爷的魂魄而去 成老太爷的魂魄 飘到一座小城之内 静止落到了一家人的门前 里面有妇人的喊叫声 听起来有些痛苦 有仆人端着热水 往院子里一路小跑 进入一间屋子 应该是有妇人要生产了 青山年轻人和成沐 站在门前 看着那门口 这家人还算是殷实 老太爷在这里 应当能过得好 成沐点头 然后他们走进这座宅子 来到半空之中 等了片刻 就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成沐终于笑了起来 老太爷原来还没走 青山年轻人揉揉他的脑袋 想说些什么 可是最后还是作罢 然后他们两人来到长街之上 只有修士会真正离去 普通凡人则是会在这个人间轮回 运气不好 才会消散 回去吗 现在已经出来好几个时辰了 即使城府都在忙老太爷的事情 只怕也该发现他不见了 你是剑士 咱们披剑回去吧 成沐歪着头 笑了出来 青山年轻人同样笑了出来 只是心念微动 不知何处掠来一柄 剑身如同明月的长剑 这柄剑和娘亲的小雪 一样雪白 青山年轻人只说 这柄剑叫做明月 两人欲剑而起之时 很快掠过云海 朝着洛阳城而去 云海上有些刚风 但是这个时候都被青山年轻人彻底给拦下 欲见而行没有太久 两人回到洛阳城 大雪未停 两人站在城府之外 青山年轻人有个事憋了很久 这一会儿终于开口问道 怎么开始就敢跟着我走 成沐指了指青山年轻人的脸 然后笑道 嗯 你没有发现我们长得有些笑吗 青山年轻人一正 然后继续看着沉默 小姑娘歪个头 好久之前娘亲便说了 说他有个哥哥 也是见识 还很厉害 厉害到飞起了 而且外公也常常说 我的那位舅舅 真的很厉害的呀 你说是不是呀 舅舅 青山年轻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福瑶 他看着这个小姑娘 揉揉她的脑袋 笑道 你怎么这么聪明 成沐没有说话 只是一个劲地笑 笑得眼睛都没了 他们两人本来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有隔阂才对 可是李福瑶这带着成沐去看了一次 老太爷转世 瞬间这些隔阂都没了 两人肩并肩走入城府 下人们不认识李福瑶 但是认识成沐 自然都不阻挡 程玉生在操持着事情 李父李母却是有些闲 他们很快就看到李福瑶了 两个人都比当初要老好些了 当时李福瑶离开洛阳城前往剑山 然后直接从剑山去了佛图 到了现在 算起来差不多离开有二十年了 要不是李福瑶的消息 一直在不停地传回来 只怕他们都担心死了 李福李母的容貌一直在变 变得苍老 可是李福瑶的容貌 一直没变过 所以说李父很直接地认出李福瑶 他看着李福瑶牵着城墓 知道这两人肯定是已经认识了 就埋怨地说道 你看看你妹妹 城墓都这么大了 你还是一个人 唉 你什么时候把媳妇带回来给爹看看呀 你倒是还能活些年 但是爹可没几年了 这趟在李家争取带回来 这算是这么多年来 李福瑶第一次对李父李母承诺了 李母有些激动 但是也是知道李福瑶对她没有太亲近 所以说没有怎么说话 反倒是李父眼里满是欣慰 成墓低着头 看着李福瑶说道 舅舅喜欢的姑娘 是不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 不不不 不对 我娘亲才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 过了之后才是舅舅喜欢的 啊 不对呀 那我呢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更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二十七集 李福瑶没在城府逗留多久 他马上去了趟皇宫 见了一次楚王殿下 跟他说了好些的事情 当然都是关于寻仙剑引发的事情 楚王殿下很是感叹 特别是李福瑶 说起那位建军的时候 古籍里倒是有些记载 不过你这样一说 也该知道不是真的了 你在佛土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 你现如今的风头比往日更胜了 之后有个什么想法 叶生哥已经迫进入灯楼 我看看能不能在离开洛阳城之前赶上他 然后便要去一次摇土 有些事情还是不能留下遗憾 之后便要闭关了 李福瑶在这里待了不久 离开皇宫 去了摘星楼 摘星楼上风雪不停 只是没有一片雪花能够飘到里面 李昌古把那柄苦咒短放在身侧 正在看着一些诗集 大多数都是他自己写的 偶尔两本是别人的事情 李福瑶坐了下来 看着李昌古说道 昌古先生都已经下楼了 还在楼上待着 当真是不想走了 言语之内的打趣意味十足 李昌古知道李福瑶来了 但是也没太在意 听着他说话 这才说道 下楼了 便要被世俗的事情缠绕 还不如就在楼上 再说也带习惯了 李福瑶笑了两声 然后拿起一本诗集 随手一翻 还是那首苦咒短 六千年前的事情 有答案了 上了灵山 见了那盏灯笼 看到了六千年前 道门 儒教 联合妖族发起的那场大战 佛教不愿意掺和 便被赶到了佛图里 不过妖族好像也被 道门和儒教算计了一番 你见到了那盏灯笼 李福瑶点头 安冷一声 但是并没有告诉他 那盏灯笼会说话 也没和他说 他跟眼神哥的经历 那可是世间的沧海修士 都想要到手的东西 却被你这么一个 春秋修士给先看了去 你这份机缘 不仅是我 只怕是朝剑先活着 这些都要眼沉呢 朝剑先肯定不会 离窗古被李福瑶认真的样子给偷乐了 转换话题说道 你见过你那个小外甥女了 李福瑶点头 他刚才跟那个小姑娘待了很长时间 那个小姑娘的容貌有点像的 而且也很聪慧 让他隐约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只要说沉默 他目前观感不错 那孩子其实很适合练剑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一家子都很适合 只是他自己不愿意 小雪便只能遵循他的意见 不过练剑意图 的确是太苦了 即便现在朝剑先将世间的剑道契运都还了回来 他不愿意 我也不想强迫他 若是不练剑 百年之后离开人间 小雪只怕要悲痛一句 李昌古点头 像是他们这样的剑士 不知道能活多久 周围一切亲近之人都有可能先走的 尤其是李昌古 他已经成就见先了 至少还得活个一千来年 到时候他就会看着自己熟知的人 一个个离开人间 那种感觉才是最悲痛的 李夫妖也有些理解 至少在今日看到李夫和李母之后 便觉得心里不太好受 话说回来 你距离登楼还差多久啊 应该就差一步了 我想看看 在洛阳城能不能迈出那一步 然后便去妖途一趟 原本打算在登楼之后 便去学宫和陈邪山一趟的 只是 现在良意也成胜了 夜生歌做贯主 我入登楼之后 也不一定是他的敌手 最重要的是 我和他还是朋友 真要打 也没有理由 学宫那边的苏长教 只怕也等不了几日了 现在学宫那边 苏叶正在拨乱反正 加上一个王富贵 很快便要重回到之前的样子了 和严陵也基本上 会有一个合适的相处模式 你去不去学宫意义不大 倒是你现在去妖途做什么 见姑娘 明白了 小雪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你这个做哥哥的 也是得带个媳妇回去了 也不知道 这一次去妖途 见了青天君 会不会被打死 即使不被青天君所打死 他都很怀疑 自己会不会被青怀给打死 即便说两个人都不打死他 青天君会答应 自己带走他的闺女吗 如今人间局势有些变化 但对见识来说都是好的 你们这些年轻人修行很快 其实云端也有好些人在往前走 那位叶盛 只怕现在已经达到了 当初朝清秋的高度 再往前走 就要离开人间了 现如今对你们来说 是个好师姐 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师姐 一旦夜盛飞升 指不定人间还没乱起来 云端就要陷乱了 这个时候天色暗了下来 整个洛阳城点起了灯 星星点点 万家灯火璀灿 李长谷看着那些灯 小道 做个普通人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看他们 不就过得很有意思吗 李富瑶看着那些 在夜里细碎如星光的灯火 那难道 红尘人间呢 这是牧师 是不是该登楼了 只是说完这句话 摘星楼 起了一声的剑名 李富瑶看了李昌古一眼 后者知天幕 之前在临近佛陀的 秋风阵之内 李富瑶破镜入春秋之时 云海有天雷落下 这个时候 他破镜入灯楼 威势应当还要大一些 李昌古趁着云海里 那些东西还没成形呢 他赶紧问道 你之前破镜 也有过类似的情景 进入春秋境时 遭遇过天雷 如今灯楼只怕更难了 天地降下的考验 针对的不是大兄 便是你这样 不被天地看好 又偏偏走这么快地修饰 像是夜生哥这样的女子 不仅是修饰 他们眼里的绝顶天才 也是这方天地 都看好的宠儿 你这样资质不顾忠上 硬生生靠着 无数机缘走过来的年轻人 天地恨不得 把你劈死在这里 李富瑶听着这番话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认真修行练剑 原本练剑之时便明白 局限于自身资质 这一辈子能到招目镜就不错了 可是谁知道 这一路走来 这辈子经历的东西实在是太多 他一回回一次次的绝处逢生 让他不仅走到了现在的灯楼镜 而且修行速度 还能和夜生哥这样的绝世天才 做比较 这样的事情他觉得有些意外 不仅他 天地也觉得意外 所以说就要来搞他 这未免也太偏心了吧 李富瑶心里止不住地骂娘 而这个时候 云海之内已经聚集无数黑云了 渐渐地形成一个大漩涡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龙卷 而在龙卷之内 是一些白蓝色的电弧 那些漩涡细小的蓝白色电弧 开始朝着漩涡中间聚集 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型的蓝白色球体 看起来不好对付 李昌古问道 有把握吗 李富瑶试着感受那天气传来的威压 压下心底的不安 催口说道 试试看吧 说话之间 李富瑶已经落到了摘星楼的顶端 身前有竖饼剑 围他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剑阵 李富瑶手中握着青丝 寻仙剑还是在袖中 剑阵主房 青丝主攻 这便应该是李富瑶最强的姿态了 这是在灯笼之内 修行百余年练出的成果 李富瑶深吸一口气 那个巨大的漩涡里的大圈圈 好像被谁拉扯开了 变成一道巨大的光柱 冲着李富瑶砸了下来 无数玄妙气息连带那道光柱一起 同时还有磅礴无比的狂暴契机 一瞬间 洛阳城犹如白昼 这座城里不知道多少修士在此刻惊醒 纷纷抬头看向摘星楼的光柱 境界低微一点的 已经开始张口惊呼道 长谷先生将做什么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登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二十八集 他们只能是感受到那道光柱之内蕴含的狂暴契机 但是无法判定境界高低 只是因为起于摘星楼 便自然而然的觉得那是李昌古搞出的动静 可是在上阳宫之内 那位实际上的公主张太一 走出修行的那间屋子 看着那道光柱 感受到天地之间充满了玄妙的气息 想了很久 这才感慨到 唉 是有经验后背 破镜了 在他身边不知何时出现几个修士 全部是上阳宫里排得上名的 看着这一幕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破镜便能惹得天地异象的 可不多见 普通修士 只怕是在成为沧海修士之时会有一些 可是这份威压又不是沧海修士该有的 张太一在感慨之后 脸色变得有些古怪 洛阳城现如今已经有了两位沧海修士坐镇 在这城里的修士 绝大多数都在上阳宫里记录在册 没有记录的 上阳宫也很清楚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想到这儿 张太一很快略想放着重要名册的 那间屋子 从书架之上取下一卷宗 打开之后细细地探查 这份名单之上 两位沧海修士不在上面 放在最前面的自然是陈九和张太一 然后第一页往下 便是几个春秋修士 在春秋之后 九十招募 成与生的名字 就位于上阳宫招募里的第一 张太一看着春秋修士那几个名字 想了想 又把那份名册放回书架 拿出另外一册 在那上面还有一份名单 上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名 都是被上阳宫标注出来的经验后辈 而在这卷的第二页 只有一个名字 李福瑶 看着这个名字 张太一神情复杂 大概只有这种 已经成为世间一等一的年轻人 未到沧海 却能在破镜之时搞出这样大的动静吧 他看向窗外 轻声问道 这几日 洛阳城里可有外来修士进入洛阳城吗 为何没有在上阳宫 记录在安哪 窗外很快传来了声音 张太一眉头一皱 和尚卷宗 摆了白手 事已不再追问 他重新回到院子之内 仰头看着天幕 想着当初在宫里和那位阎陵皇帝的一番谈话 后者对于修行之事大多不愿意多言 可是他唯独提起一个人 正是李富耀 楚王殿下站在皇宫之内 看着摘兴楼那边的光柱 作为沧海修士 他自然知道那道光柱的威力 也没操心太多 那道光柱在摘兴楼有李昌古在 能出什么大事呢 到时候如果真拦不下 自然是李昌古一剑把那光柱给斩了 阎陵皇帝离开床榻之后 直奔这座小院 见楚王殿下神情淡然 这才安心不少 阎陵皇帝看着这边的光景 难难道 这又是谁呀 李母本来是半夜从屋子里起来如厕 可是却是看到了那道让洛阳城 宛如白柔的光柱 吓得他赶紧让李富起来 等到两个人到院子里的时候 程宇生和陈九 已然是站在院子之内了 程宇生看着那道光柱 脸色极其复杂 他走了这么多年 他还是个招募 可是眼前这位 已经越过春秋往灯楼去了 而陈九知道 程宇生在想什么 嘖嘖地笑道 你其实够快了 只是比起那几个人 九要慢太多了 李母颤颤颤 微微开口问道 宇生 李父虽说没言语 可是也是心有所感 程宇生转头看脸李父 李母 轻声道 是李父 李母一听这句话 当场想晕厥过去 李父算是比较稳重 他看着陈九问道 老前辈 扶摇会有什么危险呢 有什么危险 李长谷还在摘兴楼那边 除非是来了四五个圣人 要把你儿子大写八块 不然哪里来的危险 说完这句话 陈九觉得实在是无聊 转身朝着某处而去 想来是要歇歇了 这个时候 睡眼朦胧的程木来到这边 他揉揉眼睛 看着程宇生 喊了一声爹 程宇生点头 然后在自己闺女的询问之下 才把这些事 远远本本地说了一遍 小姑娘双眼放光 看着那道光柱喊道 舅舅 要加油啊 带着天地威压的 巨大光柱落到人间 李父瑶朝着天母而去 在半空之中和光柱相遇 那恐怖到极点的契机 如同是一记千斤重锤 锤到她的胸口 李福瑶四周的极柄剑开始游走 但是还是排列成形 极有章法 有剑气在这里散发出去 除去剑气之外 更是有输到剑光绳出 只是那瞬间都被这道光柱给掩盖了 那道光柱早已笼罩了李福瑶 光柱朝着地面而去 只是落到摘星楼上方的时候 再未能够前进分毫 想来是李昌古的一身剑一把光柱给拦下 避免光柱损毁落 李福瑶身在剑阵之中 也在光柱之内 一身剑气从身体里游离出来 拦下一道又一道契机 曹剑青剑气大掌 青色剑气如同是一片绿草 在光柱之内蔓延开来 同时明月剑如同月光一般皎洁的剑气生出 紧接着是石礼和高楼剑 遮云剑的剑气如同是一片浓云 正和剑名相合 青丝被李福瑶钻得很紧 剑阵是为了化解光柱的巨大威力 青丝则是为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出剑 斩灭光柱 至于说寻仙 则是最后的保命手段 也是最后一击的最佳选择 那些不同的剑气共同形成屏障 然后在光柱之内撑开 硬生生隔绝光柱 光柱在李福瑶的身前停止 李福瑶提着剑 硬生生把那光柱给压了回去 他深吸一口气 身侧剑阵尽数转化 变成剑尖冲着天幕 这些剑 连同手里的青丝和袖中的寻仙剑 都离开他的手 在身前排开 李昌古微微地皱眉 胡闹 如今局面之下 本来就应该坚持到那道光柱消退才是 哪有冲着天幕出剑的 然而此刻李福瑶已经捏着剑绝 那些剑带着一大片的剑气冲天而去 那树柄长剑已经没入漩涡之内 在天幕之中绞杀光柱 寻仙剑还在身前 那是李福瑶最后的杀招 就在这个时候 李福瑶身前漩涡里开始出现一道道的剑光 很快照亮那个黑云形成的漩涡 然后下一刻光柱消散了不少 李福瑶握住寻仙剑 用力地升向天幕 磅礴剑气在云海之内炸开 无数剑气破碎消散 又好些落到了人间 有些修士离着摘星楼不远 便能感到那股子磅礴剑气 虽说不如沧海 可是笔之它们却强大太多了 只是那漩涡里的景象并没有持续多久 那道光柱可要落回到李福瑶身上的同时 漩涡里出现了好些白色的亮光 就像是一剑生出裂痕的磁器 下一刻 无数道剑光出现在众人的眼里 彻底把那漩涡给击碎了 与此同时 那道光柱随即消散 天一下子暗了下来 那场大雪重新出现在人间 李福瑶松了口气 那些剑也掠回到她的身边 这个时候的她已经精疲力尽 她落到摘星楼之内 离昌古看看她的脸色 伸手弄出一缕剑意 落到李福瑶的身体之内 入灯楼便已经这般困难 等以后入沧海 才是万般凶险 李福瑶也有些无奈 做着调戏一番之后 轻声说道 没办法 既然都已经走到这步了 那就只能再担着 等你入沧海之时 我若是还在 会出手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追更 欢迎收听由 半弹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为之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 授权播出 第七百二十九集 当初李昌古入沧海的时候 有李福瑶 叶长廷 柳相等人 在小园城之内 弄出动静 这也是为了不让 道门和儒教圣人 来洛阳城对他出手 如果说以后 李福瑶要入沧海 他们这些剑道前辈 一定是要来帮衬着的 不过想着依赖 李福瑶的身份 如果说踏入沧海 只怕是不止是 几位剑仙会出手护的 那位清天君 可能也会出手 而且说不定 那个时候 已经进入沧海的 叶声歌也会出手 作为道门道种 他身后有着 梁义和叶圣二人 儒教即是想做些什么 很为难的 李福瑶笑了笑 没说什么 洛阳城的第一场雪过后 不久就是年关了 已经有好些年 没有回家的李福瑶 暂时并不打算离开 李福离母年纪都不小了 这次离开洛阳城 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了 所以说就耐着 庆子多待些时日 再说了 才入灯楼 李福瑶需要多花时间 稳固修行 所以说 他就在李府住了下来 之后的日子 洛阳城大雪不停 算是这几年之中 最大的一场雪了 李福瑶这期间 去过一侧皇宫 和阎陵皇帝 有过半个时辰的交谈 现如今那位两鬓斑白的 阎陵皇帝 已经过了春秋鼎盛的年纪 只怕是要不了多久 也要和老太爷一样 离开人间了 皇位的继承 已经有了归属 李福瑶没多问 只是和阎陵皇帝 谈起了当年的第一次相见 说实在话 当年第一次相见 朕从来都没有想过 你会有朝一日成为登楼监视 觉得只要是个招募监视 对朕 对洛阳城便很有用了 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 说起来陛下见上阳宫 想法其实很不错 只是之后若要推行到 整个山河去 便要面对整个人间的 山上修饰 只怕见识都要牵扯进去 这很难 先管阎岭 至于整个人间会如何 向来自有定夺 实际上 山上修饰 都如同你和昌古先生 这样的性子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陛下一路好走 我还是阎陵人 他不知道自己 下次回到阎陵的时候 阎陵皇帝是不是还活着 所以说先说出了这句话 依着他的境界 这句话倒也不算是大不敬 天陵皇帝摆摆手 小骂道 朕还要活个白鱼年 哪里是你说死便死的 李富耀微笑不语 就此离去 离开御书房 还是走在大学之中 还是那个熟悉的太监称赛 只不过这已过了好些年 那个太监已经生出了一些白发了 李富耀把一颗丹药放在他手心 懒然的 你也算半个故人了 后者诚惶诚恐地道谢 认真说好手里的丹药 走到宫门 小姑娘沉默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自从老太爷的丧事办完之后 小姑娘就已经搬到了李富 说是好不容易见一次舅舅 得和他多待些时日 程宇生对此没发表意见 程府里好些人都会担忧 小姑娘会不会惹得 李富耀不快 故而影响两家的关系 只是后来李富亲自上门 接走小姑娘 也就没人再说些什么了 李富耀撑起伞 牵起小姑娘的手 走在大雪之内 他问道 你娘亲呢 怎么还不回来 提起娘亲 小姑娘沉默就愁眉苦脸的 之前已经给娘亲写信了 告诉他舅舅你回来了 可是娘亲说那边山腰作祟 一时间还真的脱不开身 严陵王朝没有了学宫的修士之后 北京那些山林之内 只能由自己的修士 去清剿山腰了 李小雪境界不低 再加上又是剑士 正是本次清剿计划的负责人 李小雪的剑道天资 那是比李富耀要高很多的 又是恰逢大事 超清秋把整个剑道气运 归还人间 正是剑士们最利好的时候 李小雪 李英能在这个世间往前 多走好些 两个人往李福走去 成目咬着嘴唇 时不时看李富耀一眼 好像是有什么事 想让李富耀知道 李富耀瞥了眼成目 也没开口 两个人走了很长一段路 成目才低声喊了一声舅舅 想说什么 舅舅 要是不修行 我真的就要比爹和娘亲 先离开人间吗 老太爷的魂魄你也看到了 要是不修行的话 百年之后 你也是这个样子 不过你不用担心 真有这么一天 舅舅会看着你转世 不会让你出问题的 成目咬了一声 想道谢 可可是又感觉 有点不对 情绪有些失落 修行有修行的好处 自然也有坏处 你要是练剑 便要吃很多苦 走儒教和道门的路 只要轻松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 修行之后便能活很久 只是活得太久 自然也会烦恼 你往后的日子里 会看着很多人 一个个离去 若是能走得远一些 到了最后 所有认识的人 都会离你而去 最后 就只剩下你一个人而已 舅舅听说 你以前不想修行 是因为什么 舅舅 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更不想修行了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不修行便不修行吧 可我走了 爹娘会很伤心的 李富耀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最后说了一句 不管是修行 还是不修行 都要自己想好 年关之前 先过腊八 家家户户要喝上一碗腊八粥 李富耀这一家也是这样的 从屋子里出来 和李富李母一起喝了碗腊八粥 然后待了小半日 说了些闲话 便独自地离去 成目却是之后 来到李富耀的窗前 和他这个舅舅对视了很久 李富耀知道他的来意 可是没有说话 舅舅 我还是不想修行了 李富耀揉揉他的脑袋 没来由地说了一句 你娘在大年三十之前 应当是要回来了 果不其然的 大年三十的头天晚上 李小雪赶回洛阳城 当时长街上不少人在放炮着 成目和李富李母也在其中 李富耀坐在门槛之上 看着远处灯火 等着脸上有些沧桑意味的李小雪 后者想了想 还是坐在了自家兄长的身边 李富耀开门见山道 修行无止境 但你自己想过 自己应当走到哪一步没有 李小雪抱着那柄小雪剑 想了想之后 歪着头说道 嗯 反正啊 都比不上兄长你了 都不重要 修行在个人 只要愿意 便往前走走 只是成目不过百年光阴 总归该抽出时间都陪陪她 免得留下什么遗憾 啊 我原本以为 兄长你这个做舅舅的 回来之后 能让穆尔回心转意呢 你实在是太小看你这个闺女了 李小雪沉默片刻 才低声呢 嗯 晓得了 李富耀就要转身去屋子里 李小雪却突然问道 兄长 你喜欢的女子 是叶姐姐 还是别的女子 李富耀转头看着李小雪 整个人有些懵 李小雪已经约莫 二十年没见过夜生哥了 李富耀也不知道 她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来 李富耀没说话 李小雪自顾自说道 其实叶姐姐才是极好的女子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 欢迎收听由半谈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三十集 当年在洛阳城之内 夜生哥今日每日都带着李小雪 这在李小雪的记忆之内 留下了极好的回忆 即便说现在知道了 夜生哥就是那位陈歇山的道种 可是他还是念着当初的号 说完这句话 李小雪先李富耀一步 走进了屋子之内 李富要苦笑不易 不过最后还是说道 我喜欢的那个女子 在妖毒 这辈子啊 只怕是见不到兄长 穿上一身红袍的光景了 几北之地 滨海之中 清淮独自站在一块巨大的冰块之上 随着滨海缓缓地去向北方 寒意丝丝缕缕地入侵身体 让人很不舒服 这里荒无人烟 本来就不适合居住 但是适合魔力自己 清淮走上一座不大的冰山 坐下之后 闭上眼睛 这个世间之事 从现在开始似乎和他没有关系了 这一次闭关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日 但是结束之后 肯定能让他在灯楼境界更稳固一些 而他不知道 就在他在极北之地闭关的时候 夜生哥去了这个世界的最东边 北边是一片海 南边是一片沼泽 东边是一片林子 佛土位于最西边 其实不用去 都该知道最西边是一片沙漠 而东边的林子 尽数还是绝壁和浓云 夜生哥站在那片绝壁之前 只是沉默了片刻 转身就走 四个地方他走了三个 几乎可以确认这个世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西边那片沙漠可以不用去了 他之后大概要去找一找某个人了 那天过后 李府和城府的人聚在一起 摆了很大一桌子 很是热闹 所有人都在看着李府遥 毕竟在这儿的所有人之内 最重要的就是李府遥了 不管是在皇宫那边 还是在山上的关系 李府遥坐在城墓身边 只吃了几块子菜 给小姑娘拿了一些好玩的东西 这都是这些年来得来的机巧小玩意儿 不算是什么品阶特别高的法器 年夜饭吃了之后 城墓和李府遥坐在凉亭之下 看了半夜的月光 最后过了子时 小姑娘熬不住了 这才回屋睡觉 李府遥也喝了好些酒 最后把遮云抛出 遇见离开洛阳城 而城墓实际上没睡着 他躲在角落 悄悄朝着李府遥招手 在远处 李母也看着天际 山河已经历春 但是在北海那边下了最后一场雪 但是还是有一条小船出海去了 那条小船没人撑干 要站在船头的是一个 穿着白泡的年轻人 船舱里是一个披着厚厚棉衣的女子 正在熬着一锅鱼汤 女子时不时地看一眼 那个站在船头的年轻人 轻声道 朝先生 这么一场大雪 你还要出海钓鱼 到底是想要钓什么呢 朝青秋看着平静的海面 那一根普通绿竹做的鱼竿 就在他手中 鱼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就是他之前随手整的米粒 可就是这样 也钓起一尾鱼 现如今 那尾鱼就在那女子的锅里 那锅鱼汤喝下去 普通百姓至少能多活个三五年 像他们这样的修行之人 对于修行也颇有弊异 北海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探索的 也就只有他朝青秋可以如此肆无忌惮 朝青秋看了看那场纷纷落下的雪花 有些感慨道 那个小家伙应该已经是登楼了 可惜我还要再等他几十年才行 女子不知道说什么 等到鱼汤熬好之后就盛了一碗 她知道朝青秋不会喝 所以就自己一个人抱着碗喝 而这个时候朝青秋说话了 再盛一碗 女子一正 很快明白了她的意思 因为在这个时候 远处出现了一袭白衣 然后很快落到了船上 叶长亭看了朝青秋一眼 没说话 先是断气碗喝了口鱼汤 然后到了朝青秋身边 随意坐下 朝着海面脱了块鱼骨头 这才问道 去年你要躲着我 不让我找到你 怎么现在不躲了 不想见你 是不想和你废话 叶长亭每次来 不是为了骗顿吃的 是想在朝青秋嘴里 知道一些外面的消息 那怎么现在又不躲了 现在我差个使唤的人 朝青秋说话 向来是简单直接 能把一个见仙 说成使唤的人 也就只有他了 你可以先问两个问题 前面你说了天外有仙人 你还和他们打了一架 我想知道 他们是不是 想回到这个人间来 你怎么知道 他们是要回来 所以 那个地方并不都是 从人间离开的修士 第一个问题 他们在那个地方 已经长生了 为什么要回来 第二个问题 他们虽然是仙人 但下子嗣困难 但还是有的 所以那个地方 自然会有原住民 你要我做什么 你问了两个 不太重要的问题 而我要你做的事 比刚才那两个问题 重要得多 叶长亭面无表情 他已经很清楚了 曹青秋这个人 不仅见到举世无双 却连忽悠人也是这样 曹青秋看着那片海 轻声说道 你真的以为 我只是来北海钓鱼啊 说着话 他就跳入了海里 船舱那柄古道 也跟着没入海里 叶长亭不犹豫 直接跟着跳了下去 曹青秋虽说当初是个剑仙 不过现在是个普通修士 要是在北海里被人搞死了 那就亏大发了 古道在寒里缓慢的前行 指引着正确的道路 曹青秋在剑后慢慢地走着 叶长亭在他身后 走过一段路之后 曹青秋问道 没有什么想问的 我们这是去什么地方 很久之前 还没有北海 妖族和人族 共同生活在这个世间 那时候的妖族比人族强 人族一直被妖族欺负 直到后来有人学会了修行 局势便改变了 在那之后 便是攻守知识转变 人族开始压着妖族 妖族一直被赶到北方去 就是现在的妖徒 可是这个时候 妖族出现了一个妖族 他学会了人族的修行法术 并且传到了妖族 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那妖族是条龙 龙族灭亡在数万年前 但是在妖族出现之前 整个世间没有任何一条龙 它就像是凭空出现的 其余的妖族都是有迹可寻 只有龙族没有任何痕迹 而且那个时候 整个人间都知道 只有妖族这么一条龙 那它是哪儿来的呢 我曾经去过妖族那些大族 翻过不知多少点击 知道了好些东西 所以 那条龙是从那个世界来的 如果那个世界可以长生 那么是在那个世界的人都可以长生 还是因为长生才能进入那个世界 还有 是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才能长生 还是境界足够 留下也能长生 这是他这些日子里想的问题 可问题是一直没法印证 之前他在洛阳城的时候 已经有了飞生的境界 可是没有感受到这片天地的召唤 都说他是六千年来第一人 他不屑于飞生 非要见开天幕 但是只有他知道 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已经和外界隔绝了 这个境界能走到那一步很难 但不是做不到 可走到那一步之后 要离开人间 还是需要自己动手 所以说才有了 见开天幕的朝清秋 柳孝能够活六千年 即便那只是一道分身 沿河能活几千年 即便是人不人鬼不鬼 那位小园城里的建军也能活着 即便是离不开那里 佛土那盏灯笼 共是存在了几万年 这一切似乎都在说 长生和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关系 只要找对方法 一样能长生 当然 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长生 所以有可能只有离开人间 才能真正的长生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根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 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三十一集 这么说 那这海底有什么 妖族的典籍里 记载了很多关于妖族的事 我想了想 他应该就在这海里 那条龙还活着 要是妖族还活着 已经活了数万年 那这就是长生了 这就是人间唯一能长生的生灵 这本是妖族最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只能让妖帝知道 而后来妖帝没有了 星夜妖军离开人间 整个妖图只剩下清天军 和汉山妖军知晓 可是朝青丘这个剑仙 他是断然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的 可他就凭着那些个妖图里的 典籍还有自己的推算 就算到了妖族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朝青丘 他的厉害 北海就这么大 要找他也很不容易 我花了这些年 才确定了地点 叶长廷没说话 如果说朝青丘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他们之后就能看到那条龙 如果说龙真的是活着的 他们很可能会从那条龙的嘴里 知道很多这个世界的许多秘密 或许还有那个天外世界的秘密 朝青丘明白叶长廷在想什么 就算是头猪 活了数万年也该不得了 更何况他是妖族 只怕他的境界 和我在洛阳城云端的时候相当 朝青丘在洛阳城云端的时候 他绝对是这个世间第一人 而且那个时候他的境界 只怕是柳相都只能站在他身后 妖族要是在这么一个境界 现在的朝青丘绝对不是对手 叶长廷知道了朝青丘让他一起来 是想做什么了 就是要护着他 他这么一个剑仙 即便是打不过妖族 也有很大的机会让他带着朝青丘逃命 朝青丘笑了笑 继续说道 他八成是出了问题 不然没有谁会这么无聊 在海底待上这么多年 你知道些什么 能不能一次全部说清楚 不能 干脆又简单 古道在前面走了很远 然后在某处停了下来 这里十分的漆黑 即使夜长廷都看不清楚周围的风景 只能看到这前面有一扇 十分巨大的青铜门 青铜门之上有一些花纹 而在门上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朝青丘拿着那柄古道 看着这道门 认真地说道 那条龙不知道生死 但肯定在这扇门里 青铜门看着没有什么古怪的 但是上面有一处龙形凹陷 应该是放入什么东西 才能打开的机关 朝青丘把手中的古道 递给夜长廷 这柄剑 才是整个世间最锋利的那一柄 是真正的仙剑 没有任何的破损 朝青丘虽说能找到这个地方 但是他没有开门的钥匙 打不开这青铜门 只能是依靠夜长廷出剑 如果说打不开 那就把它展开 这个地方会有妖族知晓 展开这扇门 里面没有妖族的话 也会很快有别的妖族过来 所以我们要快一些 能够知道妖族这个秘密的人 绝对是个十分了不起的妖族大妖 如果说在以往 朝青丘不会在意 不管是谁 不过一戒 可他现在要注意了 毕竟每一个沧海 都能杀的 夜长廷的境界虽说高妙 但是不一定能够安然带他离开 夜长廷接过古道 没多说什么 准备出剑 而朝青丘再次提醒道 要是里面的妖族还活着 外面又有某位不得了的大妖要来 我们很可能就会死在这里 那到底开不开 要不算了 夜长廷不理会朝青丘 只是一瞬间长剑出鞘 那柄古道卷起无边的海水 准确无误的一剑落到门上 门轰然作响 哪怕是夜长廷这样的绝世剑仙 提着一柄新剑 也不能展开这扇青铜门 海水一时之间平复不下来 朝青丘看着那道门 越发地觉得是那条龙出了问题 要是没出问题 为何会把自己包裹这么严实啊 夜长廷看向朝青丘 眼神示意说要不要继续啊 朝青丘理所当然地说道 继续啊 朝青丘提着剑和夜长廷提着剑 是两回事 夜长廷即使在朝青丘离开人间之后 再怎么努力往前走 也没那么快 所以第二剑和第三剑 都没有展开那道青铜门 而朝青丘这时候说道 歇一会儿吧 说着话 他便朝着青铜门那边的黑暗走去 开始把自己的一身剑气 尽数收敛了起来 夜长廷虽说不知道 朝青丘这样做的意义 但是很快也是收起了 自己的一身剑气 站到朝青丘的身旁 两个人就这么站在黑暗之内 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直到不久之后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中年男人 那个男人一身的青衣 身材不算是高大 但是一身的磅礴气势到了极致 只怕是这个世间找不出来几个人 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 夜长廷认识的 朝青丘也认识的 这个人不是旁人 自然是青天君 果然是他 然后朝青丘走了出去 青天君看到朝青丘有些惊讶 这 朝青丘 你 你没死啊 作为这一代的守护者 他持有那块龙形铜片 那座青铜门受到攻击 自然他是知道的 他原本以为青铜门被人攻击 应当是海底的某个悟到此题的要修 可谁能想到到了这儿的是朝青丘啊 他不可能是误打误撞到了这儿的 夜长廷缓缓走了出来 即使青天君和朝青丘有交情 他也会担忧青天君暴起杀人 青天君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又是从哪里知道这件事情的 朝青丘如此的泰然自若 并没有半点的慌张 就和往常一模一样 好像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那条龙在这里面 这句话就是告诉青天君 他什么都知道了 青天君的脸色不自然 朝青丘看着他 你肯定知道些事情 要不讲讲 天外的事情 我也可以给你讲讲 青天君的眉毛扬了起来 他在知道妖族的事情之后 就一直在想这个世界的根本 也怀疑过妖族不是人间的原住民 是天外那个世界来的 可是他这些认知 他无法印证 要询问只能去问妖族 可是妖族已经沉睡了 除去妖族之外 知道天外事情最多的是朝青丘 可是那个时候他以为朝青丘已经死了 如今朝青丘就站在他面前 没人比朝青丘更清楚这个世界 和天外的那个世界了 这青丘门内是妖族最大的秘密 不能带你去看 听你说也是一样的 离开海底 三个人回到船头 等那个女子无聊地睡了过去 青天君微微招手 让那女子睡得更沉一些 事关妖族的秘密 绝不能再告诉旁人 青天君当初已经发过血识 不能透露青铜门里的秘密 此刻如果说告诉旁人 他即便是沧海 他也必须要承受后果 朝青丘是个聪明人 明白他的意思 开口提问 那条龙就在海底 在那个青铜门的后面 还活着 青天君没出声 也没做什么动作 朝青丘继续说道 只是出了问题 需要在里面静养 青天君还是没有做什么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做 那就是默认了 而且这些事情 本来就是朝青丘推断出来的 他只是找青天君求证罢了 朝青丘最后说了自己的结论 那条龙来自外面 青天君非常相信朝青丘的结论 他也问了和夜长廷一样的问题 天外有什么呀 朝青丘笑了笑 还是那几个字 天外有仙人 他的境界 应该和那个时候的我相当 人间已经数千年 没有人离开人间 他如果是数千年前 飞升的人间修士 为何境界一直没有提高 或是那边根本就不能 让境界再提高 若是他只是那边的原住民 事情便能说清楚了 他只是不够强而已 他跟着我回来 不知道是想杀我 还是想跟着我来到人间 但最后他出手了 杀了他之后 我也受了重伤 所以只能这样了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根 欢迎收听由半弹醋团队 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生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 授权播出 第七百三十二集 受了重伤的朝青丘 如果说是不选择假死 很可能会真的死去 看来他们是真想要来这里 这是为什么呀 至少通过妖祖来看 他们那个世界的人 都可以长生的 在那个世界待着 有什么不好的 怎么会想着来人间呢 现在还不清楚 那条龙离开了人间 来到这里数万年了 即便出了问题 可还是没有死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一个有尽头的世界 天目就是盖子 说这么多 但最重要的是一点 他们要是想要回来 而且又找到了办法 我们拦不下 要是说那个世界的 每个人都是和 朝青丘的境界相当 不说多的 来个十几个 就可以让人间 俯首称臣 而且他们到这个世界 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会不会滥杀呢 会不会把这些人 都当做奴隶呢 谁都不知道 要想断绝这些 人族的修士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 自保能力 青天君震撼不已 之前知道妖祖的世界 他只是在猜测 长生这件事 可是却没有想到过 这个世界会被人侵占 这是他们的故乡 当然不只是妖土 整个人间都是的 那个世界 会不会有遗忘 离开人间的修士啊 他们既然是人间的前辈 应当不会做些什么才是啊 我不知道 但你们发现了吗 这个人间有了新的变化 而且 就是从最近这百年开始的 人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青天君立刻就想到了 整个人间的修士 这些年修行好词都变简单了 这是为什么 恐怕无人能解释得清楚 如果天目是一个盖子 它的作用是什么 是为了拦下一些东西 还是为了禁锢一些东西 或者是两者都有 当有一天 它变得越来越薄的时候 会导致什么 最后 它是为什么变薄的 遇见取妖土 要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李富瑶心里打鼓 她不太敢去见那个姑娘 所以说出了洛阳城之后 没过多久就落了下去 改用不行 严陵王朝的北方 由北军府的边军驻扎 这里的领军大将是最开始一位 在军中威望不错的大将军 可是因为亲近学功 被严陵皇帝夺取兵权 在这之后 北军府的统兵大将换了几位 全都不长久 最后还是那位叫做温白楼的将军 坐稳这个位子 那位温白楼当初是楚国的大将军 梁西讨伐 楚国就是他领兵相抗衡 当时梁西朝野都说 要不是说梁西的兵力绝对占优 只怕是拿不下温白楼在的楚国 有好事者凭当世名将 这位楚国将军一直榜上有名 而现如今他成了严陵的大将 也属于是得偿所愿了 李富耀和他有些顾交 不过没准备去见他 北境这边小国林立 有好些小国对于严陵王朝 一直都是不太服气的 虽然说他们本国的将域 都是严陵的 但是他们就像是 大户人家喂的一条狗一样 反而时不时要咬自己助人一口 可是严陵皇帝对这些事 还偏偏就不上心 也没有发兵秘国的想法 只是让北军府守住 北方的边境便是 当然可以偶尔打几场小仗 李富耀越过北境 远远地看了一眼北军府的边军 只能赞叹一句实在是雄壮 三座大王朝的边军 可是比这些小国的军武 强大太多了 离开北境 继续朝着北方而去 变到了一座叫做扶苏的小国 这位扶苏国的来由 是当初在严陵王朝夺权失败的皇子 因为害怕被成为皇帝的兄弟所杀 所以直接跑到北方 建立这么一座小国 这国名便以皇子的名字来明明了 那位开国之君当初有一诏留下来 说是严陵若是出事 扶苏要举全国之力去秦王 虽然说不知道这遗诏是真是假 但是因为有这件事的流传 其实说北军府也很少针对这个小国 当然 也是扶苏国一向安分守己的缘故 扶苏国的最南方有一座边塞小城 叫做流城 原本是扶苏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 许多犯人在这扎根 娶妻生子变成了县子的规模 在之后 扶苏国往这里派遣官吏 也把这座城变成了扶苏国的一份子 在这之后 已经数十年没有流放过犯人来这里了 流城虽说是一座城 但是规模不大 只有一郡大小 念书的孩子不多 教书的先生更少 只有一座学堂 那位老先生还是十多年前从京城来的 现如今已经七十岁高龄了 由于一直没有合适的教书先生 所以说他只能是在这一直的教书下去 学费不贵 但是由于受环境的影响 没有几个孩子愿意好好读书 学堂里那几个孩子都想着 年纪到了就可以不用来这上课了 没有谁是想真正读书的 刘山是这个学堂里年纪最大的孩子 其实说不上是孩子了 应当是个少年 从年龄来讲 在一年前他就可以离开学堂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还是没走 他是个孤儿 很早就没了爹娘 在流程里艰难地活了这么多年 之前是老先生好心 才让他到学堂来听课 不仅听课每天还管饭 所以说他年纪到了之后 并没有离开学堂 并有人说他是想要学堂那几顿饭食 不是认真读书的 这么小个地方 一旦是有这种话流传出来 很快就很多人都知道了 和他年纪差不多大的 本来也没有判别事物好坏的能力 也就去跟风说 这让刘山在流程里活得很是憋屈 不过即便身处于流言之中 刘山还是不在意 有点重物 学堂送走了早课的学生 刘山便去抱之前晒着的棉被 抱之前还不忘认真地洗手 老先生是京城来的 之前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吃穿很讲究 虽然说后来来了流程 吃的没那么讲究了 但是穿的还是讲究 衣物也好 被褥也好 要是不干净 保管给老先生训成狗 刘山在这里待了好几年 对于这些事也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把被子给老先生抱进去 铺好之后 刘山这才出来收拾桌椅板凳 收拾好了之后 把老先生的那把椅子搬到院子里 再搀扶老先生坐下 他这才告辞离去 虽然说在学堂里吃喝 但是还是有自己一座小院子的 那是他父母留给他最后的东西了 至于下午没课 晚饭怎么解决呢 刘山很淡然 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往年都是这样饿过来的 今年也不例外 就这样饿着吧 只是一离开学堂 朝着自己那座小院子走去的时候 正好路过一条小巷子 刘山一转头 便看到两个人拖着一个少女 钻进了巷子里 他一正 最近眉头皱了皱 这流程虽说有了惯例 可是实际上每天还是发生很多大大小小的阿杂事 他从小就在这长大 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咬了咬牙 他继续朝前走去 可是几步之后 想着 那是个姑娘 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下子 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说道 刘山 你要见死不救 之后哪里来的脸去做大侠 说完了 他转头朝着小巷里跑去 小巷不长 很快能跑到尽头 那里还有一个拐角 里面就是个死胡同 他站在尽头之前 捡起块石头 闻了闻还有尿味 不知道是哪个醉汉在这里撒过尿 深吸一口气 刘山一步踏了出去 一步跨进巷子 果不其然 看到两个男人正在按着一个衣衫不整的少女 刘山猛然大喝 秦少 住手 话音未落 他已经拿着手中的石头 狠狠朝一个壮汉砸去 刘山还算有些分寸 他也怕真把人给砸死了 吃一场人命官司 所以说只去砸那个壮汉的脸 壮汉躲闪不及 一个亮呛 被砸得往后倒去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 对一个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733集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壮汉反应过来 松开那个少女 直接一拳打在刘山的脸上 刘山往后退去几步 整个人有些摇摇晃晃 眼前更是迷迷糊糊一片 手里的石头也不曾滚落下去 那个壮汉一脚把刘山给踹开 这才吐了口吐沫 冷笑道 怎么 刘山你小子也敢来 坏大爷我的好事 之前那个被打倒的壮汉也爬起来 捡起那块石头 就要朝刘山身上砸去 却被之前那个壮汉所喊住 你疯了 砸死了人要成命的 那壮汉才后知后觉地丢了那块石头 一步跨出 弯腰抓住刘山的衣领 就要给他一拳 而刘山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地清醒过来 喊道 李肥 你光天花日之下做出这种事情 就不怕天打雷劈 我今天只要不打死你 谁能对我做些什么 李肥从小便是这座流城里 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他祖上也不是这儿的本地百姓 而是京城那边流放过来的武官 身上有些功夫 就算是小时候 大他好几岁的孩子也不能进身 刚才要不是他色欲熏心 刘山哪有机会朝他脸上来呀 他和王三在流城里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一直没出过什么事 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横 还很聪明 知道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就像是现在眼前这一男一女 刘山无父无母 无权无势 只要不把他打死 那就是万事大吉 至于另外一个少女 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 即使今日他们两人是对那个少女做了些什么 但是只要留下他那条命 少女为了自己的名声 肯定是不敢张扬的 更不会报官 李肥也算是长了一个不蠢的脑子 刘山咬牙说道 李肥 你们放过他 随便怎么都有都行 他还是个姑娘 你们今天污了他的身体 之后你让他怎么活着 那关老子什么事 刘山看李肥打定心思 转头看着王三 大声说道 王三 我家的那座宅子都可以给你们 只要你们放过他 王三听了这句话 有些心动 毕竟现在只是一时爽 而刘山那座宅子 即使再不值钱 卖出去之后 百两银子也是轻轻松松的 他有些心动 看脸李肥 这两个人之中 到底李肥还是说话算数的那个人 屁的宅子 你小子 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小命都重要 能送出来 说着话 他宁笑一拳砸向刘山的面门 刘山的脸很快渗出一些血丝 李肥随处把刘山往墙上一扔 得意地笑道 今天就让你看一幅活的春宫图 说着话 他已经解开了上衣 至于那个少女 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了 王三按住他的手臂 李肥要去解他的衣衫 少女绝望地闭上了眼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巷尽头出现了一个青山年轻人 年轻人其实已经来了这边 只是一直没出现 他就是想看看刘山要做些什么 而刘山此刻已经被人打趴下了 他想了想 便走了出来 李肥看着年轻人 恼怒的 哼 哪里来的 还不快滚 你叫李肥 哼 老子就是李肥 辱了这个理性 随着话音落下 小巷之内出现一道剑光 然后听到李肥的一声惨叫 他的一只手臂已经被那一道剑光给展开了 而那道剑光并未消散 随后斩断了王三的一只手臂 这才消散在小巷之内 小巷之内心血四剑 只剩下了李肥和王三的惨叫之声 青山年轻人看着这一幕 丝毫不动容 他不知道杀过多少的人和妖 要不是看这两个年轻人不过是凡人 只怕是早一见展开他们脑袋 李肥不是没见识的主 他趴在地上 重重地给那个年轻人磕响头 先师饶命啊 我李肥冲撞了先师 罪该万死 还请先师留我一命啊 忍着剧痛 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李肥也算是心智过人了 王三作为李肥的跟班 便没有这么强的意志力 一直在地上打滚 青山年轻人看了他一眼 你知道该怎么做 李肥重重地磕头 多谢先师 不杀之恩啊 青山年轻人不再说什么 只是让李肥赶紧滚 李肥搀扶起王三 缓慢地走出小巷 小巷之内仅剩两人 少女本来是万念俱灰 这会儿又得救了 赶紧朝着年轻人磕头 刘山倒是显得稳重很多 朝着年轻人道谢之后 他又问道 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大侠 听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称呼 青山年轻人的眼里有些笑意 李肥杨 领着这一对少年少女离开小巷 少女告谢李肥杨之后 便要回家了 但是从头到尾 没和刘山倒过一声谢 李肥杨特别注意刘山的表情 见对方没办点想法 便问道 你也挺身而出 去救那个少女 还差点把自己的宅子搭进去 他这样 你不伤心 刘山摇头 笑道 本来也没有想着要他答谢我 就这样也挺好 李肥杨没说话 只是笑了笑 刘山再次对着李肥杨行礼 现世的大恩大德 刘山无以为报 家徒四壁 也不好请现世去家里 说这句话的时候 刘山表情有些羞涩 但是更多的其实是羞愧 有人帮了他 而他还不能为那个人 做一些什么 李肥杨注意到了 他想了想 我这个人最好喝酒 要不你替我去酒室 买一壶酒 说着话 他还真拿出了银子 谁知道这句话一说出来 刘山马上笑了起来 现世 我家里正好有酒 那是爹很多年前埋下的 说是在生我之前 便觉得我该是个女玩 但最后我是个男玩 埋下的酒也没用 爹也走了 要是现世不嫌弃 那就去我家里都喝光了他 李肥杨看着刘山 觉得他这些话不像是座位 便点点头 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勇气 这么快去妖途 要不然早就遇见过去了 现在 遇到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少年 他不建议多待一些日子 跟着刘山到了他那座院子 木门早已经破烂了 刘山在一旁的草丛里 翻出一把钥匙 这才打开门上的锁 进入院子之后 刘山很快就找来一把椅子 让李肥杨先坐着 然后他扛起锄头 去挖埋在后院的酒 等刘山挖酒的档口 有人敲门 李肥杨站起身来 去打开那道木门 门前站着一个 穿着紫色衣裙的少女 她和之前在巷子里 那个不一样 看起来更田径一些 看着也更为娇弱 李肥杨站在门内 让那个少女 有一些措手不及 她看着李肥杨 轻声说道 公子是何人 刘山呢 李肥杨随口编了个瞎话 只说自己是刘山的 远方表哥 特意来看的 她面容平静 看着不像是坏人 她在里面找酒 姑娘有事 便进来说吧 少女摇头 把抱着的东西 交给李肥杨 然后咬着嘴唇说道 李公子 我就是来告诉刘山 我爹已经把我许配出去了 月底被养完婚 我可以等她的 只是她要是还不来找我 我也不等她了 说完这句话 少女往院子里看了一眼 随即转身离去 一路小跑 很快不见踪影了 李肥杨看了眼 那个包裹 里面应当是一些吃的 还有一些银钱 走回院子之内 重新坐下 李肥杨随手把包裹放地上 刘山总算是抱着摊酒回来了 她看了一眼地上的包裹 然后又看了一眼院子门口 神情忽然变得有一些黯然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根 欢迎收听由半潭醋团队制作播讲的 多人玄幻修仙有声剧 人间最得意 作者平声未知寒 由喜马拉雅和纵横中文网授权播出 第七百三十四集 那个姑娘说 你要是再不找她 她就不等你了 她姐已经把她许配给了别人 月底就要完婚 刘山嗷了一声 没说什么 李肥杨这才自顾自把酒坛子打开 闻着酒香 给自己倒了一碗 然后再给刘山倒了碗酒 这才说到 这是两情相悦 还是一厢情愿 刘山从不喝酒 即使是现在 心情低落 她也不想喝酒 李肥杨喝了一口 觉得还不错 然后继续说道 我来想想 你要是喜欢那个姑娘 又不愿意去见那个姑娘 就是担心自己配不上她 刘山没说话 她还是沉默着 李肥杨喝着酒 摇头道 又是所谓的门不当户不对 在山上这种事有 但是很少 修士们是一心渴求着长生的 很少去想这些东西 而凡人短短百年 需要历经生老病死 自然是更看重 紫色传承 刘山这么一个破络少年 自己能不能吃饱 穿短都不好说呢 哪敢去喜欢某个姑娘 不管怎么说 现在说说也没有关系 毕竟我不是那姑娘 你心里有什么话不好说的 刘山这在抬起头来 看着李肥杨 然后鼓起勇气 喝了口酒 脸色变得有些红 现实 你要是愿意叫上李先生也行 我本来之前也是个说书先生 现实不好听 李先生 你看我这样 能够喜欢某个姑娘吗 喜欢没问题 我之前认识个人 还喜欢过这个世间 最了不起的女子 最后虽然没能成 但是喜欢这个事情 是没错的 那不一样 李先生您想想 即便是我喜欢的那个姑娘 也喜欢我 不嫌弃我 真要是和我在一起了 他爹没能拦住 可我能怎么办呢 一日三餐都不能给他 更别说别的了 他不懂事 我可不能不懂事 才子佳人的小说之内 一个穷酸读书人 靠着一两句诗词 能讨得大家闺秀清心 终有一日 高中状元风光无限 然后完美的结局 可是在现实之内 刘山仙不提高不高中 状元的事 能不能养家糊口都两说 他为人正派 他哪敢去拖累旁人呢 李福瑶喝了几口酒 没说什么 这种事就像是青天君对他说 要是你不能成为剑仙 你就不能娶清怀为妻一样 两者本质上实际上差不多 就是李福瑶得做到的事情 比刘山的困难难多了 其实这个世间能碰到你喜欢的女子就很难得了 喜欢的女子也正好喜欢你 就更难得 就更应该好好地把握住 这个世间有些事情是辜负不得的 尤其是女子的情谊 刘山喝了口酒 眼神惆怅不已 李福瑶看着他 忽然拍拍他的脑袋 想说出几句安慰的话 可是又不知从何处说起 他完全可以改变刘山的人生 但是还是得看刘山自己的想法 而且这贸然做出改变 也说不出好坏 刘山说着话 眼睛里迷茫了不少 没要多久就倒了下去 看着是喝醉了 李福瑶站起身 走出院子 这个时候外面正好开始下雨 而门口正好有一把伞 李福瑶撑伞走过街道 去了一家酒司 半个时辰之后 才从酒司之内走了出来 没有喝酒 只是去探听了一些消息 李福瑶清楚地知道了很多事 知道刘山的身世 也知道那个少女的情况 那个姑娘叫做黄小香 她是这座流城之内黄家的小姐 也不知道这样的大小姐 为什么喜欢上刘山这种家徒四壁的穷少年 黄府就在流城的东边 那位黄老爷昨日已经离开流城 去了别的地方 就是为了黄小香的亲事 现在的黄府是黄夫人做主 黄夫人是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女人 因此黄老爷才娶了几房小妾 黄夫人 黄夫人虽说长得不好看 可是手腕却是很不错 这些年一直压着那些小妾 始终是正事 在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 她正在茶厅里喝茶呢 听管家说起黄小香的事情 她脸上显出一丝愧疚 唉 香儿喜欢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也不见得喜欢她 即便喜欢她 她家里那个样子 老爷怎么也不会把香儿嫁过去的 这是一桩因为家事 而注定成不了的亲事 黄夫人看着那场细雨 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有些不自然 李富瑶是从偏门进入黄府的 她在一处回廊里收散而立 在黄府之内走了片刻 她便来到那间屋子之前 瞧瞧门 黄小香打开门 看到站在门口的李富瑶 脱口而出 李公子 李富瑶看着她 把伞放到一旁 轻声说道 有些话想跟你讲讲 黄小香虽说不知道要讲什么 但是很快把李富瑶请了进来 毕竟在黄府之内 如果说让别人看到有关于刘山的人 可能就要被请出去了 但是女儿家的闺房 一般人是外人不能入内的 李富瑶走进房间之内 并未坐下 而是站在门口问道 黄小姐喜欢刘山 是想要和她厮守终生 黄小香有些惊讶 但是想着李富瑶既然是刘山的远房亲戚 指不定就有办法 便开口说道 是的 我想和她一辈子 就算是吃不起饭 也想着一辈子 吃不起饭 一辈子便有些短了 黄小香张了张口 语言又止 两个人互相喜欢的时候 大可不必考虑太多 不过一旦涉及到了过日子 那就是 有米酱醋茶 自己掂量 她家不是皇府 一分银子也没有 到时候没有米没有钱 日子很难过的 我会女工 总能卖些钱的 那材料谁出钱去买 皇府有钱 可是会给她吗 李富瑶安静地看着黄小香 想听听她之后会说些什么 可谁知道黄小香什么都没说 总之就是开始流眼泪 其实这很正常 毕竟她不是像刘山这样 从小就是为了生活想办法的孩子 遇到这些事情 自然是无计可施的 李富瑶看着这个 稚气未脱的姑娘 你说你要让刘山来找你 她来找你倒是可以 只是找你之后 你们的生活怎么够 有想法吗 黄小香泪流满面 什么都没再说了 李富瑶看了她一眼 没再说什么 转身走了出去 刘山醒来的时候 那场雨还在下 李富瑶还是坐在那凳子之上 屋子以前有一些漏的地方 倒是被她修补好了 刘山擦了把口水 这才兴兴然地说道 让李先生见笑了 我刚才出了一趟门 听城里的人说 你本来也不喜欢读书 怎么还留在学堂里 只是为了照顾那位老先生 老先生对我有一范之恩 自然要报答 只是读书我真的不太喜欢 只能在学堂里照顾老先生了 但留在学堂里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个 我 我 嗯 是因为黄小姐还没有归宿 所以还不死心 对吗 刘山是喜欢黄小香 也不愿意拖累的 但是说要是毫不在意 那就是假的不能再假了 他这个年纪的少年 哪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呀 不读书了 或者说那位老先生吸去之后 你要做些什么 刘山抹了八脸 故作洒脱地说道 等他嫁人之后 我就不想读书了 想浪迹江湖 不做侠客 有个鱼叉就好 去黄河边捷道 遇到汉子就讨点钱花花 遇到漂亮姑娘就逼他笑一下 笑一下就送走 遇到实在打不过的 就直接跳黄河了 变成块傻木头 飘啊飘啊就逃走了 李富耀想了想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反正是问道 教练见吗 本集播讲结束 下集更精彩 欢迎订阅追歌